第六十一章令人不可思议的斩杀,是毕霞九星剑,没想到他也修炼了,而且施展起来威力比我还大,他到底练了多久? 一位星辰静终其舞者低声说道,毕霞九星剑是神剑崖上的剑法,他三年就开始修炼了。 现在领导施展,他自然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领导对毕霞九星剑的掌控,让他自愧不如。 神剑崖的剑法,你怎么会的?你不是第一次进来吗? 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却是吃惊地问道,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对领导有所了解。 而且在进城的时候,领导也的的确却交了零食。 不仅是他,其他三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同样可以肯定,领导绝对是第一次来试炼之地。 刚学的,正好拿你们炼剑,领导并没有撒谎,可惜他这么说根本没人相信。 尤其是先前那位练了三年毕霞九星剑的星辰静舞者,更是不相信。 如果领导说的是真的,那他简直就笨得和猪一样了。 领导刚刚修炼,就比他厉害了,大焰不惭。 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冷恒了一生,再度挥剑向着领导杀了过来。 既然已经被领导发现,那就没有再隐藏的必要。 反正领导只有画凡静巅峰,不管怎么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们两个都是我天剑宗长老,为何要杀我? 另一边,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也是对十三亿展开了攻势, 好在十三亿本身就是星辰静中期,比他们只低一个小境界而已。 而且最近受到了领导的刺激,十三亿修炼明显比以前刻苦了。 其实,十三亿的天赋真不错,只是心思都放在了领时上面。 也就是认识领导之后,才专下星来三物剑法,领悟剑道。 他比领导境界高,可是如果再不努力,战力就要比领导差得多。 都这个时候还问原因,你还是下去问阎王吧。 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根本懒得和十三亿废话,上来便是施展出自己拿手的剑法。 十三亿不是礼宾宴的对手,不代表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施展的都是天剑宗剑法,十三亿知晓他们的破绽。 十三亿在和他们动手的时候,就不施展天剑宗的剑法,而是施展其他剑法。 他以前有过棋域,学过其他剑法,而且比他的天剑宗剑法威能更强。 而且施展这样的剑法,那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就不好对付他了。 仅仅只有星辰静中期,却能够应付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十三亿的表现极为不错,算是天才了。 只可惜,灵道这边更抢眼,才化繁静巅峰就能力占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不少人都震惊无比。 真龙黄旗剑,灵道施展完臂侠九星剑之后,便是换了一门剑法施展,本来就是拿这些星辰静后期舞者练剑,自然没有必要一直施展一门剑法。 不管别人相不相信他说的话,都不重要,反正他的确是第一次施展这些剑法。 龙银声猛地响起,奔雷剑仿佛化身成了一条大龙,以最快速度,向着其中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冲了过去。 一股浩大的威压,弥漫了开来,即便是远处观战的那些星辰静舞者,都是感受得清清楚楚。 此时的灵道,就像是一位人间帝王,不怒自威。 仅仅是一个眼神,便是仿佛可以崩碎天穷,仅仅是一个命令,便有无促人甘心赴汤到火,仅仅是一个口谕,便可断人生死。 他只有化繁静而已,怎么会这么强? 正在和灵道大战的星辰静后期舞者,却是感觉自己脑子快不够用了。 出手之前,他一直认为灵道不是他的对手,怎么现在灵道这么强? 而且从大战到现在,灵道施展的剑法都不带重样的,灵道到底会多少剑法? 而且全是上品剑法,是真龙黄极剑,我去年开始修炼的,怎么他也会? 这算什么,他先前施展的几种剑法,全都是上品,他会的上品剑法还少吗? 太奇怪了,他明明只有化繁静巅峰,怎么会这么多上品剑法? 以前从来没有在神剑崖看过他,难道说他真的是第一次来神剑崖? 看他的样子,差不多十七八岁,这些剑法应该是他的宗门长辈叫他的吧? 就连化繁静舞者都是近立网上飞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灵道和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的大战。 两万多丈高处的星辰静舞者,更是全都停下了三物,认真地看了起来。 因为有的舞者三物的剑法,灵道正好在施展。 与其自己慢慢三物,还不如看灵道怎么使用的。 灵道剑道造诣本来就高得吓人,又拥有一双传说中的眸子,修炼剑法自然极快。 仅仅是第一次施展,都比有的舞者练了好几年还要强。 师兄,联手施展天云子母剑吧,没想到这小子如此棘手,好,我们就用天云子母剑杀他吧,不要留守。 天云子母剑,是天剑宗内的一门上品剑法。 如果是一个人施展天云子母剑,那么威力并不怎么样,甚至比不上一般的上品剑法。 可若是两个人联手施展天云子母剑,那就不一样了,威力成倍增加。 我用母剑,我用子剑,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当即便是施展出了天云子母剑,原本被灵道压制的两人,此时却是咸鱼翻身了。 施展天云子母剑之后,他们攻守兼备,而且可以相互支援,一时间灵道都是有些头疼。 灵道要攻击其中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便是会疯狂地攻击他,让他不得不转身抵挡。 要是他抵挡的话,第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又会反过来攻杀他,不让他好过。 不错的剑法,可惜对付我,还远远不够。 如果连这样的剑法都对付不了,灵道前世真是白活了。 天云子母剑等于是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先前虽然也是联手,但合作起来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协调。 即便如此,灵道依旧可以应付。 奔雷舞影剑,灵道放弃了上品剑法,转而施展出奔雷舞影剑,为的就是出剑速度。 施展奔雷舞影剑之后,就连星辰静后期舞者,都是看不到灵道手中的奔雷剑了,仅仅只能够看到模糊的剑光。 再加上追星巴布,灵道的速度,也是超过了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他全力出手,对付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自然是让他们两位都手忙脚乱起来了。 被灵道对付的星辰静后期舞者,完全挡不住灵道的攻势。 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想要对付灵道,可惜他根本跟不上灵道的速度。 杀,灵道杀一一起,出剑速度便是更快了,正所谓九手必施,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一个不慎,便是被灵道一剑洞穿了右肩。 即便他退得快,也是没用,仅仅这么一剑,便是让他战力大减。 右肩被洞穿,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连挥剑都费劲,更别说施展什么厉害的剑法了。 仅仅这么一剑,就等于将他废掉了。 然而灵道并没有罢手,而是展开了更为凶猛的攻势。 你们快过来,师兄不行了。 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却是招呼起了正在和十三亿大战的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他们两人已经对付不了灵道,自然要叫其他人帮忙。 只可惜,十三亿此时却是爆发了,使用全力缠住了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你们既然要杀我,现在我没死,你们怎么能走。 先前十三亿只是慢悠悠地出手,只要挡住那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就行。 现在则是不一样了,他已经施展出最为拿手的剑法。 虽然不可能斩杀那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但拦住他们一段时间,完全没有问题。 死吧,灵道出手越来越快,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身上已经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剑伤。 十三亿全力爆发给灵道争取时间,灵道自然不会浪费。 追星八部一出,灵道便是来到了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身后,一箭洞穿其后心。 我竟然死在了一位化繁静舞者手里。 就算到死,为首的星辰静后期舞者都是没有想过,他的命竟然会被一位化繁静舞者终结。 他想过很多种死法,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下场。 他低下头看了奔雷剑的剑剑一眼,随后便是闭上了双眼。 师兄,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看到这一幕,却是不可置信地大好了一生。 他再度看向灵道的眼神之中,已经有着浓浓的恐惧之色。 他见过不少强者,可是没有见过境界这么低的强者。 身为星辰静后期舞者,竟然打不过化繁静巅峰舞者。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就算别人告诉他,他都绝对不会相信。 可是现在,他确实害怕起了灵道,灵道能够杀他的师兄,自然也能够杀他。 不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化繁静巅峰舞者比星辰静后期舞者,逼了三个小境界,那小子怎么可能斩杀星辰静后期舞者。 就在众人觉得不可思议之时,灵道却是施展追星巴布,向着另外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杀了过去。 在斩杀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之后,灵道身上的杀气更重了,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心神都是战斗了起来,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杀神。 第六十二章大日经中,你们既然来杀我,那么早就应该有被杀的准备。 对于想要杀自己的人,灵道从来没有半点同情心。 如果不是他实力够强,那么现在死的就是他了。 尽亏他前段时间突破,才能够斩杀星辰静后期舞者。 助手,我可是天剑宗长老,你一个弟子杀长老,是要判死刑的。 天剑宗弟子之间都禁止厮杀,平时的切磋,也是点到为止。 就算有仇,也仅仅是打伤而已,顶多废掉。 公然斩杀同门师兄弟,宗门根本不会同意,更何况,领导还是以下犯上,斩杀了长老。 可惜,领导根本不在乎这些,眼前这四位星辰静后期舞者都是要杀他的,如果他还留他们一命,简直就是脑子有病。 至于会受到什么惩罚,那是以后的事情,大不了离开天剑宗旧事。 到现在为止,领导对天剑宗都是没有多少归属感,天剑宗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反正已经杀过一个,不在乎多你一个,领导已经施展出无双剑室,每一剑都是杀招。 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在惊慌失措之下,实力大打折扣,没过多久之后,便是被领导一剑斩断了右臂。 啊,伴随着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一声惨叫,血液四溅,一条胳膊在空中爆开。 他的脸上,已经满是惊恐之色,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距离死亡如此之境。 不,你不能杀我,如果你放我一条生路,先前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发生。 不,我还可以帮你作证,证明师兄不是你杀的。 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一边后退,一边小心翼翼地说道。 只可惜,领导看到了他眼眸之中的怨恨,根本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如果让他回天剑宗,指不定怎么禀报。 反正有一点领导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会放过领导。 还想骗我,真是不知死活,一条大龙再度冲出,狠狠地撞击在了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的身上。 大龙横冲直撞,无比蛮横,让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头疼不已。 趁着这个时机,领导则是高举奔雷剑,将其一剑劈成两半。 又死了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他一个化繁静巅峰舞者,到底为什么如此强横? 连续斩杀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他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什么时候出现的妖孽? 这么年轻,实力就这么强横,若是再给他十年,那还了得。 越是年轻的强者,潜力越大,零到只是个少年而已,天赋肯定高得吓人。 更何况他才化繁静巅峰就能斩杀星辰静后期,假以时日,要是他成为乾坤静王者,岂不是可以称王称霸,甚至君临天下。 师兄,正在和十三亿大战的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却是有些心惊胆战了。 对付灵道的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已经全部被斩杀。 若是灵道要杀他们,他们两人有能力抵抗吗? 不行,灵道这么大出风头,我也不能表现得太差了。 眼见灵道已经将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斩杀,十三亿确实苦笑了起来。 灵道才化繁静巅峰,就强横的不像化,他身为星辰静中期舞者,怎能完全比不上。 大日经中,一声洪亮的钟声,使得不少人都是神情一阵。 若是境界低的舞者,恐怕耳朵都能被震出血。 好在能够站在两万多丈高度的,除了灵道这个特例外,其他人都是星辰静舞者。 在十三亿的头顶,出现了一口大钟,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他手中的长剑,猛地向前一次,随后大钟便是向着其中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砸了过去。 轰隆隆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仓促之下,也是灰剑斩向了金钟。 剧烈的声响,震得他耳骨声痛,让他无法接受的是,金钟一点影响都没有,更别说斩碎金钟了,简直就是在做梦。 金色的大钟没有任何停留,继续砸向了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一股巨力,通过长剑,传到了他的身体之中,使得他身上出现了一道道波浪,气血翻滚,身体都是差点裂开了。 恰在此时,十三亿一脚踢在了大钟之上,大钟砸过去的力量更可怕了。 这一次,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直接被砸飞了出去,连上品剑气都是脱手而出。 吐一口溺血喷出,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脸色都是苍白了下来。 让他害怕的是,金色大钟竟然再度砸了下去。 这一砸,便是要了他的小命,让他死在了这里。 真蕾,施展大日经中,斩杀了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自然是震撼了在场的其他舞者。 先前十三亿的表现是不抢眼,可是现在一招斩杀星辰静后期舞者,没人敢说他不是天才了,毕竟十三亿也就只有星辰静中期而已。 在领导斩杀那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之前,十三亿根本不会施展大日经中这一招。 别看只有一招,却是耗尽了十三亿所有的力量。 此时的十三亿,能够站在高空之之中,已经极为难得,要他和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大战,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说是星辰静后期舞者,现在就算是一位化繁静舞者,都能斩杀十三亿。 好在领导已经没有对手,十三亿才敢施展大日经中,反正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他已经打算交给领导了。 怎么会这样,如此轻松的任务,他们三个竟然全都已经死了。 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一脸的茫然,完全不能接受现在的情况。 他们原本都是认为,斩杀领导是小菜一碟。 可惜现在他们四个,仅仅只剩下他一个。 好在他已经发现,十三亿根本没有再占之力。 十三亿斩杀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都如此费劲,领导杀了两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现在的状况肯定更差。 一定是装的,想要吓我,绝对是。 不得不说,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是在自作聪明了,领导是真的没有受伤,也没有多大损耗。 修炼蛮荒诸仙静的领导,恢复起来无比迅速。 本源星辰,即便心里已经确认领导和十三亿现在状况很糟糕,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也是祭出了自己的本源星辰。 他所掌握的是火之本源,因此,当他祭出本源星辰之后,整个虚空都像是燃烧起来了一般。 你们两个都要死在我的剑下,他快速地挥动长剑,虚空之中则是出现了一条条火蛇。 每一条火蛇,都是有着极强的杀伤力,成百上千的火蛇同时向着灵道扑了过来,像是要将灵道焚烧成灰烬一般。 不自量力,灵道手持奔雷剑,一剑斩下,这片小天地都像是摇晃了起来。 成百上千的火蛇,都是纷纷消散,他更是施展出追星巴布,向着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追了过去。 奔雷剑更是狠狠地向着巨大的本源星辰斩了过去。 仅仅是一剑而已,便是让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大口咳血。 这一剑,伤到了本源星辰,同时也是伤到了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你怎么会还有这么强的战力? 此时此刻,最后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已经感到不妙了,可惜一切已经迟了,灵道根本没有给他什么机会。 奔雷剑轰然斩下,百仗大小的剑王,撕开了一切火焰,直接将他斩杀。 厉害,十三亿对灵道竖起了大拇指,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他都知道自己不是灵道的对手。 好在他有奇遇,能够快速提升实力,要不然以后肯定会被灵道甩得很远很远。 前来斩杀灵道的四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已经全部死在了这里。 灵道斩杀了三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十三亿则是杀死了一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他们两人的性格倒是有点像,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即便是天剑宗长老,他们依然将其杀了。 我认识他,上次他在剑道天梯,登上了最高一层。 他是天剑宗弟子,我可以确定,看来天剑宗很快就要多出一位年轻强者了。 现在天剑宗年轻一辈最强的是准王田坤,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动摇田坤的地位。 亲眼见到先前的大战,在场的星辰静舞者都是极为看好灵道。 仅仅才十七岁,而且只有画凡景巅峰,就强得如此变态。 只要灵道不死,日后肯定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有意思,没想到这次来神剑崖,竟然能够看到如此厉害的少年,可惜不是我血剑宗弟子。 在三万多丈高空之上,站着一位满头血色长发的年轻男子。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血腥之气,满头血色长发并非天生,而是鲜血长旗浸泡之下形成的。 一袭宽大的血色长袍,更是将他衬托得极为高大。 先前灵道,十三亿和四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的大战,引起了他的注意。 灵道以画凡景巅峰斩杀星辰静后期舞者,更是让他极为震惊。 此时的他,已经是对灵道有了想法,要么让其成为血剑宗弟子,要么现在就将他除掉。 小子,拜我为师如何,一道威严的声音,从高空之上响起,在场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灵道自然也不例外。 第六十三章 乾坤晋王者,血永浩。 能够站在三万丈之上的,自然是乾坤晋王者。 毕竟像灵道这样的妖孽,极少极少,哪怕是准王,都不能站在这样的高度。 准王和真正的王者,还是有差距的,毕竟能凝练出意志和掌握建议的准王只是少数。 在他开口之后,整个场中都是安静了下来。 一股王者之威,横扫四面八方,压得不少人都是喘不过气来。 两万多丈高度的舞者,都是心沉静,自然比不上乾坤晋舞者,更何况乾坤晋舞者还是故意以示压人。 是小师叔,他竟然在这里,看来那小子惨了,小师叔杀性极重,而且从来不讲理。 要是那小子敢违逆小师叔,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在场的心沉静舞者之中,自然也有血剑宗的舞者。 仅仅是听声音,他们便是判断出那位乾坤晋王者的身份了。 论辈分,那位乾坤晋王者是他们的师叔,在他们的长辈之中排行最低,但实力并非最弱。 却永浩,是血剑宗之中最年轻的乾坤晋王者,为人极为张狂,脾气暴躁,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人物。 在他说完之后,便是从三万丈高空之上降落到了两万多丈的高度,俯视着灵道以及其他心沉静舞者。 拜见小师叔,拜见师叔祖,先前,有人听出血永浩的声音,也有人没有听出来。 现在血永浩现身,在场的血剑宗弟子,自然是全部行礼了。 血剑宗之中等级森严,乾坤晋王者比星辰晋舞者地位高得多。 乾坤晋王者,就算是灵道,此时瞳孔也是缩了起来,乾坤晋王者的出现,已经让事情超出了他的掌控。 他现在的战力是不错,可也就对付对付星辰晋后期而已,和乾坤晋王者相比,则是相差了一大截。 糟糕,十三亿也是头疼了起来,如果乾坤晋王者要杀灵道,就算他和灵道联手,也挡不住乾坤晋王者的一见。 现在血永浩竟然要灵道拜他为师,尽管十三亿认识灵道的时间不是太长,但他也明白灵道不可能同意血永浩的提议。 本王只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拜我为师,要么死无葬身之地。 剧永浩冷冷地看着灵道,只要灵道敢拒绝他,他就会立刻对灵道动手。 以他乾坤晋王者的实力,要蹂躏灵道简直轻而易举。 给灵道一条活路,在他看来已经是极大的仁慈了。 你有什么资格做我师父,灵道的回应,却是让血永浩挑了挑眉。 却永浩想过灵道的反应,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却没有想到,灵道竟然会有这样的反问。 难道说,他一个乾坤晋王者还没有做灵道师父的资格? 其实,这就是灵道聪明的地方,他没有同意血永浩,也没有拒绝血永浩,而是给血永浩出了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灵道的大脑却是快速地运转了起来,想要在短时间内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凭我能掌控你的生死,你难道还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你师父? 能够成为乾坤晋王者,血永浩自然不是笨蛋,不可能真的去想自己有什么本事可以叫给灵道。 他这么说,其实就是威胁灵道,想要活命,灵道就得拜他为师,如果不拜,那就是想死了。 就这点资格,我看是不够,灵道向来吃软不吃硬,血永浩想要以示压人,让他拜血永浩为师,自然不可能。 而且,灵道和血建宗还有仇,让他拜血建宗的乾坤晋王者为师,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么说,你是想死了,却永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满头血色长发已经是飘动了起来。 一双眸子之中,有着杀意闪烁,像灵道这么天才的年轻人,他还没有见过。 既然灵道不愿意拜他为师,那他自然不可能放过灵道了。 区区画凡镜巅峰,一指足以杀你,先前灵道和那些星辰镜后期武者大战,并且强势斩杀了其中三位。 即便灵道只有画凡镜巅峰,血永浩都是将他当成星辰镜后期武者看的,只是嘴上故意这么说而已。 在血永浩看来,斩杀三位星辰镜后期武者,灵道肯定消耗极大。 现在他这一指,已经超越星辰镜后期武者全力一剑,想来斩杀此时的灵道应该是足够了。 却永浩缓缓地伸出右手食指,随后便是摇摇地向着灵道点了过来。 身为乾坤镜王者,他已经掌握了剑意,此时的一指便蕴含了剑意,要置灵道于死地。 一道血色长剑虚影,向着灵道的身体刺了过来。 却知本源凝炼的常见,再加上血永浩的剑意,即便是星辰镜后期武者都挡不住,更何况是现在的灵道。 真是不知死活,竟然敢和乾坤镜王者叫板,看来先前的大战,已经让那小子傲气冲天,连乾坤镜王者都敢得罪了。 别说他只是化繁镜巅峰,就算他是星辰镜巅峰,在乾坤镜王者面前,都是不够看。 本来还在想,未来的东剑狱将要多出一位强者,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要死了。 看到血永浩动手,在场的星辰镜舞者,都是议论了起来。 不管是站在哪一边的,都认为灵道必死无疑。 乾坤镜王者要杀一位化繁镜舞者,实在是太过简单,和捏死一只蚂蚁没多大区别。 即便是血永浩的意志,都是让他们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若是血永浩对他们出手,他们扪心自问,能够挡住这样意志的并不多。 起码星辰镜前期舞者和星辰镜中期舞者,都是必死无疑。 星辰镜后期舞者没有特殊手段,也没法活下去。 大五行剑术,灵道的反应速度极快,在看到血永浩准备出手的时候,他便是将手中的奔雷剑换成了逍遥剑。 上品剑戏,根本不可能挡住乾坤镜王者的攻势。 就连极品剑戏流风剑,他都没有使用,而是直接用了逍遥剑。 一直以来,逍遥剑给灵道的感觉,都是锋利无匹。 到现在为止,灵道还没有见过比逍遥剑更为锋利的剑。 在血色长剑刺过来的时候,逍遥剑也是以最快速度迎击了上去。 坑别看仅仅是长剑虚影,给灵道的感觉却是合真剑无异。 而且血色长剑虚影上传来的力量,更是让灵道右手一振,逍遥剑差点脱手而出,整个人都是差点倒飞了出去。 相比星辰镜舞者,乾坤镜王者的实力是全面提升,是值得飞跃。 明炼意志,掌握剑意,肉身强度大大增加,而且力量上也是从幼龙之力,净化到飞龙之力了。 成为乾坤镜王者之后,将会拥有一条飞龙之力。 一条飞龙之力相当于一万条幼龙之力,但又要比一万条幼龙之力厉害得多,一条飞龙之力是将一万条幼龙之力拧成一股。 扑强横的力量,还是让灵道受创了,一口逆血喷涌而出。 丰瑞的剑意,更是要穿透灵道的肉身。 好在此时逍遥剑震动了一下,仿佛真龙觉醒了一般,竟然一下子撕开了血色长剑虚影。 怎么会这样,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血永浩,眼珠子都是差点瞪了出来。 他完全看不起的画凡镜巅峰舞者,竟然破掉了他的血色长剑虚影。 本来要杀灵道的一剑,仅仅是让灵道吐了一口血而已。 好剑,看来这次运气不错,竟然能够得到如此好剑,为了避免尴尬, 却用浩直接转移了话题,将目光对准了逍遥剑。 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灵道先前之所以能够破掉他的攻击,和逍遥剑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柄剑,本王征用了,出话间,血永浩更是踏步向着灵道走了过来。 先前没有斩杀灵道,自然让他觉得有些丢脸。 现在他要做的,是将灵道踩在脚下,甚至踩死,唯有这样,他才觉得出气。 我的剑,你不配用,即便明知道自己不是血永浩的对手,灵道依旧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 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哪怕今天站死在这里,他也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疯了,他简直就是疯了,如果不是乾坤晋王者,肯定会将他碎尸万段。 天赋高是好事,可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是找死了。 他死了最好,天剑宗要是没了这么一位妖孽,对我们其他势力来说,都是好事。 在场的新陈禁武者,都是不得不承认,天赋不如灵道,悟性不如灵道。 好在灵道马上就要死了,血永浩要杀灵道,灵道就算想要逃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血永浩已经是伸出大脚,向着灵道踩了过来。 以这样居高临下的姿态灭杀灵道,简直就是对灵道最大的侮辱。 如果灵道真的死在血永浩的脚下,恐怕做鬼都不会好受。 真龙黄极剑,灵道手持逍遥剑,施展出了神剑崖上的剑法。 一条五色大龙,从下往上,向着血永浩扑杀了过去。 灵道自己则是施展追星八步,逆天而上,来到了血永浩的上空。 让所有人震惊无比的是,灵道竟然伸出大脚,向着血永浩踩了下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灵道做到了,血永浩羞辱他,他竟然以同样的方法反过来羞辱血永浩,真是胆大包天。 第六十四张准王傲龙,敢用大脚踩乾坤净王者,而且本身只有划凡净,灵道绝对是第一人。 以前,或许有妖孽,在划凡净巅峰的时候和乾坤净王者动手,但肯定没有划凡净巅峰武者要去踩死乾坤净王者。 找死,灵道的战力,在血永浩看来并不怎么样,可是灵道的行为,却是让血永浩怒了。 什么时候,小小的划凡净巅峰武者,都敢这么对他了? 他乾坤净王者的威严何在?此时的血永浩,根本没有想太多,直接向着灵道打出了一掌。 滚滚气浪,全都是轰击在了灵道的身上,一条天龙之力对灵道来说,根本就是无法抗衡。 吐灵道大口咳血,身体则是在不断地倒退。 他先前施展出的真龙,更是被血永浩一脚垛死,消散了开来。 画凡净巅峰的他,根本就不是血永浩的对手,哪怕使用逍遥剑也不行。 还真是不知死活,能够斩杀星辰静后期武者,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你先前拜他为师多好,唉。 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替灵道感到惋惜,毕竟像灵道天赋这么高的剑修,还是很少的。 可惜,一切都已经注定,血永浩生性很辣,根本不可能放灵道活路。 师父让我监视他,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师父,没想到他竟然要死在这里了。 在一群新陈静舞者之中,有着一位新陈静后期舞者,他是天剑宗长老,更是二长老的徒弟。 二长老派他前来,并非要杀灵道,只是监视灵道而已。 可惜,他还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灵道就要死在这里了。 要是灵道死了,那么二长老的投入,便是没有任何作用。 二长老可是连天都战甲都送给了灵道,要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岂不是要气死。 和本王作对,你今天必死无疑,看着可谐的灵道,血永浩确实冷笑了起来。 自始至终,他都是没有拔剑,仅仅是灵道这点实力,还不足以让他拔剑。 他比灵道的境界高出太多,战力更强也很好理解。 不过是仗着境界高而已,如果我也是乾坤境王者,一剑便足以斩你。 反正血永浩是要杀灵道,那么灵道说话自然没有任何顾忌。 同境界之中,灵道不惧任何人,可他和血永浩之间的境界差距太大。 哪怕他天赋再高,悟性再妖孽,都是没有任何作用,境界才是根本。 以你的身份,对付我天剑宗一位内门弟子,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十三亿认可了灵道,那么明知道血永浩是乾坤境王者,他依旧敢顶撞血永浩。 他只是无比贪财而已,对兄弟依然是甘胆相照,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炒根本王说什么大道理,不就是杀个化凡境巅峰舞者吗? 难不成你天剑宗还要跟我血剑宗不死不休? 如果是当年的天剑宗,血永浩根本不敢说这句话。 天剑宗曾经是东剑狱最强的六品势力,可惜现在已经是下游水平, 连血剑宗都不如,天剑宗自然不会和血剑宗不死不休。 我要杀你,谁敢阻拦,血永浩撇了撇嘴,明显没有将在场的其他人放在眼里。 乾坤境王者想要进入试炼之地很难,就算有灵石,都不一定能够进来, 好在血永浩有他自己的手段。 如果你们天剑宗的舞者有意见,可以站出来,本王一并送你们下地狱。 乾坤境王者就是这么厉害,即便血永浩说话如此猖狂, 在场的天剑宗舞者都不敢有什么意见。 他们只是星辰境舞者而已,就算联手都不是血永浩对手, 还有什么好说的。 更何况,他们和领导又不熟,要是因为领导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那就大大不值。 血永浩的性格,他们都是听说过的,要是引起血永浩的不满, 他们肯定难逃一死。 大言不惭,你倒是动我师弟一根汗毛试试, 恰在此时,一位年轻人从远处走了过来, 从他的话语之中,便是可以看出, 他并没有将血永浩放在眼里。 他距离这里比较远,赶过来并没有多久。 奥隆,这位年轻人不是别人, 正是列天剑宗之中的大师兄奥隆。 自从上次和奥隆分别之后, 领导便是没有再见过奥隆, 没想到这次在试炼之地,竟然碰到了奥隆。 此时的奥隆,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 即便是面对乾坤境王者血永浩, 他的气场都是依旧强大, 好像根本不弱于血永浩一般。 领导,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你放心吧, 有你师兄在,那家伙动不了你。 上一次分别的时候, 奥隆仅仅只有欲空境而已。 可是现在,领导却惊讶地发现, 奥隆已经无限接近乾坤境了。 按照东建狱的说法, 奥隆就是准王, 只差半步便是可以踏入乾坤境。 领导本来以为自己提升境界已经很快了, 没想到奥隆提升境界一点都不慢, 而且好像更快。 毕竟到了化繁境, 新沉境之后, 提升境界的速度就逐渐变慢了, 可奥隆已经是准王了。 哼,区区准王而已, 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 奥隆的态度, 着实激怒了血永浩, 本来血永浩还以为来了一位乾坤境王者, 没想到仅仅是年轻的准王而已。 血永浩在乾坤境王者之中都不算弱, 自然不会怕了一位年轻的准王。 血沙氏, 血永浩并指为剑, 以剑亦未尹, 以本源为义, 直接施展出一道杀招。 在他的面前, 凝炼出了一个大大的血色沙字。 随后, 这个沙字, 便是向着奥隆冲了过去, 像是要将奥隆碎尸万段。 你以为乾坤境王者就了不起,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你这个王者, 还不如我这个准王。 奥隆剑, 和血永浩不同, 奥隆直接取出了他的配剑。 他来历极大, 就连配剑都是能够不断提升等级的。 现在的奥隆剑, 早就已经不是当初的奥隆剑, 即便是上品剑戏, 都不如奥隆剑。 奥隆连挥剑,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金色的龙字。 龙字越来越大, 到的后来, 更像是要盖过血色沙字一般。 两个大字, 在虚空之中不断地碰撞, 远处的星辰进舞者 都是不断地后退。 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强大的准王, 他到底是哪个势力的舞者, 怎么我从来没有见过。 仅仅准王而已, 就能够和乾坤进王者抗衡了。 第一次交锋, 奥隆和血永浩都是没有占到便宜, 围观的星辰进舞者自然全都是无比惊讶。 奥隆毕竟不是乾坤进舞者, 能够和血永浩势均力敌, 自然让人无比惊讶。 不可能, 就连血永浩, 都是忍不住多看了奥隆一眼。 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竟然能够和他势均力敌, 简直不可想象。 难道说他已经老了吗? 年轻一辈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了, 先前, 十七岁的灵道, 便是可以斩杀三位星辰进后期舞者。 现在, 奥隆更是可以和薛永浩抗衡, 而且薛永浩还听说林剑宗有一位少女, 妖孽得让人无法相信。 他的师兄竟然这么厉害, 要说他没有一个厉害的师父, 我绝对不信。 二长老派来监视灵道的星辰进后期舞者, 却是差点惊呼出声。 他是没有看到灵道的师父, 不过看到灵道的师兄也足够了。 仅仅是师兄就这么厉害, 他们的师父能不厉害吗? 好小子, 看来我低估了你, 先前我并没有尽全力, 才让你占了便宜, 现在本王可不会饶你了。 身为乾坤进王者, 薛永浩自然是对自己的战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他取出自己的配件, 向着奥龙杀了过去。 在他看来, 只要他全力出手, 奥龙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并不是薛永浩狂妄自大, 而是能够战胜乾坤进王者的准王太少太少。 而且, 薛永浩并不是刚刚晋升王者, 他在乾坤进前期王者这一个境界, 已经停止了足足三年时间。 即便境界上没有任何进步, 战力上也是有所提升的。 如果连一个准王都打不过, 那薛永浩这么多年真的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好歹他也是薛剑宗的乾坤进王者, 怎么可能太弱。 哼, 对付你, 我根本不需要用剑, 让薛永浩不能理解的是, 当他拔出上品剑弃之时, 暴龙竟然收起了手中的长剑。 而且, 暴龙并非是装枪做事, 而是真的没有用剑的打算。 身为剑修, 不用剑, 还能有多少战力。 这个准王到底是谁, 未免太狂妄了吧。 一个准王而已, 对付乾坤进王者, 竟然不打算拔剑。 疯了, 不愧是师兄弟, 两个人都是疯狂到了极点。 观战的星辰进武者们, 全都是傻眼了, 暴龙的行为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只有领导猜到了暴龙要做什么, 虽然奥龙的剑法不错, 但和他的童树比起来, 明显弱了不少。 其实奥龙自己也明白, 比真正战力, 他是比不上血永浩的。 不过, 他有着自己的优势, 那便是传承于奥家先祖的童树。 即便是灵道前世所在的世界, 童树都是神秘和强大的代名词, 更不要说再见神大世界了。 第六十五章集退王者, 童树, 冥界之伤, 奥龙低沉地说道, 随后他的双眼瞳孔, 都是一分为三, 并且迅速地旋转了起来。 原本晴空万里, 此时却是慢慢地黑了下来。 奥龙的身上, 腾起了无穷的黑雾, 将这片天帝都市给淹没了。 在安山郡的时候, 灵道便是见识过奥龙的童树。 只不过当时奥龙境界低, 童树的威能也是远远地比不上现在。 仅仅是片刻时间, 原本的白昼, 便是成了黑夜, 而且是漆黑一片, 没有半点星光。 好在星辰竟武者目力极强, 即便在这种环境下, 依旧可以看清一切。 若是换成普通人, 在这种环境下, 恐怕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上一次奥龙施展童树, 仅仅是从眼里弥漫出黑雾而已, 这次明显要强盛得多。 这是什么剑法, 不是利用本源力量, 身为乾坤境王者, 血永浩见识不凡, 可他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童树。 剑神大世界之中, 没有哪个势力, 可以传承童树。 别书六品势力, 就算是五品势力的开创者, 都不可能开创出童树。 童树, 向来是神秘和强大的代名词, 而且童树并非是本源力量。 以血永浩的境界, 自然看不出童树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乾坤境王者在东建狱是顶尖强者, 可是到了零到前世所在的世界, 只能算是蝼蚁。 就在血永浩疑惑的时候, 暴龙的身后, 已经缓缓地凝聚出一道通天彻地的身影。 仅仅是虚隐而已, 散发出的气势, 便足以威压六合八荒, 就连血永浩都感觉快喘不过气来。 到底怎么回事, 我竟然感到了恐惧, 却永浩仔细地打亮了奥龙一番, 却是发现奥龙身后的虚影, 和奥龙的眸子一模一样。 每一个眼睛, 都是三个瞳孔, 看起来和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而且奥龙身后的虚影, 仅仅只能够看到一双眸子,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乾坤境王者就了不起, 你能够挡住我的绝学, 奥龙痴笑了一声, 却是根本没有将血永浩放在眼里。 他好歹也是奥家子弟, 奥家随便走出一位强者, 都足以横扫血剑踪。 却永浩仅仅是血剑踪的一位乾坤境王者而已, 又算得了什么? 大言不惭, 本王现在便斩了你, 被一位准王如此嘲笑, 如果却永浩还没有什么行动的话, 恐怕就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了。 而且, 血永浩已经不敢让奥龙继续施展绝学了, 在他看来奥龙这个年轻人实在太诡异了。 却剑大九世, 却永浩现在施展的, 正是他引以为傲的绝学。 却剑大九世, 顾名思义, 一共只有九世, 是血剑踪的正宗剑法之一。 没有乾坤境, 根本不可能学会血剑大九世。 就算是新沉静巅峰武者, 能够学会乾六世, 就不得了了。 上品剑法, 血剑踪之中有不少, 可是能够称为正宗剑法的, 极少极少。 如果不是奥龙的手段太过诡异, 血永浩才不会施展出血剑大九世。 在他看来, 对一个准王, 使出这样的剑法, 简直就是丢人至极。 一道道血浪, 向着奥龙冲击了过去, 血浪翻滚之间, 更是有着一条条血色鳄鱼, 凶猛地扑杀了起来。 却还翻滚, 天空之上, 好似下起了血雨一般。 血色渐光, 淹没天地, 成千上万道渐气, 好似要将虚空切割成无数块。 灵力的剑意, 更是仿佛要撕裂天幕, 让这片天地一分为二, 锋利得有些可怕。 这就是乾坤境王者之威吗? 好强, 哪怕是十个我, 都不可能打得过乾坤境王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晋升到乾坤境, 却永浩全力出手, 自然让在场的新陈境武者极为震撼。 不少新陈境武者虽然见过乾坤境王者, 但却没有见过乾坤境王者全力出手的威势。 如果换成他们, 恐怕就要死在血永浩的剑下了。 乳之生死, 为武掌控, 浩大的声音, 化为滚滚声浪, 向着翻腾的血海冲击了过去。 本来就翻滚的血海, 此时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整片虚空都是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天地动荡。 暴龙身后的虚影, 却是伸出了一双大手, 向着血永浩拍了过去。 就像是生死大漠盘一般, 可以碾碎万物, 不管是剑气, 还是剑意, 还是本源力量, 都是纷纷消散。 不, 却永浩惊呼一声, 却是看到大手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身上。 即便是身为乾坤境王者, 却永浩也是感觉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他的身体, 好像要在这一掌之下四分五裂, 王者级别的肉身, 都不够看。 扑身形倒退的同时, 却永浩更是连续喷了好几口鲜血。 可以明显地看到, 却永浩的身体上, 真的有一道道血痕。 若非他肉身足够强横, 已经是在先前的一掌之下身孕了。 哪怕是血剑大九世再厉害, 都是根本不够看。 童树就是这么强横, 这还是因为奥龙只是准亡而已。 如果奥龙是乾坤境王者, 那么现在的血永浩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怎么可能, 他击败了血永浩, 他连剑都没有拔, 怎么会强成这个样子? 这对师兄弟, 未免太妖念了吧。 星辰境和乾坤境, 虽然只相差一个境界, 但却是天差地别。 准亡想要击败乾坤境王者, 非常非常困难, 更何况奥龙还是一招击败的乾坤境王者。 对剑修来说, 最厉害的手段应该就是剑法。 可是先前, 奥龙并没有用剑, 他使用的是铜术, 其他人根本不认识。 他们只知道, 奥龙轻轻松松就击败了血永浩。 怎么会这样, 血永浩看着奥龙身后的虚影, 眼里却是流露了一丝恐惧之色。 先前那一掌,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他从来都是没有想过, 一位准亡竟然会强成这个样子。 好, 此时他的心里, 仅仅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要是继续留在这里, 今天真的有可能要陨落了。 他好不容易才修炼到乾坤境, 自然不想死在这里。 在他看来, 那倒虚影想要杀他,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决顿, 狠狠地咬了咬牙, 随后血永浩便是以最快速度, 逃离了这里。 他再也不想待在失恋之地, 必须尽快逃出去, 唯有回到血健宗才是安全的。 成为乾坤境王者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狼狈。 小师叔逃了, 没想到, 小师叔也有怕的时候, 小命都快没了, 你能不怕, 在场的血健宗弟子, 都是低声交流了起来。 在他们的印象之中, 血永浩素来自大张狂, 狠辣无比。 没想到这一次, 血永浩只能灰溜溜地逃命, 差一点就能杀了他, 可惜了, 施展过铜树之后, 暴龙显得极为虚弱, 并不是他不想斩杀血永浩, 而是他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身后虚影再度出手了。 铜树虽然不需要本源力量, 但也是消耗力量的,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力量。 如果铜树可以无限制地使用, 那也太逆天了。 天地之间, 万事万物, 都是有着一种平衡, 铜树如此强大, 自然也就有着制约, 不可能让他们无限制地使用。 通天彻底地虚影, 缓缓地消散, 仅仅是片刻之后, 黑暗被驱逐, 光明重现。 奥龙很好地将自己的虚弱掩饰了起来, 其他人根本看不出。 虽然他亲眼看到血永浩逃了, 但也难保血永浩再杀一个回马枪。 逃得还真快, 要是稍微慢一点, 他就死无全尸了。 这句话, 是奥龙故意说出来的, 为的就是振折其他人。 他连乾坤境王者都能轻松击败, 其他人自然不敢打他的主意。 没看到血永浩, 都差点被急杀吗? 师父的猜测没错, 这小子肯定有一位极其强大的师父, 连师兄都差点杀了血永浩, 他们的师父到底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被二长老派来监视领导的新陈静后期舞者, 此时确实显得有些兴奋。 二长老交给他的任务, 他终于是圆满完成了。 尽管没有见到领导的师父, 但领导这位师兄的事情, 已经足以让他交任务了。 他是你师兄, 太强了吧, 到现在为止, 十三亿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哪怕是天剑宗内的准王田坤, 恐怕都没有奥龙这般强大。 没看到奥龙使用长剑,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击败了血永浩, 试问田坤怎么可能做到。 看样子, 应该和我差不多大, 果然妖孽的师兄都是妖孽, 他比我也强了太多吧。 以前, 十三亿觉得自己现在的成就还不错, 就算领导在妖孽, 毕竟境界还不如他。 可是现在见识到了奥龙的强大, 他却是一点都不自得了, 必须努力修炼才行。 没错, 他是奥龙, 领导点了点头, 在列天剑宗的时候, 奥龙是大师兄, 说奥龙是他师兄, 自然没错。 说话间, 领导已经来到了奥龙的身边, 别人没有看出奥龙的虚弱, 领导却是看出来了。 这么长时间不见,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其实, 这只是一个理由, 领导带着奥龙离开这里的理由。 谁知道血永浩会不会回去叫上其他王者前来, 仅仅是一位王者, 奥龙还能勉强应付, 两位王者, 奥龙就没办法了。 第六十六章 领会人沐浴, 奥龙, 这次可是多亏你了, 要不然我就麻烦了。 离开神剑崖之后, 领导十三亿和奥龙便是选择了一个清静的地方。 试炼之地极为广袤, 他们想要找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 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试炼之地内大多数人, 都是聚集在神剑崖, 其他人则有可能在剑道天梯, 还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闯荡。 就像领导和十三亿先前所去过的流风古迹之类的地方, 并不在少数。 有流风古迹, 自然也有其他古迹, 流风古迹之中有流风剑王的传承和流风剑, 其他古迹之中,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传承和神剑。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上次离开之后, 还想回去的, 只不过因为别的事情给耽误了。 等我回去之后, 你已经离开了, 而且你都让宗门壮大了那么多, 比我什么都不做好多了。 如果不是你, 恐怕宗门早就不复存在, 出来惭愧, 我搬入宗门, 比你还要早, 关键时刻却不在宗门之中。 没想到这次在失恋之地, 正好碰到你了。 当时正好在三物剑法, 而且离你幽远, 才来得晚了。 那家伙竟然将你打伤, 我怎么可能容忍。 好歹咱们也是一起看过, 暴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给领导打断了。 如果让奥龙继续说下去, 恐怕奥龙就要描述 烈天剑宗之中女弟子的身材了。 这么长时间不见, 暴龙这个毛病倒是没变。 宗门的事情, 就不要谢我了, 你是宗门弟子, 我也是宗门弟子,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宗门灭亡。 对了, 我现在是天剑宗弟子, 你有扳入新的宗门吗? 一个人修炼, 没有资源, 没有剑法, 没有长辈指点, 想要提升的话会困难许多。 暴龙能够提升这么快, 现在已经是准王之境, 应该是成为了某个势力的弟子才对。 当初我也是想拜入天剑宗的, 只不过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奥剑宗的弟子。 不得不说, 奥剑宗之中年轻一辈的天才还是不少的, 如果不施展同树, 我都不敢说是年轻一辈第一人。 列天剑宗可以说是天剑宗的分支, 离开安山郡之后, 奥龙也想过拜到天剑宗的门下。 他是奥家子弟不嫁,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现在根本回不了奥家, 自然需要其他势力的支持, 才能够更快地提升势力。 奥剑宗, 我听说过, 是一个极为强横的六品势力, 就算在整个东剑宗, 都能排在前五, 比我们天剑宗强出太多了。 天剑宗最为强盛之时, 是东剑宗第一六品势力, 可惜现在已经沦落到下游水平。 奥剑宗则是不同, 现在依然是东剑宗排名前五的势力, 就算是写剑宗也远远比不上。 雀剑宗, 零剑宗, 断剑门和天剑宗四大六品势力之中, 的确以水剑宗的综合实力最强。 可惜, 水剑宗和奥剑宗一比, 就差了太多,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 起码那个乾坤境王者不怎么敢找你寻仇。 奥剑宗, 是血剑宗惹不起的势力, 血永浩想要报仇, 就得掂量一二了。 如果奥龙是天剑宗弟子的话, 血永浩真的有可能邀请其他乾坤境王者出手, 就算是一起前往天剑宗要个说法都有可能。 放心吧, 他被我这么个准王打败, 恐怕巴不得瞒着所有消息呢, 怎么好意思告诉其他人。 能够击败乾坤境王者, 奥龙明显极为得意, 血永浩, 是奥龙击败的第一位乾坤境王者, 虽然依靠的是童树, 但童树也是奥龙实力的一部分, 并没有什么不妥。 我们先找个地方梳洗一番吧, 现在这样太难看了。 不管是领导, 还是十三亿, 都是有些狼狈。 领导之所以和奥龙说这些, 就是因为他明白, 奥龙肯定知道哪里有梳洗的地方。 果然, 听到领导这么说, 奥龙立马来劲了。 走,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那里扇清水秀, 极为适合洗澡。 你们不知道, 上次我在那里, 可是见识了好几位美女。 他们都对我坦诚相见, 让我大饱眼福, 如果不是为了前往神剑崖三物剑法, 恐怕我要一直待在那里。 奥龙的话, 让十三亿有些疑惑, 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明白, 不过看到领导撇了撇嘴之后, 十三亿便是笑了起来。 没想到领导的这个师兄, 还是一位色狼, 偷窥别人洗澡, 竟然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喂, 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好像很看不起我的样子, 都是狼, 何必装扬, 难道你们就不想看? 反正领导已经知晓奥龙的本性, 自然没有什么反应。 十三亿则是没有想到, 奥龙这样的天才, 竟然是如此龌龊。 不过都是男人, 十三亿也不会说奥龙什么, 他能喜欢零食, 难道不允许奥龙喜欢美女吗? 停下来, 你们难道没有闻到吗? 正在前进的领导和十三亿, 却是被奥龙给拉住了。 领导和十三亿, 都是看到前方的瀑布了, 正急着前去, 却不知道奥龙怎么回事, 根本不给他们前进了。 闻到什么, 十三亿不自觉地问道, 领导则是没有开口, 因为他已经差不多猜到奥龙要说什么。 领导没有奥龙那样的嗅觉, 却有着一双极为厉害的毛子, 即便相隔这么远, 他都是看到了一个人影。 当然是女人味, 女人的体香, 仅仅凭借这个香味, 我便是能够判断出她是一位美女。 如今的奥龙已经没有半点强者的风范, 和市井流氓无异。 尤其是在说到美女的时候, 他更是双眼放光, 就和十三亿说起零食的时候一模一样。 走,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其他人全都不知道。 奥龙神秘地说道, 随后便是带着领导和十三亿饶了一大圈。 本来他们是直直地赶往瀑布下的深潭, 现在则是绕到了瀑布后方。 随后, 奥龙更是扒开了一大堆树叶, 进入了山洞之中。 你们赶紧跟过来, 能不能别磨蹭, 要是耽误了我欣赏美女, 我非跟你们没完。 进入山洞之后, 奥龙的步伐明显加快了, 即将看到美女沐浴, 他自然极为激动。 零到何十三亿则是跟在他的身后, 倒不是他们想偷窥美女沐浴, 而是奥龙一直拉着他们的。 像我这么好的兄弟, 你们到哪里找? 就连看美女, 我都带着你们。 奥龙依赴你们很走运的表情, 好像带零到何十三亿偷窥美女, 是天大的恩惠一般, 零到何十三亿真是哭笑不得。 对十三亿来说, 再漂亮的美女, 都是没有零十好看。 零到则是因为心有所属, 对其他女人并不感兴趣。 看到美, 我这个地方好吧。 此时, 奥龙已经带着零到何十三亿来到了山洞的另外一边出口, 从这里正好看到下方的深潭。 奥龙已经将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生怕深潭里的美女听到。 是他, 林建宗的准王林慧仁, 林道的眼力极好, 仅仅是一个光滑洁白的后辈, 便是让他认出了女子的身份。 上次在见到天梯, 林慧儿就想杀死林道谢愤, 只不过被四位星辰静后其无折挡住了而已。 泽泽, 先前还跟我装, 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怎么现在眼睛都看直了? 两年前, 估计你还没长大, 当时才没有什么兴趣, 现在知道美女的身体有多吸引人了吧。 看到林道的样子, 暴龙却是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现在的林道, 只有17岁而已, 两年前, 他才15岁, 正常情况来说, 不懂男女知识也正常。 暴龙自然不知道, 林道有着前世记忆, 原来是林慧儿人, 上次在见到天梯的时候, 还想杀我们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补偿我们了。 先前, 十三亿还在看手上的上品零食, 现在才是注意到了深潭里洗澡的林慧儿人。 经过十三亿这么一说, 暴龙才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仇人见面了。 他想杀你们, 既然如此, 我要是不将他看个通透, 岂不是对不起你们。 暴龙的话, 却是让林道翻了翻白眼, 就算要报仇, 也和暴龙说的这些毫无关系吧。 蓝道说, 将林慧儿人上上下下看光了, 就算是报仇了。 该死的臭小子, 上次失踪之后, 怎么一直都找不到了。 蓝道出了试炼之地, 深潭里的林慧儿人, 一边洗澡一边愤愤地骂道。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忘记上次的事情, 若是不展掉林道, 他始终觉得哪里不痛快。 在离开见到天梯之后, 他寻找过林道的下落, 可惜是恋之地太大, 他毫无头绪。 林慧儿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要寻找的林道, 正在和暴龙以及十三亿一直注视着他。 雪白的肌肤, 晶莹剔透, 点点水滴落在上面, 在阳光下反射着好看的光泽。 乌黑的长发, 更是随意地披散在身前, 挡住了雪白的高耸。 谁, 如此诱惑的场景, 让奥龙忍不住吞咽起了口水。 林慧儿的直觉极为敏锐, 却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一双明亮的眸子, 更是向着林道等人所在的地方看了过来。 第六十七章 你这么色, 师姐知道吗? 先前林道, 十三亿和奥龙低声交谈, 林慧儿人都是没有发觉。 奥龙能够站在这里, 多次偷看美女洗澡, 自然距离深谈有着很长一段距离。 可是现在奥龙吞咽口水的声音, 却是被林慧儿人听到了, 不知道算不算他们倒霉。 哗啦啦一阵阵水声响起, 林慧儿人已经从深谈之中飞了起来, 而且在旋转的过程中, 穿上了一袭长裙。 他已经察觉到有其他人在场, 自然不会继续留在深谈之中。 出来吧, 林慧儿人远远地望着林道等人所在的地方, 此时的他声音极为平静, 但林道等人都能够听出他的怒意。 身为林建宗的准王, 又是美女, 林慧儿人自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蝶舞没有出现之前, 林慧儿人就是林建宗的天之娇女。 在林建宗之中, 有很多男弟子喜欢他, 甚至追求他, 只不过他都不屑一顾而已。 他是准王, 林建宗之中除了乾坤晋王者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那些男弟子之中, 不乏天才, 可惜根本比不上林慧儿人, 林慧儿人对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兴趣。 到现在为止, 林慧儿人都是洁身一人, 并没有嫁人, 甚至还是葛厨人, 自然忍受不了洗澡被别人偷窥。 有胆偷窥, 没胆见人嘛。 说话间, 林慧儿人已经向着奥隆等人所在的地方走了过来, 对准王来说, 林空虚度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他的右手, 已经忍不住抓在了剑柄之上, 明显动了杀意。 如果我们现在逃走, 还来得及, 可我向来敢做敢当, 自然不能逃。 暴龙并没有任何逃跑的打算, 而是大辣辣地走了出去。 即便是偷窥林慧儿人洗澡, 心理上他也没有一点愧疚。 林道和十三亿对视了一眼, 自然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竟然是你们, 林慧儿人虽然不认识奥隆, 但却认识林道和十三亿。 这段时间, 林慧儿人可是一直在寻找林道的下落, 只不过一直要无音信,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 该死的混账东西, 今天若不杀你, 我便不姓林。 想到自己的身体, 已经被林道十三亿和奥隆看光了, 林慧儿人便是恨不得将他们的眼睛挖掉。 上次林慧儿就恨死林道了, 如今在这种情况下遇到林道, 林慧儿人对林道的杀意, 自然是直线上升了。 哼, 你敢欺负我师弟, 我看你洗澡又怎么样? 这只是利息而已, 现在我还要给师弟报仇呢? 让林道和十三亿没有想到的是, 奥隆的脸皮竟然这么厚, 就连偷窥林慧儿人洗澡, 在奥隆看来都像是堂堂正正的事情, 并没有半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好, 很好, 你们好得很, 可以明显地看到, 林慧儿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愤怒。 奥隆的话, 已经彻底激起了林慧的怒火, 此时的林慧人, 最想要做的, 便是将林道十三亿和奥隆碎尸万段。 牡丹花开, 没有任何废话, 林慧儿人直接施展出了杀招。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 每一朵花都是蕴含了极强的杀意。 他想杀林道, 想杀十三亿, 想杀奥隆, 而且必须要彻底斩杀。 你们两个退开, 他交给我就行了, 同样是准亡, 奥隆自然有把握对付林慧儿人。 不像林道只是画凡镜巅峰, 十三亿只是星辰镜终其而已。 奥隆在境界上, 已经不输于林慧儿人, 自然没什么好怕的。 林道和十三亿都是没有插手的意思, 就连乾坤境王者血永浩都是被打成了重伤。 要说林慧儿人是奥隆的对手, 他们两个都是不幸的。 林慧儿人是强, 可也强得有限, 要他一招击败血永浩,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龙摆尾, 对付林慧儿人, 奥隆也是没有施展童书的打算。 如果连同境界的舞者都搞不定, 那奥隆也就不配作为奥家子弟了。 虽然说他现在境界低, 奥家血脉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差劲。 一条数百丈长的神龙, 出现在了场中, 随后便是猛地甩起了龙尾, 一朵朵牡丹花都是爆碎了开来。 奥隆虽然从小就离开了奥家, 但他的脑海之中, 却是有奥家剑法的。 森罗地狱, 下一刻, 奥隆便是主动出击, 伴随着他挥剑的动作, 整个场中的温度, 都是降了下来。 尤其是奥隆和灵慧人大战的地方, 更为是出现了一座座黑油油的宫殿, 并且散发着圣人的气息。 一座座宫殿, 仿佛活得一般, 向着灵慧人砸了过去。 没想到你也是准王, 不知道来自哪个势力。 和奥隆动手之后, 灵慧人便是知晓了奥隆的境界。 本来他看奥隆如此年轻, 又是和灵道以及十三亿在一起, 还以为他们实力差不多。 他想要解决他们, 是极为简单的事情, 可是现在, 灵慧人确实没有什么把握了, 仅仅是一次交锋, 他便是可以看出, 奥隆的实力极强, 想要击败奥隆, 绝对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何况还有灵道和十三亿在旁边虎视眈眈。 奥建宗, 奥隆, 不管灵慧人来自哪里, 奥隆都是不怕, 他直接道出了自己的来历。 听到他的话之后, 灵慧人也是眉头一挑, 身为灵建宗的准王, 灵慧人自然听说过奥建宗。 如果灵慧人打不过奥隆, 想要宗门长辈给他出头, 恐怕很难很难。 灵建宗比不上奥建宗, 那么他的长辈, 恐怕也比不上奥隆的长辈。 要是惹得奥建宗高层不开心, 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准王, 就看看谁更强吧。 灵慧人的斗志, 也是激发了出来, 瞬间便是让虚空之中, 开满了金色的菊花。 一座座宫殿砸过来的同时, 一片片花海便是银空而上, 竟然将宫殿全部挡了下来。 能够成为准王, 灵慧人自然也不简单, 上次对付那四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他根本没有用过权力, 否则不用灵道和十三亿动手, 那四位星辰静后期舞者 恐怕早就死在灵慧儿的剑下了。 你肯定不如我, 奥龙显得极为自信, 疏效的同时, 手中常见的动作, 也是越来越快。 身为奥家子弟, 如果还打不过灵慧人, 那就太过丢人了。 好在奥龙的实力, 的确强上不少, 仅仅是大战了三十个回合, 奥龙便是占据了彻底的上风, 灵慧人已经是招架无力。 奥龙在失恋之地偷窥那么多美女洗澡, 就是因为他实力强, 被发现也不怕。 在失恋之地内, 准王基本已经可以横着走, 因为乾坤敬王者太难遇到了。 灵道碰到血永浩, 也是真倒霉, 如果奥龙没有出现的话, 还不知道需要怎么收场。 看来这段时间, 奥龙也是没有懈怠, 要不然不会提升得这么快。 奥龙和灵慧人大战的时候, 灵道和十三亿都是认真的观看着。 通过奥龙和灵慧儿的交手, 灵道和十三亿, 也是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胆悟。 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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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奥龙, 灵慧人却是破口大骂了起来, 他是想要杀掉灵道和十三亿以及奥龙, 可是他连奥龙一个人都打不过, 想要杀掉他们三个人,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次的事情, 你们给我记好了, 下次见面, 我非得将你们八皮抽筋。 最终, 灵慧人只得咬牙说道, 就算再打下去, 灵慧人也是根本毫无胜算可言。 既然如此, 那么灵慧人只好撤退了, 反正他想要逃跑, 奥龙应该追不上。 等我回去晋升到乾坤晋王者, 便是你们的死骑。 灵慧人已经在剑道天梯上得到了剑道感悟, 只要给他一段时间, 他便是有着绝对的把握成为乾坤晋王者。 到时候, 别说是灵道和十三亿, 就算是奥龙再度出手, 也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身为准王, 他自然知晓乾坤晋王者有多厉害,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可惜灵慧人并不知道, 就在前不久, 奥龙才击败了一位乾坤晋王者, 甚至还将乾坤晋王者打伤了。 要追吗? 十三亿看了灵道和奥龙一眼, 以他和灵道的速度未必能够追得上, 可奥龙非要追的话, 能不能追得到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可是看奥龙的样子, 根本不想追, 算了, 这次毕竟是我们不对, 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软, 就算要对他动手, 也是下次吧。 奥龙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是在感叹, 要是能够再看一次灵慧人洗澡的样子就好了。 如果现在就杀了灵慧人, 那他以后又怎么有机会再看呢? 奥龙, 你这么色, 师姐知道吗? 仅仅是从奥龙的神情上, 灵道便是猜出了个七七八八。 十三亿还真以为奥龙是不好意思追, 好在灵道对奥龙更为了解。 果然, 灵道的话, 让奥龙的脸色一僵, 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说灵道, 好歹我也是带你一起看的, 你总不能做出那么过分的事情吧。 正所谓一物将一物, 奥龙如此猥琐, 也就只能有灵道的师姐能够克制。 奥龙尴尬地笑着, 随后便是和灵道勾肩搭背, 就差给灵道求饶了。 第六十八章凝炼本源星辰, 上次顿悟, 让我从化繁镜后期提升到了化繁镜巅峰, 而且境界极其稳固。 可以说,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 便是能够突破到星辰境。 玩笑之后, 灵道十三亿和奥龙便是找了个地方, 切磋了起来。 他们的切磋, 并非是拔剑大战, 而是交流着各自的心得。 本来奥龙觉得自己境界最高, 能够叫灵道和十三亿的也就越多。 十三亿也是在想, 好歹他的境界比灵道高出不少, 说出的心得应该比灵道厉害得多。 可惜结果, 不管是奥龙还是十三亿, 都是有些不能接受。 灵道所说的心得, 竟然让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甚至, 十三亿和奥龙在剑道上的瓶颈, 灵道都能给他们指点。 灵道前世的境界, 远在乾坤境之上, 指点一位星辰境中奇和一位准王,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真是无法相信, 你一个化繁镜舞者, 竟然知道这么多。 奥龙和十三亿都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论天赋和悟性, 他们的确觉得自己比不上灵道。 可是, 灵道只有化繁镜而已, 竟然能够指点他们, 这也太假了吧。 十三亿, 你难道忘了, 我先前登上了剑道天梯的最高层, 得到了一份剑道感悟, 对你们是极有帮助的。 灵道自然不可能说自己有前世记忆, 而且就算他这么说, 奥龙和十三亿肯定也是不幸。 世上到底有没有轮回, 还不知道, 反正奥龙和十三亿都是没有见识过。 原来如此, 对于灵道的解释, 十三亿和奥龙都是没有怀疑什么。 一来, 灵道和他们关系极好, 没有必要骗他们, 二来, 他们没有登上过剑道天梯的最高层, 无法判断灵道所说的真假。 这样看的话, 你突破到星辰镜, 应该没有什么瓶颈吧? 正常的舞者, 从画凡镜到星辰镜, 的确会有瓶颈。 再说, 想要凝练本源星辰,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然而, 灵道知晓那么多, 应该和正常舞者不一样。 而且, 一直以来, 灵道都表现得那么妖孽, 就算灵道直接突破到星辰镜, 十三亿觉得自己都能接受。 奥龙则是表现得极为淡然, 在他看来, 突破到星辰镜根本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是因为得到其欲, 才在机缘巧合之下凝练了本源星辰, 而且还是行星。 说完之后, 十三亿便是将自己的本源星辰给寄了出来。 他掌握的是金之本源, 因此他的本源星辰是金色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轮金色的小太阳, 极为耀眼。 你想要突破到星辰镜, 可以三悟一下我的本源星辰。 正常来说, 武者是不会将自己的本源星辰, 交给别人三悟的。 如果不是极为信任领导, 将领导当成兄弟, 十三亿根本不会这么做。 如果领导要是怀有什么坏心思, 毁了他的本源星辰, 那他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我的本源星辰, 也给你三悟。 奥龙和领导认识得更早, 自然也是极为信任领导的。 奥龙祭出的本源星辰更大, 而且散发着一股冰冷的寒气, 好似要将一切都冻结一般。 这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寒冷, 和温度低的寒冷完全是两码式。 竟然是恒星, 本来, 十三亿觉得自己凝炼的本源星辰是行星, 已经很厉害了。 就算是天剑宗的准王田坤, 凝炼的本源星辰, 也只是和十三亿一样的行星而已。 可是, 他没有想到, 奥龙的本源星辰竟然是恒星。 本源星辰, 总共分为四个等级, 从低到高, 依次是彗星, 卫星, 行星, 恒星。 凌炼的星辰越高级, 便说明舞者的资质越高, 而且同等条件下, 战力也是越强。 比这是什么本源力量,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奥龙的本源星辰, 散发出的寒气, 极为可怕, 连这片小天地都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真正让十三亿吃惊的, 还是他没有认出奥龙的本源力量。 他, 名为明界本源, 奥龙, 掌握的本源力量, 并非是兵之本源, 更加不是什么水之本源, 而是明界本源。 可惜, 即便他说出来, 十三亿也是一头雾水,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甚麻明界本源。 明界本源, 灵道皱了皱眉, 好像听说过这种本源力量,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而已。 从奥龙的战力上,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门极其厉害的本源力量, 奥龙没怎么使用, 就能够轻松击败准亡灵慧人。 多谢, 奥龙和十三亿的信任, 也是让灵道有些感动, 不愧是好兄弟。 关键时刻, 他们竟然愿意拿出自己的本源星辰, 让他直接三悟。 不过, 多谢两个字他仅仅是在 心理说而已, 并没有说出口, 否则就太见外了。 我掌握了三种本源力量, 起码地凝练三颗本源星辰才行。 听到灵道的话, 十三亿和奥龙确实翻了翻白眼, 他们见过掌握两种本源力量的舞者, 可却没有见过掌握三种本源力量的舞者。 反正他们知道, 想要凝练两颗本源星辰, 难度要大得多。 如果想要凝练三颗本源星辰, 肯定更为艰难。 以你的天赋, 我觉得如果你只掌握一种本源力量, 那么凝练出恒星, 都不难。 可惜的是, 你掌握了三种本源力量, 一下子将难度给提升了, 我只能说你努力吧。 我亲眼见过掌握两种本源力量的舞者凝练本源星辰, 只可惜他没有成功, 最终放弃了一门本源力量。 你也不要怪我说话难听, 如果真的不能成, 你就先凝练一颗本源星辰吧。 不管是奥龙, 还是十三亿, 肯定都是为领导好的, 他们不可能去害领导。 想要凝练三颗本源星辰, 或许比登天还难。 上古时期, 太古时期, 或许有人成功过, 但他们都不在了, 无法给领导指点。 那好, 我先试试, 在蛮荒诸仙境之中, 是不提倡领导宁恋本源星辰的。 而且在领导的耳边, 还有一个声音, 让他千万不要宁恋本源星辰。 可是, 要想突破到星辰境, 就必须宁恋本源星辰。 前世, 领导就是这么过来的, 宁恋出了剑之本源星辰。 他想要报仇, 想要强大, 就必须提升境界。 他就算天赋再高, 也不可能直接从华凡镜跳街道前昆镜王者。 此时此刻, 领导已经忘却了其他一切, 专心凝炼起了本源星辰。 他有着前世记忆, 凝炼本源星辰, 自然是驾轻就熟, 并没有什么陌生的地方。 果然, 很快, 在领导的面前, 便是出现了一颗紫色的星辰, 正是用雷芝本源凝炼出的。 看到第一颗本源星辰的出现, 十三亿和奥龙也是笑了起来。 紧接着, 领导的面前, 便是出现了第二颗本源星辰。 这颗本源星辰是银色的, 正是剑织本源星辰的。 雷芝本源和剑织本源凝炼的星辰, 遥遥相对, 既像是对手, 又像是好友。 接下来, 便是最后一颗本源星辰, 领导开始调动体内所有的五行本源, 并且以先前一样的手法, 将五行本源星辰给凝炼了出来。 开始的时候, 这颗星辰只有指甲盖大小, 渐渐地变成了和其他两颗本源星辰一样的拳头大小。 尽管领导的三颗本源星辰, 和奥龙以及十三亿的本源星辰比起来, 小了太多太多, 但是它的本源星辰毕竟是刚刚凝炼的, 只要给它足够时间, 未必不能够和奥龙以及十三亿的一样。 成了, 就算是领导自己, 都是没有想到, 凝炼本源星辰的过程, 竟然是如此的顺利。 本来他还以为, 想要凝炼本源星辰, 需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 快, 赶紧加固本源星辰, 不要耽误, 趁着刚刚突破, 赶紧吸收本源力量, 将其壮大。 奥龙和十三亿在为领导高兴的同时, 也是赶紧对领导说道。 其实, 不用他们说, 领导也知道, 他们以为领导没有突破到星辰境的经验, 自然会出言提醒。 好, 在领导点头的同时, 便是已经将三颗本源星辰, 吸纳到了自己的体内, 剑枝本源星辰, 雷枝本源星辰和五行本源星辰, 都是显得极为乖巧,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此时, 领导则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蛮荒诸仙径给运转了起来。 原本一切都是超出预料的顺利, 可是在领导运转蛮荒诸仙径之后, 问题便是出现了。 如果领导按照蛮荒诸仙径修炼, 就不可能凝炼出本源星辰。 现在他运转蛮荒诸仙径, 便是有着一股力量, 开始对三颗本源星辰动手了。 仅仅是片刻时间, 三颗本源星辰上, 便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难道要我停止修炼蛮荒诸仙径, 就在领导思考这些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蛮荒诸仙径已经自行运转了起来。 就算领导想要结束, 都是不可能, 这还是蛮荒诸仙径第一次主动运转。 扑斗然, 领导脸色大变, 确实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在他的体内, 雷之本源星辰, 剑之本源星辰, 五行本源星辰, 一个接着一个炸开, 让他元气大伤。 第六十九章星辰血纹, 本来, 领导的星辰刚刚凝炼成形, 还没有确定是彗星还是卫星, 亦或是行星和恒星。 十三亿和奥龙都是百分百的肯定, 领导的三颗本源星辰都是恒星, 毕竟领导的天赋之高是有目共睹的。 就算是领导自己, 也觉得凝炼出恒星, 是铁板丁丁的。 可惜, 事情的发展, 超出了领导的预料, 也让奥龙和十三亿大吃一惊。 刚刚还好好地, 怎么领导就突然口喷鲜血了? 到底是哪里不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哪里出问题了? 对领导的情况, 十三亿和奥龙都极为担心。 从化繁镜巅峰突破到星辰镜, 对每一位舞者来说, 都是极为关键的。 若是突破失败, 想要再度突破, 难度会大增, 很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可惜, 此时的领导, 根本不能够给他们任何回应。 蓝荒诸仙镜和体内的本源星辰发生冲突, 导致三颗本源星辰炸开, 现在他体内已经是一团糟。 三颗本源星辰炸开, 本源力量左冲右图, 已经让他极为难受。 而且, 连带着还让他体内那些渐气, 紊乱了起来。 若非灵道肉身强横, 恐怕早就四分五裂, 变成一堆碎肉了。 蓝荒诸仙镜不让我凝炼星辰, 父亲也不让, 那就索性不凝炼了。 想通这一点之后, 灵道便是盘七座下, 运转蓝荒诸仙镜开始调养体内的伤势。 现在他没有别的选择, 若是他固执的凝炼本源星辰, 那么唯有放弃蛮荒诸仙镜, 转而修炼其他剑法。 可要是没有蛮荒诸仙镜的镇压, 他体内的剑气, 绝对会爆发, 有可能让他直接惨死。 现在他全力运转蛮荒诸仙镜, 明显感觉到体内的剑气, 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就连暴乱的本源力量, 也是只能被蛮荒诸仙镜镜压, 翻不起大浪来。 一声轻响, 灵道的额头上, 出现了一道血痕。 在看到这道血痕之后, 13亿和奥龙都是为灵道担心了起来。 通常, 化繁镜巅峰舞者突破星辰镜, 失败之后, 额头就会出现这样一道血痕。 星辰血纹, 灵道额头上的血痕, 是有名字的, 叫做星辰血纹。 要么灵道以后突破到星辰镜, 要么灵道散去体内的本源力量, 否则星辰血纹将会一直跟随着灵道。 失败了, 我的三颗本源星辰, 就在体内炸开了。 当灵道的身体恢复之后, 他便是睁开了双眼, 并且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奥龙和十三亿。 就算突破失败, 灵道也没有太过沮丧, 并非是他无法突破到星辰镜, 而是他必须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蓝荒朱仙镜的来历, 灵道不是太过清楚, 可是他知道, 身为人父的不可能害自己的孩子。 既然他父亲千叮咛万嘱咐, 而且他又真的不能凝练星辰, 那就只能再想他法。 没事, 以前我们天剑宗也有人突破失败, 好在他并没有放弃, 第二次冲击星辰竟一举成功, 而且战力远超其他人。 十三亿安慰帝说道, 其实他说的纯粹是瞎编的, 天剑宗的确有人突破失败, 可惜后来要么一蹶不振, 要么郁郁寡欢, 就算心态好的, 一辈子也是没有再做什么突破。 不就是本源星辰炸开了吗? 多大点事, 以后再凝练就是,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暴龙自然也只能硬着头皮安慰到。 如果是在澳家, 他可以请动强者, 帮领导解决这个问题。 可惜现在, 他无能为力, 一切只能靠领导自己。 你们放心, 不就是突破失败吗? 我真不在意。 领导从地上站了起来, 可惜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 差点摔倒在地。 他体内的情况, 的确解决了, 可是他的身体, 依旧比较虚弱。 三颗本源星辰在体内炸开, 可不是什么小事, 差一点他就一命呜呼了。 你能这么想就好, 我们再去神剑崖吧。 刚刚突破失败, 领导不可能继续突破, 想要提升战力, 不从境界上下手, 就得从剑法上着手。 陈剑岩有那么多上品剑法, 对领导来说, 自然是提升战力的好地方。 你要不要把星辰血纹遮盖着, 如果领导的星辰血纹 一直录在外面, 那别人一样就能看出领导的情况。 知晓领导突破星辰境失败之后, 恐怕很多人都会找领导的麻烦, 尤其是写剑宗的那些弟子。 不用, 正好看看谁想杀我, 星辰血纹的事情, 领导真的不在乎, 他就这样赶往了神剑岩。 尽管身体虚弱, 但是飞到两万多丈高度, 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奥隆并没有离开领导和十三亿, 领导虚弱期间, 他自然不希望有什么意外发生。 经历了上次领导和其他 星辰境后期武者大战的事情之后, 神剑岩明显更热闹了。 没想到在神剑岩不仅可以学到神剑岩上的剑法, 还可以观摩实战, 对他们的剑法有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的时间, 领导十三亿和奥隆, 全都是呆在了此处。 试炼之地中古基很多, 可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 仅仅是在这里三物剑法而已。 等到他们做完这些之后, 便会离开试炼之地。 看你的气色, 应该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临别之际, 奥隆对领导还是有些不放心, 尤其是领导表现得越平静, 他便是越担心。 按理说, 一个天才少年, 从化繁镜巅峰突破到星辰镜的时候失败了, 肯定会气馁才对。 可是领导的表现, 根本不像是一个突破失败的少年。 虽然突破失败了, 但战力还是提升了一大截。 这段时间, 领导也暗中凝炼了本源星辰, 可惜每次都失败了。 当然,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他自然不会让星辰炸开的事情再度出现。 后面的几次就算全部失败, 对他也没有多大影响。 真正让领导头疼的是, 化繁镜巅峰舞者到星辰镜, 不通过凝炼本源星辰, 又能以什么样的方法突破到星辰镜? 天下间所有舞者, 全都是靠凝炼本源星辰突破的, 难道他要走一个与世人都不同的路? 你能这般豁达, 我就放心了, 最近还有点事情, 我就先回奥建宗了。 等有空, 我会去天建宗看你, 到时候谁敢欺负你, 我便要他好看, 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小师弟。 奥隆倒是对自己极有信心, 他现在已经是准亡, 再回奥建宗, 便是要准备突破到乾坤晋王者的事情了。 一旦成为乾坤晋王者, 那么整个东建狱, 除了某些境地, 他都不怕了。 哪怕是天建宗高层, 对乾坤晋王者都是极为客气的。 就算是六品势力, 若非是没有办法, 肯定也不想得罪一个乾坤晋王者, 更何况还是一位来自奥建宗的乾坤晋王者。 要是有可能, 以后或许我也会前往奥建宗, 要是他们谁敢欺负你, 我肯定也不会放过他们, 谁让你是奥隆。 领导笑着说道, 即便突破失败, 依旧是对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 并不是他自大, 而是他真的有把握, 就算现在没有办法, 以后肯定也有办法解决不能凝炼本源星辰的难题。 说得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奥隆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直接转身离开了, 他以后要做的事情, 很难很难, 没有绝对的实力, 自然不行。 别说只是转王, 哪怕是乾坤敬王者, 都是不够看的。 我们也回去吧, 或许宗门长辈, 能帮到你。 十三一拍着领导的肩膀说道, 再怎么说, 他也有一位乾坤敬王者级别的太爷爷。 六品势力之中, 乾坤敬王者已经是最高境界, 如果连他太爷爷都帮不了领导, 那就真的没人能帮领导了。 嗯, 回去吧, 还有很多麻烦等着我呢。 就这样, 领导和十三一离开了试炼之地, 他们都是没有注意到, 有一道身影, 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他们, 正是二长老派来的那位新陈镜后期舞者。 天剑宗, 长老殿, 启禀二长老, 那位新陈镜后期舞者回到天剑宗之后, 便是将试炼之地内部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二长老。 尤其是领导斩杀三位新陈镜后期长老的大战, 更是说得会声会色。 剑永浩的出现, 暴龙和血永浩的大战, 他说的就是更详细了。 二长老派他前去监视领导, 为的就是查出领导的师父, 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行。 现在他看到了领导的师兄, 自然要好好地汇报一下。 李氏说, 他有着一位准王师兄, 而且那位准王没有用剑, 就轻松击败了血剑宗的王者血永浩。 李不会看错了吧, 并非是二长老多疑, 而是这位新陈镜后期王者所说的话, 太过难以令人置信。 准王而已, 想要抗衡乾坤敬王者, 都是极为困难的, 又如何能够在不拔剑的情况下, 轻松击败乾坤敬王者。 这件事情, 不仅我看到了, 当时在场的舞者, 也不在少数, 恐怕过不了多久, 试炼之地内的这件事情, 就会传遍整个弓箭域。 准王轻松击败乾坤敬王者, 自然是令人震撼的消息。 尤其是被击败的还是血剑宗的血永浩, 恐怕不久之后, 血永浩就会成为东建狱的笑柄。 第七十章十三亿的小算盘, 才化凡敬就如此妖孽, 而且还有一位准王就能击败真正王者的师兄, 那他的师父, 到底有多厉害? 明师出高徒, 能够叫出灵道和奥龙如此天才的弟子, 师父的本事不可能差。 而且徒弟都准王了, 师父没有理由不是王者。 看来二长老以前的猜测是对的, 灵道真有王者级别的师父。 可是看着手上收集的材料, 二长老的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灵道的出身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有不少都在记录在这些材料里面了。 没看出灵道有什么师父, 也没看到灵道有那么厉害的师兄。 也对, 他前十五年碌碌无为, 身体孱弱, 后来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便当平了八品势力, 要说他背后没有一位厉害的师父, 谁又会相信。 灵道的成长, 全都聚集在了最近两年, 前十五年灵道可没有修炼, 别说斩杀新陈镜后期舞者, 连普通人他都不如。 就算他天赋高, 也不可能在两年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其实, 灵道也是因为有着前世记忆, 才能够有如今的成就。 别看奥龙境界提升得快, 如果让奥龙掌握三种本源力量, 或许他现在才刚刚新陈镜, 根本不可能成为准王。 掌握三种本源力量, 想要提升境界, 明显比掌握一种本源力量困难得多。 二, 长老连乾坤境王者都算不上, 自然不知道什么前世记忆。 他能够想到的, 便是有个乾坤境王者, 在机缘巧合之下, 收了灵道为徒。 这才有了后来灵道的崛起, 无师自通可要比有师父教导困难很多倍。 你退下吧, 二长老辉退了其他人, 随后便是一个人沉思了起来。 他将天都站跑给了灵道, 就是怕灵道背后有强者, 他若是直接动手杀了灵道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证实了他的猜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一个都没有回来, 师父让他们四位去对付那小子, 难道失败了? 浊悠然的一双眉头紧皱, 当初发现灵道之后, 他便是准备除掉灵道了。 只不过他不好直接动手, 才去求了他的师父。 以他师父的本事, 派遣四位新陈静后期长老对付灵道, 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从那四位新陈静后期舞者出发之后, 浊悠然便是一直在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然而, 到现在为止, 都是没有半点消息, 不管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都是没有, 浊悠然也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从这里出发到失恋之地, 再从失恋之地回来, 并不需要多少天。 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 就算那四位新陈静后期舞者在失恋之地待一个月都行, 可他们都没有回来, 自然让他有些不安, 以那小子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难道说出了什么意外? 即便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浊悠然依旧不放心。 毕竟乾坤丹是观众大, 万一捅破, 他依旧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要是那些乾坤丹还在, 或许天剑宗内如今会多出两三位乾坤进王者, 那天剑宗的整体实力,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次前往失恋之地, 收获倒是不小, 有刘峰十三世, 还有神剑崖的上品剑法。 而且, 我应该很快就能够突破到新陈静后期, 真是痛快。 如今的十三意识新陈静中期, 失恋之地内的魔力, 倒是让他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突破到新陈静后期。 现在的他也就二十多岁, 能够突破到新陈静后期, 已经很难得了, 更何况他的战力, 还要比同境界强出不少的。 呃, 我, 等十三意看向领导的时候, 确实结巴了起来,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在这边得意, 可是领导突破失败, 想来心里很难过吧。 换位思考一下, 十三意便是笑不出来了, 而且不知道怎么安慰领导才好。 没事, 不就是突破失败了吗? 我敢让新陈静文录在外面, 就证明我不怕失败。 好在领导心态极为豁达, 就这样毫无掩饰地走向了天剑宗的大门。 只要别人看到他额头上的新陈静文, 那么就能够判断出他晋升新陈静失败了。 这样的话, 即便是看好领导的长老, 恐怕都要叹气了。 天剑宗之中, 突破新陈静失败的舞者, 一辈子都是无法再度突破到新陈静。 那些本来嫉妒领导的舞者们, 若是看到领导额头上的新陈静文, 恐怕要幸灾乐祸了。 谁让领导天赋那么好, 现在遭到报应了吧? 就在领导和十三亿进入天剑宗的大门之后, 便是有探子回去汇报情况了。 二长老卓悠然还有其他人, 都是关注着领导的消息。 尤其是在注意到领导额头上的新陈静文之后, 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他额头上的血痕, 看起来怎么那么熟悉。 我知道, 是新陈静文, 他突破新陈静失败了。 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有个师兄就是这样的吗? 划凡静巅峰突破到新陈静, 失败的可不止领导一个, 其他舞者同样有失败的。 而且, 就在前不久, 天剑宗便是有这么一个例子。 现在看到领导额头上的新陈静文, 不少人都是动了自己的心思。 果然, 沐秀于林, 封闭催之, 还没等别人对付他, 他自己就没救了。 本来还以为他会成为乾坤静王者, 没想到竟然止步化凡静了, 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让他嚣张, 内门弟子排名战还要以一笛百, 现在又怎么样? 等过隔几年, 那些内门弟子恐怕都能轻松击败他吧? 在小通天剑塔外面, 大部分弟子都是输了太多的零食, 对领导和十三亿自然是抱着仇视态度的。 现在领导突破新陈静失败, 他们自然是来劲了, 甚至原来被领导击败的内门弟子百强, 都差点忍不住和领导动手了。 正常情况, 化凡静巅峰舞者突破新陈静失败, 都会变得极为虚弱, 甚至, 有的人一年半载, 战力都还不如本源静舞者。 零到上次在天剑宗, 才化凡静后期而已, 到化凡静巅峰才能突破新陈静, 这样算的话, 零到突破失败应该没有多长时间。 哼, 一个废物而已, 嚣张几天, 就被打回原形了吧。 连新陈静都突破不了, 或者根本就是浪费资源, 你知道吗? 就你还想和张师兄决战, 根本不需要张师兄出手, 我一剑就能杀你。 一位新陈静前旗舞者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如果领导额头上没有新陈血纹, 他才不敢这般挑衅领导。 在内门弟子排名战的时候, 四位新陈静前旗舞者联手, 都是败在了领导的剑下。 他的实力, 肯定比不上当时的领导, 不过在他看来, 现在的领导, 肯定是不如他的。 实力为尊的世界, 真是残酷, 眼前发生的一切, 领导虽然心里早就有了准备, 但依旧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表现得如此明显。 至少他无法突破到新陈静, 就开始冷嘲热讽, 甚至已经有找麻烦的上门。 幸亏领导和别的舞者不一样, 虽然突破失败, 但他不仅没有变弱, 反而更强了。 大言不惭, 还没等领导动手, 一旁的十三亿便是忍不住了。 以十三亿现在的实力, 对付新陈静前期舞者,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十三亿根本不用拔剑, 仅仅是一个大耳瓜子抽了过去, 直接将那位新陈静前期舞者给抽飞了。 这还是十三亿手下留情的结果, 要是十三亿真的下狠手, 恐怕那位新陈静前期舞者半张脸都要被他打烂。 一方面, 十三亿是太过气愤, 另一方面, 十三亿则是动了自己的小心思。 十三亿清楚地记得, 张甘月要和领导决战, 本来他想再坑其他天剑宗弟子一次, 已经不可能了。 毕竟领导表现得太过妖孽, 而且战力更是强得离谱, 根本不像是画凡进舞者。 可是现在不同了, 领导的额头上有星辰血纹, 所有人都知晓领导突破星辰静失败了。 在其他人看来, 领导现在恐怕只有本源静的战力, 这样一来, 十三亿就有机会坑其他人。 要是让领导出手, 暴露了领导的实力, 那十三亿的打算肯定会落空。 你, 被十三亿一个耳光抽飞, 那位星辰静前期舞者也是怒了。 可惜, 他敢怒不敢言, 十三亿境界比他高, 战力比他强, 出身又比他好, 他自然不敢和十三亿动手。 最后, 他仅仅是狠狠地瞪了领导一眼而已, 便是灰溜溜地离开了。 你说什么, 领导回来了, 张甘月听到师弟所说的一切之后, 便是兴奋地笑了起来。 这段时间, 他终于凑够了上品零食, 可以和领导大战了。 以他的实力, 击败领导, 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情。 更何况, 他还听说了星辰血纹的事情。 没想到他突破星辰境失败了, 这样一来, 他根本就没有半点胜算了。 说到这里, 张甘月已经忍不住和领导动手, 一位突破失败的画凡境巅峰舞者, 只能和本源境舞者实力差不多。 他想要蹂躏领导, 还不是简单至极。 第七十一章大长老到访, 就在领导回到天剑宗的第二天, 张甘月便是赶上了门来。 知晓领导突破失败, 张甘月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 画凡境巅峰突破星辰境失败的话, 短期内实力差得一塌糊涂。 别的东西能作假, 星辰血纹却无法作假。 到了画凡境巅峰, 舞者的肉身自愈能力都是极好的。 就算故意在额头上, 画一道和星辰血纹一样的血痕, 也会很快结巴。 真的星辰血纹, 则根本不会结巴。 领导, 速速滚出来,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战吗? 张甘月站在领导的住处外面, 故意大声喊道。 他这么说, 就是要引起其他天剑宗弟子的注意, 上次拿不出五万块上品灵石和领导大战, 简直丢脸至极。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自然要狠狠地羞辱领导一番。 怎么, 看到我来, 吓得不敢出门了。 还没等领导回应, 张甘月便是再度开口。 现在他有绝对把握击败领导, 心态自然不一样了。 前段时间, 他还在担心, 即便已经是星辰镜中奇舞者, 在听到种种关于领导的传言之后, 他也是对自己有了怀疑。 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 便是有不少天剑宗弟子围了过来。 不管是内门弟子排名站, 还是小通天剑塔排名, 领导督大出风头。 现在张甘月要对付领导, 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呱噪, 大门缓缓地打开, 领导从里面走了出来。 17岁的领导, 已经是身材挺拔, 不低于张甘月等人。 只不过, 他额头上的星辰学文太过醒目,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妖艺无比, 同时又有一股不同寻常的邪魅。 明天带着五万灵石前往斗剑台, 我准你一站。 从头到尾, 领导都是没有正眼看过张甘月, 以他如今的战力, 的确不用将一位星辰镜中旗舞者放在眼里。 连星辰镜后旗舞者他都能斩杀, 需取星辰镜中旗舞者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你, 领导的态度, 确实让张甘月极为愤怒, 不过想想明天就可以在斗剑台上羞辱领导, 他便是忍了下来。 反正现在的领导, 已经是一位废人, 就算他将领导打成残废, 宗门内其他人肯定也不会将他怎么样。 要是以前的领导, 即便张甘月将他击败, 也不敢将领导怎么样, 因为领导前途无量。 可是现在, 领导突破失败, 注定一辈子无法突破到星辰镜。 而他张甘月, 却有着提升到星辰镜巅峰的可能, 对天剑宗的作用显然更大。 希望你明天不要吓得不敢过来, 哼, 张甘月气呼呼地说道, 随后便是转身离开了这里。 本来还想用颜导将领导羞辱一顿来着, 谁知道领导压根不将他放在眼里, 再说下去也只能是自讨无趣。 看来要不是我站在你旁边, 他刚才就要对你下手了。 站在领导身边的13亿, 却是笑着说道, 昨天他将一位星辰镜前期舞者一巴掌抽飞, 现在想要找领导麻烦的, 明显对他有点忌惮了。 张甘月自然也认识13亿, 他可不认为自己能够打得过13亿。 与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让我担心, 就连我都对你不抱希望了。 要是明天谁再要我开设赌局, 我恐怕打死也不会同意, 分明就是稳赔不赚的买卖, 哎,13亿垂头丧气地说道, 为了赚取零食, 他已经有些不择手段了。 在场的天剑宗弟子不少, 他这么说自然是故意让他们听的。 上一次小通天剑塔外面, 那么多天剑宗弟子上了大当, 想要再坑他们一次, 难度太大。 本来, 13亿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不过零到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却是让他有了赚取零食的可能。 尤其是在零到回到天剑宗之后, 他更是没有给零到任何出手的机会, 其他人肯定不知道零到现如今的实力。 试炼之地的事情, 迟早会传出来, 好在零到明天就要和张甘月决战, 暂时天剑宗这些弟子不会得到什么消息。 而且, 零到突破失败之后, 并没有和其他人怎么动手了, 就算有人通过特殊渠道得到消息, 也只会惊叹于之前的零到太过妖孽。 你们听说了吗, 张甘月明天要和零到在斗剑台上决战。 要是以前的零到, 这一战还有看头, 可是现在, 结局已定。 大小子太过猖狂, 有现在这样的下场, 纯属活该。 我敢打赌, 零到明天的下场, 一定很惨很惨, 而且没有长老会护着他。 在天剑宗之中, 零到并没有师父, 要是没有星辰血纹, 肯定会有长老为零到出头。 因为他们敢赌, 赌零到有一个好未来, 等零到成为强者之后, 肯定会报恩。 可是现在的零到, 已经不值得他们赌, 突破失败就注定和废人无益。 咚咚咚黄昏时分, 零到正在修炼, 却是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十三亿在下午的时候, 便是离开了, 想必准备他的赌局去了。 十三亿故意说自己不开设赌局, 为的就是给别人下套, 要不然怎么能有太多人上当。 大长老, 当零到开门之后, 便是发现站在门口的大长老。 进入天剑宗的第一天, 零到便是见到了大长老 而且也是大长老立牌众议, 让他成为内门弟子的。 小通天剑塔排名的时候, 大长老同样到场, 而且是看好他的。 不让我进去, 零到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大长老自然也是看到了。 关于零到突破失败的事情, 他自然有所耳闻, 只是零到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和其他人的不一样。 其他人额头上的星辰血纹虽然也无法结巴, 但看起来死气沉沉。 可是,零到的星辰血纹, 却是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邪魅, 而且朝气蓬勃, 一点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感觉。 大长老曾经是乾坤晋王者, 所以才能看出这样的区别, 其他天剑宗弟子都没有这份眼力了。 大长老请, 大长老也是没有矫情, 就这样走进了零到的院落之中, 随后零到便是关上了大门。 先前大长老眼中的疑惑, 零到也是看到了, 只不过零到并不知小大长老到底在疑惑什么。 虽然零到有着前世记忆, 但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的星辰血纹。 明天, 你要和张干月决战, 这件事情, 大长老听别的天剑宗弟子说过。 要是以前的零到, 大长老并不担心, 可是现在的零到刚刚突破失败, 实力肯定大不如从前, 大长老对零到自然没有抱什么希望了, 故此才会前来拜访。 嗯, 上次就约战过, 明天却是不得不战了。 零到点了点头, 天剑宗之中, 他最有好感的, 除了十三亿就是大长老。 如果你不想战, 老夫可以帮你摆平一切, 以大长老的身份地位, 摆平这一切, 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他也是为了零到着想, 才会亲自前来, 天剑宗的其他弟子恐怕没有这样的待遇。 即便知晓零到突破失败, 他依旧是这般看重零到。 二, 长老那种虚情假意的, 现在根本就不会前来。 多谢大长老的关心, 不过, 星辰静终其舞者, 还远远不是我对手。 如果是其他人, 零到才不会跟他说这些, 可是大长老不同, 他可以感受到大长老的真诚。 大长老是真心为他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零到感觉大长老就和藏金格长老很像, 起码某些方面差不多。 好, 你能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大长老目光灼灼地看到零到, 他最担心的就是零到一蹶不振, 从此慢慢地步如平庸, 甚至堕落下去。 好在他并没有在零到身上看出这样的情况, 相反的, 零到依旧无比自信。 若是在见到意图上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前来问我, 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走了。 这次前来, 大长老是极为满意的, 突破失败并没有什么, 重要的是要有强者之心。 如果零到已经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那么他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看零到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有可能破茧成蝶的。 即便大长老从来就没有见过突破失败, 还能够再度崛起的, 但他相信零到会创造这么个奇迹。 明天斗剑台上的决战, 他会亲自前去, 若是零到败给张甘月, 他肯定会强行干预, 不让零到受到什么伤害。 有信心是好事, 不过大长老依旧不会认为现在的零到, 真的能够打得过张甘月。 他没有打击零到, 只是怕零到失去信心。 只要他在暗中保护零到, 那么张甘月想要伤害到零到, 根本就是做梦。 那我送一下大长老, 在大长老离开之后, 零到便是再度修炼了起来。 就在今晚, 他要再度冲击星辰境, 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 他都必须的试一试。 上次凝炼本源星辰, 结果失败了, 不知道这一次会怎么样。 仅仅是片刻时间, 零到的身前, 便是再度出现了三颗本源星辰。 只不过, 和上一次不同, 每一颗星辰, 他都没有吸纳到体内, 而是在体外凝炼, 并且让三颗星辰不断地壮大。 第七十二章负黑的十三亿, 果然, 我想要凝炼恒星, 并不难, 在零到的身前, 悬浮着三颗本源星辰, 两颗行星, 一颗恒星。 五行本源和雷之本源, 都是行星, 剑之本源则是恒星, 可见零到对剑之本源的掌控之身。 如果给他时间, 将五行本源和雷之本源凝炼成恒星, 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让天剑宗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 恐怕的气得吐血。 他们想要凝炼葛卫星, 都费很大劲, 零到轻轻松松就凝炼了两颗行星和一颗恒星。 不过, 零到根本成不了星辰静舞者, 他修炼的是蛮荒诸仙境, 注定无法凝炼星辰。 不对, 在我之前, 也有其他人修炼蛮荒诸仙境, 他们凝炼不了星辰, 又是怎么做的。 修炼蛮荒诸仙境, 成为天地间绝顶强者的, 并不是没有。 零到无法凝炼本源星辰, 其他修炼蛮荒诸仙境的也肯定做不到。 那么它们肯定是通过其他途径, 才突破的星辰静。 星辰静, 凝炼本源星辰, 那么本源星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只是简简单单地将本源力量凝炼为一体吗? 不对, 到了以后, 这颗星辰, 可以沟通真正的日月星辰, 让舞者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拥有前世记忆的灵道, 对星辰静舞者体内的本源星辰, 了解得更加透彻。 仅仅只是将本源力量凝为一体, 那么不仅可以凝炼本源星辰, 换成凝炼其他东西也一样, 比如凝炼本源山峰, 凝炼本源大海, 凝炼本源神剑。 可惜, 不管是本源山峰还是本源大海翼或是本源神剑, 都无法沟通日月星辰, 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仅仅是星辰静舞者, 还做不到这一点, 乾坤静王者一般也做不到, 但乾坤静王者之上就能够做到了。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之所以自古以来星辰静都是凝炼本源星辰, 就是因为凝炼本源星辰以后会有更强的可塑性。 可惜, 修炼了蛮荒朱仙境的灵道, 无法凝炼本源星辰, 那他只能另寻他图。 先拿你们喂顶, 看着身前悬浮的三颗本源星辰, 灵道却是咬了咬牙, 祭出了体内的本源小鼎。 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将三颗星辰当作食物, 给本源小鼎吞吃。 长久的喂养, 肯定能让本源小鼎更强。 好在这一次, 灵道并没有失望, 本源小鼎真的能够吸收, 本源星辰的力量。 足足一个时辰的时间, 本源小鼎才将三颗本源星辰完全消化。 此时的本源小鼎, 更加圆润, 晶莹剔透, 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尤其是在运转蛮蛮诸仙境之后, 灵道更是惊奇地发现, 本源小鼎上出现了一个个古老的符文。 每一个符文, 都散发着古仆沧桑的气息, 可惜灵道一个都看不懂, 仅仅能够感受到这些符文的强大。 将本源星辰吸纳到体内之后, 灵道便是发觉, 自己的战力, 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他依旧没有突破到星辰境, 但已经不怎么重要了, 战力的提升让他心情大好, 而且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即便是灵道自己, 都是没有发现, 他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再度发生了变化。 以前, 星辰血纹仅仅是一道血痕而已, 现在却是变成了一柄赤色的小剑, 而且颜色更加鲜艳, 像是要从他额头冲出来一般。 次日, 窦见台人山人海, 不少天剑宗弟子早早地便是来到了这里。 本来一位化繁镜舞者和一位星辰镜中旗舞者的决战, 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可这次的主角不一样, 其中一位是灵道。 从灵道进入天剑宗之后, 便是一步成名。 内门弟子排名战, 以一敌百, 大败足足百位内门弟子。 随后, 更是以一敌四, 击败了四位星辰镜前席舞者。 一战成名, 天剑宗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 都是记住了灵道这个名字, 甚至有些长老和核心弟子, 都因此知晓了灵道这个人。 随后, 小通天剑塔排名战, 以化繁镜的境界, 获得了小通天剑塔的排名。 尽管排名不高, 但也足以让人震惊, 在天剑宗的历史上, 灵道是第一位获得小通天剑塔排名的化繁镜舞者。 更何况, 十三亿还坑了那么多弟子和长老的灵石, 自然让他们恨起了十三亿和灵道。 现在灵道突破失败, 额头上出现星辰血纹, 让他们心情大为痛快。 尤其是马上就能见到灵道被张甘月暴揍, 他们更是觉得浑身毛孔张开, 舒爽至极。 来了, 远处, 张甘月身穿一席黑金长衫, 缓缓地走来。 今天的他, 面带笑容, 心情大好, 以前的不快, 今次都能够十倍百倍的偿还, 而且还能够得到五万块上品灵石和一柄上品剑戏。 怎么, 灵道还没来, 他肯定是怕了。 站在斗剑台上, 张甘月意气风发, 扫视了台下一眼, 没有发现灵道, 他便是笑着讽刺了起来。 尽管他心里痛恨灵道, 但他也认为, 灵道言而有幸, 今天肯定会来。 他现在这么说, 也就是过过嘴瘾。 哎, 你们看着我干嘛, 今天我不会开设赌局的。 台下, 想起了一道声音, 却是一群人围着十三亿, 准备等他开设赌局。 他们都知道, 十三亿这次不会开设赌局, 但上次输了那么多上品灵石, 他们必须得想办法赢回来, 要不然上次的亏损, 谁负责? 不行, 你今天必须开设赌局, 不将你上次赚的土出来, 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没错, 我们这么多人要比开设赌局, 你就算不开都不行。 难道说, 我们的灵石, 就让你白赚了吗? 你是引起了众怒, 就算让你长辈前来, 也护不住你。 这群人也有背景大的,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长老。 仅仅是他们一个人, 还不敢将十三亿怎么样, 可是他们联手, 就不怕十三亿了。 哪怕十三亿背后有乾坤净王者, 他们也不怕, 因为他们背后的乾坤净王者更多。 灵道来了, 不知道是谁这么喊了一声, 随后其他人便是给灵道让开了一条路。 不管他们是恨灵道的, 还是嫉妒灵道的, 亦或是幸灾乐祸的, 都还等着灵道走上斗建台, 然后被张甘月狠狠地羞辱呢。 没想到你竟然敢来, 看你的样子, 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吧。 哈哈, 张甘月站在斗建台上, 大笑了起来, 只不过当他看到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时, 神情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里, 突然对灵道产生了一丝忌惮, 越是看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他便是越恐惧越害怕。 我肯定是在自己吓自己, 他已经是一个废人, 我用得着怕他。 如此安慰了自己几句, 张甘月才恢复了先前的风采, 好在其他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张甘月的变化。 大多促人都是在B13亿开设赌局, 剩下的人则是等着看好戏, 当然要是开设赌局, 他们肯定也会参与。 罢了罢了, 大不了将上次赚的上品零食还给你们。 这样, 要是下注张甘月获胜, 投一块上品零食, 便是可以得到半块上品零食。 下注零到获胜, 投一块上品零食, 则是可以获得五块上品零食。 其实, 13亿心里明白, 零到铁定获胜。 他之所说下注张甘月获胜, 一块上品零食只能换半块上品零食, 为的就是降低其他人的警惕心。 他这样说, 其他人才更加认为, 零到没法获胜。 不行, 你上次可是一赔一, 这次怎么变成一赔半了? 你这样做, 我们输的上品零食, 怎么赚回来? 改成一赔一罢, 好让我们把损失赚回来。 站在远处的零到, 都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13亿为了赚取上品零食, 果然是负黑到了极点。 明显胜券在握, 还要这般表现, 不过零到是不会同情那些天剑宗弟子的, 因为是他们自己非要逼着13亿让他们输零食的。 这已经是我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如果你们再逼我, 那就直接杀了我吧。 反正我也没那么多零食陪你们, 还不如给我个痛快。 13亿摆出了一副不要命的架势, 其他人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最终, 他们只得同意13亿的说法, 只要他们投入比上次更多的上品零食, 那么他们不仅不会亏, 还会赚取更多的零食。 哼, 笑吧笑吧, 等下有你们哭的时候。 13亿恶狠狠地想到, 表面上则是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被看到一位天剑宗弟子或者长老下注, 他都是连连叹息。 这些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看到13亿这样, 自然是笑得更加开心了。 上次他们输得那么惨, 现在能够报复13亿, 他们心里当然是极为痛快的。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13亿心里早就了开了花。 他们投入多少零食, 都将会是13亿的, 并多分给零到一半而已。 你就不要管其他事情了, 过来受死吧。 站在斗剑台上的张甘月, 却是忍不住开口了, 13亿开设的赌局, 他并不在乎, 反正他能够得到零到的五万块上品零食和一柄上品剑器。 第七十三张零到站张甘月, 他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怎么变成了剑形? 站在斗剑台下的大长老, 却是注意到了零到额头上星辰血纹的变化。 昨天他就是发现零到的星辰血纹, 和其他人不一样, 然而仅仅是气息上的不一样。 如今已经是形状上的不一样, 别人额头上只是血痕, 零到额头上却是血溅。 同样是突破失败, 为什么他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难道这就是天才和庸才的不同? 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突破星辰镜失败, 大长老都觉得他们一辈子无望了。 可是零到突破失败, 他仍然对零到抱着很大的希望。 或许和零到的态度有关, 或许和零到的星辰血纹与常人不同有关。 果然是星辰血纹, 看来浪费了我的天都战袍。 远处, 二长老遥望着斗剑台, 却是叹息了一生。 他使用天都战袍算计零到, 就是看中了零到的潜力, 可是现在零到成了废人, 他自然觉得天都战袍大才小用了。 甘月虽然天赋不怎么样, 但对付一个废人,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张甘月的师父, 五长老同样站在远处。 二长老和五长老并没有现身, 只有大长老站在斗剑台下, 大长老心怀坦荡, 自然没有必要这遮掩掩。 五长老和二长老则是个有心思, 自然不会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你们这是要我命啊, 可不可以不下注了。 十三亿悲惨地叫道, 看他的模样, 真的是悲痛欲绝。 上次输掉零食的那些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 则是笑了起来, 十三亿越心痛, 他们便是越开心。 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 十三亿的心里, 已经乐开了花。 十三亿巴不得他们把所有零食都拿来下注, 反正零到银张甘月, 有着绝对的把握。 而且即便是十三亿都是没有想到, 这次下注的零食, 比上次还多。 没想到他们零食这么多, 已经有接近十五万上品零食了。 上次小通天剑塔外面的弟子和长老虽多, 但依旧比不上这次的人数。 天剑宗很多弟子, 都是在斗剑台练剑或者比武, 这里的人自然要比小通天剑塔外面多得多。 我出一千上品零食, 赌零到赢, 大长老笑呵呵地说道, 他并没有拿更多的零食下注, 只是拿一千块上品零食玩玩而已。 就算零到说他能赢, 大长老也是不幸的, 他只是觉得零到未来还可以崛起, 并没有觉得现在的零到有多强。 斗剑台上, 零到和张甘月相对而立, 张甘月面带笑容, 质得一满。 零到的脸色, 则是极为平静, 仅仅是一位新陈镜中期舞者, 实在提不起他的兴趣。 尤其是昨晚让本员小鼎吞噬了三颗本员新陈之后, 零到的实力又有所提升。 别说是一个张甘月, 即便是十个张甘月, 都不是零到的对手。 张甘月的自信, 在零到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要动手了, 你们说零到能够挡住张甘月几件? 若是以前的零到, 或许还能大战三百回合, 至于现在的零到吗? 能够挡住三件, 已经是极限。 你们也太高看零到了, 我觉得零到连一件都挡不住, 我只要等着收零食就行了。 赢不赢上品零食, 我都无所谓, 只要看到零到受入, 我就心满意足了, 谁让他在那门弟子排名站的时候, 让我丢脸。 斗剑台下, 占招数万名天剑宗弟子和长老, 而且陆陆续续还有其他天剑宗弟子和长老赶来。 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 一位天才的陨落, 让他们极为感兴趣。 动手之前, 先将五万块上品零食放到大长老那里吧, 要不然你到时候赖账怎么办? 张甘月在说零到的同时, 自己也是取出五万块上品零食, 交到了大长老的手上。 看到这一幕, 斗剑台下的十三亿确实暗销了起来, 张甘月还真是迫不及待地送零食。 对于张甘月的提议, 零到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直接取出五万块上品零食, 交给了大长老。 让大长老做公正人, 不管是零到还是张甘月, 都是极为放心的。 拔剑吧, 否则你将没有半点机会。 张甘月背负着双手, 自负地说道, 对付一位废人, 他就算不拔剑, 也是有着绝对的把握。 现在他做出这样一幅强者姿态, 为的就是更大程度的羞辱零到。 井底之蛙, 你还不配我拔剑, 让张甘月没有想到的是, 零到的回应竟然是如此的强硬。 张甘月没有将零到放在眼里, 零到同样没有将张甘月放在眼里。 零到的态度, 让张甘月极为不爽, 此时的张甘月终于是忍不住了。 还真是大言不惭, 先给你几个耳光长长。 没有拔剑, 张甘月仅仅是向着零到一步步走来, 利用剑势, 向着零到展开了压迫。 他更是伸出右手, 向着零到的脸颊扇了过来, 本源力量演化出一只大手, 像是要将零到的脸打烂。 可惜的是, 零到并非张甘月所想的那种废人, 反而是强得超乎张甘月的想象。 在本源力量演化的大手打过来的同时, 零到也是出手了。 张甘月没有拔剑, 零到自然更加不会拔剑。 剑之本源, 雷之本源和五行本源演化出了一只七色大手, 轰然打碎了张甘月的本源大手。 就在张甘月震惊的同时, 七色大手已经是以无欲伦比的速度, 打在了张甘月的脸上。 啪, 耳光声, 极为清脆, 窦见台下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张甘月的脸上, 出现了一道通红的掌印。 原本还极为自负的张甘月, 此时却是完全傻掉了, 根本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 我不会眼花了吧, 他不是已经废了吗? 张甘月挨了一个耳光, 窦见台下响起了一阵阵的议论声, 现在发生的一切, 和他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甚至相反。 他们还以为领导要被张甘月一个耳光抽飞, 谁知道张甘月反而被领导打了一个耳光。 比找死, 反应过来的张甘月, 却是恼羞沉默, 整张脸都是起得通红。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拔出长剑, 向着领导攻了过来。 此时的他, 已经失去了理智, 被一个废人这样羞辱, 已经让他冲动到了极点。 今次要是不挑断你的手筋脚筋, 不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就不姓张。 身为新陈镜中旗武者, 张甘月的剑法也是不差, 起码在新陈镜中旗武者之中, 张甘月的战力还算不错。 可惜, 和领导比起来, 他却是差了太多。 开始的时候, 张甘月并没有施展剑法, 仅仅是这么一剑, 向着领导的胸口刺了过来。 新陈镜后期武者使用上品剑器, 天都战袍或许会避开, 让领导的肉身来承受。 可是仅仅新陈镜中旗武者的攻击, 天都战袍并不在乎。 如果认为天都战袍是一件死物, 则是大错特错。 上次领导被冻穿肩膀, 就是因为天都战袍没有帮他抵挡。 可是这一次, 张甘月的剑, 刺在领导的身上, 确实没有任何效果。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杀, 你都做不到吗? 张甘月的剑底在领导的胸口, 确实没法再进分毫。 再加上领导这般说道, 更是让张甘月怒吼了一声。 当招数万人面前, 被领导如此无视, 张甘月感觉自己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听见横空, 一声怒吼, 张甘月整个人猛地跳跃了起来, 双手张开, 随后合并, 高举长剑, 从天而降。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批, 却是蕴含了张甘月所有的力量。 无穷的本源力量, 化为百张大小的剑芒, 滚滚针气则是成为其助力。 这下领导惨了, 张甘月动了真格, 看他怎么抵挡。 没想到领导身上的衣服, 都是一件宝物, 看样子已经是上品防御战甲级别了吧。 可惜, 张甘月现在攻击的是他的头部, 战袍根本无法抵挡。 天都战袍的事情, 知道的人毕竟是少数。 远处的二长老, 却是古怪地笑了起来, 没想到他给领导天都战袍, 却是在这种时候救了领导一命。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是让二长老震惊了。 太弱了, 领导摇了摇头, 随后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缓缓地伸出了右手。 他并只为剑, 利用三种本源力量, 演化出一道七色剑芒, 向着张甘月斩了过去。 七色剑芒和张甘月的剑, 发生了大碰撞。 对付张甘月, 仅仅是本源力量演化的长剑, 已经完全够用。 这样的交锋, 领导轻松至极, 张甘月却是脸色大变。 从长剑之上, 张甘月感受到了一股强横至极的力量, 无尽锋芒更是让他痛苦至极。 长剑脱手而飞, 张甘月本人更是倒飞了出去, 整个人都是不断地战斗了起来。 仅仅是一次交锋, 张甘月便是败了, 而且败得极为彻底。 并不是张甘月不够强, 而是领导的战力, 远远地超过星辰境终其舞者了。 就算不用剑, 领导也能轻松击败张甘月。 这不可能, 原本喧闹的演武场, 此时却是彻底安静了下来。 醋万明天见宗弟子和长老, 都是不可思议地看着斗剑台上的领导。 写红色的星辰血纹, 并没有任何问题, 领导已经是废人了, 怎么还强到这种程度? 第七十四张必轻, 给他点教训。 天哪, 我不是眼花了吧, 怎么会这样, 突破星辰境失败, 短期内应该只有本源近战力才对, 领导怎么会这么强? 一剑击败张甘月, 那他的战力, 岂不是超过星辰境中期舞者了? 而且从头到尾, 他根本没有拔剑, 别人突破失败, 都是极为虚弱, 他怎么会这么强? 难道说他额头上的星辰血纹是假的? 我的上品零食, 这是要我破产啊? 上次输了那么多零食, 这次的上品零食, 可全都是借的。 短暂的震撼过后, 整个演武场便是热闹了起来。 零到一剑几百张甘月, 远远地超出了众人的预料。 巨大的反差, 让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尤其是那些下了赌注的, 更是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好似要昏倒在地一般。 有不少天剑宗弟子, 上次已经输光了所有。 这次为了赢回那些上品零食, 找其他人借了更多的上品零食。 只要临到败下阵来, 那么他们不仅可以赢回上次输掉的上品零食, 还可以赚上不少。 这里就不得不输13亿腹黑了, 他故意设定的一块上品零食赔半块上品零食。 比如一个天剑宗弟子, 上次输掉了10块上品零食, 那么这次他的下注20块上品零食, 才能将上次的10块上品零食给赢回来。 如果他想要获利, 那就得下注超过20块上品零食。 可惜,天不遂人愿, 领到不仅没有败下阵来, 反而轻松击败了张甘月。 这样一来, 他们不仅无法赢回上次输掉的上品零食, 还要输掉更多的上品零食。 更让他们吐血的是, 13亿开始还不愿意开设赌局, 是他们逼着13亿开设赌局的。 领到赢了, 怎么可能, 这岂不是说, 眼前的上品零食, 全是我的了。 13亿故意惊呼了起来, 并且疯了般大笑。 就连斗剑台上的领到, 都是有些无语, 13亿明明早就知晓他百分百获胜, 偏偏现在还要装成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实在是无耻到了极点。 那些输掉上品零食的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 则全是傻眼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3亿在笑, 他们确实快要哭了, 想想欠下的那些上品零食, 以后到底该怎么还才好, 难道要卖件偿还了吗? 哈哈哈哈, 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逼着我开赌局, 我还赚不到这些上品零食。 13亿说的话, 更是让那些赔掉大量上品零食的天剑宗弟子, 气得蹊跷生烟。 这么一想, 分明就是他们嫌零食太多, 故意让13亿手上送, 然而事实怎么可能是这样? 谁知道张甘月会败给领导, 竟然赢了, 大长老虽然看好领导, 但他并不觉得, 现在的领导能够打得过张甘月。 然而, 领导没有拔剑, 仅仅是一招, 便是将张甘月击败了。 这么一看, 领导根本不像是突破失败, 可领导额头上的星辰血纹做不了价。 这小子太过古怪, 和常人完全不一样, 即便是远处的二长老, 都是只能如此评价领导。 别说是突破失败的画凡镜巅峰舞者, 就算是即将能够突破的画凡镜巅峰舞者, 也没见过像领导这样强横的。 张甘月再怎么说也是星辰剑终其舞者, 怎么在领导的手下, 如此不堪一击。 怎么会这样, 简直丢老夫的脸, 舞长老看着趴在地上的张甘月, 却是气得脸色长红。 再怎么说, 张甘月也是他的徒弟, 徒弟如此丢脸, 他这个做师父的自然是脸上无光。 然而, 弟子间的较量, 他这个师父确实不好插手。 如果他为张甘月出头, 对付领导的话, 就是以大欺小, 传出去他的脸面真的是丢尽了。 可要是他什么都不管, 根本不是他的作风。 好歹他也是天剑宗舞长老, 他的徒弟怎能任人欺凌。 不, 不会这样的, 不会这样的, 张甘月站起来之后, 却是有些神志不清了。 被领导一招击败, 让他整个人都是傻掉了。 他想过很多种情况, 唯独没有想到现在发生的一切。 他堂堂心沉静中奇舞者, 怎么会不是一个废人的对手。 再来, 捡起长剑, 张甘月却是再度向着领导攻了过来, 就这么失败, 他肯定无法接受。 这一次, 他施展了更为凌厉的剑法, 目的并非击败领导, 而是要斩杀领导。 唯有杀死领导, 才能洗刷先前的耻辱。 甘天无疾, 愤怒的张甘月, 战力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是增强了不少。 所有的力量, 都是聚集到了长剑之上, 结合剑矢之后, 这一剑更是比先前的一剑, 强出促备不止。 可惜, 在领导的眼里, 这一剑和先前的一剑, 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堪一击, 这一次, 领导直接道出了自己对张甘月的评价, 因为张甘月对领导动了杀意, 领导自然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看着斩过来的一剑, 领导直接伸出两根手指, 夹住了张甘月的手中之剑。 好强的肉身, 好毒的眼力, 好高深的剑道造诣, 不要说天剑宗那些弟子们惊讶, 即便是五长老, 二长老和大长老, 都是没有想到领导可以做到这一步。 张甘月超水平的一剑, 领导伸出两根手指, 便是将其置住了。 他们两人的战力,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真正让五长老, 二长老和大长老在意的, 还是领导的眼力。 如果是硬碰硬, 哪怕领导肉身足够强横, 肯定也没法毫发无伤地加住张甘月的剑。 然而, 领导偏偏能够选择张甘月的攻击最不弱点, 并且将其把握住。 领导右手轻轻一转, 张甘月整个人便是旋转了起来。 随后, 领导踏空而上, 从天而降, 一脚踩在了张甘月的身上。 不将张甘月打得完全失去战力, 恐怕他今天都不会罢休。 碰当张甘月砸在地面上的时候, 整个斗剑台都是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即便以张甘月的肉身, 都是承受不住这样的震荡, 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还是领导并没有下杀手的原因, 否则张甘月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毕清, 上去给他点教训, 张甘月的死活, 五长老并不在意, 他那么多徒弟之中, 张甘月并不优秀。 可张甘月毕竟是他徒弟, 当招数万人的面, 被领导打成那样, 他这个做师父的自然不可能不管。 师父, 你是要我对付那么一个废人, 站在五长老身边的, 是一位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如果说张甘月只是五长老的寻常徒弟, 那么眼前这位年轻人, 就是五长老的得意徒弟了。 毕清, 新陈静后期, 掌握两种本源力量。 没错, 他打晕你师弟, 要是让他大摇大摆地走下斗箭台, 老夫掩面合存。 其实,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张甘月败了就败了, 关键还连带着输掉了五万块上品零食。 张甘月自己可没有五万块上品零食, 全都是五长老借给他的。 本来五长老可以赚取三万块上品零食, 现在却是一下全赔出去了。 哪怕是五长老自己, 全部身家也不够五万块上品零食。 他也是找别人借了不少, 才凑齐的五万块上品零食, 现在全部给零到赚去了, 自然让他无法接受。 指望张甘月还他, 根本不可能, 就算把张甘月卖了, 也不止五万块上品零食。 记住, 暗中传英, 让他交出十万块上品零食, 否则将他费了。 这句话, 是五长老暗中传英给毕青的, 毕青也是点了点头。 仅仅是一个领导, 的确不值得毕青动手, 可是十万块上品零食就不同了。 毕青如果帮五长老得到这十万块上品零食, 那么五长老肯定会给他一些。 小子, 仅仅是比斗而已, 为何下手如此之重? 毕青在开口的同时, 已经是腾空来到了斗剑台上, 以他新陈见后期舞者的实力, 自然可以不将领导放在眼里。 划凡进后期的领导, 可以击败新陈进前期舞者, 现在领导划凡进巅峰, 击败新陈进中期的张甘月, 众人其实能接受的。 之所以先前没人看好领导, 只是因为领导额头上的新陈血纹。 如果不是新陈血纹, 在场的所有人根本不可能下注张甘月赢, 那么十三亿也不可能一下子赚取十几万的上品零食。 跟你有什么关系, 新陈静后期的毕青围抬着下巴, 盛气凌人, 这种态度自然让领导极为不爽。 要是毕青知晓领导已经杀过好几位新陈静后期舞者, 恐怕他就不会这么随意, 更加不会如此轻视领导。 甘月是我师弟, 你将他打成重伤, 若是不给予赔偿, 作为他师兄, 我不可能放过你。 毕青和张甘月并没有什么感情, 如果不是舞长老让他出手, 他才懒得管。 他一开口, 领导便是明白了他的目的, 给张甘月出头是假, 想要夺取他的上品零食才是真的。 你想要多少赔偿, 十万块上品零食, 勉强够了, 果然, 和领导所想的一样, 毕青开口就是十万块上品零食。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看来无法善了了。 第七十五章天目见证, 我要是不给, 你是不是要和我动手, 就算比领导强横的舞者, 也别想用这种方法让领导低头。 更别说新陈静后期的毕青, 领导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要是毕青非要动武, 那领导自然也不会客气。 吃地被入, 做师兄的既然看到了, 那么自然不会做事不管。 毕青已经缓缓地取出了自己的上品剑气, 领导如果愿意乖乖合作, 他也懒得动手。 毕竟他好歹是新陈静后期舞者, 对付领导这么个废人, 实在有失身份。 毕青还真是找死, 他以为他就能打得过领导了。 站在斗剑台下的十三亿, 心里已经是暗笑了起来。 新陈静后期的毕青, 十三亿刚好认识, 当然并非是朋友关系, 也就仅仅见过而已。 十三亿唯一遗憾的就是, 没有人来逼他开设赌局。 先前已经坑了那么多人, 现在他开设赌局, 要是再让他们输了, 恐怕整个演武场都要暴乱。 而且那些人也没有上品零食继续下注了, 毕竟他们先前为了挽回上一次的损失, 可是将全部身家都压上了, 甚至还有借上品零食的。 先前零到那么轻松就击败了张甘月, 而且现在又这么镇定, 难道说他已经拥有新陈静后期战力了? 就算是大长老, 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准亡田坤, 在天剑宗年轻一辈, 已经算厉害的了。 可是田坤在画凡镜巅峰的时候, 根本不能够和现在的领导相提并论, 更何况领导额头上还有新陈血纹。 这下领导终于要倒霉了, 能够击败张甘月, 恐怕已经是他的极限。 毕竞我听说过, 是五长老较为满意的一位徒弟, 虽然只有新陈静后期, 但已经拥有接近于新陈静巅峰战力了。 就算在新陈静后期舞者之中, 毕竞也算强的了。 听到这些议论声, 十三亿也是忍不住为领导担心了起来。 十三亿只知道毕竞是新陈静后期舞者, 却不知道毕竞已经拥有接近新陈静巅峰战力, 就算是十三亿自己, 恐怕都对付不了毕竞。 打了师弟, 来了师兄, 我要是再揍了你, 不知道你们的师父会不会跳出来。 领导的话, 却是让远处的五长老眉头一挑, 五长老根本就没有想到, 领导的胆子竟然这么大。 领导仅仅是一位核心弟子而已, 论身份地位比五长老可要差得远。 你什么意思, 认为我不是你的对手, 听出领导弦外之音的毕竞, 却是忍不住冷笑了起来。 毕竞觉得自己对领导动手, 是大才小用, 没想到领导却觉得他不是对手。 仅仅是这一点, 就让毕竞决定, 戴惠尔必须打的领导跪地求饶。 是又如何, 领导额头上的血剑, 却是陡然散发出了更为妖艺的血盲。 站在领导对面的毕竞注意到了, 却是感觉身体一颤,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可惜, 就算是领导自己, 都是没有察觉出这种变化。 不自量力, 你要是能接我一件, 才有资格跟我对话。 毕竞是高傲的, 尤其是在华凡进舞者面前, 更是骄傲地抬着他的脑袋。 不管领导说什么, 在他眼里, 领导终究只是个笑话而已。 别说领导已经是个废人, 哪怕领导和以前一样, 但仅仅只是华凡进巅峰, 毕竞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一页帐幕, 一柄青色的上品剑戏, 猛地绽放出了无穷光芒。 毕竞右手挥剑, 剑芒剑气, 剑光散步虚空。 滚滚木之本源, 演化成一片绿叶, 挡住了领导的双眼。 随后, 青色的上品剑戏便是一次又一次刺出, 每一次都是瞄准了领导的致命部位。 一旦让毕竞刺中, 那么领导不死也要重伤。 此时的领导, 双眼等于瞎了, 想要挡住这些剑, 难度很大。 领导能够一剑几百张甘月, 即便毕竞看不起领导, 出手之间也是没有任何大意。 一上来, 毕竞便是施展出自己的得意剑法, 就算是同境界舞者遇到, 都要头疼的。 可惜, 毕竞的对手是领导, 即便不用双眼, 领导也能够精准地把握毕竞的攻击。 这个能力, 很早之前领导就有, 随着境界的提升, 自然更加不怕这样的情况。 奔雷无影剑, 奔雷剑一次又一次刺出, 每一次都是精准无比地挡住了毕竞的攻击。 不论毕竞攻击有多快, 不论毕竞的攻击又多刁钻, 都是根本难不到领导。 哪怕不用双眼, 领导都是能够轻轻松松做到这一点。 别说接你一剑, 就算接你千剑万剑, 又怎样。 就在领导说话的时候, 他的双眼陡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瞬间便是将眼前的绿叶摧毁。 就算是领导自己, 都是吓了一跳, 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双眸竟然这般恐怖。 之所以能够摧毁绿叶, 是因为他的双眸, 先前迸发出了两道无比锐利的剑气。 能够破掉新陈镜后期武者剑招的剑气, 就算是领导用手, 都不见得能够轻松施展得出来。 狂妄, 本来短时间内没有击败领导, 就让毕青觉得脸面有些挂不住了。 现在领导又是这般嘲讽毕青, 自然让他愤怒了。 此时的毕青, 终于能够体会到先前张甘月的感受了。 天目沙阵, 能够成为五长老的的一弟子, 毕青自然是有真本事的。 先前没有击败领导, 但他也没有占据劣势。 现在他所施展的, 却是一门上古剑阵, 比先前的剑法要厉害得多。 毕青的身影, 时而在上方, 时而在下方, 时而在前边, 时而在后边, 时而在左面, 时而在右面。 他就像是无处不在, 又像是有着多具身体, 显得诡异莫测。 青色的上平剑气, 更像是有了一个葛分身一般, 凡是毕青出现的地方, 必然都有这样一柄上平剑气。 更重要的是, 每一柄青色的上平剑气 都并非禁止的, 而是在施展杀招。 没想到毕青竟然连这一招都用出来了, 难道舒纳小子真的很难对付? 从开始到现在, 武长老还是第一次真正重视起领导。 先前他只是在远处观战而已, 对领导的战力体会, 肯定没有毕青来得深刻。 毕青这个徒弟他很了解, 如果不是被逼及了, 毕青不会施展天幕剑阵。 这就是毕青最拿手的天幕剑阵吗? 据说, 曾经他靠着这一门剑阵, 连斩四位同境界武者, 一战成名。 没错, 当时别的势力武者要杀他, 都以为他必死无疑, 结果他施展天幕剑阵, 反而将他们全部斩杀了。 听说过天幕剑阵的天剑宗弟子, 此时看到毕青心自施展天幕剑阵, 自然是兴奋了起来。 能够亲眼看到这样厉害的杀招, 今天这一趟就没白来。 更何况, 他们早就看领导不爽, 要是领导被毕青暴揍, 他们是很乐意看到的。 我曾经机缘巧合下得到这样一门剑阵, 现在用来对付你, 还真的是牛刀杀鸡。 话音刚刚落下, 一个又一个毕青, 都是手持青色的上品剑气, 向着灵道杀了过来。 之所以会这样, 并非毕青动作太快, 而是天幕剑阵的妙用。 雕虫小记, 也好意思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那些天剑宗弟子, 甚至是武长老的, 都认为天幕剑阵极为精妙。 可惜, 在灵道眼里, 天幕剑阵根本就不怎么样。 以他的眼力, 一下子就能够看出天幕剑阵的破绽。 如果让毕青知道, 他信心满满的天幕剑阵, 根本就不入灵道的法眼, 恐怕的气得喷血。 五雷剑法, 看出天幕剑阵的破绽, 并不意味着天幕剑阵就很好对付。 毕青的境界摆在那里, 想要击败他, 灵道也得认真对待。 他之所以施展五雷剑法, 便是因为雷刻木。 五道天雷, 演化为五柄不同颜色的天剑, 向着天幕剑阵斩了过去。 浓郁的雷光, 像是滔滔大河之水, 冲击而去。 每一柄天剑, 更是锋利异常, 吸收了剑之本源之后, 演化出来的天剑都拥有了灵性。 通隆隆仿佛万雷奔腾的声音响了起来, 场中发生了无比剧烈的碰撞。 天剑斩下, 青色的上品剑气不断地迎击, 剑光四射, 剑气如虹, 成千上万道剑气像是要崩碎虚空一般。 不好, 原本还信心十足的比青, 此时却是神色大变。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快挡不住灵道的攻击了。 天幕剑阵的薄弱之处, 全部被灵道发现了, 而且每一处都遭到了灵道的攻击。 我想告诉你, 没本事的情况下, 不要为别人出头。 灵道笑呵呵地出现在了必青的面前, 随后便是使用全力斩出了一剑。 三种本源力量, 倾泻而出, 奔雷剑更是仿佛吸收了这片小天地的力量, 斩向了必青。 哪怕身为星辰境后期舞者, 面对这样一剑, 也是头皮发麻。 想要躲避, 却发现必无可避, 关键时刻, 必青也是发狠了。 此时灵道胜券在握, 必然会放松警惕, 正是他施展杀招的时候。 想通这一点之后, 必青便是咬了咬牙, 横移了一下身体, 便不再去管灵道那一剑。 就在奔雷剑斩到他肩膀上的时候, 他也是刺出了一剑, 对准了灵道胸口, 他竟然是想以伤换命。 第76章准亡, 田坤, 扑奔雷剑斩在必青的肩膀上, 鲜血四剑, 必青更是痛得惨叫了一声。 清沉静后期舞者的肉身是强横, 但也经不住这样的一剑, 没有将必青斩成两半, 已经不错了。 与此同时, 必青也是咬着牙, 向着灵道胸口刺了一剑。 若是真让必青得逞, 那么灵道真的有可能命丧当场。 可惜刚刚被灵道一剑斩中的必青, 根本不可能成功。 灵道的左手, 抓着逍遥剑, 刚好挡在了自己的胸口。 一心二用, 对灵道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度。 右手持剑攻击必青, 左手用剑抵挡, 自然也是简单至极。 你, 看到是在必得的一剑, 被灵道轻松挡下, 必青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与此同时, 灵道更是抬起右脚, 狠狠地踹在了必青的肚子上。 以灵道献如今的力量, 全力一脚, 顿时让必青倒飞了出去。 必青的惨叫声, 响彻了整个演舞场。 这样一脚, 让必青觉得浑身都快散架了, 连五脏都移位了。 大庭广众之下, 灵道不好下杀手, 只能这么做了。 扑一口鲜血喷出, 随后必青便是昏倒在地。 也不知道是真昏迷, 还是假昏迷, 反正必青是不省人事了。 堂堂新陈镜后期舞者, 还打不过一位突破失败的化繁镜巅峰舞者, 的确是没脸见人了。 必青败了, 武长老张了张嘴,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必青是他的得意弟子, 现在是新陈镜后期舞者, 本来武长老是让他教训灵道, 并且夺回上品灵石的。 谁知道一战之后, 必青竟然败在了灵道的剑下。 难道说他突破成功了, 要是突破成功, 他额头上的新陈血纹怎么解释? 我猜, 他肯定是激发内自己的潜能, 现在的他看起来强大, 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弱。 没有晋升到新陈镜巅峰之前, 不要去招惹他, 反正他一辈子无法晋升。 如果灵道额头上没有新陈血纹, 恐怕天剑宗的想方设法 培养他了。 才化繁镜巅峰, 就击败了新陈镜后期舞者, 天剑宗传承了这么多年, 都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妖孽。 就连熟视灵道的十三亿, 都是被眼前发生的一切震撼到了。 他知晓灵道强横, 可也没有想到灵道竟然强横到了这种程度。 现在的他恐怕已经不是灵道的对手了吧。 妖孽啊, 真希望他能够打破桎梏, 破茧成蝶, 见识到了灵道的强大, 就连大长老都是期盼灵道能够突破了。 这样的妖孽, 要是破茧成蝶, 那么未来无可限量。 哪怕是整个东建狱, 都肯定有灵道的一席之地。 灵道, 这十万上品零食, 都是你的了。 大长老笑眯眯地将十万块上品零食, 全部送给了灵道。 斗剑台下, 那些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 眼睛都是看直了。 哪怕是新陈镜巅峰舞者, 都不可能有灵道这样的身家。 十万块上品零食, 实在有些吓人, 就算是大长老, 都是羡慕起了灵道。 赌谢大长老, 收起十万块上品零食之后, 灵道更是将张甘月的上品剑弃拿了过来, 这也是赌注之一。 这一战, 灵道的收获, 可谓极大, 张甘月的损失当然也是大到他无法承受的地步。 大长老, 这是你的上品零食, 十三亿也是将大长老赢得的上品零食, 全部送给了大长老。 除却这些上品零食之后, 十三亿还赚取了十四万三千块上品零食, 足以让他笑得根本停不下来。 分你一半, 能够赚到这么多上品零食, 当然和灵道也有很大关系。 十三亿极为肉桶的将七万块上品零食送给了灵道, 这样一来, 灵道就有足足十七万块上品零食了。 想想刚来的时候, 灵道简直穷得叮当响, 和现在的财富, 完全没法比。 在场的那些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 都是有打劫灵道的想法了, 那些上品零食, 可都是他们的。 十三亿和大长老走下斗剑台之后, 灵道则是向着碧青走了过去。 碧青的上品剑气, 橙色倒是不错, 反正碧青是他的手下败将, 不收点战利品怎么行。 交出所有上品零食, 本王可饶你不死。 就在所有人以为今天的事情就此结束的时候, 远处却是响起了一道霸道的声音。 在天剑宗, 敢自称本王的, 除了乾坤进王者, 就只有准王田坤。 田坤, 是如今天剑宗年轻一辈的传奇人物, 哪怕是老一辈舞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他身为准王, 更是曾经挑战过天剑宗内的乾坤进王者, 虽然没赢, 但也没输, 由此可见他的厉害。 天剑宗除却乾坤进王者之外, 其他人自称本王, 都是狂妄自大, 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格。 可是田坤这样自称, 其他人并不敢多说什么, 也没有本事反对。 先前, 就有人通知田坤, 让他赶到了这里。 只不过, 田坤一直隐藏在暗处, 并没有干涉的意思。 他不开口, 请他来的天剑宗弟子, 自然也不敢多嘴。 现在田坤开口, 请他过来的天剑宗弟子终于是激动了起来。 在天剑宗, 只要不是乾坤进王者, 田坤想要对付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田坤是宗主一脉, 地位实力全都有, 想要和他斗, 根本不大可能。 远远地, 临到便是看到一位年轻男子, 踏空而来。 他身着一席黑白相间的长袍, 满头黑发用一根金色丝带细着, 蒙眉大眼, 眸光折人。 他的身上, 更是笼罩着一道道神环,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年轻男子面容冷酷, 皮肤白皙, 挺拔的身材, 配合英俊的面容, 对天剑宗内的少女也是有着不小的杀伤力。 更何况, 他还是准王田坤, 仅仅是实力和地位, 便是让那些少女发自内心地仰慕他。 当田坤站在斗剑台上的时候, 领导便是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哪怕是写剑宗的乾坤晋王者血永浩, 给领导的压力, 都是没有田坤给他的压力大。 田坤, 就像是一柄锋利至极的神剑, 带着一股穿透性, 仿佛要洞穿领导的身体, 甚至灵魂。 天剑宗年轻一辈, 对田坤都是又惊又怕, 在田坤出现之后, 整个演武场都是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 这祸怎么来了, 斗剑台下的十三亿, 却是脸色大变。 领导能够对付新陈静后期舞者, 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和准王斗, 却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准王之中, 田坤都算强者, 和上次领导在试炼之地遇到的领会人相比, 田坤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面对领会人, 领导并没有多大压力, 可是田坤就不同了, 领导想要稳住身形, 都有点困难。 要是田坤愿意对领导出手, 那领导必死无疑。 站在远处的舞长老, 却是阴沉地笑了起来。 他虽然是舞长老, 但也不敢得罪田坤。 一方面, 田坤实力比他强, 另一方面, 田坤和他的性格不同。 田坤, 做事向来肆无忌惮, 哪怕是天剑宗的规矩, 他都不放在眼里。 天剑宗规定, 弟子之间不能相互厮杀, 可是死在田坤剑下的天剑宗弟子并不在少数, 就连长老他都杀了不少。 他想杀谁, 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 反正在天剑宗除了乾坤晋王者, 也没人能够治得住他。 而且, 就算是那些乾坤晋王者, 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年轻一辈当中, 就促田坤最为出色, 兴许未来的天剑宗还得靠田坤来振兴。 准王田坤, 灵道眉头一挑, 却是没有想到将田坤给引了出来。 他虽然自信, 但也知晓现在的自己还不是田坤的对手。 画凡镜巅峰想要和准王斗, 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实, 上次田坤就是注意到了灵道, 因为已经有很多天剑宗弟子拿灵道和他比。 甚至还有天剑宗弟子暗中说灵道比他厉害, 将来肯定能够超越他。 田坤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度之人, 听到这样的话, 他自然记住了灵道这个人。 这一次, 站在远处目睹了一切, 尽管他嘴上不愿意承认, 但他心里却知道, 灵道的天赋的确比他高。 要是没有意外, 未来的灵道, 真的有可能超越他。 好在灵道还年轻, 现在的灵道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 灵道还突破失败, 注定一辈子都无法踏足心沉静。 既然知道本王的身份, 为何还不将上品零食交出来? 田坤立生说道, 17万块上品零食, 哪怕是他都极为动心。 要是能够得到这么多上品零食, 对他修炼也是有极大帮助的。 而且拿去购买剑法或者其他天才地宝, 也是极好的。 就算你是准王, 也没有资格让我交出上品零食。 到我手里的东西, 凭什么给你? 说完这句话之后, 灵道的右手, 便是握紧了逍遥剑。 哪怕明知道不是田坤的对手, 他也肯定不会妥协。 前世, 他敢一人一剑杀上九重天, 这一事, 他自然不可能被一位准王吓到。 好, 很好, 天剑宗内,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你是第一个。 田坤一字一顿地说道, 与此同时, 一股风锐而幼着人的威势, 狠狠地向着灵道压迫而来。 就像是一头雄狮苏醒, 向着灵道展开了扑杀。 第七十七章, 田坤的霸道, 糟糕, 窦见台下的大长老, 却是知道不好了, 田坤本来就霸道, 形势又肆无忌惮, 但现在灵道这般不给田坤面子, 肯定让田坤恼怒了, 只不过田坤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长老看来, 灵道的资质比田坤还要好, 如果灵道不是化繁境巅峰, 而是星辰境巅峰, 那么完全可以和田坤抗衡。 可惜, 现在的灵道, 和田坤境界相差太大, 根本不可能是田坤对手。 赶紧去请太爷爷, 要不然灵道就完蛋了。 田坤要对灵道动手, 自然让十三亿束手无策了。 哪怕十三亿全力以赴, 都不可能挡住田坤随手一剑。 十三亿能够想到的, 便是请乾坤境王者出手。 能够打得过田坤的, 十三亿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他的太爷爷。 有的人以为十三亿是乾坤境王者的孙子, 然而十三亿其实是乾坤境王者的曾孙。 乾坤境王者的后代比较神秘, 外人并没有太过了解。 本王要你的灵食, 是你的荣幸, 你竟然还敢反抗。 田坤冷恒了一声, 一股无形的力量, 向着灵道压迫了过来。 站在斗剑台上的灵道, 却是感觉到肩膀一沉, 一双脚都是踩进了地面之中。 而且, 他的身体还在不断地下沉, 可见他面临的压力之大。 到现在为止, 田坤都是没有出手, 可是仅仅这种压力, 就让灵道头疼不已。 此时的灵道, 也是感受到自己和准王之间的差距了, 可惜他现在只是化繁镜巅峰, 根本打不过田坤。 大五行剑术, 被田坤的气势压迫到了极限, 灵道却是不得不出手了。 逍遥剑猛地挥出, 五色剑王, 锋芒无匹, 瞬息间便是破开了田坤的气势压迫。 虽然说灵道不是田坤的对手, 但一剑法破开田坤的气势压迫, 并不是如何困难。 有点本事, 田坤对灵道的评价, 也就仅仅这样了。 并不是田坤自大, 而是他真有这样的资格。 不管灵道如何妖孽, 现在的灵道, 都不是田坤的对手, 田坤这么说也无可厚非。 可惜, 你跟本王没法比, 就在这个时候, 田坤出手了, 他已建议凝炼成衣柄长剑, 向着灵道猛地斩了过来。 他不需要施展任何的杀招, 因为仅仅是对付画凡镜巅峰舞者而已, 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一剑扫出, 虚空好似都要炸裂了, 长剑锁过之处, 狂风肆虐, 剑气逼人。 哪怕灵道手持奔雷剑, 都是头皮发麻, 根本没有半点把握。 准王田坤的战力, 果然强横, 并非浪得虚名。 幸亏灵道使用的是逍遥剑, 尽管灵道不是田坤的对手, 但逍遥剑锋利无匹, 依旧是破掉了田坤使用剑意凝炼的长剑。 如果灵道使用的是奔雷剑, 现在恐怕已经负伤了。 好剑, 以田坤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逍遥剑的不同寻常。 先前是逍遥剑迸发出的锋芒, 破掉了他的剑意之剑, 而并非是靠灵道自己的实力。 如此好剑, 哪怕是他的配剑, 都比不上。 这柄剑, 本王要了, 本来, 田坤只是要17万块上品零食, 现在他又是看上了灵道的逍遥剑。 以田坤的实力, 他还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算他强强, 灵道也没本事抵挡。 木秀于灵, 封闭催之, 我还是太过锋芒毕露了。 若不是灵道表现得太过抢眼, 田坤也不可能注意到他, 更加不可能亲手来对付他。 要是灵道一直低调, 甚至都不会引起五长老大长老的注意。 可是, 灵道并不后悔, 在他看来, 剑修就应该有这种锋芒。 如果怕这怕那, 畏首畏尾, 那么就不是他灵道了。 哪怕现在招惹了如此大敌, 他也并不后悔。 想要夺剑, 就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此时的灵道, 不得不拿出全部本事, 上一次对付薛永浩, 还有奥龙帮他, 这一次只能够靠他自己了。 没错, 他只有化繁镜巅峰, 但他并不会退缩。 哪怕是战死, 他也不会让田坤好过。 大言不惭, 田坤冷笑一声, 随后便是猛地一挥手, 成千上万道剑气, 便是向着灵道攻了过来。 每一道剑气, 都是灵力无比, 稍有不慎, 灵道的身体便有可能出现千疮百孔。 然而, 此时灵道身上的天都战袍, 却是绽放出了耀眼的银芒。 这一次, 天都战袍竟然没有避让, 而是帮灵道挡住了所有的剑气, 并且将所有剑气给吸收了。 好一个天都战袍, 灵道在心里赞叹天都战袍的同时, 远处的二长老却是有些后悔了。 如此厉害的战袍送给灵道, 他做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要是给田坤得到了天都战袍, 以后又会是个什么情况? 这件战袍, 本王也要了, 不得不说, 田坤眼力极好, 看上逍遥剑之后, 又看上了天都战袍。 此时, 田坤都是兴奋了起来, 没想到一位画凡镜巅峰武者身上, 竟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看来, 得动点真格了, 说话间, 田坤取出了自己背负着的配件, 他的剑和他身上的袍子颜色一样, 黑白相间, 其中又带着点点金色。 对付灵道, 他并没有拔剑, 即便是带着剑鞘, 击败灵道也是轻而易举。 破, 一声高喝, 田坤手持配剑, 猛地向着灵道斩了过来。 就好像是成千上万的武者, 将力量汇聚到了一起, 随后向着灵道轰击了过来, 强势无匹, 莫可抵挡。 在天剑宗的后山之中, 有着一座坐金碧辉煌的宫殿。 此时的十三亿, 则是以最快速度, 向着其中一座宫殿飞奔了过去。 现在田坤要对付灵道,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请动乾坤敬王者出马。 三亿, 你小子不去赚灵石,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宫尾的宫殿门口, 站着两位新陈镜巅峰长老。 能够让新陈镜巅峰武者看大门, 宫殿内居住的, 肯定是乾坤敬王者了, 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就是, 以前可没看你来这里, 看你急急忙忙的样子,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两位新陈镜巅峰长老都是十三亿爷爷辈的, 十三亿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即便十三亿不是他们的亲孙子, 他们对十三亿也是极为宠爱的。 要是十三亿遇到什么麻烦, 他们是愿意帮十三亿的。 我要求见太爷爷, 这一次, 十三亿要对付的是田坤, 仅仅是两位新陈镜巅峰长老, 根本不够看。 准王田坤的实力太强了, 他们两个过去, 根本就不了零到。 李太爷爷现在正在闭关, 准备冲击下一个境界。 这种时刻, 肯定不能够打扰, 有什么事情,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会帮你的。 听到这个消息, 十三亿确实傻眼了, 乾坤境王者闭关突破, 需要大量的时间。 乾坤境王者想要突破, 比新陈镜巅峰者可要困难得多。 天剑宗之中的乾坤境王者, 有的上百年都是无法前进一步。 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帮忙, 而是这次要对付的是田坤, 你们也不是田坤的对手。 都是十三亿的长辈, 他自然也没有撒谎。 知道是要对付田坤, 两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脸色都是难看了起来。 以他们的本事, 还真的无法对付田坤, 他们的实力比起田坤还是差了不少。 李小泽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惹到田坤了? 除了你太爷爷, 我们其他人的确对付不了田坤, 可是, 田坤想要对付你,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给我们说说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请父宗主或者宗主帮忙。 他们两位都是新陈镜巅峰舞者, 是有资格见到父宗主, 甚至宗主的。 田坤是宗主一脉, 甚至有可能是未来的宗主。 现在的宗主, 是田坤的长辈, 他说的话田坤应该是听的。 不是我, 而是我一位好兄弟, 田坤想要抢夺他的上品零食。 而且, 他的天赋比田坤还要惊人, 恐怕田坤也是想要除掉这个潜在威胁。 13亿又不是傻子, 自然能够看出田坤的意图。 放任林道常常, 以后田坤还真的没有把握对付林道。 当然, 前提是林道能够突破到新陈镜, 现在的林道额头上有新陈血纹, 或许没有什么未来了。 你再开玩笑吧, 田坤虽然不讲理, 形式肆无忌惮, 但还不至于抢夺其他人的上品零食吧。 李兄弟有多少零食, 能够值得田坤抢夺的? 李叔你兄弟比田坤天赋高, 是你对你兄弟的主观看法吧? 如果13亿不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恐怕13亿说出那样的话, 他们就提不起任何兴趣了。 13亿所说的, 都太不真实, 能够让田坤寄予的财富, 比田坤更高的天赋, 天剑宗真的有吗? 你们别不信, 我兄弟才画梵境巅峰, 但是先前在斗剑台上, 就先后击败了新陈镜中喜的张甘月 和新陈镜后期的毕青。 而且, 上一次, 我还亲眼看到他斩杀了新陈镜后期舞者。 试问, 田坤在画梵境巅峰的时候, 能够做到这些吗? 而且他有17万块上品零食, 田坤想要抢博, 难道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吗? 第78章重情重义, 你说什么, 他有17万块上品零食, 他哪来这么多上品零食? 他们两位新陈镜巅峰舞者 一直守在这里, 对外界的事情, 并不怎么了解。 然而, 一位画梵境巅峰舞者拥有17万块上品零食, 实在有些让人无法相信。 他们两个的财富全部加起来, 距离17万块上品零食, 也是差了很多很多。 才画梵境巅峰, 就能击败新陈镜后期的毕青, 而且曾经斩杀过新陈镜后期舞者。 这样的资质, 天剑宗内的确无人能比, 哪怕是田坤, 和林道一比, 都要黯然失色。 怪不得田坤会对林道出手, 田坤本来就蛮不讲理, 想要得到林道那些零食, 又嫉妒林道的天赋, 自然不会让林道有什么好下场。 哪怕田坤当场杀了林道, 天剑宗那些高层, 也不会真的将田坤怎么样。 要是林道额头上没有新陈血纹, 或许天剑宗高层会对他极为重视, 现在则是不一样了。 哪怕林道表现得在妖孽, 终究都只是一个废人。 如此妖孽, 我们去请妇宗主或者宗主出面, 他们一定会处理的。 十三亿并没有说林道突破失败的事情, 如果提起林道额头上的新陈血纹, 那天剑宗的高层会不会保住林道, 就不一定了。 当下,其中一位新陈镜巅峰舞者, 便是向着天剑宗父宗主所在的宫殿赶去了。 你还是让我去求见太爷爷吧。 说实话, 天剑宗父宗主很有可能不插手, 他们两人不知道林道额头上新陈血纹的事情, 不代表天剑宗父宗主也不知道。 十三亿最想请的, 还是他的太爷爷, 可惜现在是突破的关键时刻。 不行, 万一你的贸然闯入, 导致你太爷爷突破失败, 后果我们都承担不起。 如果将十三亿换成其他人, 恐怕他早就将其轰走了。 乾坤境王者突破, 远远比十三亿说的事情重要得多。 毕竟林道只是十三亿的兄弟, 又不是乾坤境王者的后人, 而且就算林道是王者的后人, 也不能打扰到乾坤境王者的突破。 可如果不轻太爷爷, 林道就有可能死在田坤剑下了。 可惜, 无论十三亿怎么说, 这位新陈境巅峰舞者, 都没有让十三亿进入宫殿的意思。 就算十三亿洞见, 都是没有任何作用, 以十三亿目前的境界, 根本不是新陈境巅峰舞者的对手。 见过副宗主, 另外一位新陈境巅峰舞者来到副宗主大殿之后, 便是将十三亿所说的事情, 完完全全地禀报了一遍。 他能够看得出来, 十三亿对林道这个兄弟看得极重, 如果能帮上忙, 他自然会全力帮。 你说的事情,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田坤的情况你也清楚, 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他就是未来的宗主。 他要杀一位弟子, 就让他杀吧, 反正动摇不了我们天剑宗的根本。 准王田坤心自出手对付一位化繁镜舞者, 如此大事, 如果副宗主都不知晓, 那他这得副宗主也就不用当了。 天剑宗有明确规定, 宗门弟子之间, 不得互相残杀。 副宗主, 那小子化繁镜巅峰就如此强势, 完全有希望晋升乾坤镜, 难道连一位未来的乾坤镜王者, 副宗主都可以不在乎了吗? 一位未来的乾坤镜王者, 自然和普通弟子不一样, 肯定能够受到更大的重视。 尤其是领导表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超越田坤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副宗主不去救领导。 我想, 你对领导并不了解, 领导前不久突破星辰境失败, 现如今他的额头上还有着星辰血纹。 突破星辰境失败, 一般就意味着终生突破无望。 你觉得我会为了这么一个废人, 专门去得罪田坤? 副宗主的确不怕田坤, 可是未来天剑宗有可能被田坤掌控, 他自然不想和田坤闹得不愉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坤肯定会越来越强, 以后天剑宗有可能就是田坤说了算。 什么, 他突破失败了, 这一点, 十三亿并没有说, 这位星辰境巅峰舞者自然也就不知道。 副宗主没有必要骗他, 看来林道突破失败是真消息。 难怪十三亿非要请田坤进王者帮林道, 因为林道现在的情况, 天剑宗高层根本不会替他出头。 没错, 所以这件事情, 你也不要掺和, 就让田坤胡作妃委去吧。 是我没用, 都怪我, 如此关键时刻, 却帮不了你。 十三亿恨恨地骂着自己, 他的太爷爷在闭关, 根本不会搭救林道。 副宗主又是知晓林道的情况, 也不愿意出手帮忙。 最终, 十三亿只好回到了演武场, 哪怕明知不敌, 他都打算帮助林道。 他的额头上, 满是鲜血, 先前为了请乾坤进王者出关, 他在宫殿外面也磕了不少头。 可惜他的太爷爷正在突破的关键阶段, 根本感知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要是我以前努力修炼, 现在就算不敌田坤, 救下林道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十三亿的天赋并不差, 可惜心思不在修炼上。 田坤已经是准王, 他才新陈境中期而已。 如果他是新陈境巅峰, 现在就有希望了,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斗剑台上, 林道一次又一次地挥剑, 可惜根本不是田坤的对手。 准王田坤的形式作风, 尽管天剑宗很多弟子和长老都看不惯, 但却不敢多嘴什么。 田坤仅仅只需要斩出一剑, 林道便是根本无法抵挡。 一道又一道剑芒破碎, 田坤的剑则势如破竹, 披风斩浪, 最终狠狠地劈在了林道的身体上。 扑林道一步接着一步倒退, 在斗剑台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地脚印。 他的嘴角在不断滴滴血, 胸口处疼痛无比, 好像要裂开了一般, 这还是田坤没有拔剑的结果。 同境界之中, 其他剑修的肉身, 远远比不上林道, 哪怕是体修和武修, 都不如林道。 而且林道还是穿着天都战袍的, 都被田坤一剑劈伤, 可见田坤的战力, 比林道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 主动交出你的剑, 你的战袍, 还有你所有的上品零食, 这样起码本王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本王会让你生不如死, 而且谁也救不了你。 田坤信月底说道, 林道的实力的确出乎了他的预料, 才化繁镜巅峰就如此强横。 可惜和他一比, 林道还是太过弱小, 如果他要杀林道, 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少废话, 要杀要寡, 看你本事, 林道的右手, 紧紧地握着逍遥剑, 和田坤的这一战, 有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战。 不管结局如何, 他都会全力以赴, 宁可站着死, 也不要跪着生。 刘峰十三世, 逍遥剑仿佛化为了一阵阵清风, 却又凌厉无比。 要是新陈静前期舞者遇到这种清风, 恐怕不死也要重伤。 这种刘峰, 无形无色, 杀人于无形之中。 可惜, 田坤境界太高, 林道想要杀他, 简直就是做梦。 井底之蛙, 烟之天河浩大, 田坤手持坤鹏剑, 向着林道再度一剑斩来。 这一剑, 比先前更加狂猛, 挡在他前面的清风, 全部烟消云散。 林道的攻势, 在他眼里, 仅仅只是一个笑话。 坤鹏剑, 是位极品剑器, 比上品剑器厉害, 却又比不上极品剑器。 即便如此, 坤鹏剑在田坤的手里, 也是能够发挥出林道无法承受的威能。 破开林道的攻势之后, 坤鹏剑便是再度批在了林道的身上。 这一次, 林道的下场更惨, 整个人都是倒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 他和田坤境界差距太大, 即便有着前世记忆, 也没有什么作用。 华凡境巅峰和准亡,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舞者。 林道, 我来助你, 看到林道被打伤, 十三亿却是忍不住了, 手持金色战剑, 向着田坤攻了过去。 十三亿只是星辰境中棋舞者, 肯定不是田坤对手。 可是林道有危险, 十三亿还是义无反顾地拔剑动手了。 找死, 本来田坤正打算到林道面前羞辱林道的, 谁知道十三亿这个时候向着他杀了过去。 田坤双目一朗, 随后便是猛地举起坤鹏剑, 向着十三亿扫了过去。 强横无比的剑芒, 狠狠地撞击在了十三亿的身上。 十三亿的攻击, 仅仅片刻间便是完全消散。 哪怕是他手中的长剑, 都被击飞了出去。 仅仅是随手一击, 便是让十三亿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 可以明显地看到, 十三亿嘴角躺屑, 脸色苍白, 神情痛苦, 受创极重。 这还是田坤手下留情的结果, 要是田坤铁了新药十三亿的命, 恐怕现在十三亿有可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十三亿, 这一幕, 也是让林道无比愤怒, 田坤对他出手也就算了, 竟然还重创了十三亿。 林道的身体表面, 仿佛燃烧起了熊熊大火, 整个人的气势都是有了值得飞跃。 李七人太甚, 今日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不得已之下, 林道只好再度引爆了体内残存的剑气, 仅仅是瞬息间, 他便是感觉到了万剑穿心之苦。 好在与此同时, 他也感觉到, 自己的战力在不断地飙升。 第七十九章血战田坤, 还没有动手, 林道便是嘴角溢血, 体内仿佛被一道道掌剑绞杀一般, 剧烈的疼痛, 撕扯着他的神经。 如果不是他意志坚定, 恐怕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疼痛。 好在, 痛苦的同时, 也是让他的战力成倍的增加。 先前他完全不是田坤的对手, 现在好歹有些把握了。 他体内的剑气, 是前世带来的, 即便修炼了蛮荒诛仙境, 到现在为止, 也是没有完全炼化。 可以说, 他的转世非常奇怪, 同时也说明人间道道主攻三造化。 燃烧自己的潜能, 一位武者, 如果燃烧自己的潜能,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战力的, 但这样做的话, 就等于废了。 田坤眼光独辣, 这一次也是看错了, 林道并非燃烧潜能, 而是激发体内的剑气而已。 也对, 反正你本来就是个废人, 燃烧了潜能, 并没有多大影响。 田坤冷笑着激疯道, 哪怕林道激发潜能, 他也不拒。 一位化繁静无者而已, 就算激发潜能, 又能有多厉害。 难道现在的林道, 还能是他的对手不成? 无双见识, 林道并没有回应田坤的激疯, 并不是他不想回应, 而是他无法回应。 现在林道连说话都无比困难, 自然懒得跟田坤废话, 直接就是施展出了杀招。 无双见识, 是林家的杀招, 每一剑都要夺命。 此时林道战力暴涨, 施展出无双见识, 哪怕田坤的神情都是严肃了起来。 田坤怎么也没有想到, 现在的林道竟然这般厉害。 然而, 田坤依旧没有半点拔剑的意思, 要是对付化繁静巅峰武者, 他都要拔剑, 传出去他肯定脸面无光。 即便是带着剑翘, 他也有把握击败林道。 坤鹏剑一次又一次挥出, 可逍遥剑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哪怕林道付出如此代价, 战力上依旧是不如田坤的。 好在逍遥剑锋力无比, 即便是为极品剑气坤鹏剑, 都不如逍遥剑。 仅仅是交战了片刻, 坤鹏剑的剑翘上, 便是出现了一个祸口。 林道的攻势越来越猛, 也就意味着坤鹏剑上的祸口越来越多。 幸亏田坤没有拔剑, 要不然他非得心疼死。 林道燃烧潜能, 就能和田坤大战了, 那他的潜能, 应该有多大? 可惜了, 如果他突破星辰竟没有失败, 根本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局。 宗门高层没有出动, 看来是不想保他了, 也是, 就算他悟性再好, 突破不了星辰境, 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尽管因为林道输掉那么多上品零食, 但他们不得不承认, 论天赋论悟性, 林道都比他们强出许多。 这样一位妖孽,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让他们也是有些感慨。 别看林道现在和田坤大战的难解难分, 他们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林道依旧占据下风, 田坤则是占据上风的。 林道这种强横, 只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会越来越弱。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林道死在田坤剑下的惨状。 剑联要清天, 在林道的身前, 出现了一朵七彩剑联, 照亮了这片天际。 七彩剑联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田坤冲击了过去, 还没等田坤反应过来, 便是爆炸了开来。 正和林道大战的田坤, 根本没有想到林道会来这么一手, 直接中招。 田坤身形狼狈, 满头黑发没有了金色丝带的束缚, 杂乱地披散在他的肩头。 即便如此, 田坤也没有受伤, 只是狼狈不堪而已。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林道戏耍了一番, 田坤的眼中, 却是闪过了一丝怒意。 他对林道的杀意, 也是越来越强了。 阴阳剑法, 成为准王之后, 未复化繁镜巅峰武者, 田坤还是第一次使用剑法。 田坤掌握的是阴阳本源, 体内凝炼的也是阴阳本源星辰, 而且是行星, 天赋算是极好了。 天剑宗内, 能够凝炼行星的星辰镜武者可不多, 田坤算一个, 十三亿也算一个。 施展阴阳剑法之后, 田坤明显占据了更大的优势。 田坤掌握的阴阳本源, 已经是第二个层次的本源力量, 比起第一个层次, 可是要厉害得多。 第一个层次的本源力量, 也就仅仅领悟了皮毛而已, 第二个层次的本源力量, 才是深层次的领悟。 斩, 坤鹏剑狠狠地斩在逍遥剑上, 即便逍遥剑锋力无比, 领道在力量上依旧吃了大亏。 准王田坤拥有八千条右龙之力, 比起领道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而且他已经催动体内的本源星辰, 使得剑法威能暴增。 领道手持逍遥剑, 虎口已经阵裂, 鲜血横流。 然而, 领道依旧紧紧地抓着逍遥剑, 即便身体不断地倒退, 也是咬牙坚持着。 若是逍遥剑脱手而出, 他必死无疑, 必不行, 太弱了。 田坤再度出手, 在他的身后, 浮现了一片大海, 海浪翻滚。 他手中的剑, 也是爆发出了极为璀璨的光芒, 在他的身前, 出现了一道道黑白相间的剑气。 八荒露灭, 正在倒退的领道, 却是陡然止住了身体, 随后便是将所有的力量, 都汇聚到了逍遥剑上。 他知道, 越是拖下去, 对他越不利, 必须尽快解决这场大战。 逍遥剑猛地斩出, 凌厉无比, 瞬息间便是来到了田坤的面前。 哪怕是田坤, 都没有料到灵道的这一剑, 竟然如此迅疾。 好在田坤终究是准亡, 还是来得及挥剑抵挡。 此剑的气息, 田坤敏锐的直觉, 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此剑的气息。 八荒露灭这一剑, 就好像是吸收了六合八荒的力量, 要将所有对手屠戮一空, 哪怕是浮尸百万, 也要达成目的。 就算是田坤, 右手都是抖了起来, 别人都是没有看到, 田坤的手掌出血了。 灵道这一剑, 竟然伤到了田坤, 如果传出去, 恐怕会震动整个天剑宗。 以化繁镜巅峰的境界, 打伤准亡,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然而, 灵道真的做到了, 而且田坤受创还不轻。 田坤甚至能够感觉得到, 五脏六腑隐隐作痛, 应该是受了内伤。 那股死急的气息, 更是顺着他的手臂, 进入了他的体内。 老怒之下, 田坤出手更重了, 坤鹏剑狠狠地砸在了灵道的身上。 这一次, 灵道的胸口直接裂开了, 连森白的骨头, 都是可以隐约地看到。 面对田坤, 天都战袍可耻地退缩了, 并没有权力抵挡。 烹灵道的身体, 狠狠地撞在了一面墙壁上, 脸色苍白, 并且不断地大口喘气。 他的双臂, 不断地战斗, 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能够战斗到现在, 已经是他的极限, 事实证明, 他真的不是田坤的对手。 如果此时有人看到灵道体内的情况, 恐怕会倒吸一口凉气。 在那些剑气的肆虐之下, 又遭受了如此重创, 简直不能看了。 也不知道灵道的意志到底有多强, 竟然还能够保持清醒。 这柄剑, 从今天开始, 便属于本王了。 田坤向着灵道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他的双眼, 一直都是盯着逍遥剑的。 坤鹏剑的剑鞘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祸口, 眼看都快要报废了。 不过田坤已经来不及心疼, 因为有更好的剑气等着他。 经过刚才的大战, 他越发渴望得到逍遥剑了。 要是有这样一柄神剑, 他的战力肯定可以提升一大截, 就算以后对战乾坤进王者, 他都有把握了, 当然只能是乾坤进前期的王者。 除非我死, 否则你妄想得到这柄剑。 灵道坚难地说道, 虽然声音不大, 但却无比坚定。 逍遥剑是逍遥王送给灵道的, 那么灵道自然不可能将逍遥剑给田坤。 今次败在田坤剑下, 只能怪他修炼时间太短。 如果他也是准王, 那么击败田坤绝对不难。 田坤, 适可而止吧, 大长老从窦剑台下走了出来, 灵道和田坤的大战, 他一直看到现在。 可以说, 自始至终, 田坤都没有动用权力, 是以一种玩乐的态度, 赔灵道大战的。 如果田坤肯拔剑的话, 灵道不可能和田坤大战这么久。 大长老, 他一个小小话凡进武者, 对本王不敬, 难道不该惩罚吗? 如果是其他长老, 田坤根本就是理都不理, 甚至有可能直接呵斥。 可是大长老不同, 毕竟大长老曾经也是乾坤进王者, 只是后来跌落了境界而已。 他已经被你中创, 难道还不够你出气? 如果一开始, 大长老就出场, 肯定不好解决。 现在灵道已经重伤, 大长老则是好说话多了。 虽然说他是大长老, 但田坤可是天剑宗未来宗主, 大长老也不好做得太离谱。 既然大长老愿意为他出面, 那我自然会给你面子。 只要他将这饼剑 以及这件战袍和十七万块上品零食, 全给送给本王, 本王倒是可以饶他一命, 这已经是本王做出最大的让步了。 田坤的话, 却是让大长老为难了起来, 大长老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灵道对逍遥剑极为看重。 田坤的要求如此过分, 灵道多半不会同意, 难道这件事情无法善了了吗? 就在大长老思考的时候, 田坤却是冷笑了一声。 让所有人恶然的是, 田坤竟然挥剑向着灵道的右手斩了下来。 第八十章阴阳天尊的传承, 田坤的目的很明显, 与其跟大长老废话, 还不如直接动手。 只要他一剑斩断灵道右手, 那么自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夺得逍遥剑。 凡是到手的东西, 那就是他的, 谁也别想抢走。 现在的大长老, 并非乾坤竞亡者, 以他和灵道之间的距离, 想要在此时救下灵道, 明显不可能。 从乾坤竞跌落之后, 大长老也就是革准亡了, 而且岁数较大, 气血明显没有田坤旺盛。 不好, 当大长老发现田坤的行为之后, 却是恨不得顺移到灵道面前, 抵挡田坤。 可惜, 也就只能想想而已, 大长老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田坤距离灵道那么近, 出剑速度又是奇快无比, 大长老想要阻止已经不可能。 好在灵道并没有完全失去战力, 看到田坤出手, 灵道也是拼尽最后的力量, 挡住了坤鹏剑。 他双手握剑, 两只手掌都在滴血, 这样的疼痛对他来说, 好似完全没有影响似的。 怎么可能, 就连田坤都是没有想到, 已经遭受重创的灵道, 竟然还能挡住他这一剑。 田坤出剑速度奇快, 就算是完好无损的新陈镜后期舞者, 都防御不了如此一剑。 可是灵道挡住了, 即便只挡住片刻, 也是已经足够。 田坤, 做人流一线, 大长老出现在了灵道的面前, 并且一掌击退了田坤。 他毕竟以前是乾坤进王者, 即便境界跌落, 战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这也是为什么, 田坤不给其他长老面子, 偏偏给大长老面子的原因。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身份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 实力才是根本。 田坤忌惮大长老的实力, 故此才尊重大长老。 大长老毕竟当过乾坤进王者, 对剑法的领悟, 对本源力量的掌控, 肯定要超过寻常的准王。 大长老, 我给你面子, 放他一条生路, 希望你也给我一个面子, 让我取走这柄剑和他身上的战袍, 以及那十七万块上品零食。 田坤只是忌惮大长老, 并非惧怕大长老, 逍遥剑如此锋利, 他不可能不要。 而且, 十七万块上品零食, 也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 他不可能放弃。 顶多和大长老动手而已, 他正好想试试大长老实力如何。 既然如此, 那没什么好说的, 手底下见真章。 商量不出一个结果, 那就只能动武, 谁实力强, 听谁的, 田坤对自己的战力有信心, 大长老自然也是不怕田坤。 在大长老眼里, 田坤只是一个小辈而已, 真正动其手来, 田坤未必是他对手。 大长老, 你可不要逼我, 你现在所看到的, 仅仅是我的次身, 而并非我的本尊。 田坤的话, 确实让大长老一愣, 就连斗剑台下的其他弟子, 都是傻眼了。 如此强横的准亡, 竟然只是田坤的此身, 那么田坤的本尊到底强横到什么程度了? 要是田坤的本尊也赶过来, 大长老如何应付? 看来传言没错, 你果然得到了上古时期阴阳天尊的传承。 大长老的双眼都是眯了起来, 先前田坤这个此身表现出来的战力, 他已经看到了。 对付此身, 他有把握, 可要是田坤的本尊前来, 他就没有什么把握了。 毫无疑问, 本尊要比此身强, 而且强出许多。 阴阳天尊, 这是什么境界? 阴阳天尊的传承, 很厉害嘛。 天剑宗的不少弟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天尊。 在他们眼中, 最厉害的就是乾坤晋王者, 他们根本不知道, 乾坤晋王者在天尊的面前, 和罗易没有什么区别。 天尊, 那是凌驾于绝顶大能之上的境界, 哪怕是零到前世, 都远远没有达到天尊那个高度。 上古时期, 剑神大世界还不像现在这么弱小, 只是经历了浩劫之后, 才慢慢地变成了这个样子。 可是, 即便在上古时期的那个时代, 阴阳天尊也是剑神大世界的霸主, 称之为天下第一人都不畏过。 可惜, 那些天尊一般都是来自其他大世界, 剑神大世界本身并没有诞生过圣麻天尊。 田坤本身天赋就高, 可惜他是在新陈境之后得到的传承, 要不然他凝炼的就不是行星, 而是恒星了。 他身具大运道, 得到上古传承的武者不在少数, 可是得到天尊传承的寥寥无几。 同一个时代, 剑神大世界能够有一个天尊就不错了, 毕竟剑神大世界在千万大世界之中, 并不是什么强大的世界。 迟至今日, 剑神大世界更是弱小的可怜, 东剑狱之中乾坤敬王者就能称霸了。 如今的乾坤敬王者, 可没有上古时期的乾坤敬王者那么厉害。 知道就好, 就算本王杀了这小子, 宗主也不会将我怎样。 田坤背负着双手, 极为自负, 整个天剑宗之中, 也就他得到了天尊的传承。 这也是为什么, 宗主和父宗主那些人, 都已经认定, 田坤就是未来宗主了。 一个得到天尊传承的人, 未来极有可能突破乾坤境, 成为东剑狱的绝顶强者。 到时候, 振兴天剑宗, 并不是什么难事。 哪怕让天剑宗再度成为东剑狱第一六品势力, 都有可能。 别说田坤只是杀了领导, 就算多杀几位天剑宗弟子, 天剑宗高层也就是象征性的惩罚一下田坤而已。 不管怎样, 老夫都会帮他, 即便是领导都不明白, 大长老为什么要这般护着他。 就算大长老认为他天资不错, 可他现在已经突破失败, 额头上的星辰血纹就是证明。 大长老为什么要为了他, 和田坤作对, 今日之仇, 蓝日必定百倍偿还, 领导死死地盯着田坤, 将这份仇恨身身地埋在了心里。 现在的他, 的确不是田坤对手, 可他潜力无穷。 只要这次不死, 蓝日必然能够将境界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 到时候他会亲手报仇。 应急扬声, 大长老都这么说了, 田坤自然不会继续啰嗦什么, 直接就是拔出昆蓬剑, 向着大长老杀了过去。 当昆蓬剑出窍之时, 浓郁的剑光, 便是辞得很多天剑宗弟子都睁不开眼了。 昆蓬剑一下展出, 哪怕是相隔很远的天剑宗弟子们, 都是汗毛岛树。 要是田坤对付的是他们, 恐怕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同样是天剑宗的年轻一代,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来得好, 在昆蓬剑弓过来的时候, 大长老也是拔出了自己的上品剑戏。 一剑挥出, 滚滚长红, 向着前方剧烈地冲击了起来。 大长老敢和田坤动手, 实力自然不弱, 起码远处的二长老和五长老, 都是自叹不如。 不愧是大长老, 单单这一件, 便足以证明他比我强。 好在大长老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到乾坤境了, 而我们还是有希望突破的, 尽管这种希望很渺茫, 但总比没有好。 二长老和五长老都是有些幸灾乐祸, 大长老从乾坤境别落下来, 这辈子都是没有希望再度突破上去了。 现在大长老是比他们强, 可是只要给他们时间, 他们完全有希望超越大长老。 通整个斗剑台都是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大长老和田坤动手, 动静自然比先前领导和田坤战斗大得多。 仅仅是一次交锋而已, 斗剑台就好像被生生地掀翻了一层。 可先前完全没法比了, 有资格和本王一战, 田坤依旧是如此的自负, 不过他真的有这样的资格。 站在高空之上, 田坤手持坤鹏剑, 一次又一次地攻击。 可惜, 他的对手是大长老, 这么多年来, 大长老都无法突破, 可站立并非原地踏步。 哪怕是田坤, 在大长老面前, 都只能占据下风。 田坤的剑法, 极为凌厉, 锋芒毕露, 大长老的剑法则是要温和得多, 可却更加难缠。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剑法, 反而犀利无比, 哪怕是田坤的脸色都难看了起来。 到现在为止, 田坤已经使用过九种不同的剑法, 每一种剑法, 都足以击败寻常的准王。 然而, 大长老依旧游刃有余, 每次都能将他的剑法破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坤已经渐渐露出败相了。 曾经当过乾坤晋王者, 果然并非寻常准王可比。 此时此刻, 田坤只能联系本尊, 此身不是对手, 自然只能让本尊出手了。 反正他的本尊也在天剑宗, 距离这里并不远。 他的此身, 已经试探出大长老的本事, 本尊击败大长老并不难。 现在他的此身要做的事情, 便是缠住大长老, 好让本尊出手, 击败大长老。 拜吧, 大长老并不知道田坤在想什么, 他只是要击败田坤而已。 天剑宗的剑法, 在他手里, 好像能化腐朽为神奇, 明显更为厉害。 他施展浑身解数, 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势, 眼看着就要击败田坤了, 却是一变陡生。 败的人, 是你, 远处, 一道挺拔的身影, 仿佛流光一般, 赶往斗剑台。 他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就像是一头人形坤棚, 拥有天下急速。 他并没有用剑, 仅仅是向着大长老拍出了一掌, 仅仅是一掌之威, 便仿佛天穷塌陷了下来, 足以砸碎万物。 第八十一章 执法店店主, 先前, 田坤便知道自己的刺身, 不是大长老的对手。 好在刺身和本尊心意相通, 刺身在心里召唤本尊, 本尊便是有所感应, 以最快速度赶了过来。 而且, 本尊和刺身的配合, 绝对是天衣无缝, 因为根本就是一个人。 刺身缠住大长老的关键时刻, 本尊一掌拍向了大长老, 而且是权力一掌。 滚滚本源力量, 仿佛是长江大河, 向着大长老冲击而来。 强横的掌径, 裹挟着成千上万道剑气, 轰击在了大长老的身上。 田坤的本尊速度太快, 大长老根本来不及躲避。 扑大长老喷出了一口溺血, 不过并没有后退, 而是借着田坤本尊一掌的力量, 一剑斜披在了田坤刺身的身上。 即便田坤的刺身反应极快, 依旧是受伤了。 老东西, 你竟敢伤我。 田坤的刺身退到了一旁, 本尊则是向着大长老走了过去。 田坤之所以敢如此张狂, 便是因为他本尊的实力。 先前不想曝露本尊, 才给大长老面子的, 现在本尊到了, 他就不会给大长老面子了。 万化阴阳, 即便是对付大长老, 田坤的本尊都是没有使用剑气。 他仅仅是伸出右掌, 缓缓地向着大长老拍了下去。 在他的掌心之中, 出现了一个个微小的漩涡。 每一个漩涡, 都是散发着阴阳二气, 掌影越来越大, 好似要将这片天目卧在掌心。 田坤的本尊, 更加自负, 相应的实力也是更强。 哪怕是大长老, 面对这样的一掌, 都必须全力以赴。 上苍无极剑, 大长老神色肃木, 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剑法。 哪怕是他, 都没有想到, 田坤竟然如此强横。 难怪田坤形势越来越肆无忌惮, 即便是刚刚突破的乾坤竟王者, 恐怕都对付不了田坤。 上苍剑气在大长老的手中, 仿佛接天连地, 散发着滔天的凶威。 这柄剑就像是被上苍灌入了无穷的力量, 大长老每一次出剑, 都仿佛要撕裂虚空, 可怕无比。 斗剑台下的那些天剑宗弟子, 都是不自觉地倒退。 大长老和田坤的本尊, 是在高空之上决战, 并没有波及到下方。 可是如此强大的波动, 依旧是让他们心惊胆颤。 如果你在乾坤竟, 还有资格与我一战, 现在的你, 不是本王对手。 尽管巨大的掌影, 被大长老手持上品剑气斩碎了, 但是田坤依旧无比自信。 他缓缓地抽出了自己的配剑, 向着大长老猛地横扫了过去。 不拔剑他都那么厉害, 用剑之后, 实力自然暴增。 黑白二色的剑王, 仿佛跨界而来, 席卷了整个虚空。 田坤挥出一剑之后, 便是将手中之剑, 再度插入了剑桥之中。 因为, 他已经知道, 大长老败了, 高空之上, 发生了无比剧烈的碰撞, 大长老的身体则是在不断地倒退。 他的嘴角, 不断地滴血, 他的右手, 不停地站斗, 他的双腿, 好似已经失去了知觉。 碰果然, 和田坤所想的一样, 大长老的身体,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田坤本尊全力以赴的一剑, 彻底击败了大长老, 此时的大长老想要再反败为胜, 根本就不可能。 大长老, 领道虚弱地喊道, 并且艰难地向着大长老 走了过去。 本来, 这件事情和大长老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大长老为了救他, 落得了现在的下场。 都怪我不好,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受此重创。 此时的大长老, 已经失去了再战之力, 他的伤势没有领道虫, 可是田坤故意震伤了大长老的右臂。 如果不能用剑, 大长老的实力肯定大打折扣, 更加不是田坤的对手。 是我没用, 连一个小背都打不过, 大长老长叹了一口气, 想他年轻时候, 也是天剑宗的翘楚。 后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突破到了乾坤境, 成为了天剑宗的王者。 可惜, 天有不测风云, 后来遭受重创, 也落了境界。 大长老, 你可别这么说, 要不然我真的, 可可, 领道的伤势实在太重, 即便是说话, 都极为困难。 可惜, 田坤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不管是逍遥剑还是天都战袍, 亦或是十七万块上品零食, 田坤都想要。 少废话, 省点力气, 好上路了, 田坤的本尊走到了领道的面前, 不懈地笑了一声, 在天才又有什么用, 还不适得死在他的剑下。 而且领道的剑和战袍以及零食, 都是他的, 试问领道拿什么跟他比。 还是那句话, 除非我死, 否则别想夺走我的剑。 领道的右手, 早就是一片血肉模糊, 但他依然紧紧地握着逍遥剑。 这柄剑对他来说很重要, 不是因为逍遥剑有多么锋利, 而是因为这是逍遥王送给他的剑。 很好, 那我就成全你, 田坤冷笑一声, 随后便是伸出右掌, 向着领道拍了下来。 就算是全盛时期的领道, 也根本挡不住这一掌, 更别说是现在遭受重创的领道了。 不, 大长老和十三亿都不想看到领道被田坤斩杀, 可现在的他们, 根本就不了领道。 难道说, 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领道被田坤斩杀吗? 可惜了, 如此天才, 这么早就夭折了。 没什么可惜的, 反正他也无法突破到新沉静, 废人而已。 真正可惜的是我们的临时, 现在到了田坤手里, 我们更加要不回来了。 有人同情领道的下场, 也有人幸灾乐祸, 甚至还有人巴不得亲手斩杀领道。 反正和田坤作对, 就不会有好下场, 尤其是现在他们见识到了田坤的厉害, 以后更是有多远躲多远了, 招惹谁也不要招惹田坤。 看来, 只有同归于静了, 领道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甘, 转世才十几年, 竟然又要生死。 可他没有办法, 境界差距太大, 导致他根本就不是田坤的对手。 现在他只能使用最后一种办法, 斩杀田坤, 当然这种办法也会让他自己陨落。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领道是不想这么做的。 然而, 不这么做的话, 他也会死在田坤的掌下。 反正左右都是死, 自然要死得轰轰烈烈, 而且要让田坤给他垫背。 助手, 就在千斤一法之际, 远处响起了一道不容置疑的声音。 领道正准备施展最后的杀招, 却被这道声音给打乱了。 滚滚音波袭来, 更是挡住了田坤的一掌。 是谁, 怎么会如此强横, 大长老都不是田坤的对手, 到底是谁仅仅使用音波, 都能挡住田坤的攻击。 太可怕了, 肯定是乾坤竞亡者, 大长老和十三亿都是神色一阵, 既然有乾坤竞亡者前来, 那么领道就有救了。 以田坤现在的实力, 也就只有乾坤竞亡者能够制得了他, 其他人根本不行。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从远处缓缓走来。 他的步伐很慢, 然而先前他明明距离斗剑台很远, 可是转眼间, 他就来到了斗剑台上, 并且站在了林道和田坤的中间。 不是太爷爷, 十三亿原本还以为他的太爷爷, 听到了他的请求, 特地赶了过来。 可惜让他失望了, 前来的老者并非他太爷爷, 而是天剑宗内的其他乾坤竞亡者。 拜见店主, 看清老者模样之后, 大长老的眼中便是闪过一丝喜色, 随后他便是行了一个大礼。 紧随其后, 远处的二长老和五长老以及隐藏着的其他长老, 都是纷纷走了出来。 拜见执法店店主, 长老都行礼了, 那些天剑宗弟子自然不敢大意, 纷纷行起了大礼。 眼前这位老者, 在天剑宗的身份, 太不一般了, 比所有长老的地位都要高, 甚至连副宗主都比不上他。 他怎么来了, 田坤看着眼前的老者, 却是皱起了眉头。 执法店, 在天剑宗全是极大, 犯了过错的天剑宗弟子和长老, 执法店都能处理。 哪怕是宗主求情, 大多时候都是没用的, 见过店主, 执法店店主是乾坤晋王者, 田坤虽然自负, 但也不会无礼。 要是惹怒了执法店店主, 就算是宗主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他。 好在他天赋高, 又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平时做错事, 执法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知道店主因为何是驾临此地, 可以说, 田坤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宗主, 一般情况执法店不会来处理他。 就算他杀了灵道, 执法店应该也不会管才对。 现在执法店店主亲自赶来, 他实在无法理解, 不知道执法店店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此此穷凶极恶, 竟敢斩杀我天剑宗长老,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执法店店主指着灵道, 愤怒地说道, 不管是灵道, 还是田坤, 亦或是大长老等人都是呆了一下, 执法店店主竟然是来惩处灵道的。 本来众人还以为灵道有救了, 没想到灵道又多了一个敌人, 而且比田坤更加强大。 执法店店主是什么人, 惩罚犯错之人, 极其严厉, 到了他的手里, 灵道能有什么好下场? 灵道, 本店主且问你, 在失恋之地内, 你是不是斩杀了我天剑宗的新陈静后期长老? 而且你明知道他们身份, 依旧没有见下留情, 是也不是。 第八十二章 打伤田坤, 执法店店主极为严厉, 一双眸子仿佛要吃人一般。 天剑宗这么大的势力, 当然有着自己的规矩, 要是谁都乱来, 那么天剑宗还能维持下去吗? 他执掌执法店这么多年来, 惩处了一个个犯错的天剑宗武者。 那些天剑宗弟子和长老们, 全都怕他, 可他又是乾坤境王者, 自然没人能反抗。 没错, 那四位新陈静后期长老, 都是死在我的剑下。 其实, 灵道只杀了三位新陈静后期长老, 还有一位是十三亿杀的。 只不过以弟子的身份, 斩杀长老, 是要判死刑的。 因此, 灵道帮十三亿扛下了罪名, 省得十三亿也被处死。 你不要多嘴, 反正我今日在劫难逃, 你好好活着就是。 你现在要是乱说, 我不会认你这个兄弟的。 眼看十三亿就要为灵道辩解, 灵道便是给十三亿暗中传阴了。 先前十三亿明知道自己不是田坤的对手, 为了灵道, 他依旧是出手了。 这样的兄弟, 灵道自然是认可的。 店主, 本来十三亿想要说实话的, 可惜在灵道的再三坚持之下, 他只能改口。 反正就算他说其中一位新陈静后期长老是他杀的, 灵道的死罪也是免不掉的, 毕竟灵道斩杀了三位新陈静后期武者。 当时是那四位新陈静后期长老先要杀灵道的, 灵道迫不得已之下, 才展开反击,将他们斩杀的。 如果他们不去杀灵道, 灵道又怎么可能杀他们? 灵道并不是主动惹事的人, 要不是那四位新陈静后期武者非要灵道的命, 灵道的确不会杀他们。 十三亿当时也在场, 自然是最有资格帮灵道说话的。 什么情况, 灵道在失恋之地, 斩杀了四位新陈静后期长老? 这个消息, 我们怎么不知道, 天杀的十三亿, 简直坑死人不偿命。 他当时和灵道在一起, 肯定亲眼目睹了一切。 他明明知道灵道比张甘月厉害得多, 竟然装成那副样子, 太可恶了。 直到这个时候, 输掉上品灵石的那些弟子和长老们, 才反应了过来。 他们所有人都被十三亿戏耍了, 而且耍得很惨, 输掉了那么多的上品灵石。 本店主懒得听你废话, 灵道以核心弟子的身份, 斩杀四位天剑宗长老就是死罪。 本宗主现在要带走他, 难道你们有意见? 执法店店主扫了所有人一眼, 随后便是冷冷地说道,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做, 他都不会放过灵道, 如此触犯天剑宗门规, 实在让他无法接受。 他的脸色, 一直不好, 看得不少天剑宗弟子和长老都是心惊胆颤。 店主, 你要带走他, 我自然不会阻拦。 只是, 他的剑, 他的战袍, 他的上品灵石, 都是我的, 还请店主行得方便。 其实, 灵道死在他手里, 或者死在执法店, 都无所谓。 甚至灵道是死是活, 田坤都懒得拐。 田坤想要的, 是逍遥剑, 天都战袍和十七万块上品灵石。 田坤是未来的天剑宗宗主, 故此才有底气, 和执法店店主讨价还价。 而且他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未来很有可能超越乾坤境, 想来执法店店主会给他面子的。 田坤之所以这么想, 只能说他并不了解执法店店主。 不行, 他是罪人, 他的一切都属于执法店, 与你无关。 执法店店主斩钉截铁地说道, 丝毫不给田坤面子。 天剑宗宗主有时候为人求情, 都不顶用, 田坤想要得到领导的逍遥剑, 天都战袍和上品灵石, 自然也是不行的。 店主, 大不了我退一步, 他的十七万块上品灵石, 都给你执法店。 但是, 他的剑和他的战袍, 都得给我。 逍遥剑的锋利, 先前田坤都见识到了, 天都战袍的防御, 他也知道。 对他而言, 十七万块上品灵石, 反而没有逍遥剑和天都战袍重要。 有些东西, 使用上品灵石, 都不一定买得到, 还需要运气。 和本店主讨价还价, 理不配, 执法店店主这么一句话, 瞬间让田坤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还从来没有人敢和田坤这么说话, 即便是天剑宗的副宗主和宗主, 对田坤都是爱护有加, 不可能如此说他。 辞职的一切, 本店主都会带走, 不知道为什么, 执法店店主说要带走领导, 大长老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谋子深处还有效益。 先前田坤要杀领导, 大长老可是亲自出手, 尽管败了, 但他毕竟尽力了。 既然你不给, 那我便自己拿。 田坤的本尊和此身, 同时出动了, 为的就是抢夺领导手中的逍遥剑, 天都战袍穿在领导的身上, 想要抢夺, 并不容易。 可逍遥剑好抢, 以他的速度, 又是突然出手, 就算是乾坤进王者都未必能挡得住。 在田坤的本尊出场之时, 就可以看出, 他的速度极快。 而且他还有两个身体, 同时抢夺重伤后领导手中的逍遥剑, 自然有很大的机会。 执法店店主那么不好说话, 他自然只好用墙了。 哼, 想要在本店主面前抢剑, 不自量力, 不得不说, 田坤的速度很快, 然而执法店店主的速度更快。 就算是领导, 都是眉头一挑, 因为他感受到了空间本源的波动。 怪不得执法店店主根本不怕田坤出手, 和掌握空间本源的乾坤进王者比速度。 简直就是笑话, 哪怕田坤有着本尊和此身, 都是没有任何作用, 执法店店主完全能够将他挡住。 而且, 田坤的做法, 已经让执法店店主有些不悦。 就算是天剑宗宗主, 都得给执法店店主面子, 田坤一个小辈, 又算得了什么。 去空大裂斩, 执法店店主左右手同时出击, 使用空间本源, 批出了两剑。 他同时对付田坤的本尊和此身, 依旧是游刃有余。 成为乾坤进王者这么多年, 区区一个准王, 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糟糕, 田坤的本尊和此身, 都是感知到了危险。 不得已之下, 田坤只得拔剑抵挡, 而且还是施展出了最强的防御剑法。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片阴阳二七的海洋, 想要为他挡住所有伤害。 可惜, 两道虚空大裂斩足以斩破一切, 阴阳二七构成的海洋, 瞬间便是烟消云散了。 田坤是比大长老强, 比领导强, 比十三亿强, 可是比起执法店店主, 他差得太多了。 扑心前, 大长老一剑斜披在田坤的刺身上, 仅仅只是轻伤而已。 这一次, 田坤是真的受伤了, 五脏六腑都是遭到了大震动, 口中更是狂喷鲜血。 出手之前, 田坤根本没有想到, 执法店店主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横, 而且出手极重。 准王田坤在执法店店主的面前, 完全不够看, 差得太多了。 幸亏你先前仅仅只是要抢剑, 要是你连战袍和乾坤界都想抢, 那你现在只会更惨。 看着站在远处的田坤, 执法店店主却是毫不留情地说道, 执法店店主根本不会给田坤什么面子, 就算是副宗主想要在他面前抢剑, 他都会出手, 而且也不会给副宗主什么面子。 执法店店主, 经此之事, 本王记下了。 田坤怒恒一生, 随后便是离开了此处, 不管是本尊, 还是此身, 都被执法店店主打伤了, 起码要休养十来天, 才能够完全恢复。 执法店店主的实力, 深不可测, 没有突破到乾坤境之前, 他绝对不会再去惹执法店店主了。 还真是个记仇的小家伙, 执法店店主笑着说道, 只不过他并没有将田坤放在心上。 即便田坤天赋再高, 又是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想要超越他, 恐怕也要不少年。 店主, 看在我太爷爷的份上, 能不能饶灵道一命? 持三亿的太爷爷是乾坤境王者, 执法店店主也是乾坤境王者, 同为天剑宗的乾坤境王者, 他们两人肯定是认识的。 可惜, 想要在执法店店主面前求情, 根本不可能。 就算你太爷爷亲自前来, 都是无用, 以核心弟子的身份斩杀长老, 就是死罪, 执法店店主根本没有逗留, 直接裹挟着灵道, 离开了演武场。 就算十三亿想要追, 都是根本追不上。 执法店店主掌握的是空间本源, 又是乾坤境王者, 仅仅是片刻, 便是消失在了场中。 执法店仅仅是片刻之后, 领到远远地便是看到了 执法店三个巨大的字, 每一个字都是蕴含了极其伶俐的建议。 能够写出这样三个字的, 最差都是乾坤境王者, 而且还是乾坤境王者之中的强者。 拜见店主, 当执法店店主带着灵道落地之后, 执法店外面的那些天剑宗弟子都是跪在了地上。 执法店店主有着自己的服饰, 整个天剑宗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其他人自然是一眼认了出来。 嗯,起来吧, 执法店店主点了点头, 随后便是带着灵道, 走进了宫殿之中。 灵道也是没有想着逃跑, 因为在乾坤境王者面前, 他根本不可能逃掉。 执法店店主掌握的是第二个层次的空间本源, 他拿什么手段去逃? 你很不错, 灵危不乱, 生死关头, 心态却极为平静。 天赋又是极高, 化繁境巅峰就能斩杀星辰境后期舞者。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以弟子身份斩杀长老, 这是大逆不道。 是死罪, 第83章雷霆炼狱, 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嘛, 自始至终, 灵道都没有辩解什么, 倒是让执法店店主有些好奇了。 其他人犯了错, 不是求饶就是各种争辩, 从来没有像灵道这般平静的。 哪怕执法店店主说灵道是死罪, 灵道的神情也是没有任何变化。 他们想杀我, 我才杀的他们, 如果这样, 你都要判我死罪,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别人怕执法店店主, 灵道可不怕, 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他看来, 跟执法店店主这样迂腐之人, 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 实力为尊, 谁的拳头大, 谁便有道理, 灵道不是执法店店主的对手, 自然就没有道理。 那你可认罪, 执法店店主一直冷着脸, 即便大店内除了他和灵道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了, 他依然合在演武场的时候一样。 本来处理这种事情, 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出马, 外面那些执法店弟子, 也都不知道原因。 要杀要寡, 稀听尊便, 但我依然认为我没罪。 此时灵道的身体状况极差, 先前为了对抗田坤, 引爆了体内的无穷剑气。 其实, 田坤的攻击对灵道造成的伤害, 远远没有灵道体内的情况严重。 要不是蛮荒诛仙境压制着, 恐怕灵道的身体已经暴碎成无数块了。 本店主什么身份, 杀你一个小辈, 太过丢人。 这样, 罚你进入雷霆炼狱, 是死是活, 就看你的造化了。 雷霆炼狱, 是天剑宗内的一处决地, 犯下死罪的天剑宗武者, 就有可能被赶进雷霆炼狱。 相传, 雷霆炼狱死死无生, 哪怕灵道这种进入天剑宗时间不长的, 都听说过雷霆炼狱的事情。 好, 灵道点了点头, 随后便是跟在了执法店店主的身后。 很快, 他们便是来到了一座传送门前, 只要走进这座传送门, 便会进入雷霆炼狱, 一个死死无生的世界。 雷霆灭世, 但也有一线生机, 能不能把握, 就看你自己了。 就在灵道即将走进传送门的时候, 执法店店主却是与众心肠地说道。 灵道诧异地看了执法店店主一眼, 确实完全不明白, 执法店店主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 进去吧, 没等灵道多想, 执法店店主便是将灵道推进了雷霆炼狱。 如果他真的想处死灵道, 其实很简单, 而且能够确保灵道必死无疑。 可是, 他并没有这么做, 甚至连逍遥剑, 天都战袍和上品灵石都没有收。 很明显, 执法店店主是对灵道抱有希望的, 认为他可以从雷霆炼狱之中走出。 灵道的天资, 是他迄今为止, 见过最高的, 要是就这么处死了, 未免太过可惜。 当年, 我保不住你, 如今, 我肯定会保住这小子。 执法店店主的思绪, 已经飘到了很多年前。 那个时候, 他有一位徒孙, 被别人陷害, 他明明知道徒孙是无辜的, 却没有任何办法。 苦于没有证据, 最后只好将那个徒孙逐出了师门。 那个徒孙的资质的确不行, 但品性不错, 就那样住处宗门, 太过可惜。 好在他给了那位徒孙一枚内门弟子令牌, 手持那枚令牌, 可以败入天剑宗门下。 就在不久前, 他终于再度看到了那枚令牌, 手持那枚令牌的人, 就是领导。 卓悠然认出领导的令牌之后, 便是禀报给了其他人, 才有了那四位新陈静后期长老暗杀领导的事情。 当时, 另外一位长老, 也是认出了领导的令牌, 并且禀报给了大长老。 随后, 大长老又是禀报给了执法殿长老, 因为执法殿长老是大长老的师父。 其实, 藏经德长老的师父, 就是大长老, 只不过藏经德长老犯错的时候, 大长老还不是乾坤进王者。 要不然大长老和执法殿店主同时出面, 就有可能保住他了。 正是因为有了藏经德长老这层关系, 大长老在演武场的时候, 才会出手帮领导。 也正是因为大长老的师父就是执法殿店主, 所以执法殿店主要带走领导, 大长老一点意见都没有。 大长老早就将那枚令牌交给了执法殿店主, 那么他相信执法殿店主肯定会保住领导的性命。 执法殿店主的手段比大长老高明得多, 大长老自然不会去过问什么。 你既然能练成奔雷武引荐, 而且在小通天剑塔内有超乎寻常的战力, 那么在雷霆炼狱之中, 你就有可能破茧成蝶。 随后,执法殿店主便是将领导送进雷霆炼狱的事情, 记载了下来。 反正他已经给领导判了死罪, 要是领导从雷霆炼狱之中活着走出来, 那么就无罪了。 雷霆炼狱内, 被执法殿店主轻轻一推, 领导便是进入了雷霆炼狱。 刚刚进来, 他便是看到了一道道闪电奔腾, 甚至还有闪电批在了他的身边。 雷霆炼狱之中, 到处都是闪电, 极为恐怖, 而且, 越是接近中心, 雷霆便是越密集, 威能也是越大。 好在领导掌握了雷芝本源, 仅仅是雷霆炼狱外层, 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危险。 执法殿店主自然知晓领导掌握了雷芝本源的事情, 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放心。 选了一处地方, 领导便是盘膝坐了下来。 他体内的情况太过糟糕, 必须及时处理, 本来他以为只要再度运转蛮荒猪仙境, 体内那些剑气就能够再度归于平静。 然而, 事实告诉他, 并非如此, 体内那些剑气, 已经是彻底沸腾了, 哪怕是蛮荒猪仙境, 都只能暂时压制。 想要和以前一样, 一直压制的好好地, 根本不可能。 怎么办, 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剑气, 否则我真的要死在雷霆炼狱了。 就在领导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道道闪电劈在了他的身上。 就在此时, 领导敏锐地察觉到了雷霆之中的一线生机, 春雷乍响, 万物复苏。 雷霆, 是极其可怕的毁灭能力, 却也有着勃勃生机。 蓝荒猪仙境恋化着雷霆中的一线生机, 领导的伤势, 也是已最快恢复了起来。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领导便是站了起来, 向着雷霆炼狱的中心走去。 雷电越来越密集, 领导的体表, 早就已经是一片焦黑。 好在他体内的情况, 已经越来越好, 那些皮外伤自然能够忽略不计。 蓝荒猪仙境恃真的厉害, 换成其他功法, 他肯定察觉不到雷霆中的一线生机。 要是我能够凝炼本源星辰, 然后将这些剑气, 全部灌入本源星辰之中, 就完美了。 领导终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惜难题又来了, 那便是他根本无法凝炼本源星辰。 到了这个时候, 他反倒是冷静了下来, 蓝荒猪仙境既然不给他凝炼本源星辰, 那么肯定有其他的办法。 我修炼蓝荒猪仙境的时候, 好像能够从蓝荒世界之中吸收力量,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完全不要星辰的力量? 凝炼本源星辰, 为的就是以后沟通真正的日月星辰。 彗星、卫星、行星、恒星, 其实相对应的就是星空之中的种种星辰。 凝炼出恒星的舞者, 可以沟通太阳的力量, 自然要比其他舞者厉害。 不如, 我就凝炼本源小鼎吧。 在灵道的体内, 已经有着一尊小鼎, 此时灵道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将本源星辰换成本源小鼎。 他的胆子极大, 想到变作, 当即便是开始凝炼本源小鼎了。 给我破, 如今他体内的本源小鼎, 是以前凝炼的, 想要成为和本源星辰一样的东西, 自然不行。 故此, 他自行崩碎了本源小鼎, 准备重新凝炼一座小鼎。 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本源小鼎瓦解之后, 他体内的剑气便是暴动了起来。 这一次的暴动, 太过猛烈, 哪怕已灵道的肉身强度, 都是根本承受不住, 只能不断递咳穴。 到底怎么回事, 本来灵道体内的情况, 已经逐渐好转, 可现在却变得无比糟糕。 五脏六腑, 都是出现了裂痕, 而且无穷剑气, 还不停地到处肆虐, 像是要将它彻底毁灭。 硬来吧, 灵道咬着牙, 开始全身心地凝炼本源小鼎。 剧烈的疼痛, 让他呲牙咧嘴, 然而他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小鼎终于是凝炼了出来。 此时的灵道, 已经是浑身染血, 身上更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仿佛即将破碎的瓷器一般。 好在本源小鼎凝炼成功之后, 暴乱的无穷剑气, 已经收敛了不少。 统统给我进去吧, 这一次, 零到无比疯狂, 直接将本源小鼎纳入了身体之中。 然后便是使用本源小鼎, 疯狂地吸收起了无穷的剑气。 这尊小鼎是用蛮荒猪仙镜凝炼出来的, 想来能够镇压这些剑气。 可惜, 灵道还是小看了这些剑气, 当所有剑气都进入本源小鼎之中后, 本源小鼎便是出现了一个个裂痕。 如果不是灵道及时灌输本源力量, 将本源小鼎稳住, 恐怕本源小鼎已经破碎成无数块了。 这一次, 必须要成功, 不管了, 是生是死, 就赌一把了。 此时的灵道, 已经有些疯狂了, 他根本不管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 就是这样冲进了雷霆炼狱的中心。 不久之后, 灵道整个人便是完全被雷霆淹没。 第八十四章太古时期的禁忌, 雷霆海洋之中, 灵道已经昏迷了过去, 哪怕是准亡, 进入雷霆炼狱的中心, 都是在找死, 更别说灵道一味化繁镜巅峰武者了。 之所以还活着, 一是因为他求生意志强, 而是因为他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哪怕灵道已经昏迷了过去, 蛮荒诸仙境也是依旧在运转, 而且比灵道醒着的时候, 运转还要快。 灵道突发奇想, 将本源新城换成本源小鼎, 现在确实有了超凡的效果。 鼎与蛮荒诸仙境最为契合, 灵道凝炼了本源小鼎, 就意味着打开了蛮荒诸仙境的大门。 虽然说一直以来, 他都是修炼的蛮荒诸仙境, 但他修炼的仅仅是皮毛而已。 蛮荒诸仙境, 是三界之中的顶级功法, 强的变态, 强的离谱。 此时一个个鼓字, 刻在了本源小鼎上, 刚好镇压了里面的无穷剑气。 灵道的做法很疯狂, 万幸他的运气极好, 误打误撞解决了体内无穷剑气的威胁。 本源小鼎疯狂地炼化着无穷剑气, 按理说这些剑气的层次, 要比本源小鼎高出很多。 可是, 现在不同, 灵道让蛮荒诸仙境觉醒, 相应的蛮荒诸仙境也是爆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威能。 与此同时, 天剑宗上空, 也是爆发出了一股威慑六合八荒的气势。 东剑狱, 各大六品势力之中的乾坤晋王者, 都是敏锐地抬起了头, 看向了天剑宗所在的方向。 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此强横的威压, 哪怕是绝顶大能都比不上吧? 难道说, 东剑狱又要出现一位爵士强者了? 到底是哪个势力的? 相隔这么远, 都有如此威势, 如果到近前, 恐怕根本承受不住那种威压吧? 连东剑狱的其他乾坤晋王者, 都是感受到了那种威压, 天剑宗内的乾坤晋王者感受得自然更加深刻。 不管是天剑宗宗主, 还是执法殿殿主, 或者天剑宗的其他王者, 都是忍不住贵福了下去。 好可怕的意志, 连本宗主都完全无法承受。 天剑宗宗主想要站直身体, 可惜根本无法做到。 天剑宗上空的威势强横的无法想象, 天剑宗宗主可以肯定, 绝对超过了乾坤晋王者的范畴。 难道说, 他们天剑宗有绝世强者降临了吗? 这一天, 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 不仅东剑狱各大王者心惊, 就连剑神大世界其他乾坤晋王者, 也是心有所改。 可惜, 相隔太远, 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说剑神大世界只是受到了小小的震动, 那么临到前世所在的世界, 便是发生了大地震。 在本源小鼎明炼成功之后, 灵道才算是真正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蛮荒诸仙境, 是太古时期, 一位爵士强者开创的绝学。 一个时代, 只能有一人修炼蛮荒诸仙境, 现在蛮荒诸仙境承认了灵道, 那么其他人就算得到蛮荒诸仙境, 也等于得到了一卷百指。 以前, 杀了灵道, 别人就可以修炼蛮荒诸仙境。 现在则是不同了, 即便斩杀灵道, 蛮荒诸仙境也会自行消散。 不知道多少年后, 蛮荒诸仙境才会再次现世。 哈哈哈哈, 朕的传人, 是朕的传人, 剑神大世界已经极为广袤, 可是灵道前世所在的世界, 比起剑神大世界,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然而, 如此庞大的世界, 此时都是响起了这样一道声音。 伟岸的身影, 站立在虚空之中, 顶天立地。 他大笑着, 却依然有着一股大威严, 不管是个大圣地之主, 还是个大士家家主, 此时都是沉默了下来, 不敢放肆。 是他, 太古时期的禁忌, 连仙都不敢提起的存在。 这么说, 有人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只有这样, 他才会如此。 每一次, 他的传人出现, 他也都会现身。 群长之人, 根本感受不到那道身影的存在, 唯有修为到达一定程度才能。 境界越高, 越是能感受到他的可怕, 怪不得他会成为太古时期的禁忌。 各大圣地之主和各大士家之主, 不仅修为通天彻地, 还掌握了一个大势力。 在如此庞大的世界之中, 他们也是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可是, 在他们之上, 还有更为厉害的存在, 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世界, 那便是仙界。 自古以来, 先便是人族的敌人, 先高高在上, 先不堕凡尘。 更重要的是, 先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而且还可以长生不死, 永世不朽。 即便明知道先是人族的敌人, 依然有人想要成仙, 单单长生不死便对他们拥有莫大的吸引力。 先一直想要霸占千万大世界, 临到前世所在的世界, 更是先最想得到的世界。 好在三界有三界的平衡, 先固然强大, 但是想要降临各大世界, 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 太古时期, 先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 打通了与临到前世所在世界的入口。 那是一段无比黑暗的岁月, 不要说人族, 千万大世界的所有种族, 都差点灭绝。 幸亏千万大世界之中, 强者辈出, 人族先辈更是汉不畏死, 守护着他们的故土。 多少阴节牺牲, 多少强者陨落, 为得只是堵住仙界与各大世界的入口。 传说, 每一位仙, 都拥有绝顶力量, 都成为天地间的霸主。 在仙的眼中, 只有同等存在, 才有资格生存下来。 那些蝼蚁, 都该毁灭, 不应存世, 后来, 他横空出世, 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也没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反正他自幼便是头脚争戎, 一生征战无数, 却从无一次败机。 他的强大, 有目共睹, 别说同辈人, 就算是老一辈强者,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 他的实力, 提升得太快, 百年时间, 他便成为了人族的最强者, 甚至可以说是千万大世界的第一强者。 他和其他人族先辈不一样, 别人想的只是堵住入口, 他要做的, 却是法仙。 仙, 长生不死, 永世不朽,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所有生灵, 仙界也是凌驾于所有世界之上。 然而, 他用识识告诉了所有人, 也告诉了仙, 其实仙是会死的, 仙是能消灭的, 仙也会烟消云散。 他的修为通天彻地, 他的战力冠绝古今, 哪怕是仙, 都被他杀怕了。 因为仙是长生不死的, 所以仙更怕死, 而他刚好拥有斩仙的力量, 整个仙界都是动摇了。 后来的事情, 传说不止一种, 有人说, 仙界出动无数强者, 将他给除掉了。 也有人说, 仙界主动关闭了入口, 被他打得根本不敢下来了。 还有人说, 仙界和他签订了协议, 在他面前连仙都要妥协。 太古时期, 距离现在太过久远, 具体的事情已经不可考证。 反正后人只知道是他创造了蛮荒诸仙境, 只要有人真正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他便会出现在天地间。 可惜, 不管后人站在什么地方, 不管后人什么修为, 都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 他背对众生, 谁也看不到他的模样, 就算是个大圣地之主, 也就只能看个背影而已。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存在, 除了仙, 任何人都不能勇士不朽才对, 蓝荒时期有三皇, 太古时期有各大天地, 然而在厉害的霸主, 在强横的武者, 终究有身影的一天。 想要长生不死, 唯有成仙, 可是一旦成仙, 便是人族大敌。 难道说, 他也成仙了, 成为仙界的一员了? 种种猜测, 却都无法证实, 距离他的身影那么遥远, 都快承受不住威压了。 若是走到他的境前, 还不知道威压有多强, 哪怕是圣地之主和世家之主, 都承受不住。 轰隆隆无数道血色雷霆显现在了天穷之上, 传闻这是仙的怒火。 他每一次出现, 都会伴随着这种异象。 即便是寻常舞者, 都是能够感受到上仓的愤怒。 他们所认为的上仓, 其实就是仙界,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血色雷霆, 每一道雷霆, 都是足以披杀绝顶强者。 哪怕是各大圣地之主和各大世家之主, 遇到这些血色雷霆, 都是无法抵挡。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还出现了一道道无比可怕的身影。 各大圣地之主和世家家主感受到那些身影之后, 都是忍不住身形战斗, 那是比他们还要厉害的存在。 想和朕动手, 你们不配, 仅仅是一声冷横, 方圆一万里虚空便是震战了起来。 揽头黑发飞舞, 每一根头发, 竟然都像是蕴含了一个大世界, 可怕到了极点, 它的境界深不可测, 让人无法揣跺。 一颗颗大星陨落, 划过天际, 日月沉沦, 无上威势横推千万大世界, 席卷而上, 恐怖的威能足以毁灭一方星空。 天摇地动, 星空战斗, 好似要让天地重归混沌一般。 天穷之上的那些可怕身影, 一个接着一个消散, 彻底消失不见。 本来无数道血色雷霆正准备披向他的, 可惜却被他一声冷横, 生生地震散。 天地之间, 唯有那道伟爱的身影, 依旧站在虚空之中, 好似顶天立地的巨人, 用他的脊梁, 支撑着千万大世界。 第85章新的本源力量, 雷霆炼狱之中, 本源小鼎已经逐渐成型,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这次灵道赌对了, 蛮荒朱仙镜就像是觉醒了一般, 炼化了所有的剑气, 彻底地解决了灵道的身体问题。 从今以后, 灵道再也没有了体内无穷剑气的困扰, 本源小鼎已经解决好了这些。 而且, 他已经不用凝炼本源星辰, 拥有这枚本源小鼎足椅。 原本已经焦黑的身体, 此时却是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就连破损的五脏六腑, 都是已经完全恢复, 就连灵道自己都是不知道, 这一昏迷便是过去了三天三夜。 忽然, 灵道的右手食指颤动了一下, 随后他便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粗醒之后, 他的身体没有半点疼痛, 之前的记忆分涌而来, 确实让他以为自己已经生死。 按理说, 那么重的伤势,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恢复。 可是, 当他看到身前的本源小鼎之后, 便是疑惑了起来。 而且, 仔细感受了一番, 他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死。 我成功了, 没想到一场昏迷, 就糊里糊涂地将本源小鼎凝炼成功了, 这么一想还真挺容易的。 不过, 他也知道, 先前真的是九死一生, 一个不好他就有可能真的当场身孕了。 赤士本源小鼎能不能代替本源星辰, 已经从鬼门关走了一次, 灵道自然没什么好怕的, 直接将本源小鼎纳入了体内。 此时的他, 热身经过雷霆的洗礼, 而且又经过蛮荒诛仙境的强化, 可以说已经是脱胎换骨。 好在体内没有无穷见气, 故此本源小鼎纳入身体之后,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相反地, 此时的灵道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事实已经证明本源小鼎可以代替本源星辰, 而且比本源星辰更适合他。 首先, 是境界上的变化, 虽然他并没有凝炼出本源星辰, 但有了本源小鼎, 他也算是星辰进舞者。 除了小鼎和星辰之外的区别, 他和星辰进舞者没有什么两样。 其次, 他的力量,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从前。 一般来说, 星辰进前期舞者, 仅仅只有一千多条右龙之力。 可是, 刚刚突破到星辰进前期的灵道, 竟然已经拥有八千条右龙之力, 即便是大多处星辰进巅峰舞者, 在力量上都是比不上他。 八千条右龙之力, 实在是有些恐怖了, 就算不施展任何剑法, 仅仅是纯粹的力量, 同境界舞者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 他在化繁境巅峰的时候, 就能轻松斩杀星辰进前期舞者, 现在他晋升到星辰进前期, 能够击败星辰进前期舞者, 实在没什么奇怪的。 星辰血纹, 竟然没有消失, 灵道额头上的血剑, 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妖异了。 因为他凝炼的不是本源星辰, 所以星辰血纹依然存在。 而且灵道散发出的气息, 依旧只有化繁境巅峰。 他凝炼的是本源小鼎, 和本源星辰果然不同。 我的剑之本源, 雷之本源和五行本源哪去了? 原本还在喜悦之中的灵道, 此时却是皱起了眉头。 本源小鼎, 没有雷之本源的气息, 也没有剑之本源的气息, 更没有五行本源的气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昏迷了三天三夜, 本源小鼎上发生的变化, 他并不清楚。 三种本源力量, 已经全部消散, 现在的他, 仅仅只有一种本源力量。 问题是, 他所掌握的本源力量是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 赤是威力, 雷道没有取出任何剑气, 仅仅是一拳挥出。 这一拳, 他使用了本源力量, 因为他要使的就是这种本源。 他的拳头所过之处, 紧接变成了真空地带, 哪怕是一道道雷霆都是纷纷崩碎。 比剑之本源灵力, 比雷之本源强横, 比五行本源更加厉害。 这种本源力量, 有剑之本源, 雷之本源和五行本源的特性, 而且还全部加强了。 看来, 这种变化并非坏事, 以前没听说剑之本源, 雷之本源和五行本源融合的事情。 不管了, 反正新的本源力量, 我就暂且称它为无名本源吧。 想通之后, 零道便是再度向着雷霆炼狱的中心前进了。 这次在雷霆炼狱中突破, 并且让蛮荒朱仙境的威能大大提升, 让雷道心情大好, 自然要炼化更多的雷霆力量, 提升自己。 上次被田坤打成重伤, 如果不是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出手, 恐怕他已经死在田坤剑下, 甚至连逍遥剑和天都战袍以及17万块上品零食, 都要被全部抢走。 田坤, 准王嘛, 雷道忍不住握紧了双拳, 如此大仇, 若是不报, 那就不是他了。 现在距离核心弟子排名站, 应该没有多少时间了。 上一次, 核心弟子排名站第一名便是田坤, 这一次, 雷道确实不打算让田坤继续当第一名了。 如今的他是新陈进前期, 对战准王, 并没有什么把握, 更何况还是那般强横的田坤。 好在他还有时间, 田坤短时间内应该无法晋升到田坤进, 这么看来他完全有报酬的机会。 先前的突破, 已经让他接近新陈境中期了, 现在他深入雷霆炼狱, 就是为了寻求再度突破的契机。 刚刚突破, 按理说他不应该这么激进, 但是他已经深深地感受过境界不足的悲剧。 以前, 他觉得17岁的画凡境巅峰, 已经可以接受。 现在才深深地认识到了, 敌人才不管你是什么岁数, 只要你实力不够, 照样欺负你, 甚至杀你。 而且, 想要走出雷霆炼狱, 也是必须穿过雷霆炼狱的中心。 正是因为如此, 那些犯错的天剑宗弟子和长老, 才会死在雷霆炼狱之中。 仅仅是那些雷霆, 还有办法应付, 可是雷霆炼狱中心, 还有雷兽。 远远地, 灵道便是听到了一声声嘀吼, 在他的前方, 已经出现了足足八头雷兽。 每一头雷兽, 看向他的目光, 都是极为警惕, 只要灵道再前进一步, 他们便会攻击灵道。 可惜, 灵道并没有理会雷兽的想法, 继续前进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八头雷兽便是向着灵道展开了攻击。 直到此时, 灵道才认真打亮起了雷兽。 雷兽,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紫色的猎狗, 只不过雷兽的身体极为雄壮, 像一头牛似的。 他们张头便是可以喷吐雷电, 境界越高, 雷电的威能越大。 全都是新陈境巅峰, 怪不得都说雷霆炼狱时死无生, 单单是八头新陈境巅峰的雷兽, 就极为难缠了。 如果是突破之前的灵道, 想要对付这些雷兽, 并非易事,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正好拿你们练剑, 手持奔雷剑, 灵道直接施展出了奔雷舞影剑。 天空之上, 布满了雷霆, 此地施展奔雷舞影剑自然有很好的效果。 不出所料, 一刀到雷霆被牵引了下来, 使用雷霆对付雷兽, 在别人看来, 绝对是很傻的行为。 果然, 雷兽一张嘴, 便是将那些雷霆吞吃了下去。 不过, 零道靠的是剑法, 一剑刺出, 便是将一头雷兽的身体冻穿了。 随后, 他没有任何停留, 便是将另外一头雷兽劈成了两半。 真正战斗起来, 雷道才发现, 新的本源力量非常好用, 而且威力也比以前大得多。 新的本源力量, 好像不仅包容了雷芝本源, 剑芝本源和五行本源三种本源力量, 似乎还有其他的本源力量。 八头新陈镜巅峰的雷兽, 都是没有阻止得了雷道。 仅仅是一刻钟的时间, 八头雷兽便是全部死在了雷道的剑下。 他们身体之中蕴含的雷霆力量, 更是被雷道给炼化了。 就在此处修炼, 斩杀了那八头雷兽之后, 雷道还遇到了其他雷兽, 可惜那些雷兽都不是他的对手。 来到雷霆炼狱最中心之后, 雷道便是停下了脚步。 雷霆, 最是和他修炼不过。 执法殿, 吃腹, 不知道雷道如何了。 原本, 执法殿店主带走雷道, 大长老是很放心的。 即便听说雷道被打入雷霆炼狱之中, 大长老都极为淡定。 可是现在过了好几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只好亲自来执法殿问情况了。 雷霆炼狱中的具体情况, 我也不知晓, 但我知道那小子还活着。 大殿之中, 仅仅只有执法殿店主和大长老两人, 执法殿店主自然不会摆什么架子。 雷道身负重伤, 又进入了雷霆炼狱之中, 能够坚持好几天, 说明身具大运道。 不要担心, 我有预感, 那小子会破茧成叠的。 执法殿店主看人素来很准, 听到他这么说, 大长老都是放心了不少。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或许雷霆炼狱之中得到好处。 大长老并不知晓, 他的猜测, 已经成真了, 雷道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师父, 你说, 不久之后的核心弟子排名站, 要让领导参加吗? 没有其他人在场, 大长老自然不用称呼店主, 直接叫师父并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他这么一说, 大长老的脸色也是严肃了起来。 领导到底要不要参加核心弟子大战, 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 核心弟子排名站, 我必须参加, 第八十六章百宗战场。 就在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谈话的时候, 领导已经走进了大殿之中。 雷霆炼狱的出口, 就在执法店主店, 这也是为了让执法店店主能够第一时间见到从雷霆炼狱中走出的罪人。 听到领导的话, 执法店店主和大长老都是猛低一惊, 尤其是当他们看清来人之时,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没错, 他们是对领导抱有希望, 但也没有想到, 领导这么快就从雷霆炼狱中走出来了。 而且, 如今的领导, 身上没有半点伤势, 和进去之时攀若两人。 更古怪的是, 领导身上有着一种难言的气质, 说不清道不明, 不要说大长老看不透领导, 就连执法店店主都觉得无法看透了。 可惜, 领导额头上的新陈血纹还在, 那就说明领导还没有突破。 领导宁炼的是本源小鼎, 并非本源新陈, 故此身上并没有新陈静武者的气息。 而且, 正常突破后, 新陈血纹也会消散。 活着走出来就好, 大长老笑着说道, 领导静静神速, 突破失败并没有多久, 想要再度成为新陈静武者,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他想的太多, 领导没有突破才是正常的。 这一次, 多谢大长老, 多谢店主了, 先前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的对话, 领导听到了。 难怪执法店店主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原来执法店店主和大长老是师徒, 而且执法店店主已经将他伐入雷霆炼狱之中, 不管是生是死, 他的一身罪责都是已经消除。 本店主也是没有想到, 你能够活着出来, 既然如此, 从今以后你依然是天剑宗的核心弟子。 执法店店主的脸上, 难得露出了一丝笑意, 尽管他也看不出领导突破了境界, 但他能够感受到, 领导的战力, 与其进取之前,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领导, 先前你说你要参加核心弟子排名战? 大长老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领导毕竟只有化繁境巅峰, 核心弟子之中星辰境巅峰舞者都不在少数, 甚至还有准王, 向来领导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天剑宗, 林剑宗, 段剑门和血剑宗有四大准王, 并不是说天剑宗就田坤一位准王。 他们四大准王之所以出名, 只因为他们是年轻一辈, 天剑宗内其他的准王都是老一辈强者了。 有人说, 准王是能够晋升为乾坤境王者的星辰境巅峰舞者, 也有人说准王是星辰境巅峰和乾坤境王者之间的境界, 还有人说, 准王一只脚已经踏入乾坤境王者的存在。 总之, 种种说法不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准王极其强大。 天剑宗的核心弟子之中, 最强的是田坤, 哪怕是老一辈的准王, 都不是他的对手。 上一次天剑宗核心弟子排名战, 田坤就夺得第一了, 这一次的第一估计还是田坤。 上次在演武场, 田坤表现出了无比强横的战力。 而且, 他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并且修炼出了一个刺身。 仅仅是此身, 就不是一般的准王能抵挡的, 更别说他还有更为强横的本尊了。 没错, 灵道点了点头, 突破之后, 他的战力已经有了值得飞跃。 现在让他对上星辰境巅峰舞者, 他都有着绝对的把握。 更何况, 他还在雷霆炼狱的最中心修炼了整整三天三夜。 虽然他并没有突破到星辰境中期, 但他能够感觉到, 只需要一个契机, 就能够水到渠成的突破。 只要到了星辰境中期, 哪怕是对上田坤, 他都不拒。 不行, 上次是店主救了你, 这次要是再对上田坤,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灵道斩杀了星辰境后期长老, 执法店店主才亲自出马, 将他带回了执法店。 要是再有一次, 哪怕田坤斩了灵道, 执法店店主都不会过问, 除非灵道再犯下一门大错。 田坤实在太强大了, 尤其是他的本尊, 连大长老都不是对手。 灵道境界那么低, 即便能够从雷霆炼狱中走出, 也肯定不是田坤的对手。 好在灵道天赋极高, 只要肯隐忍, 未来绝对能够超越田坤。 大长老放心, 我自有分寸, 距离核心弟子排名站 但还有一段时间, 足够我突破了。 灵道所说的突破, 是突破到新陈境中期, 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都是以为他要突破到新陈境。 他们都是没有想到, 灵道竟然如此自信, 难道说灵道真有把握? 可惜, 即便灵道突破到新陈境, 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都不觉得他能够战胜田坤。 不过, 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此时都没有说话, 他们并不想打击灵道。 等灵道突破后, 他们再阻止, 应该也不迟。 持我令牌, 去百宗战场历练, 执法店店主取出一枚古铜色令牌, 交给了灵道。 百宗战场, 顾名思义, 就是一处各大宗门征战的地方。 东建狱到底有多少宗门, 恐怕执法店店主也不知晓, 因为东建狱实在太大了。 每隔一段时间, 天建宗就会派遣一部分弟子和长老, 前往百宗战场。 只不过天建宗距离百宗战场很远, 哪怕是以化繁静舞者的速度, 都要走一个月。 不过, 手持执法店店主的令牌, 可以从天建宗的传送门直接传送过去。 在大长老说出这枚令牌的用法之后, 领导便是谢过执法店店主, 并且离开了大店。 这一次, 领导并没有去找十三亿, 他只准备独自一人前往百宗战场。 即便大长老和执法店店主不说, 他都知晓百宗战场危险重重。 不过, 他从来不怕什么危险, 经历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 两位长老, 我要前往百宗战场, 这是执法店店主令牌。 前往百宗战场的传送门, 有两位新陈静后期长老镇守。 领导到了这里之后, 直接取出令牌,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没错, 的确是执法店店主令牌, 你进去吧, 他们两位长期镇守在这里, 并不认识领导, 见到领导自然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只是检查了一下执法店店主令牌, 确认之后, 便是给领导放行了。 多谢, 领导抱了抱拳, 随后便是走进了传送门之中。 百宗战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他也极为好奇。 或许在百宗战场, 他能够遇到不少天才见修, 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怎么回事, 之前那个人, 好像是领导, 难道是我看错了? 领导上次被田坤打成重伤, 后来又是被执法店店主带走,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可是, 那个人真的很像领导, 早知道应该仔细看看。 如果真是领导, 恐怕又要引起轩然大波了。 领导从执法店走到传送门处, 自然引起了一些天剑宗的注意。 只不过领导速度很快, 他们并没有看清领导的模样, 只是看背影和领导有些相似而已。 可恶, 刺身都受伤了, 竟然还没有得到那柄剑。 身为剑修, 田坤自然也渴望神剑, 领导手中的逍遥剑, 明显比他的昆鹏剑厉害。 可惜, 就在他将要得到逍遥剑的时候, 被执法店店主给搅局了。 准王终究是准王, 看来我的尽快提升为乾坤镜王者了。 田坤的此身, 想要突破到乾坤镜,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 然而, 他的本尊, 则是完全有可能突破到乾坤镜的。 不成王者, 忠实楼椅, 被执法店店主打伤, 他自然是怀恨在心。 整个天建宗迟早都是我的, 你一个执法店店主, 以后还不是得乖乖地跪在我的脚下。 冷笑了一声之后, 田坤的本尊便是闭关了起来。 若是有其他乾坤镜王者在死, 绝对会大吃一惊, 因为田坤的本尊竟然拥有一枚乾坤丹。 当年, 就是因为乾坤丹的事情, 藏经阁长老才被逐出宗门的。 百宗战场, 怎么回事, 现在又不是百宗战场开放的时间, 是哪个势力如此不守规矩? 想来, 应该是某个势力的强者后辈, 为了魔力后辈, 那位强者才将后辈传送了过来。 这种事情, 见得多了, 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百宗战场的入口, 自然也有新沉静舞者把守。 一阵耀眼的光芒散尽之后, 领道便是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都是没有想到, 这次前来的舞者竟然如此年轻。 要知道, 百宗战场可不是儿戏, 死在百宗战场, 死了也是白死。 百宗战场, 每天都要死不少舞者, 其中不乏天才。 领道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 他们能不奇怪吗? 他的额头上, 竟然还有星辰血纹, 即便形状不一样, 我也知道, 那肯定是星辰血纹无疑。 都有星辰血纹了, 将他放到百宗战场, 又有什么意义? 难道还指望他能够在百宗战场突破吗? 在发现领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之后, 他们对领道便是极为轻视, 因此这些话他们并没有压低声音, 直接说了出来。 反正在他们看来, 领道远远不是他们对手, 就算领道听到了又如何。 第八十七章全碎上品剑气, 好了, 不要说了, 既然他能来, 那便让他进去。 至于他是死是活, 与我们无关, 为首的老者, 但末帝说道, 并没有将领道放在眼中, 连星辰镜都无法突破成功, 和百宗战场内的那些天才相比, 领道的确为不足道。 他们守在百宗战场入口这么多年, 见惯了天才, 看不起领道实属正常。 而且, 在他们看来, 领道也压根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旦领道进去, 那么很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出来。 百宗战场内, 不仅仅有其他宗门弟子的对手, 还有非常厉害的凶兽。 以领道化繁镜巅峰的修为, 在他们看来, 进入百宗战场内, 很有可能成为那些凶兽的写实。 化繁镜巅峰武者放在八品势力之中, 的确是真正的强者, 可惜在百宗战场内, 根本算不得神嘛。 当领道踏进百宗战场后, 便是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气。 在他进去的时候, 刚好有其他舞者出来, 这些舞者的身上, 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煞气, 明显双手沾满了鲜血。 小子, 你是刚来百宗战场的吧, 将你身上的上品零食全部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其中一位新陈镜后期舞者看了领道一眼, 随后便是向着领道走了过来。 一来, 领道极为年轻, 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而已, 想来实力不怎么样。 二来, 领道额头上有新陈血纹, 并多只是一位化繁镜巅峰舞者而已。 而且, 现在并非是百宗战场的开放之日, 能够进来的肯定是六品势力的弟子。 想来领道身上的上品零食, 肯定不少, 这次在百宗战场, 他并没有获得多大收获, 现在夺取一些上品零食也好。 就连领道都是没有想到, 还没进入百宗战场, 便遇到了麻烦。 其他人虽然不想抢夺他的零食, 但并没有出手帮忙的意思。 他们又不认识领道, 自然没有义务相助, 果然, 这么快他就倒霉了。 百宗战场之中, 弱肉强食, 这些能够出来的, 可都不是什么善茶。 如果他不是好歹的话, 甚至有可能当场惨死。 我就知道他活不长, 没想到这才刚来, 就遇到了这样的危险, 看来他的运道并不怎么样。 化繁镜巅峰舞者, 就算在天才, 一般来说也都不是星辰镜后期舞者, 除非是那种绝世妖孽。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反正我们又不认识他, 就算他被生吞活泼, 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生死之中走过来, 遇到现在这种事情, 他们已经可以平常心对待。 只要那位星辰镜后期舞者 不来抢他们的上品零食, 那么他们只是看戏的而已。 滚, 回应那位星辰镜后期舞者的, 仅仅只有一个字而已。 突破之前, 领导都可以斩杀星辰镜后期舞者, 现在星辰镜后期舞者 自然更加不是他的对手, 哪怕从生死之中 魔力出来的也不行。 找死, 被一个少年如此羞辱, 那位星辰镜后期舞者也是怒了。 他取出上品剑气, 随后便是向着灵道斩出了一剑。 这就是从生死兼魔力出来的舞者, 哪怕打心眼里看不起灵道, 他也没有任何自大, 上来就是使用了剑法。 狮子薄兔一用权力, 若是死在了自大上, 那才是真正的冤枉。 这位星辰镜后期舞者以前遇到弱者, 根本不会拔剑, 一拳击杀便可。 然而, 现在仅仅是对付化繁镜巅峰舞者, 他都没有丝毫大意。 可惜, 他的对手是灵道, 已经凝练了本源小鼎的灵道, 一身战力实在太过恐怖。 雷霆炼狱内的那些雷兽, 根本奈何不了灵道。 自从突破之后, 灵道还没有和其他舞者交手过, 遗憾的是现在这个对手太弱。 这小子想干什么, 他不准备拔剑, 只准备用拳, 哪个势力走出来的小子,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星辰镜后期舞者对付他都拔剑了, 他竟然还这般拖大。 如此少年, 死了也就死了, 根本不值得同情。 对付比自己境界高的舞者, 竟然还用手, 已经不是自大, 而是蠢。 在场的众人, 都是纷纷摇头, 灵道的做法, 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蠢笨到了极点。 幸亏他们没有灵道这样的后辈, 否则恐怕要把他们气死, 简直就是目空一切。 然而, 灵道并没有理会其他人, 只是平静地挥出了一拳。 没有一丝争气外溢, 也没有半点本源力量波动, 就仿佛是极为寻常的一拳。 可是, 灵道的对手, 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却是汗毛倒树, 感受到了一股生死危机。 怎么回事, 从生死之中魔力出来, 这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是, 无论怎么看, 灵道都不是他的对手。 区区化繁静巅峰舞者, 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威胁? 难道是其他人要对他出手? 痛就在此时, 灵道的右拳, 狠狠地打在了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的上品剑气上。 一声催响, 星辰静后期舞者手中的上品剑气, 确实出现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痕。 不可能, 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上品剑气。 别说话凡静巅峰舞者, 哪怕是星辰静巅峰舞者, 都不可能一拳震碎上品剑气。 如此可怕的肉身, 别说见过, 就连听他都是没有听说过。 紧随其后, 他便是感受到了一股磅驳之力。 灵道的一拳, 不仅粉碎了他的上品剑气, 还将他打得横飞了出去。 他的蹊跷都在流血, 全身骨骼恐怕断了大半。 太强了, 一拳就击败了星辰静后期舞者, 而且还打碎了上品剑气,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难道说我们都看走眼了, 他并非什么画凡静巅峰, 而是星辰静巅峰。 不对, 他刚才出手, 我根本没有感受到星辰静舞者的气息。 而且, 他太年轻了, 额头上又有星辰血纹, 不可能是星辰静巅峰舞者。 领导的表现太过强势, 让众人震惊得无以复加。 不过, 领导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踏步走进了百宗战场之中。 一拳击败星辰静后期舞者, 根本不能让他的心绪有一丝波澜, 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已。 铺在领导离开之后, 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又是一口溺血喷了出来。 望着领导的背影, 他的双眸之中, 却是有了一丝畏惧。 哪怕经历了生死, 他依旧害怕领导这样的强者。 太可怕了, 不仅那位星辰静后期舞者这么想, 镇守百宗战场入口的那些人 也是被领导的实力震惊到了。 他们先前还出言讽刺领导, 现在想想丢脸的分明是他们。 怪不得领导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本来还以为是领导境界太低, 不敢反驳他们。 现在看来, 恐怕领导压根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哪怕是为首的老者, 都没有领导那般强横的战力。 他爷爷的, 这小子进入百宗战场, 绝对不会太平。 想到领导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为首老者的嘴角, 便是一阵抽搐。 若是别人以为领导是画凡尽巅峰 无者好欺负的话, 等待他们的恐怕是一场灾难。 一拳轰碎上品剑气, 哪怕是体修和午修, 恐怕都做不到。 可是, 领导身为一名剑羞雀做到了, 连拳法都这么厉害, 如果领导用剑的话, 又该强成什么样子? 大哥, 只要等本源无极花开花, 我们便是能够提升一大截了。 没想到我们竟然在百宗战场, 遇到了这种好东西, 有了本源无极花, 我们的本源力量, 全都能够提升到第二个层次了。 悬崖上, 站着五位星辰镜舞者, 其中境界最高的是一位 星辰镜巅峰的中年男子, 紧随其后, 是两位星辰镜后期的中年女子, 在之后便是两位星辰镜中期的年轻男子。 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本源无极花, 可惜当时本源无极花并没有开花, 他们便一直等到了现在。 好在黄天不负有心人, 本源无极花终于要绽放了。 本源无极花, 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够让掌握第一个层次本源力量的舞者, 领悟第二个层次本源力量。 本源力量第一个层次, 仅仅是基础而已, 只能算是皮毛。 可是第二个层次就不同了, 已经领悟到了本源力量的真意。 如果将本源力量比作一顶剑, 那么第一个层次, 仅仅只是看到带着剑翘的剑而已, 第二个层次则是吞去了剑翘, 看到了剑身剑刃以及剑肩。 他们五位的天赋都不是太高, 想要靠自己掌握第二个层次的本源力量, 并非是什么难事。 好在他们发现了本源无极花, 让他们看到了强大起来的希望。 然而, 就在本源无极花即将绽放的时候, 雷声轰鸣, 大雨滂沱。 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出现狂风暴雨, 却是让他们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或许是他们太过敏感, 才会如此, 他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突然, 远处响起了一道雷鸣般的吼声, 一头无比凶利的猛兽, 散发着闪耀的光芒, 像是日光和月光的结合, 以无与伦比的速度, 向着他们冲了过来。 第八十八章凶兽, 葵, 这是什么怪物, 竟然只有一条腿, 好可怕的威势, 怕是已经相当于新陈镜巅峰的舞者了吧。 难道说, 他也是来争夺本源无极花的, 五位新陈镜舞者都是感到了不妙, 相隔很远, 他们便是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凶利之气。 可以肯定, 前来的凶兽极为恐怖, 除了他们的大哥能给抗衡之外, 其他人恐怕根本不是凶兽的对手。 糟糕, 竟然是魁, 即便是为首新陈镜巅峰的中年男子, 也是头皮发麻, 因为他看到了赶来的凶兽。 原本, 他以为这样的凶兽,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没想到亲眼见到了一头。 壮如牛, 苍身而无角, 一族, 出入水则必风雨, 其光如日月, 其声如雷, 其名曰魁。 这便是古籍之中对魁的记载, 上古时期, 魁便是威名赫赫的凶兽。 魁, 只要成年, 最差都是新陈镜, 作为凶兽, 魁的肉身极为强大, 远远不是见修可比。 本源无极花是我的, 你们也是我的写实。 魁来到了五位新陈镜舞者的面前之后, 便是吻声吻气地说道, 他已经可以口吐人言。 他的话确实让五位新陈镜舞者的脸色变了又变, 没想到魁不仅想要本源无极花, 还想要吃了他们。 本源无极花对我们太过重要, 出手吧, 这头魁不过也就新陈镜巅峰而已。 凶兽魁的确恐怖, 好在这头魁只是新陈镜巅峰, 他们未必没法对付。 为首的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说出手, 其他四人自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纷纷拔剑向着魁攻了过去。 最先出手的, 是两位新陈镜前期舞者, 他们手持中品剑气, 狠狠地向着魁斩了过去。 看到他们两人的攻击, 魁的双眼之中, 闪过一丝不屑, 随后便是置之不理。 如此拖大, 不让你吃点苦头怎么行? 太看不起我们了, 这可是你自找的, 魁如此轻视他们, 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都是憋了一肚子火, 初见的力道自然也是加了几分。 他们手中的中品剑气, 全都是斩在了魁的身上。 可惜, 魁并没有四分五裂, 甚至根本没有受伤, 好可怕的肉身, 新陈镜中期舞者使用中品剑气, 斩在魁的身上, 竟然只是剑起了一片火星而已, 根本没有伤到魁。 并非他们不够强, 而是魁的肉身太过强横。 横, 找死, 魁冷恒一声, 随后便是猛地撞向了对他出手的两位新陈镜后期舞者。 尽管魁只有一条腿, 但是他奔跑起来的速度, 已经超出了这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的想象。 小心, 为首的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提醒道, 可惜一切都已经迟了。 魁已经先后撞击到了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的身体, 他的冲撞之力太强, 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的身体直接炸开, 当场惨死。 剩下的两位新陈镜后期女子都是眼皮狂跳, 魁的实力太强了, 先前如果将他们换在那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的所在地,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他们自存比那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要强, 但也强得有限。 魁仅仅是撞击了一下, 新陈镜中期舞者便是暴体而亡。 在看向魁的时候, 他们的毛子里已经写满了惊恐。 此时的他们, 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逃走了。 就在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身体炸开的时候, 魁却是猛地张口一吸, 两位新陈镜中期舞者的碎肉、 骨头和血液, 全都可是被魁吸收到了肚子里。 闻到你们了, 魁看了两位中年女子一眼之后, 便是再度奔跑了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为首的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已经忍不住出手了。 现在出手, 还能保住那两位中年女子, 到时候他们三人联手, 或许能够逃走。 要是两位中年女子也死了, 那么就剩他一个人, 不要说战胜魁, 就算是在魁的面前逃命, 都不见得能成功。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他便是施展剑法, 挡在了两位中年女子的面前。 快走, 为首的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所施展的, 正是他最擅长的剑法。 每一剑好似都能够割裂虚空, 凌厉无比, 而且他的剑法极为严密, 好像没有一丝疏漏。 那两位中年女子先是一愣, 随后便是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远处逃离。 虽然这头魁也只是新陈镜巅峰, 但是明显要比他们厉害得多, 就算他们联手, 也不可能杀死魁。 轰隆隆魁猛地张开嘴巴, 喷出了无穷的雷光, 仿佛是一条条大和向着围守的 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冲刷了过去。 哪怕施展出最厉害的剑法, 他也根本不是魁的对手。 条雷光大和, 冲散了所有的剑气, 淹没了一切剑光。 此时的他, 已经在庆幸, 幸亏他没有任何迟疑出手了。 若是两位中年女子生死, 他肯定逃不出魁的追击。 可是现在不同, 两位中年女子已经逃出了一大段距离, 现在他在逃离, 魁就得选择性地追击了。 虽然两位中年女子比他逃得早, 但他有信心比他们逃得更快。 若是魁要追击, 应该不会追击他, 而是追击那两位中年女子。 可惜, 下一刻, 围守的星辰竟巅峰中年男子便是脸色大变。 当魁张开嘴巴吞吸之后, 可怕的吸力, 便是将那两位中年女子吸了回来。 如此惊人的场景, 将那两位中年女子的腿都吓软了。 碰魁兴奋地冲撞而去, 不管是为首的中年男子, 还是那两位中年女子, 都是被撞飞了出去。 别说是星辰竟后期舞者, 就算是星辰竟巅峰舞者, 都挡不住魁的遗壮。 扑三位星辰竟巅舞者同时咳血, 让他们愤怒的是, 魁竟然以一种戏虐的眼神看着他们。 很明显, 魁并没有打算直接杀死他们, 而是要生生地吞吃他们。 死了不好吃, 活着才够胃, 魁残忍地说道, 却是让中年男子和两位中年女子绝望了。 星辰竟巅峰的魁太过强大, 他们在魁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哪怕中年男子和魁的境界一样, 战力上也是有着天壤之别。 又有人来了, 不管是三位星辰竟巅舞者, 还是魁, 都是看向了远处。 三位星辰竟巅舞者是想要抓住救命稻草, 如果来的是一位准王, 那他们就有救了。 魁则是希望抓到更好的血食, 让他饱餐一顿。 竟然只是个少年, 来送死的而已, 这么年轻, 根本不可能是魁的对手, 看样子只是画凡镜而已。 竟然还有星辰血纹, 简直就是废物中的废物, 连星辰竟都突破不了, 又有何用? 前来的少年, 不是别人, 正是灵道, 一席战袍烈烈作响, 非发如铺, 一双毛子古井无波, 看起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锐。 正因为如此, 灵道才更加恐怖了, 已经有一种反扑归真的味道。 在百宗战场入口的时候, 灵道一拳便是打碎了上品间隙。 突破之前的他, 绝对做不到这点, 现在他却是很轻松地就做到了。 这一次的突破, 对他来说, 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他打开了蛮荒诸仙境的修炼之门。 以前的他, 肉身强横, 超越同境界无者许多, 但依旧展现不出蛮荒诸仙境的可怕。 要知道, 他修炼的蛮荒诸仙境可是三界之中最为顶尖的功法之一, 至于天剑宗那些弟子修炼的不过是上品功法而已, 和蛮荒诸仙境完全没有可比性。 即便他能够在画凡境巅峰斩杀星辰境后其武者, 都没有什么。 因为他斩杀的星辰境后其武者, 修炼的功法, 和他相差了太多太多。 以往他并没有真正展现出蛮荒诸仙境的可怕, 现在才是开始而已。 一头魁, 刚好看看我现在的肉身, 到底有多强。 在魁和三位星辰境舞者注意到灵道的时候, 灵道也看到了他们。 仅仅只是一眼, 灵道便是判断出了魁的境界, 星辰境巅峰。 哪怕是星辰境巅峰的体修, 都不敢和星辰境巅峰的魁硬汗肉身。 可是, 现在星辰境前期的灵道, 竟然要和星辰境巅峰的魁硬汗肉身。 如果被其他人知晓灵道的想法, 恐怕认为他是疯子, 简直自大到了极点。 小家伙, 赶紧过来让我吃了, 魁不在异地说道, 区区化繁境舞者, 实在引不起他多大的兴趣。 不过好歹是一个舞者, 吃了对他应该会有好处。 反正这里还有三位星辰境舞者, 灵道就当是开胃菜好了。 想吃我,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即便是面对星辰境巅峰的魁, 灵道也是云淡风轻。 三位星辰境舞者都是疑惑了起来, 灵道不仅不逃跑, 反而是向着魁走了过去, 难道说灵道不要命了吗? 而且听灵道的口气, 竟然是要和魁大战一场。 就连他们都不是魁的对手, 灵道又怎么可能打得过魁? 看灵道的年纪, 应该只有十七八岁, 试问他拿什么和魁斗。 不知死活, 魁冷恒了一声, 随后便是猛地张开嘴巴, 向着灵道吸了起来。 三位星辰境舞者都是看向了灵道, 想必很快灵道就会成为魁的腹中之时了吧。 第八十九章古剑宗,古剑义。 刚好拿你练手, 感受到庞大的犀利之后, 灵道便是猛地挥出了一拳。 看似平常的一拳, 却散发出了一股可怖的威势。 他的右拳, 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强横的力量好似已经让虚空扭曲了起来。 这一拳, 没有任何花哨, 就是这般打在了魁的嘴上。 脚踏追星八步, 转眼就灵道便是来到了魁的身边。 身为剑修, 灵道并没有动用剑气, 就是使用纯粹的肉身和魁一战。 碰强横的碰撞, 肉身的对决, 使得远处的三位星辰竟武者齐齐变色。 原本, 他们以为灵道的右拳会废掉, 甚至整个人都有可能被撞成无数块碎肉。 然而, 事实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虽然同样是邪语飞洒, 但灵道的身影, 却是为恶不动。 相反, 魁连连倒退, 更是撞碎了一株株谷树, 最后狠狠地砸在了一处悬崖上。 天空之上, 落下了一颗颗带血的牙齿, 都是从魁的口中飞出来的。 化繁镜武者,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横的肉身? 就算是我们, 肉身比起他, 也是远远不如。 星辰境巅峰的魁, 肉身强横程度连准王都比不上, 可他境界比魁低, 肉身却要比魁强, 难道说他是一头真龙? 如果灵道是真龙, 哪怕只是幼龙, 拥有这样的肉身, 都可以理解。 可灵道只是剑修而已, 东剑狱出现的舞者, 大多都是剑修。 而且, 他们在灵道的身上, 感受到了剑道锋芒。 可恶, 魁怒吼了一声, 却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只有一条腿, 不过已经是星辰境巅峰的他, 灵空虚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被灵道一拳击飞, 对魁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论境界, 灵道根本比不上魁, 尤其是灵道额头上清晰的星辰血纹, 更是莫大的讽刺。 好歹魁也是星辰境巅峰, 要是连一个化繁境巅峰舞者都不如, 那他怎么对得起先祖的赫赫威名? 看来我的肉身, 比起以前已经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灵练了本源小鼎之后, 灵道便是真正开始了蛮荒诸仙境的修炼。 那位太古的禁忌, 开创的蛮荒诸仙境, 本来就是要让舞者凝练出超越真龙神皇的肉身。 蛮荒时期, 凶兽主宰天下, 人族根本不是对手。 面对凶兽强横至极的肉身, 人族仙族只能绝望。 同境界之中, 人族舞者根本不是凶兽对手, 哪怕是体修也不行。 尤其是真龙、神皇、昆鹏、 麒麟那些肉身强横的, 简直可以横扫同境界舞者。 即便是舞者使用力气, 都是无法破开他们的肉身, 只能成为他们的血实。 可是现在, 灵道颠覆了这一切, 哪怕比魁境界低, 仅仅凭借肉身, 他都能战胜魁。 雷霆炼狱之中, 灵道历经生死, 从鬼门关前走过, 如今已经是脱胎换骨, 魁猛闭张口, 喷出两团耀眼的光芒, 竟然是一轮大日和一轮营月。 这头新沉静巅峰的魁, 不仅肉身强横, 对本源力量的掌控, 也是不差。 寻常的新沉静巅峰舞者, 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 面对魁的攻击, 灵道的回应, 依旧只是一拳而已。 这一拳和先前一拳不同, 已经蕴含了剑气。 一拳挥出, 一轮大日和一轮营月, 便是纷纷崩碎, 消散在了场中。 灵道猛地前进一步, 右拳挥动, 狠狠地砸在了魁的身上。 即便是魁, 也没有想到, 灵道竟然如此生猛。 魁想要后退, 却已经来不及了, 被灵道一拳集中。 一声俱响, 震耳欲聋, 魁就像是一颗陨落的大星,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猝食杖深的大坑, 将魁直接埋葬在了其中。 剑气入体, 先前那一拳, 已经将魁彻底斩杀。 这就死了, 为首的星辰竞巅峰中年男子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灵道的强横,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仅仅是一拳而已, 便是轰杀了星辰竞巅峰的魁。 要是他和灵道一战, 岂不是也要被一拳轰杀? 妖孽, 两位中年女子也是心神俱阵, 被灵道的强大给吓到了。 天才,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 可是妖孽成灵道这般, 他们确实听都没有听说过。 明明比魁境界低那么多, 还能轻易将魁杀死。 这下百宗战场要热闹了, 这么一位妖孽进来, 肯定会再度引起一场大波澜。 可惜境界太低, 遇到百宗战场的那些年轻天才, 他恐怕只能隐恨。 肉身只是战力的一部分, 境界才是根本, 论境界, 星辰境巅峰在百宗战场内已经不低了, 可是中年男子知道, 他的实力在百宗战场内根本不够看。 百宗战场内的天才实在太多, 有的天才, 哪怕比他境界低, 也能够将他轻松斩杀。 本源无极花, 即便是灵道, 也是眼睛一亮,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本源无极花。 灵练本源小鼎之后, 他体内的三种本源力量, 便是全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本源力量。 如果是剑之本源, 雷之本源和五行本源, 从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 对灵道来说, 根本不难。 可是, 现在的无名本源, 即便是灵道也根本摸不透。 想要领悟无名本源的真意, 灵道也没有把握。 不过, 要是有了本源无极花, 灵道便是有把握领悟第二个层次的无名本源了。 而且, 本源无极花即将绽放, 或许等不了多久, 他就能够采摘了。 在场的三位新陈镜舞者, 仅仅是看了灵道一眼之后, 便是决定放弃本源无极花了。 能够一拳轰杀魁的少年, 他们惹不起, 要是灵道对他们起了杀意, 他们恐怕难逃一死。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见到了本源无极花, 看来我也是身具大运道。 远处, 一阵波动, 随后一位年轻人便是向着灵道所在的地方赶了过来。 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四五岁, 却已经是新陈镜巅峰舞者, 天资绝对不差。 是他, 古剑宗准王古剑宜的亲弟弟, 古剑宜 新陈镜巅峰的中年男子忍不住惊呼道, 古剑宗是东剑宇内极为强大的六品势力。 准王古剑宜, 更是声名赫赫, 哪怕在百宗战场内, 古剑宜也是名动四方。 越是强横的势力, 年轻一辈的准王便是越多, 连天剑宗, 林剑宗, 段剑门, 血剑宗那些弱小的六品势力, 都能够诞生准王, 更不要说古剑宗这种强大的六品势力了。 你们既然知道是我, 那么, 还不快滚。 古剑宜轻蔑地看了中年男子等人一眼, 即便是他自己, 都有把握击败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中年男子是新陈镜巅峰之外, 那两位中年男子只是新陈镜后期而已, 至于林道, 古剑宜压根没有在意过, 一个蝼蚁罢了。 同样是新陈镜巅峰舞者, 古剑宜有绝对的把握斩杀那位中年男子。 身为古剑宗弟子, 又有古剑宜那么强横的哥哥, 古剑宜得到的修炼资源自然极好, 远非寻常势力舞者可比。 古兄, 怎么这么大的脾气, 极个蝼蚁而已, 古兄何必跟他们生气, 竟然是本源无极花, 说不得要争夺一番了。 一阵小声响起, 远处却是出现了足足九位新陈镜舞者, 其中境界最低的, 都是新陈镜后期, 绝大多数都是新陈镜巅峰。 他们都认识古剑宜, 而且明显来历都不低。 其实,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已经掌握了第二个层次的本源力量, 之所以要抢博本源无极花, 只是因为本源无极花罕见而已。 要是将本源无极花链成更好的丹药, 哪怕掌握了第二个层次本源力量的舞者服用了, 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走, 原先的新陈镜巅峰中年男子确实对身边的两位中年女子陈生说道, 到了现在,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得到本源无极花了, 故此只能够远远地退开。 还算是实物, 不然你们现在已经是尸体了。 古剑义大笑着说道, 不过他的脸色, 很快便是冷了下来。 因为, 领导并没有离开, 而且距离本源无极花最近。 在古剑义看来, 领导根本就是无是他。 少年, 你想死吗? 场中已经有了不少新陈镜巫者, 领导还如此不给古剑义面子, 自然让古剑义心中生出了杀意。 身为古剑宗弟子, 又有准王哥的, 古剑义蛮恨惯了。 本源无极花, 我要了, 领导的话语不多, 不过神色坚定, 对本源无极花是在必得。 哪怕他有着前世记忆, 见识过种种本源, 都不知晓自己体内的是什么本源力量, 自然要借助本源无极花。 你一个连新陈镜都突破不了的废物, 就算给你本源无极花, 又有什么用? 更何况, 以你的实力, 你觉得你能够得到本源无极花吗? 古剑义嘲讽道, 领导额头上的新陈血纹 尽管有些特殊, 但古剑义相信自己不会看错。 什么时候, 连一个画凡镜巅峰舞者, 都敢不给他面子了? 既然你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 不, 我要你生不如死, 并指为剑, 古剑义以本源力量, 演化出一柄长剑, 向着领导的右臂斩了过来, 准备斩下他的整条右臂。 第九十章徒手杀敌, 古剑义比他的胸掌, 的确差得远, 不过对付这样的弱者,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连新陈镜都无法突破, 他怎么敢进入百宗战场的? 难度他就不怕死吗? 无知者无畏, 他肯定没有想到, 百宗战场内的武者如此厉害。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第一次进入百宗战场。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是抢搏本源无极花, 古剑义如果出手摘取本源无极花, 他们肯定会出手阻拦。 可是, 古剑义对付林道, 就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他们来迟了, 并没有看到那小子一拳轰杀 新陈镜巅巅峰魁的场景。 否则的话, 他们就不会如此轻视那小子了。 退到远处的新陈镜巅峰男子 却是幸灾乐祸了起来, 先前古剑义直接叫他们滚, 自然让他心生怒意。 只不过他并非古剑义的对手, 因此只能隐忍, 根本不敢触怒古剑义。 现在古剑义要和林道动手, 恐怕古剑义要吃大亏。 林道的肉身强度, 已经超过了新陈镜巅峰的魁, 如果他全力出手, 古剑义拿什么来抵挡? 本源力量演化的长剑, 从远处斩来, 一直到了林道身前一尺之处, 林道才缓缓地抬起了右手。 一根晶莹的食指, 心轻地点在了本源力量演化的长剑上。 不要命了, 吓傻了吧, 林道这样的举动, 完全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在他们看来, 林道额头有新陈血纹, 那么必然是一位画凡镜巅峰舞者。 哪怕画凡镜巅峰舞者全力出手, 也接不下新陈镜巅峰舞者的随意一见。 可是, 面对古剑翼的随意一见, 林道仅仅是一指点出而已。 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 然而, 仅仅是片刻之后, 本源力量演化的长剑, 便是彻底崩碎, 消失不见。 怎么可能, 古剑翼死死地看着林道, 却是无法接受现在看到的一切。 他是比不上准王古剑翼, 可他好歹也是新陈镜巅峰舞者, 使用本源力量演化的长剑 竟然被一位画凡镜巅峰舞者一直点碎了。 肯定是动用了神秘的兵器, 不过这样也好, 杀了你我会有大收获。 在古剑翼的心里, 已经断定, 林道之所以能够一直点碎本源长剑, 就是动用了极为厉害的兵器。 他不屑地笑了一声, 随后便是向着林道走了过来。 接下来, 看你怎么抵挡, 这一次, 古剑翼直接拔出了自己的上品剑器, 向着林道斩了过来。 先前的本源长剑, 毕竟是虚假的, 现在的上品剑器, 则是真的。 以他的境界, 使用上品剑器, 根本就是欺负林道。 不堪一击, 和先前一样, 林道仅仅只是缓缓地抬起了右手而已。 古剑翼的上品剑器将要斩在林道身体上的时候, 一只携带着无穷威势的右手, 便是狠狠地拍下。 林道是剑修, 对于掌法和拳法, 都不怎么精通。 不过, 他本身的剑道造义极高, 不管是拳法, 还是掌法, 其实在他心里, 都是剑法。 他用掌或者用拳, 本质上都是在用剑。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即便是林道自己, 都是没有想到, 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前世的他, 实力比现在高出很多, 可是见到境界反而不如现在, 起码前世他就达到这样的层次。 只要心中有剑, 那么万物皆可为剑。 当然, 他仅仅是刚刚触摸到这个层次, 还做不到万物皆可为剑。 不过, 将自己的手当成剑,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坑场中响起了穿金烈石的声音, 如今的林道, 肉身实在太过强横。 走上了蛮荒诸仙境的正路, 林道的肉身才真正体现出了蛮荒诸仙境的恐怖之处。 哪怕是专修肉身的体修, 在肉身上, 都比不上林道。 思, 当那些新沉静舞者目睹了场中发生的一切时,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林道以肉爪, 硬汗上挺剑气, 竟然没有受伤。 他的右手, 完好无损, 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出。 相反的, 新沉静巅峰的古剑翼, 却是双臂战斗, 遭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如果不是古剑翼强行忍着, 恐怕他已经倒飞了出去。 可是这样做, 古剑翼的喉咙中已经涌上了一口又一口的溺血, 为了面子, 他只能将这些溺血全部吞咽了下去。 小子, 看来我小看你了, 不过接下来, 我可不会留情。 在说话的时候, 古剑翼已经感觉到了喉咙之中散发出的血腥味。 他不敢多言, 直接使用手中的上品剑气, 施展出了古剑宗的剑法。 剑翼到了林道的可怕肉身后, 古剑翼便是想以精妙的剑法击败林道。 能够成为新沉静巅峰武者, 古剑翼明显不是笨蛋。 在他看来, 林道只是肉身强横而已, 论境界肯定远远不如他, 毕竟新沉血纹不可能是假的, 他对自己当然有足够的信心。 巨木通天, 古剑翼掌握的是木之本源, 而且已经领悟到了第二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仅仅是本源力量的基础, 第二个层次却是已经开始领悟本源力量的真意。 一株极为高耸的参天古墓, 出现在了古剑翼的身后, 好像是他的守护神一般, 散发着一股宏伟的气机。 就连他手中的上品剑翼, 都是散发出了无穷的青色剑翼。 木之本源, 生生不息, 剑翼越来越多, 已经开始将林道笼罩在内。 古剑翼更是使用上品剑翼, 向着林道攻了过来。 那一株高耸的参天古墓, 更是向着林道这边压了过来, 强横的力量已经是让远处那些新沉静舞者感觉到吃力了。 不愧是古剑宗的核心弟子, 即便没有准亡古剑翼, 恐怕古剑翼也能够创出一番名声。 如此强势的一剑, 哪怕是我, 也没有多大把握接下。 那小子不过化繁镜巅峰而已, 又能拿什么来抵挡? 他们如此轻视林道, 却不知晓, 林道根本没有将古剑翼放在眼里。 古剑翼天赋是不错, 可是那也要看谁合比。 加入天赋划分的境界和修炼的一样, 林道是新沉静, 那么古剑翼最多只能是真气静。 以, 不行, 哪怕古剑翼施展出古剑宗的剑法, 他依旧没有拔剑的打算。 好在这一次, 林道终于是动了, 仅仅是一步踏出, 便是已经来到了古剑翼的身边。 一掌拍出, 滚滚剑气, 宛若一众又一众的海浪, 冲垮一切, 无物可挡。 划凡镜巅峰的时候, 林道就能够斩杀新沉静后期舞者。 现在他已经是新沉静前期舞者, 那么寻常的新沉静巅峰舞者, 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哪怕古剑翼施古剑宗弟子, 和林道相比也是差得太远。 好可怕的肉身, 难道已经足以堪比上品剑气了吗? 他的手真是肉掌的吗? 怎么会坚固到这种程度, 仅仅是肉身, 便足以让我等仰望, 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就在这些新沉静舞者交流的时候, 古剑翼已经倒飞了出去。 而且, 无穷剑气入体, 古剑翼更是感觉到了巨大的痛苦, 随后便是忍不住哀嚎了起来。 上品剑气不错, 我便收下了, 将古剑翼的上品剑气收入乾坤界之后, 林道便是向着古剑翼走了过去。 既然已经未敌, 那么他就不打算手下留情, 若是先前可以一掌打死古剑翼, 那他现在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你, 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林道强势击败, 简直就是丢人至极。 古剑翼看向林道的双眼之中, 已经充满了怨毒之色。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古剑翼绝对会狠狠地报复。 正是古剑翼这种眼神, 让林道坚定了杀他的信念。 这柄剑是大哥送我的, 若是你敢夺剑, 那么上穷壁落下黄泉, 大哥都会斩你于剑下。 事到如今, 古剑翼只能抬出他的大哥准王古剑翼振折林道。 不管怎么说, 古剑翼都不想死, 要是能够下注林道, 自然是在好不过。 古剑翼在百宗战场名气很大, 林道想必是听说过的。 忘了告诉你, 我大哥是准王, 古剑翼。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古剑翼明显极为自豪。 打怕是在准王之中, 古剑翼都算比较强大的。 虽然林道表现出来的实力, 有些高深莫测, 但古剑翼可以笃定, 林道不如古剑翼。 夺剑算什么, 我还要杀你, 没有任何犹豫, 林道直接一拳轰在了古剑翼的胸口。 本来古剑翼以为林道会罢手, 起码地思考一番, 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 林道竟然这般强势出手了。 被林道一拳打在胸口上, 古剑翼连连倒退, 他的身体更是在空中翻了不少跟头。 仅仅是一拳而已, 林道便是打穿了古剑翼的胸口, 让古剑翼成为了一个死人。 大哥会为我报仇的, 可惜, 古剑翼已经无法说话了, 只能用一双眼睛, 死死地瞪着林道。 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 一拳将他轰杀, 早知道如此, 他绝对不会招惹林道。 古东在场的新陈镜舞者, 都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林道表现出来的恐怖战力, 却是让他们皱起了眉头, 东剑翼什么时候出现如此厉害的少年了。 第九十一章通通打死, 徒手斩杀新陈镜巅峰谷剑翼, 就算是在场的其他人, 门星自问换成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其他的新陈镜巅峰舞者, 哪怕姿势甚高, 也不敢说能战胜林道。 先前的一切, 太过震撼, 让他们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来, 林道太过年轻, 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而已。 二来, 林道额头的新陈血纹太过显眼, 散发着妖异的光泽。 他有新陈血纹, 按理说应该就是画凡镜巅峰, 而且他动手之后, 我也没有感应到新陈镜舞者的气息。 可是, 画凡镜巅峰舞者, 怎么可能战胜新陈镜巅峰? 我听宗门长辈说过这样的人, 在中央主疆域年轻一辈, 大魔神精才绝艳, 画凡镜的时候就能够斩杀新陈镜, 新陈镜的时候就能够斩杀乾坤镜王者。 什么, 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人物, 中央主疆域的大魔神, 好霸道的名号, 敢以大魔神自居, 没有相应实力怎么行。 他们的话, 领导自然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没想到中央主疆域也有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杀敌的绝世妖孽。 在画凡镜斩杀新陈镜, 或许算不得什么, 可是在新陈镜能够斩杀乾坤镜王者, 就有点可怕了。 起码现在的灵道, 就不可能斩杀乾坤镜王者。 大魔神, 灵道记住了这么一个名字, 以后他去中央主疆域, 或许就会遇到。 如此精彩绝艳的人物, 绝对不甘于平凡, 肯定会引动天下风云。 看来, 他还是小区了天下人, 仅仅是见神大世界, 便有大魔神那样的存在。 本源无极花我要了, 你们是退走还是和我一战? 灵道副手而立, 以他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面临这么多新陈镜武者, 也是能够泰然自若。 别人都以为他是化繁镜巅峰, 其实他已经是新陈镜出奇。 新陈血纹不消散,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联手吧, 这些新陈镜武者对视了一眼, 便有了联手的打算。 他们单独出手, 都没有战胜灵道的把握, 不过联手的话, 未必不能胜过灵道, 当然, 也有人退走,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拿自己性命去赌的。 站在灵道面前的, 仅仅只有五位新陈镜巅峰武者, 剩下的全部远远退开了。 不管谁胜谁负, 退走的新陈镜武者, 都是没有资格争夺本源无极花了。 你杀了古剑翼, 我劝你还是赶紧逃命, 若是准亡古剑翼到了, 你难逃一死。 没错, 古剑翼在转亡之中, 都是少有的强者。 以你现在的实力, 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 自然是想吓走灵道。 就算灵道没有逃走, 新神肯定也受到了震荡。 他们在百宗战场, 经历了生死魔力, 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还没有动手, 他们便开始攻心, 只要灵道心乱了, 那么战力肯定有所衰减。 杀, 一旦确定动手, 那他们便是没有任何废话, 上来便是绝杀。 五位新陈镜巅峰武者联手, 对付一位化繁镜巅峰武者, 说出去肯定极为丢人, 可惜他们也是被逼无奈。 灵蛇出动, 一位新陈镜巅峰武者当先出手, 上品剑翼好似化为了一条灵蛇, 蜿蜒盘旋, 循着极其刁钻的轨迹, 刺向了灵道的胸口。 他信心十足, 这一剑必然能够洞穿灵道的胸膛。 第二位新陈镜巅峰武者出手也是丝毫不慢, 有着风之本源的加成, 他出剑速度快得离谱。 片刻之间, 便是连出九剑, 每一剑都是对准了灵道的要害, 出手便是杀招, 每一剑都是要灵道的命。 明月照大江, 最强横的一位新陈镜巅峰武者终于出手了, 同样是新陈镜巅峰, 他有绝对的把握击败其他四位新陈镜巅峰武者, 却没有把握斩杀灵道。 面对能够徒手撕裂古剑翼的少年, 他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他掌握了两种本源力量, 一种是水之本源, 一种是月之本源, 故此才能够施展出明月照大江这样厉害的剑法, 江河奔腾, 穿流不息, 强横的冲击力, 好似能够将眼前的一切冲碎。 更是有一轮明月, 悬挂于高空之上, 清冷的月光, 像是要将灵道冻成冰块。 在他手中上挺剑齐的牵引之下, 明月更是向着灵道砸了过来, 声势惊人, 浩大无边。 随后, 剩下的两位新陈镜巅峰舞者, 也是没有任何保留, 对灵道施展出了自己最为强横的剑法。 他们两人出自同一个宗门, 剑法也是相辅相成。 穷山鸭顶, 巨石纷飞, 在他们两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身前, 出现了一座数百丈高大的山岳。 与此同时, 还有滚滚巨石, 从山岳上滚下, 全都是向着灵道砸了过来。 而且数百丈高大的山岳 也在动, 以今天的大势镇压而来。 浩强, 没有出手的新陈镜舞者, 都是向着灵道看了过来。 他们都想看看, 面对五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联手, 灵道会怎么应对? 难道说, 灵道还不打算用剑吗? 大五行剑术, 五位新陈镜巅峰舞者联手, 灵道也是认真了起来。 他以左右手为剑, 同时施展大五行剑术, 左手大五行剑术, 演化出五色光剑, 在他的身前旋转, 准备挡住五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攻伐。 他的右手, 施展的虽然也是大五行剑术, 但是却演化出了五柄长剑。 左手主防御, 右手主攻伐, 五柄长剑分别向着五位新陈镜巅峰舞者攻了过去。 灵道的身体散发无亮光, 一双大手都是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他如今的肉身, 就算是硬汉新陈镜巅峰的魁, 都占据绝对的上风。 故此, 哪怕五位新陈镜巅峰舞者使用上品剑气, 他也丝毫不惧。 难道说, 他并非剑修, 而是体修或者武修? 要不然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肉身? 这样也说不通, 他施展的分明是剑法, 而非拳法, 不可能是难痊愈的天才人物。 难道说, 他已经达到传说中,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地步了。 剑道意图, 博大精深, 对他们来说, 能够达到人剑合一的地步, 已经是极限。 在场的, 能够人剑合一的, 仅仅只有掌握水之本源和月之本源的新陈镜巅峰舞者, 其他人都做不到。 可是, 灵道的剑道成就, 确实要比这些人高得多。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就算是个大宗门的乾坤晋王者都做不到。 这是传说中的境界, 不曾想他们竟然亲眼见识到了。 不知道他是哪个剑宗弟子, 如此天赋, 将来必成大器。 李太高看他了, 我猜肯定是某种秘法, 他不可能达到传说中的境界。 或许他是无剑门的传人, 同样是剑修, 无剑门弟子就可以不用剑。 无剑门, 东剑狱最为神秘的六品势力, 相传无剑门中, 从来不会超过百人。 但仅仅就这么些人, 便让其他势力不敢招惹, 可见无剑门的强大。 是了是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 无剑门的传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 并不奇怪。 其他人都是恍然大悟, 自以为知晓了灵道的来历。 无剑门人猝极少, 相应的每一位无剑门传人, 实力都极为强大。 要不然, 恐怕无剑门早就无法保持神秘, 甚至被人灭门。 就在此时, 战场之中爆发出了惊天的巨响。 灵道和五位新陈镜巅峰武者, 展开了惊人的沙发。 成千上万道剑七大碰撞, 五位新陈镜巅峰武者全力出手, 哪怕灵道也不可能挡住所有的攻击。 他死定了, 掌握两种本源的新陈镜巅峰武者, 把握到了最好的时机, 一剑刺在了灵道的胸口。 新陈镜武者的生命虽然强横, 但是被冻穿心脏, 也是必死无疑。 不可能, 可惜, 还没等他笑出声来, 便是脸色一变。 他手中的上品剑气, 的确却刺在了灵道的胸口, 可是根本没有一滴血液蹦剑出来, 因为他的上品剑气连天都战袍都刺不破, 更别说洞穿灵道的胸膛了。 随着灵道实力的提升, 天都战袍的防御力也是跟着提升了。 就算是灵道, 都看不透天都战袍。 这件破损的战袍, 曾经吸干了不少舞者, 为的就是恢复己身。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们还是败吧。 灵道一声冷笑, 随后便是再度出手, 大五行剑术铺天盖地, 一柄柄长剑向着前方杀去。 先前的破绽, 是他故意露出的, 为的就是让这些新沉静巅峰舞者上当。 他想要击败五位新沉静巅峰舞者的联手,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了各个急迫。 这一下, 灵道占据了先机, 一掌拍在了掌握两种本源力量的新沉静巅峰舞者胸口。 扑仅仅是一掌而已, 便是将他的胸口, 打得血肉模糊, 森白的骨头都是碎裂了。 灵道并没有手下留情, 而是强势出手, 又是一掌, 将他的身体打得爆碎, 当场惨死。 现在, 轮到你们了, 接下来的战斗, 没有任何悬念, 剩下的四位新沉静巅峰舞者, 全都是死在了灵道的手中。 在场的其他新沉静舞者, 全都是忍不住倒退, 生怕灵道对他们出手。 第九十二章无名本源, 本源无极花盛开了, 斩杀五位新沉静巅峰舞者之后, 灵道仅仅是看了其他人一眼, 便是让那些人胆战心惊。 先前那五位新沉静巅峰舞者联手, 都被灵道一一斩杀, 他们联手更加不可能挡得住灵道。 最重要的是, 到现在为止, 灵道都没有用剑。 即便有人猜测灵道是无剑门弟子, 依旧怕灵道隐藏了实力。 现在就算灵道额头上的新沉血纹在明显, 他们都不会将灵道当成化繁镜舞者看了。 可惜, 有他在, 本源无极花根本没有我们的份。 哪怕他们对本源无极花在渴望, 现在都只能忍耐着。 他们不是灵道的对手, 要是和灵道争夺本源无极花, 不仅不会得到本源无极花, 还有可能死在灵道手中。 本源无极花, 不仅能提升舞者对本源力量的感悟, 其实还能够提升肉身强度。 灵道对本源无极花的了解, 明显比其他人要多。 在本源无极花盛开之后, 他并没有伸手采摘本源无极花。 现在摘了本源无极花, 的确能够得到好处, 但根本的不到最大的好处。 他直接在本源无极花旁边盘膝坐下, 随后便是运转蛮荒珠仙境, 将自身状态调整到了巅峰。 缓缓地伸出右手, 搭在了本源无极花上, 他就这般吸收本源无极花的能量了。 仅仅是片刻之后, 灵道的身体便是爆发出了一股极其强横的血气。 就连整片天空都仿佛要变色了, 他的气血太过旺盛, 简直犹如一头真笼苏醒。 气血狼烟, 通天彻地, 真正开始蛮荒珠仙境的修炼之后, 灵道的肉身已经提升到了其他新陈镜舞者无法想象的地步。 如此强横的气血, 已经让远处那些新陈镜舞者震撼不已。 变态的蛮荒珠仙境, 原来我以前一直不得要领。 此时的灵道, 感觉全身上下, 十万八千个毛孔全都舒张了开来, 疯狂地吸收着天地之间的力量。 和前世修炼的灵家见点相比, 蛮荒珠仙境不知道强横了多少。 本源无极花的力量, 也是被蛮荒珠仙境迅速地炼化着。 而且灵道已经进入了悬而又悬的境界, 开始领悟本源力量。 借助本源无极花, 他有信心将本源力量领悟到第二个层次。 拨开云雾见青天, 本源力量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便是如此。 可是, 让灵道惊讶的是, 他竟然依旧看不透自己所掌握的本源力量。 他的本源力量就好像始终被浓雾遮掩, 什么都看不到。 有剑之本源的灵力, 有雷之本源的霸道, 有土之本源的魂厚, 有金之本源的风锐, 甚至还有杀戮本源的血腥, 黑暗本源的诡异, 毒之本源的可怕。 有着前世记忆, 灵道的见识绝对不算浅薄, 可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掌握了什么样的本源。 想要透过表象看本质, 根本就不可能, 他连自己的本源力量都是什么都不知道。 好浑厚的气血, 难道有什么宝物出世? 远处, 一位强大的舞者, 向着这边赶来。 这是一位年轻男子, 乌发浓密, 双眸如电, 即便只有星辰境巅峰, 却给人一种锋芒无匹的感觉, 比起先前那些星辰境巅峰舞者不知道强横了多少。 是他, 奥剑宗, 奥林云, 据说, 他虽然只有星辰境巅峰, 但是曾经击杀过一位准王, 实力强大的可怕。 奥剑宗, 在东建狱是绝对的庞然大物, 奥龙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败在了奥剑宗的门下, 现在赶来的奥林云, 则是奥剑宗的天才人物, 才二十来岁, 便已经是星辰境巅峰舞者。 奥兄速度真快, 星某佩服, 又是一位年轻男子赶了过来, 一身气势比起奥林云, 丝毫不差。 尤其是他的一双眸子之中, 好似有着一颗颗星辰闪耀, 极为璀璨和夺目, 想要不引人注意都难。 怎么回事, 星无痕也来了, 星无痕, 星剑宗的天才弟子, 同样是星辰境巅峰, 和奥林云境界一样。 星剑宗虽然比不上奥剑宗, 但是比天剑宗确实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同样是六品势力, 差距确实大的惊人, 紧接着, 又是出现了一位为星辰境舞者赶到了场中。 领导引起的意象, 太过惊人, 将他们引过来, 其实并不奇怪。 百宗战场的确很大, 不过里面的年轻一倍强者太多了, 当然也不乏老一倍强者。 本源无极花, 不管是奥林云, 还是星无痕, 亦或是其他舞者。 都是看到了前方的本源无极花。 可惜, 还没等他们动手, 本源无极花便是已经开始凋零, 因为被林道吸走了所有的力量。 星辰血纹, 一个连星辰境都不是的少年, 有什么资格得到本源无极花? 难不成他想要依靠本源无极花, 再度冲击星辰境, 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了吧? 在场的星辰境舞者不少, 可惜却没有一个人对林道动手。 一位画凡境巅峰舞者的到本源无极花, 本来就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尤其是场中还有打斗痕迹, 更是有星辰境巅峰舞者的尸体。 难道说, 先前他出手, 将那些星辰境巅峰舞者斩杀, 从而夺取到了本源无极花? 可是这怎么可能, 别疑神疑鬼了, 我觉得是其他星辰境巅峰舞者大战, 从而让他捡了漏子。 在我们这么多星辰境舞者面前, 他一个画凡境舞者, 又能掀起什么大浪来? 不得不说, 林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简直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其他舞者只要看到星辰血纹, 便认为他是画凡境巅峰舞者, 更是觉得他好欺负。 只要星辰血纹在了一天, 他便是永无宁日, 尤其是在百宗战场这种地方。 他第一次来百宗战场, 本身也只是天剑宗的一位核心弟子而已, 根本没有多大名声, 自然无法吓唬到任何人。 诸位, 有是否, 在本源无极花凋零之后, 林道便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众人只感觉到两道璀璨的见光, 一闪而逝, 大多处星辰镜舞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唯有傲凌零和星无痕以及少数几人, 面色一变, 看向林道的眼神, 也是凝重了起来。 真是废物, 冲击星辰镜失败也就算了, 借助本源无极花的力量, 竟然还无法勘破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本源无极花给你用了, 简直就是浪费。 有星辰镜巅峰舞者忍不住讥讽道, 要是早来一步, 他肯定会抢到本源无极花, 可惜现在, 本源无极花已经被灵道炼化, 除非他将灵道炼成丹药, 否则根本的不到本源无极花的力量了。 我的事, 还轮不到你多嘴, 灵道仅仅是瞪了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一眼, 便是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来摆宗战场, 是要磨砺自己, 这位星辰镜巅峰舞者的战力, 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自然懒得跟他动手。 区区画凡镜巅峰舞者, 竟敢和我摆出这样的架势, 真是找死。 这位星辰镜巅峰舞者终于是忍不住了, 他直接使用本源力量, 演化出一只大手, 向着灵道抓了过来。 灵道不给他面子, 那他自然会要灵道好看。 还不知道是谁找死呢? 先前在场的星辰镜舞者, 却是有人忍不住嘀咕道。 他们见识到了灵道的战力, 自然不会认为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是灵道的对手。 先前五位星辰镜巅峰舞者联手, 都是被灵道强势斩杀了。 本来灵道懒得和这些人动手, 但这位星辰镜巅峰舞者欺人太甚, 灵道自然不会隐忍。 炼花了本源无极花, 灵道都没有领悟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此时自然只能够施展第一层次的本源力量。 既然现在无法误透本源力量, 那么他就经常使用。 只要熟练地掌握这种本源力量, 想来总会领悟到第二层次。 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使用本源力量演化大手, 他也是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无名本源演化的大手之中, 仿佛有着无数个漩涡, 吸收着天地间的本源力量。 这只大手没有任何花哨, 直接和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本源力量演化出的大手发生了碰撞。 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本源力量演化出的大手, 简直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无名本源演化出的大手, 心而易举地轰碎了一切阻挡, 随后更是从上而下, 狠狠地打在了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的肩膀上。 众人都是觉得大地一阵战斗, 随后那位星辰镜巅峰舞者的双腿, 便是深深地陷入了地面之中。 他的肩膀, 更是直接被打碎, 鲜血淋漓, 甚至还有沾血的碎骨, 飞溅了出来。 他一声惨叫, 却是将在场的其他人惊醒了过来。 刚刚来到这里的星辰镜舞者, 都是神色凝重, 他们知道自己看走眼了。 灵道哪里是什么化繁镜巅峰舞者, 战力简直强横得可怕。 阁下好本事, 奥某倒是想要讨教一番。 见识到了灵道的厉害之后, 爆灵云的双眼, 便是燃烧起了熊熊的战役。 灵道看起来只是个少年, 比他们要年轻得多, 身为年轻一代的翘楚, 爆灵云自然不会服气灵道。 第九十三章 苍天无量, 爆灵云, 爆剑宗的天才弟子, 新陈镜巅峰便可及杀准亡的存在。 哪怕在百宗战场, 爆灵云的名气也是不小, 现在主动挑战灵道, 倒是让在场的其他舞者都来了兴趣。 灵道,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可是灵道先前表现出来的实力, 确实极强。 而且, 灵道看起来太年轻了, 只是一位少年而已, 在场的其他人都要比他大上不少岁。 尤其是一开始就在场的新陈镜巅峰 中年男子和那两位新陈镜后期中年女子, 更是对灵道极为好奇。 哪怕是新陈镜巅峰的魁, 单单论肉身, 都不如灵道。 好, 准你一战, 灵道来百宗战场, 本身就是为了磨砺自己。 天剑宗的核心弟子排名战, 他必须参加, 到时候肯定会和田坤对上。 以他现在的实力, 并没有击败田坤的把握。 他在进步的同时, 田坤不可能毫无寸净。 身为天剑宗核心弟子第一人, 又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可见田坤也是身具大运道。 灵道前世并没有成就天尊, 因此得到天尊传承的田坤, 的确是一位大敌。 好大的口气, 竟敢和奥陵云这么说话。 狂妄, 如此年纪轻轻, 便已经不将天下强者放在眼里了。 什么叫准你一战, 哪怕是在场的其他新陈进舞者, 都是听不下去了, 更别说奥陵云了。 身为年轻一辈的翘楚, 敢这么和奥陵云说话的绝对不多。 希望你不要让奥某失望, 否则陵云剑就要染血了。 说话间, 奥陵云已经拔出了自己的陵云剑, 锋利的剑尖, 在阳光下闪烁着锐利的光泽。 灵道一掌就能击败一位新陈进巅峰舞者, 奥陵云自然不会小区灵道。 花开花落, 陵云剑猛地斩出, 一朵朵鲜花从天而降, 这些鲜花都是奥陵云的本源力量所化, 同时向灵道积舍而来, 即便是灵道也不敢大意。 一朵鲜花或许不算什么, 可是上千朵鲜花, 完全足以轰杀寻常新陈进巅峰舞者。 奥陵云能够闯下不小的名气, 自然并非浪的虚名, 本身战力绝对不差。 陵云剑更是上品剑棋之中的顶尖火色, 哪怕陵云剑距离灵道还有三丈之远, 灵道都能够感受到陵云剑的锋芒。 在其他舞者的眼中, 陵云剑已经变成了一朵朵鲜花。 可是, 他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危机, 换成他们来抵挡这一剑的话, 在场真没多少人有把握安然接下。 不知死活, 看到灵道依旧不打算拔剑, 其他人自然觉得灵道在找死。 不管灵道额头上的新陈血纹是怎么回事, 他的境界肯定都不会太高, 毕竟他的岁数摆在那里。 奇怪, 为什么他出手, 我都感应不出他的境界。 清剑宗的心无痕一直死死地注视着灵道, 想要看出灵道的境界以及剑法来源。 可惜, 让他失望的是, 他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哪怕灵道和奥灵云动手, 他都不知道灵道到底什么境界。 上一次, 在失恋之地的神剑崖, 灵道领悟了很多剑法。 如今的他, 已经根据那些剑法, 开创出了自己的剑法。 像剑莲要清天, 虽然也是他自创, 但毕竟是前世所创, 而非今生。 既然我是天剑宗弟子, 那么这门剑法便命名为天剑三世。 自从灵道悟出天剑三世之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施展出来对敌。 神剑崖那么多剑法, 也就是灵道, 才能在短时间内领悟那么多。 天剑三世, 可谓是柔和了百家之长, 施展出来就更加让人摸不出他的根底了。 第一是, 苍天无量, 既然是魔力己身, 那么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 灵道是不会拔剑的。 哪怕是和奥林云动手, 他依旧是以手带剑。 反正他肉身强横, 就算是比起上品剑气, 也毫不逊色, 这就是蛮荒诸仙境的恐怖之处了。 八千条幼龙之力, 依旧超过了许多星辰境巅峰舞者, 哪怕是奥林云都比不上。 奥林云是天才不驾, 可他毕竟是一位剑修, 而并非体修, 肉身力量根本比不上如今的灵道。 灵道的右手展出, 宛若一柄锋利无比的大剑, 无物不破, 无坚不摧。 凡是向着他击射而来的鲜花, 全都是在沙纳间崩碎。 他的右手, 更是和林云剑硬汉了一级。 强横的碰撞, 使得空气都炸裂了, 新陈境前期的灵道, 已经不惧新陈境巅峰的奥林云。 这一次碰撞, 奥林云根本没有占据到半点上风, 反而是觉得体内气血不稳。 不行, 我的苍天无量, 根本没有使出争议, 看来还得继续完善才行。 灵道和奥林云的交锋, 却是灵道占据了上风。 其他新陈境舞者都在震惊于灵道剑法的强大, 灵道却对自己的剑法极其不满意。 如果让其他人知晓灵道心理的想法, 恐怕会自残行贿。 无见门传人, 不管是奥林云还是心无痕, 都是这般猜测的。 他们没有看过灵道用剑, 而灵道战力又这么强横, 他们自然认为灵道是无见门传人。 如果是其他剑宗弟子, 不用剑都这般强横, 那就真的恐怖了。 好在他们的消息都不闭塞, 百宗战场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年轻的强者, 想必灵道是来自神秘的无见门无遗。 很有可能, 灵道是刚刚走出无见门试炼的, 故此以前才默默无闻。 在揭我一剑, 奥剑灵云和先前不同, 这一次奥灵云确实拿出了真本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果还无法击败灵道, 那就有些丢人了, 毕竟灵道只是个少年而已。 身为奥剑宗的天才弟子, 岂能败在一位默默无闻的少年手中? 我天资极高, 更是凝炼出行星, 现在就以我的本源星辰, 来压制你的本源星辰。 本源星辰有四个层次, 恒星可以压制行星和卫星以及彗星, 行星则可以压制卫星和彗星。 奥灵云天姿势不差, 可也是因为奇遇, 才凝炼出行星。 在他看来, 灵道凝炼出的星辰恐怕只是卫星, 以他行星的威势, 完全可以压制灵道, 让灵道实力大减。 他不相信, 灵道也拥有奇遇, 可以凝炼行星。 然而, 让奥灵云无比惊讶的是, 他在灵道身上感受不到任何本源星, 星辰的气息。 哪怕他的行星再怎么压制都没用, 因为灵道的体内, 根本没有本源星辰。 怎么回事, 难道他真的不是星辰镜舞者? 不仅奥灵云发现了这一点, 星无痕和其他人, 也是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在联系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却是让他们得出了一个他们根本不相信的结论, 那便是灵道只是化繁镜巅峰而已。 仅仅是星辰血纹, 还不足以让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是奥灵云使用了本源星辰压制, 已经能够感受到灵道体内空荡荡的, 根本没有本源星辰。 先将第一式完善再说, 苍天无量, 其他人的想法, 和灵道无关, 他要做的, 只是完善天剑三式的第一式而已。 贪多嚼不赖, 他现在要做的, 是先完善第一式, 然后再完善第二式和第三式。 现在的他, 毕竟只是星辰静前期而已, 想要自创威能强大的剑法,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哪怕他天资再高, 都是无用, 不经历战火的洗礼, 他开创的剑法就不会变强。 这一次, 明显和先前不同, 灵道以守待剑, 一剑斩出, 便是瞬间和他的剑势结合到了一起。 在其他人看来, 就仿佛是一片天穷压了下来, 想要粉碎一切。 终于有点味道了, 灵道欣喜的同时, 手中的动作, 也是陡然加快。 好在奥灵云身经百战, 哪怕心中有着千斑疑惑, 此时也是压了下来, 全身心地对付灵道, 没有其他杂念。 一朵朵白云, 将灵道笼罩在了其中, 灵云剑更是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灵道劈了过来。 这些白云, 足以让灵道的行动, 变得缓慢无比, 死在奥灵云这一剑下的武者, 绝对不在少数。 可惜, 这一切对灵道根本无用, 天剑横空, 所有的白云都是烟消云散。 灵道的右手, 更是以最快速度, 挡住了灵云剑。 他的五根手指, 死死地抓着灵云剑。 给我碎, 打怕奥灵云此时想要收回灵云剑, 都是晚了一步。 灵云剑的剑尖部分, 已经被灵道生生地捏碎了。 奥灵云看着自己手中的断剑, 却是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灵道的肉身强横程度, 着实让奥灵云震惊到了极点。 从小到大, 奥灵云经历了一场场战斗, 可是那么多的对手之中, 从来没有人的肉身可以和灵道媲美。 拜吧, 既然占据了优势, 那么灵道自然不会给奥灵云翻身的机会。 脚踏追星八步, 一步一个闪烁, 瞬息间灵道便是来到了奥灵云的身边。 一掌披下, 成百上千道剑气呼啸而过。 这是你逼我的, 我连准王都能够急杀, 岂能没有底牌。 眼见奥灵云要被灵道一掌打成重伤, 奥灵云确实扔掉了手中的断剑, 转而取出了一柄极品剑气。 奥灵云的底牌, 便是这柄极品剑气, 也正是靠着这柄极品剑气, 他才斩杀的阵王。 第九十四章连败两位天才, 极品剑气, 已经拥有灵性, 甚至有的极品剑气已经孕育出剑灵。 如果完全催动一柄极品剑气, 绝对可以发挥出极其强横的威能。 灵道的刘峰剑, 曾经品质极高, 可惜后来破损了。 断裂的人黄剑, 曾经更是绝世神剑, 可惜破损成了五个部分。 即便如此, 灵道想要让断裂的人黄剑全面复苏,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逍遥剑, 灵道更是摸不透深浅, 只是当成无坚不摧的剑气来用的。 可是奥灵云不同, 他全力以赴之下, 是可以让手中的极品剑气复苏的。 正因为如此, 他曾经才斩杀了一位准王, 现在感觉不是对手, 他自然只能全力催动手中的极品剑气了。 剑气如虹, 极品剑气已经开始复苏, 锋利的剑芒, 像是要割裂虚空, 展现无与伦比的威能。 奥灵云更是大笑了起来, 面对灵道攻过来的一掌, 却是自信十足。 就算你肉身再强, 又怎么可能比得上我的极品剑气? 奥灵云说得不错, 灵道就算肉身强横, 毕竟也就只有新陈进前期, 还没法和极品剑气硬碰硬。 看到极品剑气攻来, 灵道自然也不敢使用肉掌相迎, 仅仅只是拍出了一道道掌影而已。 可惜, 这些掌影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全部被极品剑气给破开了。 奥灵云更是咬牙, 向着灵道攻了过来, 以他的境界, 全力催动一柄极品剑气, 并非什么简单的事情。 不愧是能够斩杀准亡的天才, 原来还有这样一柄极品剑气。 不要说其他人, 就连心无痕都是眼皮狂跳。 先前奥灵云表现出来的战力, 并不比他强, 可是加上这柄极品剑气, 他便是没有把握胜过奥灵云了。 当然, 奥灵云有底牌, 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反正都可旗鼓相当, 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是, 黄天无极, 天剑三世, 一世比一世强大, 第一是无法奈何手握极品剑气的奥灵云, 那么灵道唯有施展出第二世。 可惜, 仅仅是第一次施展, 第二世也是有着诸多缺陷。 为了对付极品剑气, 灵道也是双手同时出击, 就好像手持双剑一般。 在他的身后, 仿佛有着一条真龙虚影, 将他整个人笼罩了下来。 他每一次出剑, 都是蕴含了无尽伟力, 像是要斩碎日月星辰一般。 又是一次大碰撞, 奥灵云使用了极品剑气, 灵道明显没有先前那么轻松了。 极品剑气不仅锋锐无比, 还蕴含了剑意, 属于乾坤境王者的剑意。 极品剑气, 最差都的乾坤境王者才能铸造, 其中蕴含王者剑意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奥灵云全力催动极品剑气, 自然也是激发了其中的剑意。 好锋利的剑意, 即便是灵道, 神色都是凝重了起来, 极品剑气再配上剑意的话, 已经足以对他造成极大的伤害。 好在他体内本源力量极其雄浑, 可以支撑他一次又一次施展黄天无极。 仅仅是片刻间, 领导便是将黄天无极打出了18次。 他的悟性极高, 黄天无极的威能也是一次比一次强横。 到了最后, 他已经展现出能够和奥灵云分庭抗礼的本事。 这小子的进步, 这么这么快,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心无痕一直注意领导, 自然对领导的所有表现看得极为清楚。 开始的时候, 领导压根挡不住奥灵云的集挺剑气, 只能不断地后退。 慢慢地, 领导已经开始奋力抵挡, 而且败事也被渐渐扭转了过来。 到了现在, 领导更是能够和奥灵云斗隔旗鼓相当。 能够在战斗中进步如此神速, 这样的妖孽, 心无痕还是第一次见到。 打怕自视甚高, 心无痕也是重视起了领导。 这样一个少年, 尽管现在境界低, 但是只要给他时间, 超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或许十年后, 他们都要仰望领导了。 你的路, 错了, 见修见修, 当以本身为主, 而不是以剑为主。 领导轻声说道, 随后便是左手施展苍天无量, 右手施展皇天无极。 大战了这么久, 他对天剑三十的前两世, 也是有了新的感悟。 剑法, 还得在战斗中魔力, 和奥灵云的大战, 让他对这两世剑法, 都有了新的认识。 哼, 少啰嗦, 我怎么修炼, 还用不着你一个小家伙说三道四? 你没有极品剑气, 而我有, 所以你必然会死在我的剑下。 奥灵云脸色一朗, 随后便是施展出了奥剑宗的正宗绝学之一, 穹与奥剑爵。 奥灵云不仅是奥剑宗的天才弟子, 更是宗主一脉, 修炼了穹与奥剑爵并不奇怪。 不愧是奥剑宗的天才弟子, 竟然连穹与奥剑爵都能够施展得出来。 传闻, 穹与奥剑爵炼到巅峰, 甚至可以吸收穹与之力, 将剑法的威能提升好几个层次。 使用极品剑气施展穹与奥剑爵, 奥灵云的战力瞬间提升了不止一倍。 作为奥剑宗的正宗绝学之一, 穹与奥剑爵的强大无庸置疑, 哪怕身为新陈镜巅峰武者, 奥灵云施展穹与奥剑爵, 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奥灵云虽然不可能吸收穹与之力, 但给领导的感觉, 好像也是在与天斗了。 再加上极品剑气的风锐, 领导想要在藏着,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全力以赴。 既然如此, 就看看我全力施展天剑三世的威能吧。 领导神情严肃, 左手画剑施展苍天无量, 右手画剑施展黄天无极。 在他的体内, 蛮荒诸仙境疯狂运转, 此时的他, 体内无穷剑气已经完全消散, 施展剑法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挚爱。 他体内的本源小鼎, 更是绽放无量光, 无名本源倾泻而出, 使得领导的双手, 散发出了无尽锋芒, 比真正的上品剑气 还要厉害。 让领导吃惊的是, 无名本源简直比剑之本源 还要契合剑法。 剑之本源, 最为适合剑修, 可是领导发觉无名本源 更加适合剑修。 哪怕是前世, 他也没有听说过 比剑之本源 还契合剑修的本源力量, 那么无名本源到底是什么? 仿佛两柄天剑同时批出, 即便是奥林云都是脸色大变。 极品剑气势厉害, 穷与奥剑决更是上品剑法之中的顶尖货色, 可是奥林云根本发挥不出他们的全部威能。 反观林道, 苍天无量和黄天无极是他自己开创的剑法, 虽然现在剑法还不完善, 但他能够发挥出这两世的最强威能。 而且他是以手带剑, 双手是他自己的, 自然不会有智能发挥部分威能的情况出现。 突这一次, 奥林云的下场更惨, 林道的双手打散了他所有的剑气, 更是将他手中的极品剑气给拍飞了。 林道给他的感觉, 根本就不是剑修, 简直就是一头人形暴龙。 哪怕是蕴含了剑意的穷与奥剑决, 都被林道给破掉了, 此时谁也不会怀疑林道的实力了。 奥林云曾经依靠极品剑气, 可是斩杀过准亡的, 现在却是败在了这么一个少年剑下。 阁下好强的实力, 新谋也准备讨教一番, 一直注视着林道的心无痕, 却是忍不住战了出来。 见识到了林道的实力之后, 他却是手痒了。 现在奥林云已经被林道打伤, 根本不可能再对林道造成任何威胁, 他自然是直接出手了。 星光大道, 星无痕挥动手中的上品剑气, 一上来便是施展出了自己的拿手剑法。 没办法, 连奥林云都不是林道对手, 他自然也不敢小区林道。 毕竟他和奥林云一样, 都只是星辰进巅峰而已。 一柄上品剑气, 膝带满天星光, 悍然无皮地斩了过来。 星无痕是星剑宗的天才弟子, 更是领悟了星辰本源, 星剑宗年轻一辈的翘楚, 必然有他一个。 和奥林云不同, 星无痕是真正的讨教, 这一件事悍然无皮, 但并没有什么杀意。 或许也是因为林道实力够强, 星无痕并没有把握斩杀林道, 自然不会动什么杀星。 来得好, 刚刚和奥林云的最后一次碰撞, 也是让林道对苍天无量和黄天无极有了新的领悟。 现在星无痕出手, 林道自然是再度施展出了这两世,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苍天无量和黄天无极逐渐完善。 他的左手, 仿佛代表了苍天, 无边无际, 一剑斩出, 便是天穷坍塌, 仿佛蕴含了风阵本源的力量。 与其说这一件事战, 还不如说这一件事镇压。 他的右手, 则是宛若代表了黄天, 无比伟岸。 如果说苍天无量是风阵本源的力量, 那么黄天无极便是荔枝本源的力量。 这一件, 蕴含了林道的八千条右龙之力, 足以轰碎万丈熊山。 两件同出, 哪怕是无尽的星光, 都是在瞬息间暗淡了下来。 星无痕没有杀意, 林道自然不会下杀手, 但是强横的力量, 还是将星无痕先飞了出去。 不管是奥陵云, 还是星无痕, 都是天才弟子, 尽管只有星辰境巅峰, 但哪怕是寻常准亡, 也得重视他们。 可是今天, 他们同时败在了一位少年手中, 而且这位少年自始至终, 都是没有拔剑。 第九十五章 建明 人亡, 太强了, 要说他不是星辰境武者, 我绝对不信, 哪怕他浑身上下都没有半点本源星辰的气息。 还没有拔剑, 就如此厉害, 要说他不是无剑门弟子, 我也不信。 奥陵云和星无痕, 都是天才人物, 可惜现在都成了那小子的踏脚石。 击败奥陵云和星无痕之后, 领导便是离开了此地。 他来百宗战场, 是为了磨砺自己, 奥陵云和星无痕根本达不到磨砺他的效果, 也就是让他的剑法更加完善了。 这还是因为天剑三世初创, 第一次施展当然进步最大。 奥陵云和星无痕对视了一眼, 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领导这般厉害的少年, 明明只有十七八岁, 却已经拥有战胜他们的实力。 更何况领导额头还有星辰血纹, 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拔剑。 战胜了我们, 根本不算什么, 百宗战场之中, 比我们强大的太多了。 没错, 若是他没有强大的靠山, 极有可能死在百宗战场之中。 星无痕和奥陵云两人能够活到现在,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招惹比他们强大的武者,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一个来自星剑宗, 一个来自奥剑宗, 都是比较强大的六品势力。 如果灵道真的是来自无剑门还好, 毕竟无剑门神秘且强大。 要是灵道不是来自无剑门, 而是来自一个小势力, 那他就只能靠自己了。 想到这一点后, 奥陵云和星无痕都是惊悚了起来, 倘若灵道不是无剑门弟子, 是守空拳就这么厉害, 要是拔剑, 那还得了。 我的乾坤界中, 有这么多剑, 不如将它们熔炼成衣柄剑。 断裂的人黄剑, 逍遥剑和流风剑, 灵道没有什么想法,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这三柄剑。 好在他的乾坤界之中, 除了这三柄剑之外, 还有很多上品剑器和中品剑器。 至于下品剑器, 早就被他给扔掉了。 死在他手里的舞者, 可不少, 他得到的中品剑器和上品剑器 自然不在少数。 别人得到这些中品剑器和上品剑器, 只能卖掉, 亦或者炼成爵士剑阵, 可灵道不同, 他掌握大天柱剑术, 完全可以将这些剑器熔炼为一体。 可惜我还没有领悟剑翼, 要不然, 现在就可以打造极品剑器。 极品剑器, 不仅拥有灵性, 还要灌输乾坤境王者的剑翼, 甚至以王者意志练剑。 可惜, 这些条件, 现在的灵道并不具备, 他所依仗的便是大天柱剑术。 有这么多剑器在, 他根本不需要其他材料, 就可以练出一柄极其强横的上品剑器。 一柄柄长剑, 浮现在了他的身前, 随后他便是施展出了大天柱剑术。 躯空之中, 仿佛燃烧起了熊熊圣火, 不管是中品剑器还是上品剑器, 都是慢慢地软化了, 到的最后更是变成了液体。 灵道的双手, 结出了一枚枚硬法, 这些液体慢慢地凝练成了一柄剑剑。 长达十丈的剑剑, 散发着无匹的锋芒, 若是有些吓人。 使用这柄剑剑, 单单是杂, 恐怕其他新陈镜巅峰武者都要被灵道砸死。 粗胚已成, 接下来便是千锤百炼, 雄魂的本源力量, 演化出两柄剑锤, 对着十丈剑剑不停地敲打。 火星四剑, 剑鸣阵阵阵, 剑剑在两柄剑锤的敲打下, 逐渐缩小。 剑剑之中的杂质, 全部飞剑了出去, 剑身更是越来越坚固了。 原本十丈大小的剑剑, 慢慢地变得只有一丈大小。 此时, 哪怕是本源力量演化的锯锤, 也是无法锤练这柄剑了。 不得已, 零道只得散掉锯锤, 将双手当作大锤, 开始练剑。 砰砰砰声响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关头, 零道也是不再呼闹出多大动静了。 反正他毁了那么多剑, 要是不锤炼出一柄像样的剑来, 恐怕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好在大天柱剑术精妙无双, 让他省去了不少功夫。 蛮荒诸仙境, 现在的零道, 的确没有掌握剑意, 不过他却是在用蛮荒诸仙境练剑。 他想要将蛮荒诸仙境的真意, 打进这柄剑中。 一枚枚古老的符文, 被他强行烙印在了这柄剑的剑身上。 其实零道自己对这些古老的符文都不怎么了解, 不过这并不能妨碍他练剑。 本来这柄剑已经很难再变小, 可是有了这些古老的符文之后, 这柄剑很快便是变成了正常大小。 好剑, 并不是零道自练, 而是这柄剑真的不同寻常。 尤其是那些古老的符文已没之后, 这柄剑看起来古朴无华, 却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或许是受到逍遥剑的影响, 零道现在练出的剑也是锋利异常。 你是我今生炼制的第一柄剑, 虽然是众多剑气熔炼而成, 但你毕竟已经和我一样新生了。 既然如此, 我便赐你名为, 人王。 从今以后, 你会随我征战无数天才, 引无数强者血。 好似是明白了灵道的心意, 人王剑也是剧烈地战动了起来。 就连灵道都是没有想到, 这柄剑竟然有着不小的灵性。 最重要的是, 这柄剑可以伴随他成长, 等到他境界有所提升后, 可以将其他剑熔炼到人王剑上。 他运用自己的本源力量, 在剑柄上刻下了人王两次。 人王, 不同于乾坤晋王者, 仅仅从这柄剑的名字上, 便是可以看出灵道的决心。 前世, 他死在紫卫圣地, 今生, 他则是要逆流而上, 横扫一切对手。 我心如明镜, 直指本心, 人王剑成, 我的心境也是跟着提升了。 他并没有炼制剑鞘, 人王剑要的就是锋芒无匹。 若是被剑鞘挡住了锋芒, 那就不是人王剑了。 他的双眸, 现在看起来, 的确没有以前那么锋芒毕露, 可是他整个人依然犹如一柄锋芒无匹的神剑, 人王剑和他的气质, 极为匹配。 浩强的剑意, 难道有什么神剑出事不成? 我感受到了无尽锋芒, 绝对是一柄了不得的剑。 前面有葛少年, 难道说他已经得到那柄剑气了? 灵道使用大天柱剑术炼制人王剑, 动静太大, 自然引来了不少强者。 让灵道惊讶的是, 前来的全是星辰静武者, 他来百宗战场, 还没有见过化繁静武者。 怪不得别人都说百宗战场凶险无比, 看来这里的强者真多。 没错, 就是他手里那柄剑, 一位星辰静巅巅巅封武者指着灵道手中的人王剑惊叫道, 与此同时, 一双双眼睛都是看向了人王剑。 灵道能够看出他们眼里的渴望与贪婪, 人王剑刚刚出事, 便是引来了这么多武者,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人杰了。 传闻, 有强者炼制出强大的神剑, 便是有可能招来天杰和人杰。 现在的人王剑, 毕竟只是上品剑戚, 还没有资格招来天杰, 不过人杰却是在所难免。 灵道将那些古来的符文打进人王剑中, 便是劫难的缘由。 你们都是来抢剑的, 前来的武者的确不少, 但境界最高的也就是星辰镜巅峰舞者而已, 灵道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不过, 这些舞者的到来, 刚好让他试试人王剑的威力。 尽管人王剑看起来很强, 但没有试验过, 灵道也是心里没底。 没错, 小子, 交出你手中的剑, 饶你一命。 要是你胆敢反抗, 就休怪我们取你性命。 落在我手里, 你想死个痛快都不行, 必然要折磨的你生不如死。 这些星辰镜舞者看到灵道如此年轻, 便是有了轻视之心。 再看到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更是让他们放宽了心。 如此少年, 根本不是他们对上, 他们要防范的只是其他人而已。 那好, 你们既然要这饼剑, 那就先让你们看看这饼剑的威能。 在场的星辰镜舞者不仅要夺剑, 还要斩杀灵道, 那么灵道自然没有必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他的右手, 缓缓地举起了人王剑, 随后便是向着眼前这些星辰镜舞者劈了过去。 一剑劈出, 好似有着无穷凶兽在嘶吼, 声势浩大, 极为惊人。 就连虚空, 都是开始扭曲, 抵挡不住人王剑的锋芒。 就算是这些星辰镜舞者, 都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灵道说出手就出手。 找死, 不自量力, 这些星辰镜舞者都是怒好了起来, 随后便是全部对灵道出手了。 虽然他们先前极为轻视灵道, 但是见识到了这一剑的威能之后, 一个个都是不敢小看灵道了。 哪怕是他们, 都是施展不出如此强横的一剑。 可惜, 一切已经迟了, 灵道出剑速度何等的快。 他趁着众人毫无防备出手, 那么其他人想要施展剑招抵挡, 根本不可能。 就算是反应快的, 也仅仅刚刚来得及拔剑抵挡而已。 不管是逍遥剑还是断裂的人皇剑, 领道都无法发挥出他们的全部威能。 可是人王剑不同, 人王剑是他亲手炼制, 就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一剑斩出, 便是有着惊天之威, 距离人王剑最近的星辰镜舞者, 直接被人王剑劈成了两半。 人王剑刚刚出事, 便是引了星辰镜舞者的鲜血。 第九十六章准亡, 古剑一, 这么强, 一群星辰镜舞者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领道仅仅挥出了一剑, 便是足足斩杀了五位星辰镜舞者, 其中有星辰镜后期, 甚至还有星辰镜巅峰。 至于受伤的, 更是多达十五位, 一剑之威, 便是如此恐怖, 那些距离较远的星辰镜舞者, 都是吓了一跳。 领道的战力太强, 强到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 本来他们还想要抢剑的, 可是现在却没有这个胆子了。 我这柄剑威力如何, 你们谁想要, 人王剑的威能, 也是让领道极为满意。 他只是随手一剑而已, 便是这么厉害, 他没有权力催动人王剑, 也没有施展什么高深的剑法, 否则的话, 在场的星辰镜舞者只会死得更多, 伤得更多。 被他杀死的五位星辰镜舞者, 不仅想要抢他的剑, 甚至还想要取他的性命, 他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那些受伤的, 也都是心怀不轨, 要不然领道也不会攻击他们。 我们只是好奇才过来一关, 不是来抢剑的。 阁下能练出如此好剑, 令我等好生佩服。 我们都是纯粮之人, 怎么会做出抢剑这种事情? 当下, 便是有星辰镜舞者接连说道, 他们能够在百宗战场活下来, 每个人手上都是沾满了血, 自然和纯粮不沾边。 他们之所以如此, 只是因为领道太强, 要是贸然抢剑, 恐怕都得死在人王剑下。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辞了, 这些人已经让步, 领道自然也不会穷追不舍。 人王剑的威能, 他已经大体知道了, 想要发挥出全部威能, 还得遇到足够强横的对手才行。 眼前这些星辰镜舞者, 倒是不具备这样的问题。 拉里走, 远处, 一道身影画作长虹, 向着这边飞了过来。 刚刚准备离开的领道, 也是看向了那道身影。 即便相隔很远, 领道都是能够感受到来人的强大, 不是星辰镜后期, 也不是星辰镜巅峰, 而是一位准王。 来者是一位年轻男子, 身材挺拔, 一席蓝色长袍上点缀着点点星辰。 看起来还不到三十岁, 却拥有着极其强横的威势。 当然, 最惹人注意的还是他的一字眉, 两条粗黑的眉毛连在一起。 他怎么来了? 古剑宗年轻一辈的准王, 古剑一。 他说那小子杀了他弟点, 好大的胆子, 可惜被古剑一找到了。 古剑一和古剑一眉宇间有着气氛相似, 在看到古剑一的时候, 林道便是已经猜到了古剑一的身份。 再加上远处那些星辰进武者窃窃私语, 林道自然明白他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物。 年轻一辈的准王, 林道先是得罪了血凡尘, 再是得罪了林慧仁, 后来又和田坤大打出手, 没想到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古剑一。 其中,林慧仁实力应该最差, 血凡尘和田坤熟强熟弱, 就不知道了田坤, 得到了阴阳天尊的传承, 并且拥有本尊和赐身两具身体。 血凡尘则是已经凝练了意志, 并且掌握了剑一, 单论资质, 血凡尘肯定在田坤之上。 想要在准王之境, 就凝练意志并且掌握剑一,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剑一, 是不是你杀的, 古剑一气是灵人, 上来便是质问领导。 其实, 上次领导斩杀古剑一的时候, 古剑一距离他们并不远。 只不过, 等古剑一赶到的时候, 领导已经离开, 古剑一则是早就已经死在了领导剑下。 当时, 古剑一便是问了其他人, 知晓了斩杀古剑一的凶手。 他一路追来, 终于是看到了领导, 自然不会放任领导离开。 像领导这样的少年, 百宗战场内太少太少, 再加上其他人对领导的描述, 古剑一已经能够确定领导就是凶手。 没错, 要报仇, 你便动手吧。 古剑一先对领导出手, 他想杀领导, 领导才杀了他。 不过, 领导并没有和古剑一解释什么, 对古剑一来说, 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只要是领导杀了古剑一, 那么他就要为古剑一报仇。 要是换成其他人, 面对古剑一这样的准亡, 只不定会否认。 不过领导向来敢做敢当, 直接就承认了下来。 来到百宗战场后, 他还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现在的古剑一应该不会让他失望。 古剑宗, 肯定要比天剑宗强横, 古剑一的实力自然不差。 尤其是古剑一在百宗战场内, 已经是历经磨练, 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大战。 哪怕在准亡之中, 古剑一都不算弱者。 虽然他没有得到过天尊传承, 也没有凝练意志, 更没有掌握剑一, 但他身经百战。 听完灵道说的话之后, 古剑一的身上, 便是散发出了一股股煞气。 其他新陈禁武者则是不断地后退, 生怕古剑一动怒, 连他们也一块而杀了。 灵道不怕古剑一, 不代表他们不怕古剑一。 你有星辰血纹, 怎么可能是我弟的对手? 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实在是太过显眼。 正常来说, 额头上有星辰血纹的, 都是画凡镜巅峰。 古剑一再不堪, 好歹也是星辰镜巅峰武者, 怎么可能被一位画凡镜巅峰武者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画凡镜巅峰武者, 刚才他一剑, 便是斩杀了五位星辰镜武者, 恐怕他的星辰血纹是假的。 有人提醒道,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巴结古剑一。 正常来说, 星辰血纹根本不可能造假, 可是灵道先前表现出的战力, 根本没有半点像画凡镜巅峰, 就算说灵道是星辰镜巅峰武者, 他们都会相信。 原来如此, 这样看来, 你永远也无法成为强者, 因为你根本没有强者之心。 李飞静心思, 制造了一个假的星辰血纹, 就是想要铿骗境界低的武者, 这样的你又有什么资格成为爵士强者? 原本看到灵道如此年轻, 就能够斩杀星辰镜巅峰武者, 古剑一还是有些欣赏灵道的。 可是现在, 他确实对灵道不屑一顾了, 一个连自己境界都不敢面对的武者, 又能有多大成就? 你到底是要报仇, 还是要跟我聊天? 灵道收起了人王剑, 却是准备徒手对付古剑一。 这样做, 他没有任何把握, 但正是因为没有把握, 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 可是他的行为, 却是让别人以为, 他是要逃命, 连剑都收起来了, 不是要逃走还能是做什么? 在我面前, 你根本逃不掉, 连和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你还有什么用? 废物一个, 现在就用你的血, 祭奠我地。 在古剑一看来, 灵道已经是一个死人, 身为年轻一辈的准王, 他有着自己的傲气。 如果不是因为灵道杀了古剑一, 他根本懒得和灵道动手。 在他看来, 灵道这样的心性, 根本成不了气候。 一剑斩你, 即便古剑一没有施展任何剑法, 仅仅是极其普通的一剑, 也是强横的可怕。 他所使用的只是上品剑气, 不过也是上品剑气之中的顶尖货色。 伴随着他一剑斩出, 整片虚空仿佛都是冻结了一般。 古剑一的剑, 古仆无华, 看起来极为平凡。 可是, 灵道能够感受到这柄剑的厉害, 尤其是在古剑一的手中, 这柄剑变得更加可怕了。 出道至今, 别说星辰境巅峰武者, 就连准王, 古剑一都斩杀过。 浩强, 不愧是古剑宗年轻一辈的翘楚, 仅仅是这样的一剑, 我便是根本接不下。 准王就是准王, 比我们星辰境巅峰厉害太多了, 这下那小子死其道了。 他将那柄剑藏起来了, 如果古剑一杀了他之后, 没有去管他的乾坤界, 到时候那柄剑就是我们的了。 仅王剑的威能, 他们见识过, 古剑一却不知道。 以古剑一的傲性, 有可能杀了领导之后, 根本不再去管领导, 更加不会去取领导的乾坤界。 身为古剑宗的年轻准王, 他能够得到的修炼资源自然不差。 一拳拜你, 领导的话, 却是让在场的那些星辰境武者们一愣, 就连古剑一的一字眉都是抖了几下。 古剑一说一剑斩杀领导, 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 虽然他很狂妄, 但他的确有狂妄的本钱。 可是领导竟然说一拳击败古剑一, 简直比古剑一还狂妄。 先前领导那一剑是厉害, 不过在他们看来, 和仁王剑有极大的关系。 现在领导没有使用仁王剑, 甚至是赤手空拳, 又怎么可能是古剑一的对手? 根本就是找死, 他难道以为他是乾坤境王者了吗? 古剑一实力强横, 哪怕是其他准王遇到他, 都不敢如此自负。 年轻一辈的准王, 不在少数, 连天剑宗和林剑宗那样弱小的六品势力之中, 年轻一代都不缺准王, 其他强大的六品势力之中自然更加不会缺少准王。 可惜, 领导并非准王, 凭什么如此自负? 然而, 当领导真正出手的时候, 在场所有的新陈进舞者都是脸色大变。 领导的确没有拔剑, 但一身血气, 却仿佛化为滚滚狼烟, 血气冲牛斗, 着实吓人。 尤其是他那一拳, 仿佛夺天地之造化, 有着种种玄机。 根本不像是舞者的拳头, 而像是一柄绝尸的神剑, 陡然出窍, 无尽锋芒, 刺破一切。 就算是古剑一, 都是根本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的一拳之威, 竟然强横到了此种程度。 第九十七章准王又能耐我何? 以手带剑, 使用拳头充当剑气, 对领导来说已经没有丝毫问题。 古剑一使用的毕竟只是上品剑气, 而非极品剑气, 领导使用拳头完全可以抵挡。 坑金铁骄鸣的声音, 仿佛可以穿金烈石。 古剑一手中的上品剑气和领导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就像是两柄上品剑气在对决, 强横的力量激发出来, 使得远处那些星辰镜舞者都是感觉到一阵压抑。 肉身这么强, 远处那些星辰镜舞者虽然见识过领导的强大, 但也是觉得领导强只是强在人亡剑上。 可是现在发生的一幕, 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 拳头抗衡上品剑气, 这还是剑修吗? 如果不是因为领导先前使用人王剑, 一剑斩杀五位星辰镜巅巅峰舞者, 他们肯定认为领导是体修。 不过,就算是体修, 恐怕也没有领导如此强横的肉身。 不可能, 准王的肉身, 也没这么强, 古剑一和很多准王对决过, 可惜却没有任何一位准王, 能够徒手接他一剑而没有任何损伤。 可是现在, 他却见到了这么一个人, 而且只是少年而已。 一剑荡群敌, 毕竟身为准王, 而且经历了一场场大战, 古剑一很快便是冷静了下来。 就算领导的肉身比他强又如何, 他在领导的身上, 没有感觉到准王的气息, 说明领导境界还没他高, 那么领导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剑气, 无比浑厚的剑气, 充斥了整个战场。 林道和林慧仁动手过, 和田坤也动手过, 可是比起剑气的雄浑程度, 他们都比不上古剑一。 或许田坤的本尊没有权力以赴, 但他的刺身肯定是比不上古剑一的。 据传, 古剑一领悟的是剑之本源, 现在看来果然不嫁。 剑修之中, 领悟剑之本源的绝对是少数, 没想到古剑一竟然有这样的悟性。 我的剑已经在战斗了, 因为掌握剑之本源的准王, 已经可以影响到我的剑。 如果我和他对决的话, 绝对要吃大亏。 林道曾经也掌握剑之本源, 施展剑之本源完全可以影响到对手的剑。 可惜, 凝炼出本源小鼎后, 他的剑之本源便是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完全不知道的本源力量。 唯独让古剑一遗憾的是, 林道根本没有用剑。 古剑一倒是想要影响林道的剑, 可惜到现在为止, 林道丝毫没有用剑的想法。 这就让古剑一暗暗恼怒了, 和他对决竟敢赤手空拳。 浩大的剑芒, 向着林道展来, 浓郁的剑之本源, 更是让这一剑的威能暴涨。 在古剑一的身后, 仿佛有着一位未剑修须影, 他们同时挥剑, 联手对付林道。 我是古剑宗准王古剑一, 你又算什么东西。 在古剑一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体内的星辰, 便是犹如惶惶烈日一般, 散发出了极为耀眼的光芒。 他整个人就仿佛是一尊年轻的太阳神, 从远古时期跨越时空而来。 恒星, 不对, 距离恒星还差半步, 是位恒星。 古剑一的资质极高, 可惜想要凝炼恒星, 却依然不够。 原本, 他也就只能凝炼行星而已,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突破, 而是积蓄无比雄魂之后, 才开始突破, 故此凝炼出了位恒星。 我不是准王, 但准王又能奈我何。 见识到古剑一这一箭的强横之后, 林道的双眼也是亮了起来。 像古剑一, 奥林云, 心无恒那些人, 根本没有资格做他的对手, 现在的古剑一终于像点样子了。 倘若古剑一知晓林道内心之中的想法, 恐怕晦气地暴跳如雷。 他堂堂古剑宗年轻一辈之中的准王, 在林道的心里, 难道仅仅只是像点样子吗? 先前的一次交锋, 古剑一已经看出了林道的强横之处。 故此, 他不仅施展了剑法, 更是催动了体内的本源星辰。 高等的本源星辰, 对低等的本源星辰, 有着一定的压制作用。 百宗战场经历了异常场大战, 古剑一只见过一位凝炼出恒星的, 其他人则是都无法凝炼出恒星。 不管是行星, 还是卫星, 亦或是彗星, 都要受到他为恒星的压制。 可惜, 古剑一失算了, 他绝对不会想到, 林道体内根本没有什么本源星辰, 而是一尊本源小鼎。 他想要压制林道的本源星辰,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苍天无量, 林道以右手代替剑气, 施展出了天剑三世的第一世。 暴凌云的战力尽管不怎么样, 但毕竟帮林道完善了天剑三世的前两世。 现在的苍天无量和黄天无极, 的确有着诸多不完美的地方, 不过比起初创的时候, 已经好了许多。 在林道的头顶, 仿佛出现了一片天穷, 这一刻宛若天塌地线, 镇压一切。 不管是多么雄浑的剑气, 此时都像是烈日下的积雪, 全部消融, 无复存在。 哪怕是古剑一身后的那些虚影, 也都是通通消散。 一只手掌, 穿过虚空, 向着古剑一的胸膛打去。 幸亏古剑一反应极快, 连连挥动手中长剑, 一次又一次斩在林道的手掌上, 才挡住了这悍然无痞的一掌。 到底他是准王, 还是我是准王? 古剑一惊一不定地看着林道, 身为年轻一辈的翘楚, 他竟然差点被这么一个少年重创。 他可以肯定, 林道绝非准王, 甚至林道的体内没有凝炼出本源星辰。 难道说, 他额头上的星辰本源是真的, 他真的只是化繁镜巅峰, 不仅古剑一的脑海中有了这样的想法, 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不过很快, 他们便都是否定了这个想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才, 都不可能再化繁镜巅峰斩杀星辰镜巅峰。 你到底什么境界, 难道是从乾坤镜王者跌落下去的老怪物? 乾坤镜王者, 最高可活八百载, 卫装成少年, 自然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这样也说不通, 一旦境界跌落, 肯定会变得苍老, 除非林道少年时期就成为乾坤镜王者了, 可是这可能吗? 想要知道我的境界, 击败我, 我就告诉你, 黄天无极, 这一次, 林道却是主动出击, 施展出了天剑三世的第二世。 如果古剑依旧只有现在表现出的这点本事, 那么他根本就不是林道的对手。 林道也懒得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昂仿佛是真龙嘶吼, 林道就像是一头人形暴龙, 向着古剑一攻了过去。 强横的力量, 仿佛足以轰碎一切, 立把雄衫, 膝盖当势, 哪怕是古剑一都是前所未有的认真了起来。 古道剑谱, 面对林道这样的强敌, 古剑一终于是拿出了真本事。 古道剑谱, 便是古剑宗的真宗绝学之一, 演化上古时期舞者的超绝剑法, 每一朝每一世, 都是蕴含了上古意境。 上古时期的乾坤镜王者, 比如今的乾坤镜王者, 厉害了太多太多。 此时的古剑一, 便是仿佛变成了上古时期的剑修。 每一剑, 都看似古仆, 却又苍茫大气, 展现出了远超先前的威能。 古剑一还是古剑一, 可它的剑法, 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战力自然也是随之提升。 在它的周围, 更是出现了一个个远古剑修的身影, 它们的服饰都极为古老, 可它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更加强大。 可见它在古道剑谱上的成就极高, 要不然根本不会如此。 每一个远古剑修, 都和古剑一一样, 是准王之境。 可是古剑一在它们的面前, 就和小孩子一样。 幸亏它们都是幻象, 如果全都是真实的, 那该何等恐怖。 看到古剑一施展出古道剑谱之后, 那些新陈进武者都是一退再退。 哪怕它们距离领导和古剑一已经足够远, 依然担心被战斗鱼颇波波及到。 它们实在无法想象, 连准王都不是的领导, 到底怎么抵挡古剑一的古道剑谱。 强横的力量, 粉碎一切, 领导轰散了所有的幻象。 可是, 古剑一却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给古剑一报仇的事情了, 它还要用事时告诉领导, 它远超领导, 实力比领导强出太多。 去死吧, 此时的古剑一, 竟然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 它一剑比一剑强横, 若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它肯定能够将古道剑谱修炼到极高的境地, 甚至有可能大成。 要知道, 哪怕是古剑宗的乾坤晋王者, 都很少有人能够将古道剑谱修炼 到大成之境。 想杀我, 你的实力, 根本不够, 领导也是打出了火气, 出手越来越重。 他的手掌, 和古剑一的上品剑气, 一次又一次碰撞。 虽然他的肉身不具上品剑气, 但是古剑一的剑法威能太大, 也是让他手掌生痛。 苍天无量, 黄天无极, 此时的领导已经是双手齐动, 左手演化苍天无量, 右手施展黄天无极。 不用剑也有不用剑的好处, 因为他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人剑合一, 因为他是以手带剑, 而他的手本来就是和他一体的。 这小子到底掌握了什么本源力量, 为什么我感觉到他掌握了好几种本源力量, 想不通, 想不通啊, 到底是什么本源力量, 竟然可以克制剑之本源。 第九十八章顶阵万古, 大碰撞之后, 领导的双手, 死死地抓住了古剑一的上品剑气。 哪怕有着古剑一剑之本源力量的加持, 他的上品剑气上, 也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按理说, 剑之本源是最适合剑修的本源力量, 他使用剑之本源施展剑法, 向来无往而不利。 可是这一次, 他却是感受到了一种先天上的压制。 身为准王, 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了不少场, 自然见识过许许多多的本源力量。 可惜, 任凭古剑一想破脑袋, 都是不知道领导掌握的是什么样的本源力量。 能够克制剑之本源的本源力量,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甚至就算是古剑宗的那些乾坤晋王者, 肯定也不知道。 给我碎, 领导的双手猛递用力, 八千条右龙之力全都是爆发了出来。 古剑一手中的上品剑气, 仿佛发出了一声悲鸣, 随后便是爆炸了开来, 化为了满天的碎片。 速退, 远处那些星辰进舞者却是再度倒退, 以免被那些碎片伤到。 领导的表现,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想象, 如此生猛的年轻人,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本源星辰, 给我镇压, 即便古剑一身精百战,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一个少年打碎长剑, 他的脸面也是完全挂不住。 一字眉下, 却是两只燃烧着怒火的眸子, 像是要将灵道声吞活泼一般。 愤怒之下, 古剑一直接济出了自己的本源星辰。 尽管他看不出灵道的境界, 但他可以肯定, 灵道绝对不是什么准王。 而且他不相信灵道能够凝炼恒星, 那么他的位恒星便是足以压制灵道。 一颗位恒星出现在了高空之上, 见之本源凝炼的星辰, 锋利至极, 散发得耀眼光滑, 正是犀利无比的剑芒, 扑天盖地的剑芒, 向着灵道照耀而来, 像是要将他碎尸万段一般。 灵道缓缓地抬头, 看向位恒星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莫名的光泽。 他走的路和别人不同, 绝大多数舞者在星辰境都是凝炼本源星辰, 他凝炼的却是本源小鼎。 现在遇到位恒星, 他自然想要一较高下。 顶正万古, 瞬息间, 灵道心思白转, 随后便是祭出了本源小鼎。 本来在场的星辰竞舞者都是认为, 灵道肯定要祭出本源星辰, 他们刚好想要看一看灵道的本源星辰是什么层次的, 顺便看一下灵道的境界。 不管灵道隐藏境界的手段多么高明, 一旦祭出本源星辰, 他的境界肯定会曝露出来。 可是, 当他们看到本源小鼎后, 一个个却是傻眼了。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一尊鼎, 他不是应该祭出本源星辰, 和古剑一对决的吗? 难道说, 那尊鼎是一件极品兵器吗? 就算是和灵道大战的古剑一, 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灵道为什么要祭出这么一尊小鼎。 然而, 下一刻, 古剑一变是脸色大变, 本源小鼎的威能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本源小鼎逆空而上, 突然间爆发出了无比强横的犀利。 哪怕是悬浮在天空上的伪恒星, 历境挣扎之后, 都是坠落到了本源小鼎之中。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哪怕是古剑一, 都来不及阻止。 给我练化, 以前灵道境界还低的时候, 本源小鼎远远没有成型, 就能够练化别人的本源星辰。 现在灵道已经踏足星辰境, 更是打破桎梏, 重练了本源小鼎, 未能自然远胜从前。 如果古剑一步贪图冒进, 现在也不会如此。 他以为既出位横星, 可以压制住灵道, 可惜是与愿违, 现实和他想象的完全相反。 若是他和灵道不断地大战, 灵道击败他还有点麻烦, 可是现在, 他却是自己送死。 不仅仅是片刻时间, 古剑一便是大口咳血。 真正让他恐惧的是, 他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本源星辰。 就这么点时间, 本源小鼎已经炼化了他的位横星。 本源小鼎在空中滴溜溜地旋转, 随后便是回到了灵道的身体之中。 一位准亡的本源星辰, 和其强横, 被本源小鼎炼化之后, 将部分力量传递给了灵道, 使得灵道的气息节节攀升。 相反的, 古剑一失去了本源星辰, 神色伟钝, 脸色苍白, 眼神黯然。 古剑一的气势一落千丈, 前一刻他还是准亡, 现在他却只是一位化繁镜巅峰舞者了。 还我本源星辰, 古剑一怒吼道, 失去了本源星辰, 他便是等于失去了一切。 他向来高傲, 看不起所有比他境界低的舞者。 可是现在他也变成了弱者, 一位化繁镜巅峰舞者可以说是百宗战场的最底层。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 他想要为古剑一报仇, 却被灵道打落了境界。 而且他想要杀死灵道, 那么灵道肯定不会放过他。 此时的古剑一, 在灵道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念在你是准亡的份上, 就让你死在人亡剑下。 大局已定, 灵道反而取出了人亡剑, 一剑向着古剑一斩去。 此时的古剑一, 根本没有和灵道抗衡的想法, 只想着逃命而已。 可惜, 他根本做不到, 他的身体刚刚移动了一步的距离, 便是伸手一处了。 死了, 古剑一死了, 强大如古剑一, 都死在了这个少年的剑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们想过没有, 他徒手便能击败准亡, 要是他在使用那柄剑, 乾坤境王者之下, 还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他杀了古剑一, 古剑宗的强者肯定不会放过他。 百宗战场之中, 可是有乾坤境王者的。 百宗战场是个大宗门大战之处, 不仅有新陈境武者的交锋, 甚至还有乾坤境王者的决战。 灵道杀死了古剑一, 要是被古剑宗的乾坤境王者知晓, 绝对不可能放过他。 收起古剑一的乾坤戒之后, 灵道便是扫了在场的其他人一眼。 仅仅是一个眼神, 便是让原本议论纷纷的一众新陈境武者, 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不会是想杀我们灭口吧? 想到这一点, 不少人便是腿肚子打战, 他们意见见识到了灵道的实力, 自然不会认为他们是灵道的对手。 若是灵道想要斩杀他们, 未必不能够将他们全监。 灵道杀死了古剑一, 他们全都是亲眼所见, 只要消息泄露出去, 古剑宗肯定不会放过灵道。 如果将他们换到灵道的位置上, 他们肯定会杀死在场的其他人。 诸位, 你们不要怕, 如果你们想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古剑宗, 那么就去说吧。 刚刚斩杀了古剑一, 灵道心情大好, 说话时, 都是面带微笑。 他心情好并非杀了准王, 而是本源小鼎为能惊人, 远胜本源星辰。 哪怕他凝练的是恒星, 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摧毁魏恒星。 然而, 本源小鼎确实在片刻间恋化了魏恒星。 可惜, 在场的新陈进舞者, 都觉得灵道是不怀好意, 甚至是在试探他们。 灵道脸上的笑容, 在他们看来, 和恶魔的微笑无疑。 只要他们胆敢有告密的想法, 肯定会死在灵道见下。 阁下说笑了, 今天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我刚刚到这里, 什么都没有看到, 能告诉古剑宗什么。 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不小心睡着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向灵道保证, 有人向灵道求饶, 也有人装疯卖傻。 尤其是人王剑还在滴血, 更是让他们胆战惺惊, 生怕灵道一个不高兴, 就对他们挥动人王剑。 你们不要如此, 我是说真的, 告诉古剑宗, 杀古剑宜的人是我, 灵道。 说完这句话之后, 灵道便是离开了此地。 既然要磨砺自己, 那就不怕别人对付他, 唯有足够的压力, 才能让他有足够的动力。 这辈子太过顺风顺水, 并非什么好事, 上一次, 在天剑宗的演舞场, 被田坤重创, 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他天资是高, 悟性是好, 但别人比他修炼时间长, 依然可以战胜他。 更何况, 天底下的天才多着事, 绝对有比他资质更好, 悟性更高的。 他现在的优势, 就是在于修炼了蛮荒诸仙境这门三界顶尖的功法。 好在如今他凝练了本源小鼎, 走了与别人不同的路。 他的前路, 充满了未知, 却也是危险重重。 现在的他是新陈境武者不驾, 可是利用本源小鼎, 到底能不能成就乾坤境王者, 他根本不知道。 不过他并不后悔, 本源小鼎的强大, 他已经见识过了, 魏恒星在本源小鼎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他真的走了, 不会是隐藏在暗处吧? 吓死我了, 我还因为要丧命于此, 没想到他竟然没杀我们。 难道说他真的要我们告诉古剑宗,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 为什么百宗战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位少年? 他到底来自哪个势力, 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徒弟, 他的师父恐怕也是乾坤境王者吧。 在灵道离开后, 一众新陈境武者都是不敢乱动, 直到半个时辰后, 他们才是放下了心来。 有的人更是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生死兼有大恐惧, 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第九十九章准王碑, 境界未知, 本源小鼎的威能太强, 就算是恒星, 恐怕也比不上, 看来这次赌对了。 没有凝炼本源星辰, 便注定领导要走的路, 和他人不同。 好在本源小鼎没有让领导失望, 反而大大地超出了他的预料。 古剑宜的威恒星, 竟然被他一下子吞噬链化掉了。 不过, 他能够练化威恒星, 也是有着两个主要原因。 一来, 古剑宜根本没有想到本源小鼎如此强横, 二来, 新陈境前期的领导, 已经拥有了准王战力。 要是古剑宜有所防备, 或者古剑宜实力再强横一点, 领导就没法练化威恒星了。 百宗战场极为广袤, 哪怕以领导的速度, 走了一天一夜, 也是没有遇到任何一位舞者。 他经历了连番大战, 自然有所领悟, 刚好趁着这个时间消化所得。 他并不知道, 因为他斩杀古剑一, 已经在百宗战场小有名气了。 并非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宣传的, 毕竟才一天而已, 他们就算想要告诉其他人, 也没有这么快。 而是因为百宗战场内, 有着两座古碑。 其中一座古碑为准王碑, 另一座古碑则是王者碑。 准王碑上面有着九百个名字, 全都是进过百宗战场的舞者。 他们九百人, 是百宗战场认为最强的九百个准王。 准王碑是根据战力来排的, 就算只有新陈境巅峰, 只要能够拥有前九百名的实力, 依然可以排在其中。 王者碑则是不同, 必须是乾坤境王者才能碑上有名, 哪怕在准王之境拥有王者级别的战力也不行。 古剑宗的准王古剑一, 以前排名八百三十二。 就在昨日, 古剑一被领导斩杀, 古剑一原来的位置, 自然也是被领导取而代之。 现在准王碑上排名八百三十二的位置, 赫然写着一行大字领导, 境界未知。 领导之所以出名, 并非因为他排名八百三十二, 毕竟排在他上面的, 还有八百多人。 而是因为他后面写着境界未知, 准王碑上他是唯一一位境界未知的。 这个领导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天机阁都不知晓他的境界吗? 天机阁号称无所不知, 哪怕是准王碑上的那些人, 境界都极为明确, 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小辈的境界? 古怪, 真是古怪, 难道说这个领导是天机阁弟子, 所以天机阁故意不写他的境界? 可是这样也说不通, 其他天机阁弟子, 境界也写得清清楚楚, 为何不写他的? 不管是准王碑, 还是王者碑, 都是天机阁立下的。 相传, 百宗战场刚刚出现的时候, 天机阁便是立下了这两座古碑。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出现境界未知的情况, 领导想要不引人注意都难。 他们当然不知道, 领导没有凝炼本源星辰, 而是凝炼了本源小鼎。 哪怕天机阁在神通广大, 也是无法判断领导的境界。 除非领导自己告诉天机阁的人, 否则他的境界就是未知的。 要是有机会, 我一定要会不会这个领导, 天机阁不知道的事情, 要是我知道了, 那就有意思了。 只是排名832而已, 我比他厉害多了, 自然不会怕他。 这些人在准王碑上排名比领导高, 自然不会将领导放在眼里。 他们没有胆子挑战准王碑排名前十的存在, 但对付排名800多的, 肯定不在话下。 准王碑的前十, 每一个都拥有乾坤敬王者级别的战力。 甚至有传言说, 他们当中有人斩杀过乾坤敬王者, 而且不止一位。 这就有些恐怖了, 以准王之境斩杀乾坤敬王者,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林道, 你终于又出现在我眼前了吗?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一位年轻男子站在准王碑前, 轻摇折扇, 笑盈盈地自言自语。 林道成长得太快,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不过这是好事, 他自然乐见其成。 而且他也想要看看, 林道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 关于准王碑的事情, 林道自然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恐怕会极为开心, 并不是因为上了准王碑开心, 而是因为百宗战场内有这么多厉害的强者。 若是其他准王只有古剑一那种水平, 那就太过无趣了。 老子费静周折, 终于从北刀玉赶到了东剑狱, 非得会会东剑狱的天才们不可。 剑神大世界, 总共有着五大区域, 分别是东剑狱, 南泉狱, 西枪狱, 北刀狱和中央主将狱。 顾名思义, 中央主将狱在剑神大世界的中间, 其他四个区域刚好在东南西北。 北刀狱和东剑狱相邻, 不管是北刀狱还是东剑狱都是极为广袤。 想要从北刀狱到东剑狱,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是徒步走的话, 哪怕是星辰静武者, 一辈子都无法从东剑狱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 他之所以能来到东剑狱, 也是因为经过了一座座传送门。 如果靠他走的话, 想要来到百宗战场, 走到死恐怕都完不成。 他只是星辰静武者而已, 速度快不到哪里去。 和东剑狱那些宗门弟子不同, 他仅仅只是穿着兽皮而已, 满头黑发更是乱糟糟地劈散着。 他的身材极为雄壮, 一双胳膊比正常人的大腿还要粗。 再加上浓密的胡子, 让他看起来简直犹如一位野人。 在他的背上, 则是背着一柄漆黑如墨的大刀。 若是让别人知晓, 他这柄大刀重达万万斤, 恐怕会极为震惊。 虽然说星辰静武者力量雄浑, 可以拥有数千条幼龙之力, 但使用这样一柄大刀, 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万斤相当于一条幼龙之力, 那么万万斤便是相当于一千条幼龙之力。 一般情况而言, 武者根本不会使用如此沉重的兵器。 尤其是追求出剑速度的剑修, 更加不会使用这样的兵器。 真是晦气, 老子是来挑战天下群雄的, 怎么刚来就遇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 出现在他眼前的, 不是别人, 正是灵道。 听到他的话之后, 灵道便是转过了身来。 百宗战场内看到一位背着大刀的武者, 倒是让灵道也是有些诧异。 东剑狱, 是剑修之地, 虽然东剑狱也有使用其他兵器的, 但是绝大多数强者都是用剑的。 眼前这个身着兽皮的年轻男子, 却是一位刀修, 而且战力极高。 星辰境后期, 灵道是星辰境前期, 身着兽皮的年轻男子则是星辰境后期, 比灵道高两个小境界。 虽然说灵道在化繁境巅峰的时候, 就可以斩杀星辰境后期舞者, 但星辰境后期舞者之中也有强弱之分。 就好比星辰境前期舞者, 灵道可以横扫一大片。 以前那些被灵道斩杀的星辰境后期舞者, 完全没有和眼前这个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抗衡的资本。 灵道有大机缘, 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还拥有前世记忆。 但不代表其他人就没有机缘, 更何况天下间的天才何其多。 单单说悟性和资质, 比灵道强的三界之中绝对不在少数。 一直以来, 灵道遇到的对手都太弱了。 大罗王朝只是个小地方, 就连天剑宗也不算什么。 哪怕是东剑狱, 也只是剑神大世界的一部分而已, 甚至剑神大世界在三界之中, 只是沧海一宿而已。 星辰血纹, 小子, 你突破星辰竟失败了, 老子怎么这么倒霉, 刚来百宗战场, 就遇到葛这么弱的。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愤愤地说道, 他从上一个传送门, 直接传送到了百宗战场内部。 出来也是他命大, 传送门出了问题, 本来只是将他传送到百宗战场入口的, 要是让他陷入空间裂缝之中, 绝对有死无生。 不管怎么样, 都得让我过过手瘾。 这样吧, 小子, 我也不欺负你, 只要你能接我一刀, 我便让你离开。 好不容易来到百宗战场, 不管遇到谁, 他都要动手。 当然, 他对领导并没有杀意, 只是手痒而已。 他说让领导接他一刀, 仅仅是立掌为刀, 而不是要使用他背后的大刀。 在他看来, 领导仅仅只是化繁进舞者而已, 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 将自己压制到化繁进巅峰了, 从头到尾, 领导都是没有接上话,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等于是在自言自语。 好在他还算光明磊落, 不仅没有动用兵器, 而且还压制了自己的境界, 对领导也没有任何杀意。 你出手吧, 领导淡淡淡地说道, 既然这位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只是使用了化繁进巅峰的战力, 那么领导自然也不会占他便宜, 也是将自己压制到了化繁进巅峰。 痛快, 要是你之前敢婆婆妈妈的, 那么指不定老子就一刀将你砍死了。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哈哈大笑, 随后便是伸出右手, 向着领导攻了过来。 一掌批出, 本源力量便是演化出一柄大刀虚影, 向着领导批了过来。 仅仅是这么一刀, 便是让领导看出这位年轻男子的强横之处了。 虽然这位年轻男子将自己压制到了化繁进巅峰, 但他明显是一位真正的天才。 即便只有化繁进巅峰, 恐怕也可以轻易斩杀新陈进武者。 能够遇到这样的天才, 领导也是来了兴致。 第100章蛮足, 蛮三刀,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尽管只有新陈进后期, 但是在刀道上的成就, 寻常准亡都比不上。 他可没有前世记忆, 能够走到这一步, 很明显资质极高。 而且他和领导动手, 并没有仗着自己境界高深, 信性也是不差。 本源力量演化出的大刀, 轰然劈下, 即便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刀, 也有着精妙之处。 这一刀, 仿佛锁定了领导, 哪怕领导想要躲避, 都不可能。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用自己的刀饰, 笼罩了领导, 除非领导可以在刹那间破开他的事, 否则只能和他硬碰硬。 好刀法, 领导赞叹了一声, 随后便是以自己的本源力量, 演化出一柄长剑虚影, 向着那柄大刀斩了过去。 虽然说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看起来极为壮实, 但是在同样的境界, 他的力量根本不如领导。 画凡镜巅峰舞者的极限, 是999条右龙之力。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极为厉害, 在画凡镜巅峰的时候, 就达到了这个极限, 连大多促体修都要自大不如。 可惜, 领导在画凡镜巅峰的时候, 早就超过了这个极限。 刀与剑的交锋, 代表的是领导和这位年轻男子的对决。 同样是本源力量演化的兵器, 无名本源演化的长剑明显更为厉害。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 其实已经掌握了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可惜他将自己的境界压制在画凡镜巅峰, 自然只能使用第一层次的本源力量。 一声哄响, 大刀虚影消散, 长剑虚影则是暗淡了起来, 不过依旧是长驱直入, 向着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斩了过去。 他明显没有想到, 领导随手一剑竟然这么厉害, 不仅破灭了他的本源大刀, 更是瓦解了他的刀势。 可恶, 以根本不是画凡镜巅峰, 领导使用出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画凡镜巅峰舞者的极限。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明显有些恼怒, 他特地将自己的境界压制在画凡镜巅峰, 谁知道他的对手领导, 根本就不是画凡镜巅峰舞者。 我的确不是画凡镜巅峰, 但我先前也将自己压制到了画凡镜巅峰。 你不用怀疑, 我在画凡镜巅峰的时候, 便拥有数千条右龙之力了。 这些话说出去, 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 不过领导并没有说谎。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也是皱起了眉头, 倘若领导说的是真的, 那岂不是说同境界一战, 他不如领导吗? 他可是北刀玉的妖孽, 怎么刚来百宗战场就遭到了如此打击? 哈哈哈哈, 老子姓你, 北刀玉, 蛮族蛮三刀, 你又是谁? 身着瘦皮的年轻男子正是蛮族蛮三刀, 如今蛮族年轻一代, 最为耀眼的天才。 蛮族, 并不是一个种族, 而是他们姓蛮, 等同于一个家族。 这一族, 生来便是极为神勇, 力大无穷, 输你是什么境界, 老子和你同境界一战。 先前, 蛮三刀觉得灵道瘦弱得不堪一击, 现在却是改变了想法。 灵道在化繁镜巅峰的时候, 便拥有数千条幼龙之力, 那么灵道绝对不是看起来那么脆弱。 其实, 灵道并不瘦弱, 只不过蛮三刀太过雄壮。 和蛮族那些男子相比, 灵道的确很瘦弱, 因此蛮三刀才会觉得灵道瘦弱。 天剑宗弟子, 灵道, 星辰静前期, 如果灵道不说出自己的境界, 哪怕蛮三刀全力以赴和灵道交手, 都看不出灵道的境界。 不过灵道觉得蛮三刀为人不错, 便告诉了他自己的境界, 反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好, 那老子就以星辰静前期的境界, 和你一战。 他认为灵道不错, 所以告诉了灵道自己的来历以及名号。 可他依旧自称老子, 说明灵道还不能得到他的认可, 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自称。 你还是以星辰静后期的境界和我一战吧, 星辰静前期的你, 不是我的对手。 并非灵道说大话, 而是他真的有这样的资格。 就连蛮三刀都是已经, 没想到灵道已经看出了他的境界。 之前他出手, 只是以化繁静巅峰的修为出手, 灵道是怎么一下子看出他的境界的。 大言不惭, 老子向来同境界无敌, 岂会不如你。 灵道的话, 也是激起了蛮三刀的傲气, 像他这样的妖孽, 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傲气。 他凝练的本源星辰是恒星, 可以说在本源星辰上, 他就能占据足够的优势。 借我一刀, 并非是蛮三刀不想用兵器, 而是他背后的大刀重达万万斤。 他在星辰静前期的时候想要使用这样的大刀, 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只能使用本源力量演化大刀。 他掌握的本源力量是刀之本源, 就好比剑修掌握了剑之本源, 剑之本源最为契合剑修, 同理, 刀之本源也最为契合刀修。 这一次, 他使用本源力量明炼出了一柄大刀, 仿若尸体。 他的右手抓着本源大刀, 随后便是向着灵道劈出了一刀。 这一刀, 并非是随手而为, 而是他们蛮族的刀法, 名为蛮象踏地。 蛮象, 是一种具象, 拥有极为强横的力量。 因此, 蛮三刀一刀斩出, 才会拥有极其强横的威能。 即便是大地都震动了起来。 大刀距离零到还有一段距离, 零刀便是已经感受到了锋利的刀芒。 蓝三刀的速度极快, 仅仅是瞬息间, 便是已经来到了零刀的身前。 他手中的本源大刀速度更快, 此时的零刀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力量压迫再加上刀式压迫, 可不是那么轻松的。 一剑拜你, 并非是零刀自大, 而是他真的有这样的实力。 星辰镜前期的蓝三刀, 的确强横, 仅仅这样的一刀, 便是足以斩杀寻常的星辰镜后期舞者。 零道今生所遇到的对手, 恐怕没人能比得上蓝三刀。 准王林慧二和古剑一, 根本不是蓝三刀的对手, 哪怕蓝三刀只有星辰镜后期, 也足以斩杀他们。 至于田坤, 则是靠着阴阳天尊的传承, 资质上肯定不及蓝三刀。 当然, 零道的朋友之中, 是有可以剃美蓝三刀的。 比如傲龙, 虽然现在的傲龙还没有那样厉害, 但那只是因为他的傲加血脉 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 再者, 还有蝶舞, 这位零剑宗的女弟子, 天赋明显高得可怕。 要知道, 蝶舞早就是星辰镜舞者了, 而且还凝练了恒星, 甚至掌握了时间本源和空间本源。 时间未尊, 空间为王, 蝶舞一个人便是掌握了这样两种本源。 现在的蝶舞,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战力恐怕极为恐怖, 起码零道没有战胜蝶舞的把握。 他在进步的同时, 蝶舞不可能原地踏步, 蝶舞恐怕已经是准亡了。 狂, 蝶三刀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感觉到了一股锋芒无匹的剑势。 灵道同样没有使用人王剑, 甚至没有使用本源力量凝练长剑, 而是以手带剑, 向着蝶三刀挥出了一拳。 本该是拳影, 然而却在灵道挥出之后, 变成了一道剑影。 星辰镜前期的灵道, 已经拥有八千条幼龙之力, 简直有些吓人。 这样一剑斩出, 将蝶三刀后面一个字生生地憋了回去。 打怕是蝶三刀手中的本源大刀, 都是寸寸破碎。 瞪瞪瞪剑影斩在了蝶三刀的身上, 使得蝶三刀连续退后了三步, 才稳住了身形。 如果不是蝶三刀肉身强横, 恐怕他已经被灵道打伤了, 因为灵道这一剑太过厉害。 不是说剑修肉身不强, 力量不强吗? 怎么这小子才星辰镜前期, 就拥有如此强横的力量了, 就算我不压制境界, 力量上都不如他吧。 蝶三刀狐一地看了灵道一眼, 却是对以前所听说的事情, 产生了怀疑。 北刀狱的刀修们都说, 剑修肉身不行, 力量缠弱, 还不如他们刀修。 可是现在, 一个星辰镜前期的剑修, 就这么身亡, 那些人果然没来过东剑狱。 我向来同境界无敌, 如今看来, 是徒有虚名了。 尽管蝶三刀还有更为厉害的刀法没有使出来, 也有底牌没有动用, 但他知道, 先前灵道只是随手一剑而已, 灵道肯定也有厉害的剑法, 甚至是极为强横的底牌。 蓝胸过千了, 我也是因为大机缘, 才有如今的实力。 灵道并没有说谎, 如果不是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他的确没有现在这种战力。 前世的他, 恐怕也就和蝶三刀差不多, 而且蝶三刀修炼的功法肯定不如灵家见点, 这就说明蝶三刀比他前世的资质还要高。 你不用安慰我, 不如就是不如, 我蝶三刀还是说得起的。 不过, 接下来, 我会全力以赴和你一战。 蓝三刀长吸了一口气, 随后便是将先前的一切情绪抛诸脑后。 他已经不自称老子, 便是说明心里完全认可了灵道。 现在他要全力以赴, 堂堂正正地击败灵道。 新陈静前期的他的, 的确不是灵道对手, 但新陈静后期的他, 战力提升了何止醋背。 好, 接下来, 我也会全力以赴, 灵道神色凝重, 新陈静后期的蝶三刀, 实力绝对极为强横, 远超古剑一, 即便是他也是没有半点把握战胜蝶三刀。 第101章九星霸刀, 新陈静后期的蝶三刀, 已经拥有7000条右龙之力, 比起其他新陈静后期武者, 他的力量已经算是很强了。 可惜, 灵道才新陈静前期, 便已经拥有8000条右龙之力, 单单比拼力量, 哪怕蝶三刀全力以赴也不敌灵道。 不过, 武者之间的较量, 力量只是战力的一部分而已。 蝶三刀境界比灵道高, 又掌握了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更是刀到天才, 自然不会害怕一个新陈静前期的对手。 他以前同境界无敌, 现在要是打不过一个境界比他低的, 那就丢人丢大发了。 大日黄刀, 蓝三刀体内的本源新陈, 仿佛化为了一轮烈日, 散发着锐气逼人的刀芒。 哪怕他没有祭出本源新陈, 灵道也是能够感受到那颗恒星的厉害。 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比起第一层次, 厉害了促背不止。 一刀劈出, 就像是一轮大日, 从天际落下。 强横无匹的威能, 仿佛要压他虚空, 这根本不像是刀法, 而像是一力破万法。 不过, 蓝三刀也明白他的力量不如灵道, 因此运用了无比雄浑的本源力量。 比肉身力量, 蓝三刀的确不如灵道, 可是他凝练了恒星, 又是新陈静后期武者, 所掌握的本源力量, 肯定是超过灵道的。 更何况, 他掌握的还是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按理说是远胜灵道的本源力量, 毕竟他能够看得出来, 灵道掌握的本源力量, 只是第一层次而已。 苍天无量, 即便蓝三刀全力以赴, 灵道依旧没有使用人王剑。 不过他并没有小驱蓝三刀, 而是双手同时化作长剑, 向着蓝三刀攻了过去。 左手和右手施展的都是天剑三十的第一式, 苍天无量。 运用剑矢之后, 就像是两柄长剑笼罩了整个天穷。 他的双手, 全都是击打在了蛮三刀的大刀之上, 发出了穿惊烈石的声响。 灵道的双手, 根本不像是新陈静武者的肉身, 而像是上品剑戏。 哪怕是蛮三刀施展刀法, 也没有斩碎灵道的双手, 仅仅是让灵道感到吃痛而已。 好在这点疼痛对灵道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曾经日日夜夜宝受万剑穿心之苦, 这才有了现在的坚毅。 灵道的境界, 终究是低了一些, 漫天的刀芒, 还是将灵道击退了。 如果灵道硬抗这些刀芒, 肯定要吃小亏。 与其如此, 自然不如远远地避开这些刀芒, 这样做虽然不好看, 但终究没有受伤。 怎么会这样, 东剑狱的剑修这么强横吗? 在北刀芒的时候, 蛮三刀一直听别人说, 东剑狱的剑修弱爆了。 以他的实力, 去东剑狱的话绝对可以横扫同境界武者, 甚至就连境界比他高的, 都要败在他的大刀之下。 蛮三刀手中之刀, 名为末刀, 是用黑日末金铸造而成。 黑日末金的重量, 远超其他材料, 正因为如此, 蛮三刀的兵器才能重达万万斤。 可惜即便如此, 他的一刀, 依旧是没伤到灵道。 再来, 一声大吼, 蛮三刀浑身肌肉囚结, 好似膨胀了起来。 一刀劈出,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刀又一刀刀银。 在他的体内, 赫然出现了第二颗本源星辰, 被刀玉的妖孽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蛮三刀凝练了两颗本源星辰, 而且全都是恒星。 第一颗本源星辰是刀之本源, 第二颗本源星辰则是力量本源。 先前, 蛮三刀的力量的确不如灵道, 可是运用力量本源之后, 他这一刀的力量便是达到了九千条右龙之力。 寻常的本源力量, 根本不会提升武者的力量, 比如一位准王拥有八千条右龙之力, 即便催动本源星辰, 也依旧是八千条右龙之力。 可是力量本源不同, 催动力量本源是可以增长力量的, 此时蛮三刀的肉身力量, 已经超过了灵道。 漆黑的墨刀, 划破虚空, 霸道至极地横推了过来。 黑色的刀光, 仿佛要吞噬万物似的, 在蛮三刀的两大本源星辰催动之下, 墨刀变得有其可怕。 哪怕是灵道, 这一次都是取出了人王剑。 如果是赤手空拳, 灵道肯定挡不住蛮三刀的攻势。 墨刀, 最大的优势, 并不是锋锐, 而是沉重。 先前蛮三刀力量不及灵道还好, 现在蛮三刀的力量超过了灵道, 灵道自然要使用上品剑气了。 虽然说灵道的肉身堪比上品剑气, 但是墨刀并非寻常的上品剑气。 而且, 蛮三刀这个新陈镜后期舞者, 比寻常的准王都厉害。 灵道想要赤手空拳击败他, 根本不可能, 就连用剑都不一定能赢。 黄天无极, 手持人王剑, 施展天剑三十的第二势, 威能强得超乎想象。 蓝三刀眉毛一抖, 仿佛听到了若有若无的龙吟声。 而且, 灵道斩过去的一剑, 在他眼中, 已经变成了一条扑向他的巨龙。 通剑气与刀芒共舞, 人王剑与末刀更是僵持在了一起。 灵道的虎口, 已经留下了一丝丝鲜血, 他的右臂更是轻微地战斗着。 接下蛮三刀的这一刀, 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幸亏是灵道炼制的人王剑, 要是以前的奔雷剑, 恐怕要在这一刀下四分五裂。 灵道之所以能够挡下蛮三刀的这一刀, 一方面是他自身强横, 另一方面也是人王剑厉害, 缺一不可。 灵道受了轻伤, 蛮三刀也是不好受, 剑气的确全都被刀芒斩碎了, 可是却有一股力量, 钻进了蛮三刀的身体之中。 这是灵道的五名本源, 连灵道都不清楚是什么本源, 蛮三刀自然也不知晓。 他们脚下的大地, 已经寸寸崩碎, 就连身后的一株株大树, 都是轰然炸碎。 他们两人战斗的鱼泊, 也是极强的, 如果有本源进舞者站在旁边, 恐怕仅仅是鱼泊就能将其震死。 你很强, 是我见过最强的新陈进前期舞者。 蛮三刀对灵道的评价很高, 在北刀玉那些新陈进前期舞者之中, 绝对没有战胜灵道的, 反正他遇到的新陈进前期舞者肯定都不如灵道。 即便是他自己, 在新陈进前期的时候, 也打不过灵道。 我会施展最后一刀, 若是你能接下, 我便不出手了。 九星霸刀, 先前, 尽管蛮三刀认可了灵道, 但他依旧没有将灵道当成同等层次的舞者。 可是现在他服了, 在他心里, 东剑玉的剑修, 已经是生生地拔高了一个档次。 要知道, 他随便遇到个东剑玉少年, 就这么强横, 东剑玉的剑修能弱吗? 此时的蛮三刀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意, 取而代之的是严肃, 以他现在的境界, 施展九星霸刀, 并非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对付灵道, 他愿意施展这一刀, 可见他对灵道的重视。 九颗大星, 缓缓地升起, 就像是九颗本源星辰一般。 蛮三刀自然不可能凝炼出九颗本源星辰, 他只掌握了两种本源力量而已。 这九颗大星, 全都是本源力量演化而成, 并非是真正的本源星辰。 伴随着蛮三刀一刀披下, 九颗大星也是顺势向着灵道冲击而来。 而且灵道已经发现, 自己被蛮三刀的刀势给锁定了。 即便是他运用剑式, 也迫不开蛮三刀的刀势, 因为蛮三刀已经快掌握刀翼了。 正常情况下, 乾坤进王者才能掌握剑翼, 蛮三刀在星辰进后期就快掌握剑翼, 资质自然极高, 怪不得在北刀玉同境界无敌。 或许北刀玉还有其他妖孽, 只是没遇到蛮三刀而已, 毕竟北刀玉并不比东剑欲小, 蛮三刀肯定也只在很小的区域活动过。 剑联要清天, 天剑三世的第三世, 不可谓不强, 只是灵道从来没有施展过, 要是用来抵挡蛮三刀的这一刀, 他绝对输得很惨, 甚至有可能遭受重创, 既然如此, 还不如施展前世开创的剑联要清天。 一朵剑联, 出现在了灵道身前, 是无名本员混合无穷剑气演化而成。 剑联的光芒, 照耀了这片天际, 随后便是向着九颗大星冲撞而去。 第一颗大星轰然破碎, 紧接着第二颗大星也是直接炸开。 可惜, 剑联毕竟只有一朵, 五颗大星破碎之后, 第六颗大星便是让剑联消失了。 第六颗大星, 第七颗大星, 第八颗大星和第九颗大星, 全都是向着灵道撞击了过来。 没有办法躲避, 自然只能出手抵挡, 刹那间, 灵道便是挥出了十八剑, 每一剑都是极其伶俐。 不过, 满三刀也是挥舞琢磨刀攻了过来。 人王剑不仅要抵挡末刀, 还要对抗大四颗大星, 灵道的压力自然极大。 好快的剑, 即便是满三刀, 也是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 猝不及防之下, 满三刀身上的兽皮, 更是出现了一道道口子。 因为满三刀没有杀意, 灵道也没有杀意, 如果是生死之战, 恐怕就不是兽皮破碎, 而是满三刀的肉身出现伤口了。 不过, 灵道最终还是被四颗大星撞飞了出去, 末刀没有伤到他, 四颗大星却是让他横飞了数百丈。 好在灵道肉身强横, 而且又是身穿天都战袍, 仅仅是五脏六腑受到了震动而已, 浑身气血翻涌。 第102章联手会群雄, 不打了不打了, 蓝三刀摇了摇头, 却是没有继续大战的打算了。 他一个星辰镜后期舞者, 全力对付一个星辰镜前期舞者, 本身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以大欺小, 也就让灵道轻伤而已, 要是贝贝刀玉那些年轻一辈舞者们知晓, 恐怕会嘲笑死他。 反正你和我不是一个境界, 在星辰镜后期舞者之中, 依旧没人能生我。 就连灵道都是恶然了, 没想到蓝三刀竟然开始安慰自己。 蓝三刀明白, 若是他和灵道一个境界, 肯定不敌灵道。 好在他和灵道不是一个境界, 那么同境界无敌一说, 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他这样想本身就是歪理。 北刀玉的刀修, 怎么出现在百宗战场了? 百宗战场之中, 有着许许多多东建玉的建修, 可是北刀玉的刀修还是很少见的。 北刀玉和东建玉一样占地极广, 灵道活了十几年, 都是没有见过北刀玉的刀修。 没想到北刀玉随便来一个刀修, 就这样厉害。 要是当初在失恋之地, 追杀灵道的新陈静后期武者和蓝三刀一样强横, 恐怕灵道都死在他们剑下了。 同境界武者, 战力同样有着极大的差距, 新陈静后期的蓝三刀, 已经比古剑一和灵慧人厉害了。 北刀玉年轻一辈, 已经没人是老子的对手, 自然要来会会你们东建玉的剑修。 灵道惊讶于蓝三刀的强大, 殊不知蓝三刀更加震惊。 灵道只有十七八岁而已, 看起来又是那么瘦弱, 而且只是新陈静前期武者, 可灵道所拥有的战力, 却远远超出了蓝三刀的预料。 本来蓝三刀是极为自大的, 可惜和灵道一战之后, 他便是摆正了自己的心态。 先前固然他还有其他手段没有使出, 但他可以肯定, 灵道肯定也有隐藏的手段。 再打下去, 根本没有意义, 就算他击败灵道, 也是没有丝毫荣耀可言, 毕竟灵道比他低了两个小境界。 我刚来东建玉, 人生地不熟, 灵兄, 不如你带我决战天下群雄吧。 蓝三刀本来就是战斗狂人, 他来百宗战场自然是要寻找强者大战。 他的目的, 倒是和灵道有些相像, 灵道要牟利自己, 蓝三刀要会战群雄, 他们两个明显都是不安分的主。 好, 以后我们看到强者, 变奏他们, 灵道哈哈大笑, 却是同意了蓝三刀的提议。 想要别人一直来招惹他, 根本不可能, 有时候还得他主动招惹别人才行。 当然, 他们只是想挑战别人, 而不是要和别人分隔生死。 没看出来, 他比我还凶残, 蓝三刀撇了撇嘴, 心里暗暗说道, 不过, 灵道对他的脾气, 和灵道这样的人一起闯荡百宗战场, 的确不会寂寞。 古师弟竟然死在了百宗战场之中, 据说杀他之人名为灵道, 而且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而已, 到底是什么来头? 莫非是某个老怪物培养的弟子, 可是即便如此, 也不能如此胡作非为, 我古剑宗的弟子, 是那么好杀的吗? 那小子赤手空拳, 就能打死古师弟, 想来实力极强。 好在, 最近红一师兄来了, 要是那小子遇到红一师兄, 恐怕抵挡不住红一师兄一剑。 古剑一, 是古剑宗年轻一辈的准王, 不过古剑宗还有比他更为强横的准王。 他们所说的红一师兄, 指的便是准王古红一, 准王背上排名九十九位。 百宗战场汇聚了太多的新陈进武者, 老辈的年轻一辈的拳都能上准王碑。 可以排在前一百的, 自然都是强的离谱。 诸位师兄, 上次我被灵道那小子狠狠羞辱, 师兄一定要给我报仇。 上次灵道只是击败奥林云, 并没有将其斩杀。 奥林云早就怀恨在心, 现在遇到同门师兄, 自然是想要他们为他报仇。 灵道在墙, 终究只是个少年而已, 他的这些师兄最低境界都是准王。 帮你报仇可以, 但我不可能随便出手, 将你的极品剑气给我, 我便帮你报仇。 其中一位极其强横的年轻男子缓缓地说道, 却是让奥林云脸色难看了起来。 奥林云有大运道, 才得到了极品剑气, 其他人即便是准王, 都不一定有极品剑气, 甚至有的乾坤晋王者, 都没有极品剑气。 林天师兄, 你这样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奥林云在别人面前的确傲气冲天, 可惜在这位年轻男子面前, 却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傲气。 奥林云是天才不价, 可惜和奥林天相比, 还是差距太大。 奥林天不仅是准王, 而且就算在准王之中, 也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本来在场这些奥建宗弟子, 是有人愿意给奥林云出头的。 可惜奥林天说完之后, 其他人便是沉默了下来。 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说要帮奥林云报仇, 就等于和奥林天过不去了。 要知道, 准王杯上, 奥林天可是排名49位的。 整个东建狱极为广袤, 老辈和年轻一辈的准王加起来, 不知反己。 尽管百宗战场代表不了整个东建狱, 但是能够排到49位, 也足以说明奥林天的强大。 你若是将极品剑弃给我, 我便帮你斩杀那小子。 你若是不将极品剑弃给我, 我便将你扔到那小子面前, 先让那小子杀了你, 然后我再杀了那小子。 我奥建宗威严不容冒犯, 那小子必须死。 听完奥林天的话, 奥林云也是生生地打了一个冷颤。 奥林云并不会怀疑奥林天所说的真假, 因为以奥林天的性格, 的确能够甘得出来。 奥林天既然看上了奥林天的极品剑弃, 那奥林云只能舍弃。 好, 这柄极品剑弃就交给师兄, 希望师兄帮我报仇。 在奥林天的注视之下, 奥林云的额头上已经是冷汗层层。 要是奥林云敢说一个不字, 还不知道奥林天会怎么做。 实力不济, 奥林云只能服软, 反正不管他答不答应, 极品剑弃他都保不住。 和奥林云相比, 心无恒则是幸运多了。 心无恒根本没有和师兄们说报仇的事情, 他的师兄们便是准王对领导下手了。 当然, 他们并不是要杀领导, 只是要为心无恒找回场子而已。 我心见宗面子不能丢, 区区一个少年, 怎能胜过我宗弟子。 没错, 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晓我们心见宗弟子的强大。 吴恒你也是的, 被人击败, 竟然连别人的境界都没看出来, 这也太没眼力了吧。 按理说, 和别人动手, 除非境界相差太大, 才会看不出别人境界。 可是林道, 明显境界不会太高, 心无恒还看不出他的境界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如果他们看到准王碑上的记录, 恐怕就不会惊讶了。 连准王碑都不知小林道的境界, 心无恒看不出来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前面的那几位, 给我站住, 林道合满三刀看到五位剑修, 便是赶紧喝道。 这五位剑修之中, 有着四位星辰境巅峰舞者, 以及一位准王。 百宗战场之中, 虽然也有不少乾坤境王者, 但肯定没有林道这么年轻的。 两位, 你们是想找死吗? 为首的准王冷冷地扫了林道和满三刀一眼, 其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他能够看出, 满三刀只是星辰境后期, 林道又是个少年, 境界肯定不会高。 可正是这么两个人, 竟敢将他拦下。 你一来就拉一位准王, 是想要我命吗? 这是林道和满三刀的第一战, 先前虽然他们也遇到过几批舞者, 但林道觉得他们压根不值得出手, 所以根本没有动手。 满三刀没有想到, 林道直接找上了准王。 要是在北刀狱, 满三刀才不会怕什么准王, 死在他手上的准王都超过一手之簇了。 可是来到东建狱之后, 他只和林道动手过。 在他看来, 林道这么一位星辰境前旗舞者都这么强横了, 准王肯定强得无法立敌。 要说林道是妖孽, 他才不信, 毕竟林道看起来那么瘦弱, 而且又那么年轻。 你怕什么, 揍他们就是, 林道二话不说, 便是向着眼前的五位剑修功了过去。 他并没有使用人王剑, 仅仅是挥动双拳攻击而已。 即便是使用双拳, 他也可以施展出剑法,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你都敢出手, 我难道还能怕了不成? 被林道这么一击, 满三刀也是大吼一声, 挥动墨刀, 向着那位准王劈了过去。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比林道高了两个小境界, 林道都敢出手, 要是他被吓住了, 那岂不是丢脸死了? 找死, 两个小辈而已, 竟敢对我们出手。 这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被林道一拳轰飞了出去。 林道出剑速度快, 出拳速度自然更快, 这位新陈镜巅峰舞者还没来得及把剑, 便是已经败在了林道的手中。 紧接着, 林道便是继续出手, 不过剩下的三位新陈镜巅峰舞者已经拔出了自己的长剑。 好小子, 竟然让你偷袭了, 等会就将你抓住狠狠地揍一顿。 不用你出手, 我们三个人, 请拉他只是片刻的事情而已。 第103章两个疯子, 是吗? 林道使用双手代替长剑, 施展的正是奔雷舞影剑。 哪怕眼前这三位新陈镜巅峰舞者已经有了准备, 依旧是傻眼了。 仅仅是瞬息间, 他们便是被一道道金光包裹了, 哪怕他们反应够快, 也是根本挡不住如此多的攻击。 论出剑速度, 他们比林道差了太多。 可以说, 他们只来得及灰剑抵挡, 可惜全都被林道打飞了出去。 他们的下场, 比起先前那位还要踩, 一身衣服都是破破烂烂。 幸亏林道没有杀星, 否则他们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混账东西, 你个小辈竟敢和我动手, 在林道攻击四位新陈镜巅峰舞者的时候, 满三刀手中的末刀, 也是劈到了准王的面前。 这位准王无缘无故被攻击, 自然有些恼怒, 更何况满三刀只是个新陈镜后期而已, 简直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老子让你陪我练刀, 是看得起你, 真正动起手来, 满三刀也是极为凶残的, 并且早就将先前的顾虑, 全部抛诸脑后。 末刀轰然劈下, 力量本源和刀之本源, 倾泻而出。 九千条九龙之力简直可怕, 仿佛狂暴的真龙一般。 这位准王冷恒一声, 随后便是拔出上品剑气, 向着满三刀的末刀迎了上去。 身为准王, 他看不起新陈镜后期舞者也正常, 可是当他手中之剑撞击到末刀上的时候, 他便知晓自己小瞧了满三刀。 不仅仅是一次碰撞而已, 这位准王便是壳穴倒飞。 这样的情况, 不仅其他人愣住了, 就算是满三刀, 也是目瞪口呆。 满三刀之所以一上来便全力以赴, 就是因为他觉得准王站立强横。 灵道只是新陈镜前期而已, 就强横的不像话, 已经让满三刀认为东剑狱的剑修都相当于北刀狱的妖孽。 可是, 现在满三刀仅仅一刀, 便是将这位准王打伤, 当然超出了满三刀的预料。 你真的是准王, 怎么会这么弱? 满三刀心直口快, 直接问出了心理的疑惑。 可是对这位准王来说, 满三刀分明是故意侮辱他, 自然让他愤怒不已。 本来准王还想让其他四位新陈镜巅峰舞者帮忙, 可是他仅仅看到四位浑身破破烂烂的乞丐。 大言不惭, 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愤怒的准王, 顿时施展出了自己最擅长的剑法。 可惜, 他依然不是满三刀的对手, 仅仅是大战了三个回合, 他便是败下了阵来。 好在满三刀只是找他切磋, 并没有要他的命。 原来东剑狱的剑修, 也不是那么可怕。 满三刀撇了撇嘴, 想来是他太过倒霉, 刚来东剑狱便遇到了灵道这样的妖孽。 眼前这位准王不要说不是满三刀的对手, 就算让他和灵道交手, 他也肯定打不过灵道。 妖孽毕竟是少数, 寻常准王的战力在满三刀眼里, 的确不怎么样。 走, 我们去找下一批对手, 击败了他们之后, 灵道和满三刀便是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先前那位准王, 其实比古剑翼还要厉害一点, 在准王背上排名793。 然而, 现在他败给了满三刀, 那么满三刀便占据了他的排名。 793, 满三刀, 星辰静后期, 准王背的变化, 自然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不过, 准王背并没有著名满三刀的来历, 也没有写满三刀是刀修。 其他人只是以为有一位天才出现而已, 能在星辰静后期击败准王, 天资自然极高。 又看到准王了, 走, 我们上, 灵道和满三刀挑战的, 自然全都是准王, 不到准王境界, 实在很难入他们法眼。 或许有星辰静巅峰就能击败准王的舞者, 但他们现在并没有遇到。 反正他们就是瞅准了准王, 逮到就揍。 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 灵道和满三刀便是进步极大。 满三刀本来是星辰静后期, 现在只差半步, 便是可以提升到星辰静巅峰了。 而灵道的积蓄, 则是越来越雄浑, 原本他只需要一个契机便是可以突破, 现在突破难度确实增加了。 准王背上, 他们两人的名字, 也是不断地上升。 原来他们一个800多名, 一个700多名, 现如今灵道已经是632名, 满三刀更是杀进了前500, 排在了468名。 这两人的排名, 怎么提升得这么快? 一个境界未知, 一个星辰静后期, 难道说他们都是妖孽吗? 听说他们两个是疯子, 逮到准王就揍, 完全不讲道理。 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让灵道和满三刀小有名气了。 好在他们只是挑战别人, 而不是要和别人打生打死。 别人顶多对他们不愤, 倒并不多么痛恨他们。 当然, 要是有机会教训他们两个, 那些人绝对不会留守。 据说紫云丰有古老的传承现世, 这一次的传承非同小可, 并非是上古时期的传承, 而是太古时期的传承。 我也听说过, 太古时期的强者和其强大, 要是能够得到那样的传承, 别说东剑狱称雄, 就算是横扫东剑狱, 恐怕都没有任何问题。 紫云丰附近方圆八百里, 已经连续出现了49天的异象。 天女散花, 地永金莲, 这次的传承便是我们的机缘。 紫云丰, 距离灵道和满三刀并不远, 关于紫云丰出现太古时期传承的事情, 他们两人自然都听说了。 上古传承灵道是不重视, 但太古传承不一样, 蛮荒诸仙境就是太古时期的功法, 比起灵家剑点不知道高了多少个档次。 远远看去, 紫云丰就像是一条手臂, 五指围拢, 仿佛拖着整个天穹。 紫云丰高达万丈, 以前看起来没什么, 现在却是散发着一股悬而又悬的气息。 就算是站在紫云丰的附近, 众人都感觉神清气爽。 怎么回事, 站在这里, 我好像对自己的本源力量, 领悟得更加深刻了。 不愧是上古传承, 我们还没有进入紫云丰, 便得到大好处了。 要是我们得到传承, 岂不是能够得到天大的好处? 不少人都是怦然心动, 上古传承不在少数, 太古传承则是寥寥无几。 这次来的, 可不只有新陈晋武者, 还是准王, 甚至是乾坤晋王者。 哪怕是乾坤晋王者, 都对太古传承极其渴望。 以前的紫云丰, 常年笼罩着紫色的云彩, 因此才被命名为紫云丰。 可是现在, 紫云丰附近已经是万里无云, 而且众人临近紫云丰下, 才开到紫云丰内出现了一座极为古老的洞府。 紫威洞府上面, 刻着两个古字, 是太古时期的文字。 仅仅是看着这么两个字, 便是让不少人感觉到双目刺痛。 境界越是高深, 受到的影响便是越大, 有的乾坤晋王者已经觉得头痛欲裂。 相反, 临到神情自若, 他只是新陈晋前期舞者而已, 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只是紫威两个字勾起了他的回忆, 让他想起了前世的事情。 好在很快他便是恢复了过来, 将以往种种埋在了心灵深处。 以前紫云丰根本没有这座洞府, 看来上古传承, 或许就在洞府之中。 没错, 我们赶紧进去, 若是晚了, 或许太古传承就和我们无缘了。 有人反应极快, 他们看这座洞府, 则像是在看太古传承一般。 当下, 便是有舞者迫不及待地向着洞府内积舍而去。 以他们的速度, 这点距离对他们来说, 并非多么困难的事情。 没想到刚来东建狱, 便是有太古传承出事, 老子的运气简直好到爆棚。 蓝三刀显得极为兴奋, 太古传承太过罕见, 他在北刀狱待了那么多年, 也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身麻太古传承。 看来这一次来东建狱, 实在是来对了, 不管怎么说, 太古传承都要争一争。 前面那小子, 你叫林道, 是也不是。 一位古建宗弟子大声喊道, 在他的身后, 足足有九位古建宗弟子。 为首的正是古红一, 准王背上排名第九十九位的强横存在。 古建一死在灵道手中, 古红一自然要为古建一报仇。 嗯, 灵道转过身, 却是看到了古建宗这些弟子。 他没有在意对他喊话的古建宗弟子, 而是看向了古红一。 因为他在古红一的身上, 感觉到了危险, 这个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实力绝对极强。 没错, 是我, 哪怕明知道来者不善, 灵道也是丝毫不怕。 这些古建宗武者之中, 毕竟没有乾坤境王者, 境界最高的也就是准王而已。 现在的他已经是星辰境前旗舞者, 要是连准王都怕, 前世的大仇又如何报? 好歹, 就是你斩杀了古建一失地, 我们现在就要为他报仇。 当即, 便是有一位准王站了出来, 言明要给古建一报仇。 他比古建一强, 但也强不了多少, 因此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便是给旁边一位准王使了眼色。 古建一和古红一是年轻一辈的准王, 他们两位则是老辈准王。 论资值, 他们肯定不如古红一, 甚至不如古建一。 但他们被困在准王之境这么久, 虽然无法突破到乾坤境, 但战力却是在稳步提升。 要是他们连手都拿不下一个小辈, 那岂不是一个笑话? 第104章准王, 古红一, 两个准王, 我们一人一个。 这段时间, 领导和满三刀经常联手作战, 早就培养得极为默契。 当两位准王向着领导杀过来的时候, 满三刀直接冲向了一位准王。 打架这种事情, 满三刀最喜欢,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好, 我们就比比看, 谁先解决对手。 如今的领导, 继续越发雄浑, 虽然半个月来境界没有提升, 但实力却是提升了不少。 这两位准王实力不差, 可惜领导和满三刀都有把握应付。 真正让他们在意的是古红一, 这两位准王比起古红一差了很多, 要不然也不会以古红一为首。 肯定是我赢, 领导的话, 也是激起了满三刀的斗志, 好歹满三刀境界比领导高, 要是解决准王比领导速度慢, 面子上就有些挂不住了。 现在可不是私底下的争斗, 紫云峰有传承出事, 已经吸引了大批的舞者。 狂妄, 你们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两个小辈而已, 竟敢小驱我们, 领导和满三刀的行为, 却是激怒了这两位准王。 其他新陈镜舞者对准王都是极为敬畏的, 可是他们两个倒好, 一个比一个自大。 他们不怕准王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比谁能够更快解决准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领导和满三刀挑衅, 要是不将领导和满三刀两人大谢八块, 实在难消他们心头之恨。 他们更在乎的其实是领导, 尽管领导看起来只是个少年, 但古剑义是死在领导见下的。 而且, 领导的境界他们看不透,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更加忌惮领领导。 古剑义也是准王, 就算比他们弱, 也弱不了几分。 相反的, 和满三刀交手的准王, 明显觉得更加轻松。 蓝三刀只是星辰镜后期舞者而已, 境界上就不如准王。 要是连一位星辰镜后期舞者都打不过, 那这位准王也就没脸见人了。 准王背上, 零到和满三刀排名中等, 在准王中都不算弱者。 可惜, 这两位准王最近都没去看准王背, 自然不会知晓灵道和满三刀的战力如何。 至于古红衣则是老神在在地站在原地, 并没有动手的打算。 古和浩荡, 和灵道交手的准王, 掌握的是水之本源, 已经凝炼出卫星。 伴随着他一剑挥出, 水之本源演化出一条古老的长河, 他手中的上品剑气则像是一条蛟龙, 在骨盒之中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 准备在最佳时机, 一举绝杀灵道。 准王的战力, 于刹那间爆发了出来。 如果灵道是凭借真本是斩杀的古剑一, 那么便足以说明灵道不比他弱。 当然, 他心里猜测, 灵道是依靠其他手段才斩杀的古剑一。 他就是灵道, 怪不得准王背上写着境界未知, 他的额头上明明有着星辰血纹, 可是他的战力却足以匹敌准王, 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孽? 在他的身上, 我并没有感觉到本元星辰的气息, 难道说他真的不是星辰镜舞者? 可他要不是星辰镜舞者, 怎么会如此强大? 先前灵道和这些古剑宗舞者的对话, 有不少人都是听到了。 古红衣等人的确没有看过现在的准王碑, 不过在场的有看过准王碑的。 灵道是准王碑上唯一一个境界未知的, 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不用瞎猜测, 他现在和准王交手, 我们刚好可以借此看一下他的战力到底如何。 说得极是, 不管他什么境界, 只要他能够战胜准王, 那么便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在这些人讨论的时候, 灵道已经是挥动双手, 向着那位准王攻了过去。 他食指战动, 蒸蒸作响, 就像是食炳长剑一般。 他体内的本元小鼎也是战动了起来, 雄魂的本元力量灌输到了灵道的双手之上。 坑坑时炳长剑斩在古老的长河上, 水花似箭, 虚空震荡。 灵道大手猛地晃动了起来, 瞬息间便是让所有的河水翻腾了起来, 随后便是曝露出了准王手中的上品剑气。 这位准王根本没有想到, 灵道竟然拥有如此手段。 就是这个时候, 灵道的双眸之中, 爆发出了极为惊人的光芒, 随后他的右手便是猛地拍向了那一柄上品剑气。 他的左手, 则是施展奔雷武引剑, 在沙纳间挥出了九剑, 那位准王都市手足无措。 一只右手,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打在上品剑气上, 竟然没有半点破碎的迹象。 现如今的灵道的肉身, 已经超越了上品剑气, 和上品剑气硬碰硬, 自然不会落丝毫下风。 扑着魏准王不仅要应付灵道右手的攻击, 还要应付灵道左手的攻击。 他只有一柄剑, 肉身又没有灵道强, 可是无奈之下, 他也只得挥动左手抵挡灵道。 可惜, 他根本挡不住, 被灵道打得吐血倒飞。 借我一刀, 在灵道和那魏准王交手的时候, 满三刀也是没有丝毫停留, 挥动末刀杀向了另外一魏准王。 为了抢时间, 为了胜过灵道, 他上来便是施展出了极为强横的一刀。 这一刀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刀法, 但却蕴含了他所有的力量。 全力催动力量本源, 可以让他拥有九千条右龙之力。 再加上磨刀本来就重达万万斤, 仅仅是凭借力量, 这样一刀下去, 寻常准王就承受不住。 更何况, 他还使用了两种本源力量施展这一刀, 自然是强得可怕。 和蛮三刀大战的准王并不弱, 可惜他太过轻视蛮三刀。 他仅仅是随手施展一剑而已, 在他看来对付新陈镜后期舞者绰绰有余。 可是感受到蛮三刀那一刀的威能之后, 他便是脸色大变。 通强横的力量, 撞击在那位准王身上, 顿时让他横飞了出去。 他手中的长剑, 更是脱手而出, 要不是他退得快, 恐怕已经被蛮三刀一刀斩成肉泥。 即便他侥幸没死, 现在也是身受重创, 胸口除血肉模糊。 比比我慢了半拍, 哈哈, 蛮三刀收刀而立的时候, 领导的对手刚好吐血倒飞了出去。 蛮三刀一刀就击败了对手, 领导毕竟和那位准王交手了片刻时间, 自然慢了一点。 领导虽然只有新陈镜前期, 但蛮三刀一直将领导当成同层次舞者看的。 好吧, 你赢了, 领导撇了撇嘴, 对于这个结果, 也是有些不满意。 蛮三刀能赢, 不仅因为他的实力强横, 而且还因为他的对手太过大意。 不过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领导自然不会耍赖。 这么快就分出胜负了, 而且他们还赢了, 怎么会这样? 那可是两位准王, 他们一个新陈镜后期, 一个境界未知, 怎么就这么强横? 一时间, 领导和领导两人成为了场中的焦点, 不少人看向他们的眼神, 都是带着怀疑。 至于剩下的古剑宗弟子, 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们宗门中的两位准王, 就这么轻易地败了吗? 倒是可以算两个天才, 可惜境界太低, 都不是我的对手。 古红衣缓缓地走了出来, 即便领导和蛮三刀击败了两位准王, 依旧没有被他放在心上。 他能够排在准王杯上前一摆, 自然拥有极其强横的实力。 哪怕是和乾坤晋王者交手, 他都有信心全身而退。 从他成长至今, 同境界之中先有敌手。 更何况, 现在蛮三刀和领导两个人境界还没有他高, 领导和蛮三刀两人表现出来的战力, 他也是看在眼里。 要是他亲自动手, 他有着绝对的把握击败领导和蛮三刀。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今后做我奴仆, 否则死。 在说话的时候, 谷红一一身准王的气势也是散发了出来。 领导和蛮三刀都是天才人物, 这样的舞者都有自己的傲气。 他想要收复领导和蛮三刀, 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想要老子做你奴仆,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蓝三刀呸了一声, 却是丝毫不给谷红一面子。 而且他的双眸之中, 更是燃起了熊熊的战役。 来到百宗战场这么长时间, 他所遇到的对手, 都是太弱了, 现在的谷红一看起来倒是够强。 领导, 这次你不要跟我抢, 让我先来, 我要将他活活砍死。 谷红一要收蛮三刀为奴仆, 明显就是敌人, 蛮三刀自然不会客气。 蛮三刀来东剑狱的目的, 本身就是和强者交战。 好不容易遇到谷红一的对手, 他自然怕领导抢了先, 没等领导点头, 他便是以最快速度向着谷红一杀了过去。 好强的准王, 绝对不是我们以前遇到的准王可比的。 领导的双眼一直盯着谷红一, 当完三刀出刀之后, 谷红一的身上, 便是涌现出了一股灵力无匹的剑势。 领导能够感觉得出, 谷红一已经快领悟出剑意, 看来谷红一距离乾坤镜王者之境已经没有多远了。 不自量力, 谷红一一字一顿地说道, 随后他便是拔出了自己的配剑。 他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拔剑, 出剑, 一剑斩出, 所有的剑气, 剑芒, 剑光, 都是汇聚成了一条直线, 斩向了蛮三刀。 第105章夺命三刀, 谷红一出手了, 他可是准亡背上排行前一百的强者。 他们完了, 只要谷红一对手, 他们肯定不敌, 要是谷红一动了杀星, 他们恐怕都得死。 这就是谷红一的一剑之威, 竟然如此恐怖, 谷红一仅仅是出了一剑, 便是仿佛让这片小天地黯然失色。 远处那些星辰镜舞者都是感觉到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剑势, 他们离得那么远, 都受到了波及, 满三刀的压力可想而知。 好强的准亡, 不过正是老子棋盼的对手, 强横的剑势压迫之下, 满三刀背部都是拱了起来。 好在他慢慢地站直了身体, 他是要挑战东剑狱的强者, 倘若被这点压迫就压得抬不起头来, 那还谈什么会战天下群雄? 破釜沉舟, 别看先前那两位也是准亡, 可他们和谷红一相比, 简直就是弱爆了。 古红一随手一剑, 便是让满三刀不得不全力以赴, 他带给蛮王的压力, 已经超越了蛮王来到东剑狱遇到的所有对手。 正因为如此, 满三刀才咬着牙施展出破釜沉舟。 在他的身后, 好似出现了一艘艘大船, 可惜这些船全都被一个雄壮的身影砸碎, 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了。 蓝三刀高举琢磨刀, 两颗本源星辰好像燃烧起来了一般。 百宗战场内准亡太多, 能够排到前一百, 古红一的实力自然不可能差。 他的剑招极为凝练, 不管是本源力量还是真气, 全都汇聚到了长剑之上。 即便如此, 单单比拼力量, 他都是不如满三刀, 仅仅只有八千条右龙之力而已。 群长剑修, 在力量方面, 本身就不占据什么优势。 可是即便如此, 满三刀依旧不敢小觑古红一。 出身满足, 不是空有一身力气, 满三刀的直觉向来极为敏锐。 蓝三刀从古红一这一剑上, 感觉到了威胁。 嗤嗤细微的响声, 逐渐变大, 古红一手中的长剑剑尖, 在莫刀之上滑出了一道长长地裂痕。 古红一手中的上品剑戏, 和莫刀应该是半斤八两, 能够造成现在的结果, 还是因为古红一实力强横。 蓝三刀只有一种感觉, 那便是憋屈, 明明拥有九千条右龙之力, 明明拥有两颗恒星, 可是这些都发挥不出来。 古红一的一剑, 刺在了他的薄弱之处, 让他难受无比。 原本蓝三刀是劈向古红一的, 可惜现在却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斩在了空除。 一刀劈下, 地面上出现了一道长长地深坑, 泥土飞溅, 大地都是狠狠地震动了一下。 再来, 蓝三刀再度挥刀, 这一次他的动作更快, 而且从上往下, 想要将古红一给力劈了。 可惜, 古红一速度更快, 蓝三刀仅仅挥出一刀而已, 古红一却是连连刺出了三剑。 连续三道清脆的响声, 却是逼得蓝三刀连连后退。 古红一脸色一朗, 他手中的长剑, 更是擦着蓝三刀的脖子削了过去。 只差一点点, 蓝三刀便是被古红一斩首了。 哼, 你进入老子了, 接下来便让你见识一下, 夺命三刀。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接下老子的夺命三刀, 不知道你能够接得了几刀。 听到蓝三刀的话之后, 在场的舞者们都是来了兴趣。 尽管蓝三刀只是星辰静后期舞者, 但他表现出来的战力, 即便在准亡之中, 都算中等水准, 其他人自然不会小觑他。 现在蓝三刀口气又这么大, 想来夺命三刀一定是极为了不得的刀法。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古红一, 也是认真了起来。 起码他在星辰静后期的时候, 没有蓝三刀这样的战力。 第一刀, 蓝三刀的双脚猛力一跺, 就好似具象踏地, 声势惊人。 他双手紧握摸刀, 一刀横扫而出, 像是要将挡在眼前的一切敌人都拦腰斩断。 漆黑的刀光, 瞬间便是划破长空, 出现在了古红一的面前。 在众人看来, 就好像是一头巨像, 推琢磨刀前行。 九千条幼龙之力,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九成以上准王级别的剑修。 可惜力量只是战力的一部分, 想要战胜古红一, 这一刀还不够看。 天宫剑典, 古红一所修炼的功法, 就是天宫剑典, 并非是古剑宗的功法, 而是他得到的上古传承。 在他的身前, 已经浮现了一座古老的宫殿, 随着他一箭挥出, 宫殿也是向着瞒三刀砸了过去。 磨刀站在古老的宫殿上, 顿时让这座宫殿晃动了起来。 倘若古红一也是星辰静后期, 恐怕这座宫殿都要支离破碎。 可惜, 他已经是准王, 古老的宫殿猛然爆发出一阵强光, 将磨刀撞飞了出去。 蓝三刀的身体高高地抛起, 瞬间便是来到了半空之中, 他并没有半点受伤的样子, 而是施展出了夺命三刀的第二刀。 第二刀的威能比第一刀更强, 而且蕴含了蓝三刀的刀势。 如果说先前的蓝三刀像是一头巨像, 现在的蓝三刀则像是一只大鹏。 磨刀从天而降, 像是要将天地一下踢开, 即便是古红一都是于瞬息间后退了猝食杖。 这一系列的变化, 古红一也是没有料到, 因此有些措手不及, 只能先避锋芒。 好在蓝三刀并没有停留, 以不下于古红一的速度, 追上了古红一。 只不过这么瞬息的时间, 已经让古红一调整好了一切。 又是一座天宫出现, 只不过比起先前那座天宫更加恢弘, 更加大气。 碰磨刀横冲直撞, 竟然一下劈开了宫殿, 蓝三刀整个人都是冲向了古红一, 先前古红一想要杀他, 他自然也是对古红一动了杀意。 然而, 先前被劈成两半的天宫, 竟然复原了, 蓝三刀则是进入了天宫之中。 给我死吧, 古红一冷笑一声, 整座宫殿都是炸开了。 蓝三刀整个人就像是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了上百丈, 他身上的兽皮都是变得破破烂烂, 更是染上了大片的血花。 奔雷无影剑, 就在古红一杀向蓝三刀的时候, 领导却是施展追星巴布, 挡在了古红一的神情。 足足九剑同时刺出, 哪怕是古红一, 都是停下了脚步。 一招奔雷无影剑, 或许古红一不在乎, 可是连续施展九次就不一样了。 更何况, 领导还是使用双手的, 他以手带剑就等于使用双剑。 跟我动手, 你都不拔剑, 真是不知死活。 领导的行为, 却是让古红一暗暗恼怒, 简直就不将他放在眼里。 古红一并没有使用先前的剑法, 而是连连挥动手中长剑, 挡住了领导的攻击。 是他, 是那个无剑门传人, 本源无极花盛开的时候, 见过领导出手的新陈静舞者, 此时正好在场中, 自然是认出了领导。 他们一直认为领导是无剑门传人,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领导使用剑气。 领导, 你别抢我的对手, 我还有第三刀呢。 蓝三刀手持末刀走了过来, 随后便是施展出了夺命三刀的最后一刀。 先前的伤势, 他好像完全不在意, 而是将所有的心思, 都放到了第三势上。 好强的是, 我感觉到了一股大势, 能够碾碎万物的大势。 怪不得他口气那么大, 这一刀的确强横, 起码我接不下。 其他人感受到的, 灵道自然也感受到了, 因此他退到了一旁。 一道凌厉无匹的刀芒, 化作两百丈大小, 扭曲了这片空间, 使得不少舞者的配件都颤动了起来。 就算是古红衣, 面色也是凝重了起来, 看向蓝三刀的眼神, 也是和先前不一样了。 这一刀, 已经让蓝三刀站在了和他一样的层次上, 这样的对手由不得他不重视。 战场之中, 好像出现了一柄又一柄墨刀, 同时展出的威能自然是大的吓人。 此时的蓝三刀已经消失, 和墨刀融为一体, 身在刀芒之中, 横扫千斤。 强则强矣, 却非本王对手, 古红衣满头黑发狂舞, 却是不得不全力以赴。 他周身的见识, 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全部划为了剑意。 先前他只是为了隐藏实力, 让别人以为他还没有掌握剑意, 现在却是暴露了。 什么, 古红衣已经掌握了剑意, 那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比以前更强了吧。 正常情况, 乾坤进王者才能掌握剑意, 古红衣在准亡的时候就掌握了剑意, 可见天资之高。 此时, 他使用剑意结合本源力量, 演化了一座又一座的宫殿, 向着蛮三刀碾压了过去。 这些宫殿就仿佛活得一般, 同时砸向了蛮三刀。 巨大的刀芒, 斩碎一座又一座宫殿, 身在剑芒之中的蛮三刀, 已经在大口咳血, 可惜他已经没有退路。 最终, 巨大的刀芒破碎了所有的宫殿, 此时的蛮三刀已经成了一个血人。 不过磨刀还是劈向了谷红一, 让谷红一的脸色都是变了。 本来谷红一以为先前的剑招已经足以解决蛮三刀, 没想到还要出手。 小心, 站在远处的灵道确实惊呼了一声, 要是蛮三刀继续攻击, 必然会死在谷红一的剑下。 灵道已经看出了谷红一的意图, 此时的蛮王已经受到了不轻的创伤, 谷红一确实毫发无损。 第106章黑暗老狱, 看起来, 蛮三刀的气势达到了巅峰, 好像能够斩杀一切对手。 两颗本源星辰都暗淡了, 所有的本源力量, 都是被蛮三刀给消耗掉了。 就连他体内的真气, 都是空空如也, 可以说蛮三刀是外强中干, 即便借着先前的气势, 也没有击败谷红一的可能。 与其相反, 谷红一演化出的一座座宫殿, 虽然全部被破掉了, 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而且, 他已经料到了现在的情况, 就等着蛮三刀杀到他面前。 以他的手段, 完全可以将蛮三刀斩杀。 灵道正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出声提醒蛮三刀, 而且他自己也是以最快速度, 向着蛮三刀和谷红一所在之地赶了过去。 若是他不插手的话, 蛮三刀恐怕真的要死在谷红一的剑下了。 黄天无极, 没有任何犹豫, 灵道直接取出了人王剑, 并且施展出了天剑三刺的第二刺。 第一是苍天无量, 没有第二刺黄天无极厉害, 第三则则是还没有使用过。 现在唯有使用第二刺, 才有最大的把握。 他不是无剑门传人吗? 怎么会用剑? 一直以为灵道是无剑门弟子的那些新陈禁武者, 此时却是傻眼了。 无剑门弟子可以使用双手带剑, 比他们使用真正的剑气还厉害。 上次灵道赤手空拳击杀对手, 给他们的印象, 就是无剑门传人。 可是现在, 灵道使用人王剑, 爆发出的战力, 比上次更加可怕。 本元小鼎全力爆发, 无名本元的力量瞬间让人王剑微能暴涨。 本元小鼎是灵道使用蛮荒诸仙镜凝炼的, 现在用来战斗自然在合适不过。 大地像是在战斗, 天穷宛若在震动, 灵道手中的人王剑更是化为了一条黄金巨龙。 龙吟响起, 在场的其他新陈禁武者, 都是感觉到了耳骨生痛。 为了救蛮三刀, 灵道自然没有保存实力。 杀, 古红衣冷声低喝道, 随后便是刺出了必杀的一剑。 这一剑的轨迹, 毫无规律, 而且极为刁钻, 就算蛮三刀想要抵挡, 都是无从下手。 古红衣的实力本来就强, 要是蛮三刀再没抵挡上, 那蛮三刀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拼了, 蛮三刀的眼皮抖了抖, 已经发现根本阻挡不住古红衣的攻击。 因此, 他也是不去管古红衣, 而是拼尽全力出手, 古红衣想要杀他, 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就在古红衣手中之剑即将刺穿蛮三刀胸口的时候, 一条黄金巨龙陡然出现, 挡住了古红衣攻击的自然就是灵道。 要是灵道不出手的话, 蛮三刀已经死在了古红衣的剑下。 扑灵道突然出现, 而且如此精准地挡住了古红衣, 自然让古红衣大吃一惊。 蛮三刀又是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含恨出手, 自然强得离谱, 一刀斩在古红衣的身上, 哪怕古红衣想要抵挡, 都是已经来不及了。 古红衣的胸口, 被劈得血肉模糊, 口中更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并非是古红衣实力不行, 而是灵道突然杀出, 打乱了古红衣的计划。 本来古红衣在杀死蛮三刀之后, 还有绝对的把握躲过蛮三刀的杀招, 可惜现在蛮三刀没事, 他反而受了不轻的创伤。 大意之下, 古红衣受创, 灵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受伤的古红衣, 实力肯定有所减弱, 古红衣想要斩杀灵道和蛮三刀, 现在灵道自然不会放过古红衣, 你以为我受伤, 就杀不了你了吗? 没有斩杀蛮三刀, 反而被蛮三刀打伤, 古红衣再好的脾气也都是愤怒了。 尤其是灵道这么一个少年, 竟然还想着斩杀古红衣, 未免太不将他这个准王放在眼里。 好歹他在准王杯上也是排名前100, 要是死在灵道剑下, 那绝对死不瞑目。 九重天宫, 古红衣寒怒出手, 连续九剑此出, 九重天宫乍现, 以绝对的优势, 向着灵道碾压了过来。 如此攻势, 比先前更强, 换成蛮三刀都挡不住, 灵道自然也不可能挡得住。 可惜现在灵道不能退, 他一退, 蛮三刀必死无疑。 先前的夺命三刀, 已经差不多将蛮三刀给掏空了, 现在的蛮三刀根本没有多少战力了。 灵道只能够咬牙抵挡, 不管怎么说, 他和蛮三刀也是并肩作战了半个月, 自然不可能放弃蛮三刀。 大五行剑术, 人王剑在灵道的手中, 不断地旋转, 演化出了一座五行风, 挡在了自己面前。 即便如此, 在九重天宫的碾压之下, 五行风也是寸寸破碎。 更何况, 古红衣还是手持上品剑气, 向着灵道冲了过来。 不得已之下, 灵道只得硬着头皮抵挡, 人王剑一次又一次刺出, 哪怕是九重天宫也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可惜, 古红衣根本没有给灵道多少时间, 已经是杀到了灵道的面前。 人王剑比古红衣的上品剑气厉害, 可惜灵道的战力, 比起古红衣终究弱了一些。 灵道只能且战且退, 将古红衣牵引着, 远离了蛮三刀所在的地方。 可惜这样下去, 灵道必败无疑, 有着九重天宫的碾压, 再加上古红衣凶猛无比的攻击, 灵道身上已经是出现了一道道剑伤。 幸亏他穿的是天都战袍, 要害部位都保护住了。 古红衣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灵道已经快抵挡不住了。 不愧是古红衣, 即便受伤了, 在准亡之中, 也是佼佼者。 众人都震惊于古红衣的强横, 尤其是他还掌握了剑意, 若是让他突破到乾坤境, 那么他的战力绝对不会差。 而且古红衣掌握的还是第二层次的本源力量, 又是准亡之境, 优势太大。 小子, 能够死在我的剑下, 也是你的荣幸。 古红衣冷笑一声, 却是施展出了杀招, 灵道能够和他大战这么久, 已经让他极为惊讶, 要是继续久战不下, 丢人的就是他了。 因此, 他没有任何犹豫, 准备使用最强剑法斩杀灵道。 黑暗老狱和先前不同, 此时的古红衣就仿佛行走在白昼的黑衣杀手。 只不过, 他并非是刺杀别人, 而是要将别人关押在黑暗老狱之中。 在他的周身, 没有丝毫剑气, 因为所有的剑气, 都在黑暗老狱内。 刺客粗大的支柱, 将整座黑暗老狱支撑了起来。 黑暗老狱就像是一头烈石的猛虎, 将灵道一口吞了下去。 灵道挥剑抵挡, 可惜根本无法打破黑暗老狱, 最终还是进入了黑暗老狱之中。 和我斗, 你差得远了, 古红衣猛逼直出手中的上品剑气, 使得长剑悬在黑暗老狱之上。 他的双手则是按在黑暗老狱的一面, 体内滚滚本源力量, 都是倾泻了出来。 再结合他的剑意, 打造出的黑暗老狱, 绝对非常恐怖。 站在黑暗老狱之中, 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不过灵道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挥剑, 想要破开这座黑暗老狱。 可惜, 他所做的都是无用功, 黑暗老狱坚不可摧, 他根本无法破开。 与此同时, 黑暗牢狱之中出现了一柄柄长剑虚影, 全都是剑意和本源力量凝裂而成。 仅仅是一柄剑, 零到无所畏惧, 可是成百上千的长剑, 从四面八方同时攻来, 他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压力, 可以助我突破。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同样的, 生死之间也有大机缘。 他的潜力也在此时爆发了出来, 原本他距离星辰镜中旗还有一道隔膜, 现在却是轰然冲破了隔膜, 一举成为了星辰镜中旗舞者。 就差一点点了, 刚刚突破到星辰镜中旗, 零到便是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已经暴涨到了9999条右龙之力。 只要他的力量能够再度增长一丝, 便是可以打破星辰镜舞者的极限, 突破一万条右龙之力。 而且, 他体内的本源小鼎, 也是越发的凝练, 鼎壁上更是出现了日月星辰的图案, 就好像本身就存在一般。 体内的真气更是雄浑的吓人, 以如此多的真气战斗, 哪怕是大战一天一夜, 真气都不会枯竭。 当然, 前提是不能施展消耗极大的武学, 否则再多的真气也能够很快消耗完。 大小子应该死了吧, 这么就都没有动静, 落入古红衣的黑暗牢狱之中, 自然只有死亡意图, 可惜了他的天赋。 境界不如古红衣, 还妄图斩杀古红衣, 本来就是在找死。 灵道正在突破, 自然没有任何动静, 众人都以为灵道死在了黑暗牢狱之中。 唯有古红衣皱着眉头, 黑暗牢狱是他施展出来的, 唯有他能够感受到灵道的生命气息。 让他奇怪的是, 灵道不仅没有死, 反而气息越来越强。 给我开, 黑暗牢狱之中, 传出了一声大吼, 灵道手持人王剑, 向着黑暗牢狱斩出了一剑。 其他人都是看到了一道惊天剑芒, 陡然突破了黑暗牢狱, 伴随着一声轰响, 黑暗牢狱便是猛地爆炸了起来。 怎么可能, 突然而来的爆炸, 顿时将古红衣炸飞了出去。 权在高空之上的上品剑器, 更是破碎成了一块块碎片。 古红衣死死地盯着灵道, 却是根本不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 灵道一剑就破开了黑暗牢狱, 难道灵道是乾坤净王者不成? 第107章烈日剑王, 没有王者战力, 根本无法破开黑暗牢狱, 可是现在灵道一剑就破开了黑暗牢狱, 自然让古红衣无法接受。 尤其是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绽放着血色光芒, 更是让古红衣如坠梦境。 成为准王之后, 古红衣已经很少这样震惊, 他是古剑宗的天才, 仅仅准王之境, 便是可以在乾坤净王者手中全身而退。 可是现在, 一个还不是准王的少年, 就能破开他的最强杀招,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别人告诉他, 他绝对不幸。 身为准王, 你的战力, 未免太弱了吧。 晋升到星辰静中期之后, 灵道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先前的他, 也却不是古红衣的对手, 可是现在, 他却丝毫不惧古红衣。 他修炼蛮荒诸仙境, 肉身强横, 恢复力惊人, 先前那点伤势根本算不得什么。 你, 大言不惭, 能够在准王杯上排名前100, 古红衣的战力自然极强。 可是现在, 灵道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战力太弱。 要是不将灵道斩杀, 他以后还有什么面目在东剑狱行走? 古剑宗中还有谁愿意扶他? 先前让你攻击, 就是为了借助你的压力让我突破, 现在轮到我来攻击你了。 灵道手持人王剑, 一步一步向着古红衣走去。 剑室, 比起突破前更强的剑室, 笼罩了准王古红衣。 而且人王剑散发出的锋芒, 也是越来越胜, 无名本源的加持之下, 人王剑所向披靡。 霸荒露灭, 这一剑, 攜带着滔天的剑室, 轰然斩出。 就像是一尊少年魔王, 双手燃满鲜血, 此时却要继续挥动手中的屠刀。 在灵道的身后, 像是有着遍地的尸体, 无比的惨烈。 现在的他已经是星辰镜中旗舞者, 施展巴荒露灭根本没有任何压力。 而且加上他的凶性, 这一剑自然是微能暴涨, 即便没有掌握剑意, 这一剑已经勉强达到乾坤镜王者的水准了。 古红衣身上的伤势, 已经越来越严重, 可惜现在他不得不出手。 一重重天宫, 向着灵道镇压而来, 要是先前, 这样的剑招, 的确让灵道有些头疼。 可惜现在, 根本阻挡不了灵道的脚步, 一剑而已, 便是斩碎了所有的天宫, 而且灵道也是施展追星巴布来到了古红衣的面前。 古红衣脸色大变, 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灵道破开一重重天宫之后, 更是向着他杀了过来。 铺被灵道一剑斩中, 古红衣的身上, 更是出现了一道长长地伤口。 如果不是他退得快, 甚至极有可能被灵道给劈成两半。 不是古红衣不够强, 而是突破到新沉静中期的灵道太过强横, 而且古红衣还有伤在身。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出手啊! 古红衣对着剩下的古剑宗弟子大吼道, 要是别人不出手, 他今天真的有可能死在灵道剑下。 此时的古红衣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灵道拥有斩杀他的实力, 而且也不会心慈手软。 上, 那些古剑宗弟子不得已只好出手, 一个个施展出了自己拿手的剑法。 扑天盖地的剑气, 向着灵道侵袭而来。 一柄柄长剑, 弓向了灵道, 他们的弓势看似猛烈, 却已经不被灵道放在眼里。 一道道剑盲展出, 这些古剑宗弟子便是全部倒飞了出去。 他们就算联手, 也压根不是灵道的对手, 古红衣好歹还是准王背上排名前一百的准王, 他们只是星辰静巅峰武者而已, 和灵道差距太大。 放肆, 本王在此, 谁敢杀我古剑宗弟子。 就在灵道杀向古红衣的时候, 一位乾坤敬王者从远处走了过来。 古剑一只是寻常天才而已, 古红衣则是不同, 是古剑宗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 先前这位乾坤敬王者没有出手, 只是觉得古红衣能够应付而已。 现在眼看古红衣就要被灵道斩于剑下, 他自然是忍不住走了出来。 古剑宗可要比天剑宗厉害得多, 宗内的乾坤敬王者比天剑宗多得多。 太古传承出世, 自然有乾坤敬王者亲自赶了过来。 是烈日剑王, 那小子完了, 烈日剑王向来忽短, 那小子将古红衣差点打死, 他肯定不会放过那小子。 不知道那小子来自哪个势力, 要是没有乾坤敬王者帮他, 他必死无疑。 古剑宗古猎, 人称烈日剑王, 因为他掌握的是火之本源, 脾气又暴裂, 所以有了这么个称号。 灵道当着他的面, 打伤古剑宗弟子, 更是想要斩杀古红衣, 烈日剑王根本不可能让灵道活着离开。 借本王一招, 古猎右手并指为剑, 向着灵道斩了过来。 火之本源凝炼出了一柄赤色长剑, 并且蕴含了剑翼, 即便不是真的剑气, 也是能够轻松斩杀星辰镜武者。 更何况, 古猎还凝炼了意志, 他施展剑法, 明显和准王不同。 而且, 乾坤敬王者将所有力量凝为一股, 只要掌握一条飞龙之力, 便是无比恐怖。 即便是古红衣全力施展一剑, 也没有古猎随手一剑强横。 虽然说古红衣可以在乾坤敬王者面前全身而退, 但那说的也只是寻常的乾坤敬前旗王者而已。 痴熟, 古红衣恭敬帝教道, 古猎可不是乾坤敬前旗, 而是乾坤敬中旗的王者, 本身实力比古红衣高出许多。 古红衣就算在傲气, 在古猎面前也是不敢放肆。 更何况, 古猎还是来救古红衣的, 古红衣自然极为感激。 红衣, 看好了, 本王一剑便可斩杀此子。 赤色长剑顺席间便是来到了灵道的身边, 一剑斩下, 爆裂的剑意像是要将灵道整个人撕成无数碎片一般。 而且, 乾坤敬王者的意志, 也是向着灵道冲击而来。 乾坤敬王者之所以比星辰敬武者厉害, 一是因为乾坤敬王者掌握了剑意, 二是因为乾坤敬王者凝练了意志, 三是因为乾坤敬王者拥有飞龙之力。 有这么三大优势, 星辰敬武者基本上都不是乾坤敬王者的对手。 口气倒是不小, 可你有那样的本事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灵道竟然和烈日剑王这么说话。 烈日剑王是谁? 那可是古剑宗的乾坤敬王者, 站在东剑狱最高层次的武者, 灵道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就算是烈日剑王, 都是愣了一下, 他见过许许多多的星辰敬武者, 却没有见过灵道这么胆大的。 敢对他这么无理说话的星辰敬武者, 倒还是第一个。 黄天无极, 嘴上说得轻松, 不过灵道心里可是没有放松。 他手持人王剑, 施展出了天剑三世的第二世。 一条黄金巨龙, 向着赤色长剑冲击了过来。 仅仅是一次碰撞, 便是让整条黄金巨龙燃烧了起来。 黄金巨龙在虚空之中挣扎, 翻滚, 可惜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最终化为了灰烬。 好在赤色长剑已经暗淡了下来, 如此大好机会, 灵道自然是一剑破掉了赤色长剑。 他真的连准王都不是, 怎么会如此强横? 先前的对决, 在场的舞者都是看在了眼里, 扪心自问, 他们恐怕接不下烈日剑王的随手一剑。 可是场中那个白袍少年, 却是破掉了烈日剑王的赤色长剑。 灵道还没有他们岁数大, 却拥有了这样的战力, 只能说灵道太过妖孽。 你们以为乾坤敬王者的攻击, 是那么简单的。 即便破掉了赤色长剑, 他依旧要死, 对乾坤敬王者有足够认识的舞者, 都不认为灵道能够逃过一劫。 而且烈日剑王也是老神在在, 认为灵道必死无疑, 即便灵道破掉了赤色长剑, 也是毫无用处。 就在赤色长剑消失之后, 便是有着成百上千道剑气, 向着灵道击射而来。 这些剑气之中, 蕴含了剑意, 锋芒无匹, 哪怕是准王肉身, 也会被这些剑气洞穿身体, 鲜血横流。 与此同时, 灵道更是感觉到一股王者级别的意志, 向着自己的脑海冲击而来。 这就是乾坤敬王者的厉害之处, 赤色长剑是破碎了, 但是剑意和意志同时攻来, 寻常准王都难逃一死。 区区小辈, 怎么可能挡住本王一剑? 烈日剑王轻蔑地看了灵道一眼, 身为乾坤敬中其王者, 要斩杀一位小辈, 简直轻而易举。 如果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恐怕要被在场的其他乾坤敬王者笑死了。 一道又一道的剑气, 攻击到了灵道身上, 可惜根本不可能将他斩杀。 现如今灵道的肉身, 已经完全不弱于乾坤敬王者, 更何况他还有天都战袍, 这样的攻击对他来说只是挠痒痒而已。 乾坤敬王者级别的意志想要抹杀我, 简直就是笑话, 在灵道的脑海之中, 陡然出现了一尊极为高大的身影, 是他利用蛮荒诸仙境锤炼出来的。 烈日剑王的意志, 化为一柄长剑, 想要毁灵灵道, 可惜却被这尊高大的身影一脚踏碎。 怎么回事, 烈日剑王脸色为变, 意志力量被灵道毁灭, 确实让他遭到了反噬。 可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只能将一口溺血生生地咽了下去, 否则就要被别人看笑话了。 第108章冲进洞府, 古猎好歹是一位乾坤敬王者, 当着这么多武者的面, 心口说一剑斩杀灵道, 可是现在灵道不仅没死, 反而破掉了他的攻势, 让他颜面扫地。 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还受到了反噬, 让他完全无法了解。 动手到现在为止, 古猎都没有看出灵道的境界, 不过他可以肯定, 灵道绝对不是什么乾坤敬王者。 灵道额头上的星辰血纹, 更是让他极为疑惑, 星辰血纹做不了价, 按理说灵道只有化繁镜巅峰, 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战力? 竟然没死, 怎么回事, 乾坤敬王者都没能杀他, 刚才那一剑, 就算是我都挡不住, 他身上半点伤势都没有。 本来是必死之局, 可是灵道不仅没死, 反而一点伤势都没有, 自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古猎是乾坤敬中席, 就算是古红一, 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 古猎叫古红一仔细看他这一剑, 古红一自然明白这一剑有多强, 可惜结果和古猎说得完全不一样。 好葛乾坤敬王者, 竟然差点让我受伤了。 灵道故意如此说道, 顿时让古猎火冒三丈, 区区一个小辈,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 今次就算被人说成以大欺小, 他也不会放过灵道了。 好在到现在没有乾坤敬王者跳出来阻止他, 让他放心不少。 找死, 先前毕竟只是随手一剑, 没能斩杀灵道,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若是真的要杀灵道, 古猎有着绝对把握, 烈日剑王可并飞浪的虚名。 要是连一个少年都杀不掉, 那他这么多年岂不是白火了? 大日熔炉, 烈日剑王一剑挥出, 便是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熔炉, 熊熊烈焰燃烧。 随手一剑无法斩杀灵道, 古猎自然只好施展剑法了。 乾坤敬中其王者真正出手, 自然极为恐怖, 比起星辰静武者厉害了太多太多。 大日熔炉迎风便涨, 化作土丘大小, 向着灵道砸了过来。 古猎掌握的火之本源, 自然是第二层次, 大日熔炉就像是能把虚空烧穿一般。 乾坤敬王者毕竟是乾坤敬王者, 根本不是星辰静武者可比的。 给我破, 灵道大吼一声, 随后便是挥动人王剑, 斩向了大日熔炉。 他心里清楚, 一旦烈日剑王认真起来, 那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之所以这样大吼, 只是为了让别人都以为他要和烈日剑王拼命。 他一剑斩出, 并没有斩碎大日熔炉, 反而是爆发出了一阵轰响。 不过他却是借着反正力量, 拉着蛮三刀一起冲向了紫云风出现的洞斧。 继续留在这里和烈日剑王大战,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仅仅是一个骨猎, 便让灵道头疼无比, 要是再有其他人出手, 灵道今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他能够感受得到, 场中还有不少对他有敌意的舞者。 尽管他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仇视他, 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赶紧走, 先前瞒三刀消耗一空, 不过这么长时间, 他已经恢复了半成的本源力量和真气。 以他现在的情况, 大战事不行, 逃命确实没有问题。 要是被乾坤晋王者围攻, 他们两个肯定难逃一死。 想走, 晚了, 另外一个方向, 陡然出现了一道剑光, 却是一位乾坤晋王者出手了。 他是奥剑宗的乾坤晋王者, 奥灵天还没来, 他倒是先来了。 以他的身份, 偷袭一位小辈, 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好在有股猎顶在前面, 他倒不是那么丢人了。 使用吴明本源施展大五行剑术, 同样会出现五色剑芒, 倒是让林道有些惊讶。 吴明本源可不是五行本源, 却同样有五行本源的特性, 而且用来施展大五行剑术威能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有所增强。 怎么可能, 奥剑宗的那位乾坤晋王者却是瞪大了双眼, 林道竟然破掉了他的攻击, 自然让他无法接受。 看林道的样子, 应该只有十七八岁, 这么年轻就能挡住他的攻击了。 不能让他们进去, 谁知道洞府里面是什么情况。 杀, 必须杀了他们, 才是少年时期就这么厉害, 要是等他成长起来, 那还得了。 古烈也是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林道都是他见过天赋最高的剑修。 就算是古红衣, 和林道也没得比, 自然要斩杀林道, 以绝后患。 留下吧, 一位新建宗的乾坤晋王者陡然一键扫出, 一颗颗本源力量演化的星辰, 组成了一面屏障, 挡在了林道的面前。 他并非要一招斩杀林道, 而是要将林道阻挡下来, 只要给其他乾坤晋王者片刻时间, 林道就没有活路了。 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林道, 手持人王剑的林道所向披靡, 瞬间便是破开了星辰屏障。 而且林道合满三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着就要进入洞府了。 等候都时, 现在斩你, 出现在洞府门口的, 不是别人, 正是奥剑宗的奥林天。 他敲诈了奥林云的极品剑器, 现在正好用来对付林道合满三刀。 他的实力本就强横无比, 再加上极品剑器, 战力又是提升了一截。 奥林天突然爆起, 手持极品剑器向着林道刺了过来。 好在林道反应极快, 将身体侧移了一下, 使得这柄极品剑器从他的身体擦了过去, 并没有伤到他。 一剑没有斩杀林道, 奥林天却是再度出手。 奥林云占据了先手, 自然不可能让林道逃脱。 而且, 那些乾坤境王者正在往这边赶, 怎么看奥林天都是胜券在握? 就算是那位奥剑宗的乾坤境王者都以为奥林天没来, 没想到奥林天已经在这里伏及林道。 黄天无极, 一条黄金巨龙陡然冲向了奥林天, 此时的林道已经和仁王剑融为一体。 仁王剑是他亲手铸造, 本身就好他极为契合, 如此危及关头, 他更是仁剑合一, 准备冲进洞府之中。 仁王剑虽然不是极品剑气, 但并不惧怕极品剑气。 两柄剑交锋在了一起, 仁王剑的表面浮现出了一个个古老的符文, 即便是和极品剑气硬碰硬, 仁王剑都是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走, 要是和奥林天僵持下去, 对林道极为不利。 古列和新剑宗的乾坤境王者以及奥剑宗的乾坤境王者正在向着这边赶来, 林道自然不敢耽误时间。 破开奥林天的攻势之后, 林道和蛮三刀便是冲进了洞府之中。 竟然跑了, 奥林天冷恒一生, 确实对这样极为不满,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 想也不想, 他便是跟着冲进了洞府之中, 一方面是为了斩杀林道,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太古传承。 不管你逃到哪里, 都是没用的, 紧接着, 古列等人便是一个个进入了洞府之中, 就算没有林道的事情, 他们也必须进来。 太古传承不同于上古传承, 太古距离现在太过久远, 能够保存如此之久的传承, 绝对非同小可。 人呢, 真正进入洞府之后, 奥林天便是大吃了一惊, 他所在的地方空荡荡的一片, 根本就没有人影。 他以往进来就能斩杀林道, 没想到压根找不到林道了。 每个人进入洞府之中, 都会出现在不同地方, 就算是林道和满三刀, 都已经分开了。 古列和其他乾坤境王者传进来之后, 也是没有看到其他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 蓝三刀呢? 林道站在洞府内部, 也是没有发现其他人。 看来先前他们所经过的洞府大门有问题, 因此才将他们传送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希望满三刀能够平安无事吧。 先恢复过来再说, 先前的大战, 林道的消耗也是不小, 然而, 就在他准备恢复本源力量的时候, 却是惊讶地发现, 洞府之中根本没有本源力量, 而且体内的本源力量也是根本无法动用了。 蒸汽和本源, 全都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洞府内部竟然是自成一界。 能够自己开辟一片小世界的强者, 就算是前世的林道都需要仰望, 哪怕是天尊, 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样我就放心了, 起码蛮三刀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这座洞府之中, 不能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也就是说境界的差距, 并没有在外面那么大。 现在靠的是肉身以及武学高低, 蛮三刀拥有末刀, 应该是极占便宜的。 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 看来你的运气真是差到了极点。 半天之后, 林道确实遇到了烈日剑王古猎。 好在古猎身边并没有其他人, 仅仅只有他一个而已。 要是在外面, 林道的确不是古猎的对手, 可惜这里不同。 你想杀我, 洞府之中,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倒是让林道放心不少。 尽管古猎的力量比他强横, 又凝练了意志, 掌握了建议, 但他依旧无惧, 比见到造诣, 他起码甩古猎八条街。 你已经让我颜面大损, 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 哈哈哈哈。 古猎猖狂地大笑了起来, 身为乾坤镜中期舞者, 他自然有资格俯视新陈镜小辈。 唯独让他不喜的是, 林道的脸上竟然没有丝毫恐惧之色, 难道林道不怕死吗? 第109章斩杀古猎, 叫完了吗? 等猎日剑王说完之后, 林道便是冷冷地问道, 洞府之中不同于外面, 不管是本源力量还是真气, 林道都不占据优势。 古猎毕竟是乾坤镜中期, 这些方面自然要强于林道。 呃, 林道的回应, 却是让古猎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大怒。 之前被林道逃了, 只是因为他太过大意, 古猎可不认为这次林道依旧能够逃走。 这里没有其他人, 林道没有帮手,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不见棺材不落泪, 古猎挥剑, 向着林道刺了过来, 先前, 他并没有和任何人动手, 因此并不知小本源力量和真气在洞府之中无法动用。 就这样出手, 自然让他极为不适应, 好在他毕竟真经百战, 这一剑依旧强势。 你的优势被削弱了, 还想杀我, 人王剑猛地此出, 迎上了古猎手中的猎日剑。 没有本源力量的加持, 也没有真气的支撑, 有的仅仅是纯粹力量的比拼。 林道掌握了九千多条幼龙之力, 比起其他准王都有很大优势, 可是在乾坤境王者面前就不够看了。 乾坤境前期王者就可以拥有一条飞龙之力, 身为乾坤境中期的古猎, 更是拥有两条飞龙之力。 单单力量方面, 他便是超过林道两倍不止。 这样的碰撞, 吃亏的自然是林道, 即便林道连连后退, 并且不断地泄力, 虎口依旧是被震裂了。 以他现在的力量, 和古猎硬碰硬, 根本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好在他这一次是故意这么做的, 只是想要试试和古猎之间有多大差距而已。 论力量, 我碾压你, 论剑意, 我完胜你, 你拿什么根本王斗。 本来古猎还想说论意志的, 不过想想还是将这句话咽了下去。 先前他外面, 他的意志化作常见, 想要摧毁林道的脑海, 可惜他的意志被粉碎了, 并且让他遭受了反噬。 不过有着力量和剑意的优势, 他已经可以轻松斩杀林道了。 那你便试试, 既然正面碰撞, 林道不是古猎的对手, 那么只好靠剑法取胜了。 古猎是乾坤竟王者不嫁, 精力的战斗的确比林道多, 可惜林道有着前世记忆, 加上前世的经验, 古猎比起林道就差远了。 他们两人都是没有施展剑法, 就这么挥剑杀到了一起。 古猎想要硬碰硬, 以绝对的力量碾压林道。 可惜林道的剑法太过滑溜, 看起来堂堂正正, 却充满了变化, 猎日剑一下都没有碰到人王剑。 古猎攻击林道, 林道根本就没有丝毫防守, 因为林道出剑更快。 如果古猎不抵挡的话, 恐怕林道会先将古猎斩杀, 然后古猎能不能杀死林道, 就是葛魏之术。 越是到后来, 古猎越是被动, 这小子的剑法怎么这么刁钻, 越打越头疼, 古猎已经只有防守的能力, 完全没用进攻能力了。 只要他敢进攻, 迎接他的便是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人王剑锋利无比, 即便是古猎的肉身, 都承受不住, 他自然不敢乱来。 哼, 别以为这点小伎俩就能难倒本王, 就让你见识一下乾坤敬王者的厉害。 被一个小背压着打, 让古猎的胸中有着燃烧着熊熊木火。 幸亏这里没有其他人, 否则古猎恐怕早就暴走了。 还好没人看见, 只要他斩了林道, 那么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人知晓。 剑翼, 笼罩了整个战场, 愤怒的古猎已经准备动真格。 王者一致锁定了林道, 更是锁定了人王剑, 先前他没有动用剑翼, 也没有动用意志, 所以只能处处受制于林道, 现在则是不同了。 林道的初剑速度本来极快, 可是现在确实受到了影响。 而且在古猎的眼中, 林道的动作好像放慢了好几倍一样。 古猎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林道, 终于让他寻到了林道的破绽, 他的双眼都是爆发出了极为璀璨的光芒。 死, 即便没有本源力量, 这一剑的威能, 也是不容小觑。 古猎已经将剑翼灌输到了猎日剑上, 一剑出, 笼罩整个战场的剑翼都是向着林道压迫了过来。 不过, 他并不敢用意志攻击林道, 因为他已经吃过亏了。 别的星辰静武者肯定看不出猎日剑王的剑翼强弱, 林道确实明白, 古猎的剑翼一点都不纯粹。 虽然林道没有掌握剑翼, 但他掌握的剑是极为纯粹, 完全可以和古猎的剑翼一拼高下。 再加上古猎的意志锁定, 对林道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因此林道并不惧怕古猎。 只不过林道并没有曝露这些, 而是将计就计, 让古猎认为他的那一剑, 可以将林道斩杀。 你的剑翼太过扳杂, 想要以这样的剑翼杀我。 简直就是笑话, 就在猎日剑接近林道身体的时候, 林道突然冷笑道。 随后, 先前隐秘的剑翼, 陡然全部爆发了出来。 而且林道的攻击, 也是犹如狂风暴雨一般, 一剑接着一剑攻出, 可怕到了极点。 林道故意迈出的破绽, 古猎中继, 对古猎来说自然是致命的。 当古猎发掘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晚了, 根本无法抵挡。 他自然想不到, 这样的生死关头, 林道还能算计他, 给他摆出了陷阱。 即便古猎是乾坤晋王者, 生死关头也没有林道冷静, 毕竟林道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 而且古猎也没有想到, 林道的剑翼竟然能够破开他的剑翼, 简直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 剑翼比剑翼低了一个档次, 古猎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够和他剑翼平分秋色的剑翼。 比诈我, 古猎苦苦抵挡林道的攻势, 却是恨不得仰天大吼, 竟然被一个小辈耍了一次。 仁王剑已经不止一次划过他的身体, 他的一身衣袍, 早就已经被鲜血染成了血红色, 再打下去, 他今天小命都要丢在这里。 诈你又怎么样, 谁让你蠢, 洞府之中, 古猎王者级别的战力, 根本发挥不出来。 空有两条飞龙之力, 又根本使不出来, 让他快憋屈地吐血了。 要是再打下去, 古猎甚至有可能死在林道的剑下, 这样的结果, 古猎绝对无法接受。 谁在那里大战, 好激烈的样子, 不是那小子吗? 他在追杀谁? 洞府内部, 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已经有人赶了过来, 他们在外面看到过林道, 同时被数位乾坤晋王者追杀, 还能逃得一命, 他们自然有些佩服林道。 现在又看到林道在追杀别人, 自然让他们有些疑惑。 那不是烈日剑王吗? 天哪, 我不会看错吧? 烈日剑王被那小子追杀, 和外面反过来了, 当他们看清楚古猎的样貌时, 一个个都是震惊的和不拢嘴, 乾坤晋王者在星辰晋武者的心里, 就是不可战胜的代名词。 可是现在, 林道竟然在追杀古猎, 不管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 已逃不掉的, 别人看到被追杀的事情, 古猎本来就觉得是奇耻大辱, 现在林道又这么说, 更是让古猎差点气炸了肺。 狠狠地咬了咬牙, 古猎便是没有继续逃跑, 而是转身和林道大战了起来。 本王就不幸, 还杀不了你一个小辈, 先前没人看见, 逃命也就逃命, 现在被别人看到, 就算逃走, 以后也会成为东剑狱的笑柄。 为了面子, 古猎完全可以拼命, 而且他还在幻想, 要是有其他古剑宗武者前来就好了。 可惜, 一切都是妄想, 根本没有古剑宗的武者前来。 林道的攻势越来越猛, 古猎身上的伤势也是越来越严重。 以古猎现如今的情况, 就算古猎想要逃命, 都是不可能成功。 死吧, 瞅准时机, 林道一剑此出, 终于是洞穿了古猎的胸膛。 这一剑, 便是要了古猎的命, 人王剑太过锋利, 古猎的肉身根本抵挡不住。 人王剑虽然不是极品剑气, 但在锋利上, 并不逊色于极品剑气。 怎么可能, 一直到死, 古猎都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他堂堂乾坤境中其王者, 竟然死在了一位小辈的剑下。 尤其是先前他还在外面追杀林道, 现在竟然反了过来, 他不仅没有斩杀林道, 反而被林道杀了。 没什么不可能, 你我若在同一境界, 杀你如宰鸡。 拔出人王剑之后, 林道便是将古猎的乾坤界和长剑收了起来。 古猎已经生死, 古剑宗损失了一位乾坤境中其王者,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古剑一和古剑一也是死在林道剑下, 古剑宗不可能放过他。 历日剑王死了, 难道我是在做梦, 我早就发现洞府内的不同, 本源力量和真气都不能动用, 乾坤境王者在洞府之中的战力被削弱, 或许传承我们有机会了。 有人震惊于古猎的死亡, 有人则是动了其他心思。 在外面, 他们的确不敢和乾坤境王者争斗, 可是在洞府之中, 确实有了变化。 林道能够斩杀古猎, 他们应该也能做到。 不得不说, 他们想得太过美好, 林道能杀古猎, 不代表他们也能做到。 当古剑宗的其他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古猎已经是一具尸体, 林道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已经离开。 第110章少年, 两兵器吧, 太古传承, 根据我天机阁的消息, 这座洞府应该和一尊大地有关。 一位年轻男子手摇折扇, 慢悠悠地行走在洞府之中。 虽然近来的舞者都知道洞府内有太古传承, 可惜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座传承和大地有关。 大地, 是天地间的霸主, 能够横推三千大世界的无上存在。 太古传承也有高下之分, 比如天尊传承, 在太古传承之中就算不得什么。 田坤得到的天尊传承, 是上古传承, 和太古传承并不相同。 也不是说上古时期的天尊就不如太古时期的天尊, 天尊也有强弱, 和个人实力有关。 洞府外面有紫薇二字, 难道说, 是紫薇大帝的传承? 按理说, 寻常天机阁的弟子, 根本不可能知晓紫薇大帝的存在。 可他偏偏能够猜到紫薇大帝, 说明他眼界极广, 就算是乾坤晋王者, 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事情。 若是领导在此的话, 就会认出, 眼前这位年轻男子, 就是他在大罗王朝曾经遇到的苏清瑶。 可当时的苏清瑶, 境界太低, 而现在的苏清瑶已经是乾坤晋王者。 并非是苏清瑶修炼速度比零到快, 只是因为他修炼了特殊功法, 有着一个又一个身体。 大罗王朝内的苏清瑶和这位苏清瑶是一个人, 却并非一个身体。 不管怎么说, 大帝传承我一定要得到, 绝不能让其他人得手。 整个剑神大世界, 能够有一位大帝传承, 就已经是奇迹了。 反正苏清瑶在剑神大世界待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遇到过其他大帝传承, 可见大帝传承的罕见。 幸亏天机阁这次来了不少人, 只要他们全部按照我说的办, 大帝传承非我莫属。 想当初, 领导境界那么低, 苏清瑶都能送领导子荆棘令牌, 可见苏清瑶在天机阁的地位之高, 当时那位只是苏清瑶很弱的一个分身。 这次你进来的天机阁舞者, 哪怕是乾坤晋王者, 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就连乾坤晋中旗舞者都能被我斩杀, 看来在洞府之中, 还是较为安全的。 斩杀古烈之后, 领导便是隐藏了起来, 和古烈一战, 他看似极为轻松, 实则也受了内伤。 只不过当时有别人在场,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要是别人知道他的情况, 或许会动其他心思。 好在这次收获不小, 古烈的乾坤界之中, 竟然有足足五万块上品零食, 而且还有一柄极品剑器。 尽管领导现在已经有了人王剑, 但等他实力足够强横之后, 完全可以使用大天柱剑术, 将这柄极品剑器熔炼到人王剑之中。 紫薇洞府, 不会和紫薇圣帝有关吧? 不知道为什么, 领导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前世便是杀到了紫薇圣帝, 并且大闹了一场, 可惜最后被镇压了。 要是这个传承和紫薇圣帝的祖辈有关, 那就真的有意思了。 你是谁? 忽然间, 领导的面前出现了一位紫薇少年, 就算是以领导的灵觉, 都没有发现他是怎么出现的。 以领导献如今的实力, 想要无声无息出现在他面前,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紫薇少年细语轩昂, 身材挺拔, 眉宇间有着一种不同于同龄人的成熟。 他的右手, 拿着一面极其古朴的镜子, 尽管他没有催动镜子, 但领导依旧能够感受到镜子的威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击败我, 才能继续留下, 否则将没有资格留在这个洞府。 与此同时, 洞府内的其他舞者, 也都是遇到了这样一位紫薇少年。 他就好像是能够化身万仙, 不管洞府内有多少舞者, 都必须经受住他的考验。 老子难道还能怕你一个小白脸不成, 蠻三刀挥舞琢磨刀, 恶狠狠地瞪着眼前的紫袍少年。 东剑玉是剑修的天下, 可是眼前这个紫袍少年, 并非用剑的, 反而拿着一面镜子, 自然让蠻三刀觉得有些奇怪。 你不用剑, 老子也不用刀, 一拳打死你。 身为蛮族子弟, 蠻三刀的力量自然不弱, 只可惜洞府之中无法动用本源力量, 因此他只能拥有七千条右龙之力。 不过在他看来, 用来对付紫袍少年足够了。 眼看着蠻三刀的拳头即将打在紫袍少年的胸口, 紫袍少年终于是动了。 他直接伸出右手, 挡住了蠻三刀的拳头, 看似极为凶猛的一拳, 却被他轻松接下。 年轻人, 量兵器吧, 否则你不是我的对手。 仅仅是这么一下, 便是让蠻三刀谨慎了起来, 先前的轻视一扫而空。 蠻三刀怒吼一声, 随后便是挥动末刀, 向着紫袍少年攻了过去, 可惜紫袍少年依旧是游刃有余。 可恶, 他怎么这么强, 奥林云和紫袍少年大战了片刻时间, 便是已经被打得咳血。 他根本不是紫袍少年的对手, 哪怕紫袍少年没有使用兵器赤手空拳也是能够轻松将他击败。 和奥林云情况差不多的, 自然不在少数, 哪怕他们施展浑身解数, 也是无法将紫袍少年怎么样, 甚至连紫袍少年的一根汗毛都伤不到。 最气人的是, 紫袍少年一直面带微笑, 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不过像奥林天、 古红衣这样的天才弟子, 明显要轻松得多, 尽管他们没有击败紫袍少年, 但他们同样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他们的实力, 比起那些庸裁, 自然好得多。 至于进入洞府的乾坤进王者, 则要轻松得多。 所有的紫袍少年, 战力是一样的, 连奥林天等人都是能够保住自己不受伤, 这些乾坤进王者自然也不会被紫袍少年打伤。 少年, 两兵戏吧, 林道面前的紫袍少年, 也是如此说道, 他们还没有动手, 两人的事便是碰撞在了一起。 林道掌握剑势, 紫袍少年则是掌握其他的事, 可惜他们谁也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不同于蛮三刀, 林道更加谨慎, 紫袍少年给林道的感觉非常强横, 因此林道上来便是使用了人王剑。 在洞斧之中, 他不能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紫袍少年同样也不会动用。 静若处子洞若兔兔, 一旦动手, 便是雷厉风行,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丝毫没有停歇。 即便是紫袍少年, 也是没有想到, 林道的攻势竟然如此凶猛。 有好几次, 紫袍少年都是显而又显地躲过了林道的攻击。 因为林道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对战局的把握, 哪怕是那些乾坤净王者都无法比拟。 和林道大战, 紫袍少年感觉比其他人大战都要累。 不错不错, 你的剑法, 在同辈之中, 绝对是名列前茅。 紫袍少年笑咪咪地说道, 洞斧之中所有的紫袍少年实力的确一样, 但他们每一个都是可以使用更强的力量。 很明显, 他已经打算使用更强的战力对付林道。 少年, 量兵器吧。 否则你不是我的对手。 前半句, 纯粹就是学紫袍少年的语气, 听到林道这么说, 紫袍少年的脸色也是古怪了起来。 洞斧之中这么多人, 林道是第一个让他使用兵器的, 自然让他刮目相看。 如你所愿, 如你所愿, 其实林道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紫袍少年真的准备动用兵器了。 紫袍少年的兵器不是刀, 也不是剑, 而是他手中的镜子。 先前林道便是感觉到了镜子的危险, 现在紫袍少年要动用镜子, 林道自然是戒备了起来。 紫袍少年缓缓地抬起了镜子, 随后便是向着林道照了过来。 仅仅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照, 便是让林道的神情恍惚了起来, 他的双眼都是迷茫了起来。 夕阳下, 一大一小两道影子, 越拉越长。 父亲拉着儿子, 眼眸深处充满了不舍, 可惜却被他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儿子的双眼之中, 却是有着泪水在打转, 水汪汪的。 父亲, 不要走, 好不好, 税嫩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小男孩只有两三岁大小。 他的两只小手, 紧紧地抓着父亲的大手, 生怕他的父亲挣脱他的一双小手。 他的双眼之中, 充满了稀迹, 我仍放心, 为父只是离开一段时间, 很快便会回来。 父亲摸了摸儿子的脑袋, 随后便是轻轻地松开了儿子的一双小手。 他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儿子, 可惜男子和大丈夫, 顶天立地, 有些事情绝对不能逃避。 这一走,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可他不得不走。 他一步踏出, 便是走出了数百米, 就算他儿子想要追上他,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他也怕, 生怕回头看一眼儿子, 就舍不得走了。 父亲, 小男孩大声喊道, 随后便是向着远处的父亲追了过去。 可惜他的父亲越走越快, 仅仅是片刻之后, 便是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无论他怎么追, 都是根本追不到他的父亲了。 他的父亲明显是一位强者, 而他还没有踏上修炼之路。 扑通他摔倒在了地上, 一双小腿都是蹭破了。 这一次, 他并没有爬起来继续追, 而是躺在地上, 一双眼睛仰望天穷,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第111章紫薇帝君, 不好, 领导陡然感觉到了一股大危机, 先前出现的幻境, 轰然消散。 不管是高大的父亲, 还是年幼的儿子, 都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现在领导眼前的, 是一双拳头, 如果他再不清醒过来, 肯定要被这一拳打成重伤。 仁王剑陡然挡在了领导的眼前, 紫袍少年的双拳, 狠狠地打在了仁王剑上, 发出了金属般的撞击声。 紫袍少年的肉身强度, 简直可怕, 竟然可以和仁王剑抗衡, 而且还不落下风。 这样的碰撞之下, 领导竟然连连后退, 他的右手都是一阵发麻。 紫袍少年的强横之处, 也是展现了出来, 洞府之中他同样没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但他的肉身已经胜过上品剑气。 竟然清醒过来了, 关键时刻, 领导破开了幻境, 倒是让紫袍少年惊讶了以下。 洞府之中那么多舞者, 自然也有其他人让他动用了镜子。 只可惜, 那些人都没有清醒过来, 领导是唯一一个清醒过来的。 乾坤敬王者凝炼了意志, 寻常幻境对他们的确无效。 可惜, 先前出现的并非完全是幻境, 而是埋葬在他们脑海深处的记忆, 是他们最薄弱的地方。 其他人没有清醒过来, 其实也正常, 少年, 不用出剑了, 你已经通过考验, 看到领导还想出手, 紫袍少年连忙说道, 先前他使用手中之镜, 有的舞者没有清醒过来, 他都让他们过关了。 现在领导自己清醒过来, 他自然更加没有理由将领导驱逐出去。 好吧, 既然已经通过考验, 那么自然没有继续出手的必要。 紫袍少年看到领导还想动手, 却是有些无语。 别人都是巴不得早点通过考验, 就领导还想和他继续大战。 所有舞者的考验结束之后, 紫袍少年便是消失在了他们面前, 和领导交手的紫袍少年自然也是突然消失了。 剩下的舞者都通过了考验, 没有通过的, 已经被传送了出去。 先前的幻境怎么好熟悉的样子, 难道以前真的发生过? 前世的领导, 小时候的记忆非常模糊, 尤其是三岁之前, 当然正常人都是如此。 就算是先前的幻境, 领导都没有看清楚他父亲的样子, 脸部非常模糊, 好像被重重迷雾遮挡住了。 算了, 先不去想这些, 得到太古传承才是重点。 通过第一重考验的舞者, 绝对不在少数, 距离得到太古传承, 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好在没有被驱逐出去, 便证明领导有机会, 还在洞府之中的所有人都有机会。 痛就在此时, 一块巨大的石碑从天而降, 坠落在了领导的面前。 石碑上面, 有着一幅刻画, 上面是两位强者大战, 看起来平平无奇, 却和接下来的考验有关。 不仅临到面前出现了这样的石碑, 其他人面前同样如此。 而且每个石碑上面的刻画, 都是一模一样, 就在所有人都疑惑不已的时候, 紫袍少年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用心去观摩石碑刻画, 毫无所得者, 逐出洞府。 紫袍少年并没有现身, 然而每个人都觉得紫袍少年就在他们身边。 他并没有让洞府内的这些舞者得到多少感悟, 只有完全没有得到感悟的, 才会被驱逐出去。 一块石碑, 能让我们得到什么? 算了, 反正没有生命危险, 观摩就是, 或许和太古传承有关, 必须认真观摩, 众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好在他们都听从了紫袍少年的吩咐, 开始用心去观摩刻画。 有人看了半天, 依旧只是两位强者在交战, 而且动作没有任何变化。 是他, 那个紫袍少年, 只不过到了中年, 一些悟性高的, 已经将心神沉入到了刻画之中。 他们纷纷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 紧接着他们便是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出现在他们远处的则式刻画上 交战的两位强者。 好强的威势, 相隔这么远, 我都快要跪幅下去了。 要知道, 他们仅仅是在观摩刻画而已, 并且距离两位强者起码有千丈之远, 依旧觉得承受不住两位强者的威压。 就算是临到, 都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其中一位强者, 身穿一席紫袍, 微风扒面, 气势着人。 他的眉宇间和紫袍少年, 有着八分相似, 他们都是有所猜测, 这位爵士强者恐怕就是紫袍少年中年时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是开创了紫袍圣帝的紫袍帝君。 先前苏清瑶便是猜测到了紫袍大帝, 现在看到这位紫袍中年男子, 更是让他联想到了紫袍圣帝的开创者, 那位纵横一个时代的紫袍帝君。 紫袍圣帝, 自太古传承至今, 已经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但是, 紫袍圣帝一直是极为强大的圣帝, 比起凌家强大了何止百倍。 而且, 紫袍圣帝一直兴盛, 就是因为开创紫袍圣帝的是紫袍帝君。 紫袍帝君, 那是一个传奇, 一个神话, 从弱小走向巅峰, 成为帝君之后, 更是开创了一大圣帝, 留下了自己的道统。 苏青瑶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传承竟然和紫袍帝君有关。 能够和紫袍帝君交战的, 又会是什么样的强者? 苏青瑶已经猜出紫袍中年男子的身份, 自然更加好奇另外一个人的身份了。 可惜, 他连紫袍帝君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 自然也看不清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另外一人, 身着一袭黑白道袍, 满头白发飞舞, 浑身同样散发着一股钙压巴荒的无边威势。 能够和紫袍帝君交战, 他自然不会是什么弱者。 可惜, 天资差的, 能够看到的仅仅到此为止。 嗯, 动手了, 哪怕是蛮三刀, 此时也是大气都不敢喘。 两位爵士强者交手, 无边的道则碰撞, 天地色变, 日月无光。 就连星空都要在他们脚下崩溃, 天地规则好似都在站立。 可惜, 隐瞒三刀的境界, 根本看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能依稀看到两个人影在交手, 至于怎么交手, 结果如何, 他都不知道。 不仅是他, 还有不少人都是如此, 太强了, 哪怕是我前世的全盛时期, 在他们面前都是蝼蚁。 灵道能够看到的, 比瞒三刀要多, 而且他的眼界更为广阔。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感受到两人的强大。 幸亏只是刻画, 如果是真人, 即便相得千丈之远, 仅仅是战斗余波, 都能够让他灰飞烟灭。 本来灵道还以为, 这里仅仅是个普通的太古传承。 现在看来, 绝非如此, 不管是紫袍中年男子, 还是另外一人, 实力都强大的不可思议。 不管是前世今生, 灵道都没有见过如此强横的武者。 竟然是一位女子, 大部分人看到的不够多, 都以为和紫薇帝君交手的是一位男子。 当然, 也有人看到的不比灵道少, 只不过他们他们根本看不清两人的样貌。 就好比苏青瑶, 他的双眼, 始终盯着两位强者大战, 想要三悟道无上绝学。 灵道能够判断出和紫薇帝君交手的是女子, 并不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位女子的样貌。 那位女子对他来说, 脸部同样是笼罩着重重迷雾。 只不过那位女子胸部高高地怂喜, 男子当然不会这样。 我肯定是被奥龙带坏了, 该死的奥龙。 灵道信心地骂道, 要是奥龙知道灵道这样说, 恐怕要对灵道翻白眼了。 好在灵道很快便是将这些想法抛诸脑后, 而是专心观摩两位爵士强者的大战了。 没想到他们当中还有这样的好苗子, 不错不错。 紫薄少年趴在白云上, 俯视着下方的所有人。 他的眼神, 扫过了奥陵云等人, 随后便是看了蛮三刀以及有数几人一眼, 最终则是看向了灵道和苏青瑶。 毫无疑问, 灵道和苏青瑶看到的最多, 他们得到的自然也是最多。 先前紫薄少年出手, 灵道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引起紫薄少年的注意了。 是那面镜子, 灵道的双眼, 陡然爆发出了一阵亮光, 他清楚地看到, 紫薄中年男子的右手, 握着一面古朴的镜子。 这面镜子和先前紫薄少年使用的镜子, 极其相似。 只不过, 紫薄中年男子手中的镜子, 未能比紫薄少年的强出千倍不止。 紫薄中年男子仅仅是使用镜子照了那位女子以下, 虚空便是开始大崩溃, 无尽的光芒刺的灵道完全睁不开眼。 就算灵道勉强看向前方, 能够看到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 紫薄中年男子和那位黑白道袍女子都像是消失在了无尽的白光之中, 当所有的白光散尽之后, 他们才是再度出现。 不管是紫薄中年男子还是黑白道袍女子, 气息都是极为问乱, 估计全都是身负重创, 两败俱伤。 猜出紫薄中年男子身份的苏青瑶, 更是震惊万分, 到底是谁, 竟然能够和紫薄帝君一较高下。 然而, 下一刻场中确实出现了另外一位爵士强者, 他的气势竟然还要凌驾在了紫薄中年男子和黑白道袍女子之上。 他一出现, 天地便仿佛开始站立, 日月轮转, 混沌开辟。 苏青瑶等人, 全都是承受不了这样的威势, 心神退出了这个空间。 第112章天地间的最强者, 到底是谁, 竟然比紫薄帝君还强, 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存在, 正因为苏青瑶猜到了紫薄中年男子的身份, 才会震惊无比。 另外一个人, 能够和紫薄帝君平分秋色,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可是最后出现的那尊无上存在, 竟然凌驾于紫薄帝君之上。 众所周知, 紫薄帝君是那个时代最为强横的存在, 可是最后出现的无上存在, 为什么比紫薄帝君还要强横? 唯有领导没什么事情。 只剩他一个了, 紫薄少年一直关注着所有人的情况, 其他人全都无法继续观摩, 可是领导却依旧没有睁开双眼, 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领导, 希望能够看出领导的不同之处。 怎么回事, 什么都看不到, 不管是紫薄中年男子还是黑白道袍女子, 领导只是看不到脸而已, 可是最后出现的无上存在, 领导只能够看到一道朦胧的身影。 他直接站在紫薄中年男子和黑衣道袍女子中间, 根本不惧他们的攻击。 朦胧的身影拥有其吞巴荒的威势, 碧蜜诸天, 即便是紫薄中年男子和黑白道袍女子, 都比不上他。 后来的大战, 领导根本看不清楚, 只能够依稀感受到那种毁天灭地的威能。 不知道大战了多久, 等领导能够看清战场的时候, 黑白道袍女子已经被最后出现的无上存在镇压在了脚下。 紫薄中年男子对着那位无上存在恭敬的行了衣礼, 如果苏青瑶看到这一幕的话, 恐怕会震惊得合不拢嘴。 当一切结束之后, 领导的心神才退出了那个空间。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先前所看到的大战, 实在是太过震撼。 仅仅只是刻画而已, 就有如此景象, 如果是真实的情况, 绝对不得了。 和他们相比, 前世的领导简直太弱, 看来, 依靠前世的修炼经验, 并没有多大作用。 如果太过依赖前世, 那么这一世只能和前世差不多, 想要超越前世, 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前世的路已断, 今生, 我要开辟一条通天大道。 先前他的双眼极为茫然, 现在则是一片清明, 想通一切之后, 便是心灵通透, 没有一丝挫爱。 前世的修炼经验, 以后只是辅助, 而并不能左右他的道路。 有意思, 真有意思, 那小子到底看到了多少? 紫袍少年仔细地打亮了领导一眼, 却是根本看不出什么。 领导在刻画之中究竟看到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 毕竟他也并非全知全能。 他对领导极为有兴趣, 恨不得将领导抓过来好好研究一番。 我看到的应该是最多的吧? 那个时代应该没有比紫薇帝君更为厉害的人物, 之所以最后出来的超过紫薇帝君, 想来是因为当时的紫薇帝君还没有正地。 苏青瑶只能如此想, 否则根本解释不通。 紫薇帝君, 号称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存在, 绝对没人能够超过他。 要不然, 紫薇帝君如何称尊, 怎么号令天下, 紫薇战场, 开, 紫袍少年双手不断地掐绝, 整个洞府都是晃动了起来。 不管是领导, 还是其他人, 都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两场考验之后, 洞府内剩下的舞者已经少了大半。 一座古老的战场, 缓缓地从地下升起, 地面都是暗红色的, 很明显死了很多舞者。 即便是相距战场很远, 都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惨烈的气息, 想来在这座战场上经历过极为可怕的大战。 我控制不了自己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 所有的人, 都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抓了起来, 山河倒转, 不久之后, 他们便是降临在了古老的战场上。 他们能够继续留在洞府之中, 可见每一个人都不简单。 诸位, 你们知晓天地间的最强存在是什么吗? 紫袍少年站在古老的战场中央, 俯视着在场的所有舞者, 一脸的傲然。 他双手赋于身后, 在场的每个舞者都曾经跟他交过手, 自然知晓他的可怕。 要知道, 他身化万千, 都有那样的本事, 要是合一的话, 实力自然更强。 即便此时他没有故意散发自己的气势, 在场的众人依旧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大。 我们东建狱最强的就是乾坤镜王者, 如果这辈子我能成为王者中的最强者就好了。 一位新陈静巅峰舞者如此说道, 他能够留在这里, 天资自然不差。 他所在的宗门之中, 年轻一辈没有比他天赋更好的, 他当然有足够信心成为王者。 只不过东建狱王者这么多, 想要成为最强者,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井底之蛙, 就算是王者中的最强者, 我也能一直撵死。 出话间, 紫袍少年便是故意散发出了一股可怕的气势, 席卷了整个战场。 本来那位新陈静巅峰舞者以及部分乾坤镜王者还想反驳, 可是现在却被压迫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当中所有人都见过乾坤镜王者, 甚至不少人本身就是乾坤镜王者。 可是, 在场所有乾坤镜王者的气势联合起来, 恐怕都无法抗衡紫袍少年。 紫袍少年说出这样的话, 自然有其狂傲的资本。 我听说过, 王者至上是大能, 传说每一位大能都可以移山倒海, 比王者都要厉害十倍不止。 一位乾坤镜王者如此说道, 东剑玉民面上最强的舞者就是乾坤镜王者, 但也说不定某些势力之中, 存在老古董级别的大能。 王者可活八百载, 大能更是能活一千年。 大能算什么, 我一口气便能吹死。 紫袍少年向着远处吹了一口气, 就像是成千上万柄飞剑击射而出, 随后一座万丈高山便是轰然爆炸了开来。 如此惊天动地的手段, 更是振折了在场的大部分人。 起码乾坤镜王者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那可是万丈高山, 而不是什么土丘。 古籍之中有记载, 上古时期的天尊, 为天地间的最强者, 挥剑斩大能, 随手灭王者。 其中一位年轻女子低生说道, 能够知晓天尊, 说明他来历极大。 一般人都是认为王者最强, 知道大能的都是少数, 更遑论天尊。 身为天尊, 想要横扫见神大世界的其他势力, 岂不是简单至极? 什么, 还有这种强者? 天尊是什么境界? 如此恐怖, 就连灵道都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这些人未免太过孤陋寡闻, 连天尊都不知道。 不过想想也就是然了, 东剑狱毕竟太小了, 和千万大世界相比, 沧海一宿都算不上。 可笑, 天尊算什么东西? 紫袍少年大摇齐头, 和紫袍帝君相比, 天尊的确什么都算不上。 紫袍帝君若下一根发丝, 都能够斩杀一位天尊。 并不是说天尊孱弱, 只是紫袍帝君太过强大而已。 我知道, 我知道, 剑神最强才是, 剑神大世界, 因为剑神而得名, 剑神到底有多强, 就算是开口说话的年轻人也不知晓。 不过他知道, 剑神肯定比天尊强, 要不然怎能剑中称神? 天底下剑修那么多, 谁敢自称剑神? 剑神, 沉默完一耳, 太古时期,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剑神, 雷神, 与神之流, 上古时期才有那些强者自封为神。 所谓的剑神, 到仁皇面前, 恐怕也就只有被仁皇一剑斩杀的份。 仁皇剑, 是太古时大神兵, 仁皇更是能够横扫诸天的存在。 仁皇手持仁皇剑, 自然不是剑神能比的。 要是所谓的剑神生活在太古年间, 绝对不敢忘自称神。 阁下, 你直接说出大地不就行了, 何必让他们胡乱猜测? 苏清瑶淡笑着说道, 他一开口, 便是吸引了其他人的目光。 所谓的大地, 在长久成久的人, 都是根本没有听说过。 他们并没有相信苏清瑶, 而是等着紫袍少年的回答。 古老的战场战地面积极广, 苏清瑶的声音虽然传遍了整个战场, 但是看到苏清瑶的人并不多。 若是领导看到苏清瑶的话, 一定能够认出他, 仅仅听声音就无法辨别了。 东剑狱竟然也有人知晓大地, 一直以来, 领导都是认为东剑狱的舞者, 仅仅只知道修炼境界的前面部分而已。 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人能够说出大地, 看来其他人的见识也并非那么浅薄。 没错, 自古以来, 天地间的最强者都是大地。 每一尊大地都是横扫诸天的存在, 弹指间便可毁灭一方大世界, 抬手间便能崩碎无影的星空。 大地一幕, 浮世亿万, 紫袍少年的声音响彻在了众人的耳边,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尊顶天立地的身影, 雄姿伟岸。 在他的周身, 有着一颗颗星辰旋转, 在他的脚下, 匍匐着亿万生灵。 第113章大混战, 大地, 没听说过, 最强的不是剑神吗? 天地间, 真有大地那样的无上存在吗? 战场之中, 不少舞者都是彻底惊呆了, 紫袍少年描述的大地, 简直无法想象, 尤其是不少乾坤晋王者, 更是自以为实力强横。 可是和大地一比, 他们简直就是渣渣, 甚至连渣渣都不如。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这里的传承就是大地传承, 至高无上的传承。 紫袍少年骄傲地说道, 先前他已经说出了大地的厉害, 现在告诉所有舞者这里是大地传承, 想必那些人会激动不已吧。 就算是在天界, 大地传承都罕见无比, 恐怕连各大圣地各大使家都要动手。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大地传承, 就可以横扫东建狱所有的乾坤晋王者了。 一位乾坤晋前期王者激动地问道, 他在乾坤晋王者之中, 差不多是垫底的存在, 王者背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想到能够横扫所有乾坤晋王者, 他便是极为兴奋。 哦, 紫袍少年差点气地吐血, 大地传承至高无上, 那位乾坤晋前期王者竟然只想着超越其他乾坤晋王者, 到底还能不能交流了? 这样想的话, 未免太糟蹋大地传承了吧, 滚出去, 一声怒吼, 随后紫袍少年便是一巴掌将那位乾坤晋前期王者扇飞了, 这一掌并没有斩杀那位乾坤晋前期王者, 只是将他赶了出去。 这么土鳖的舞者, 紫袍少年实在看不下去了, 简直就是对大地传承的侮辱, 给你大地传承, 你就想着超越其他乾坤晋王者。 猪脑子嘛, 本来还有其他人拥有和先前那位乾坤晋前期舞者一样的想法, 可惜他们不敢多嘴了。 要是惹怒了紫袍少年, 他们肯定也就和大地传承无关。 他们所知的境界只是一部分而已, 不过他们现在也明白, 大地是比乾坤晋王者厉害无数倍的绝世强者。 敢问阁下是谁, 大地是强, 但是终究受援有限, 强如三皇, 开创太古, 依旧是挡不住时光流逝。 眼前这个紫袍少年, 不可能是紫袍帝君, 因为紫袍帝君不可能活这么多年。 苏青瑶的心里, 有着自己的猜测, 只是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紫袍帝君是不可能活这么多年, 可是契陵的生命是无限的。 或许这个紫袍少年, 就是契陵, 而且是帝冰的契陵。 只有帝冰的契陵才可以化为人身, 甚至可以修炼。 在天机阁的记载之中, 太古时期有一尊无上大帝, 就是帝冰的契陵。 只可惜, 太古时期距离现在太过久远, 苏青瑶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是谁, 要是你能得到大帝传承, 我便告诉你, 紫袍少年唯唯一笑, 并没有回答苏青瑶的问题。 苏青瑶是有猜测, 可惜他自己都不怎么相信。 紫薇帝君打造的紫薇神境, 一直是紫薇圣帝的镇宗之宝, 若是没有了契陵, 怎么能够一直庇护紫薇圣帝? 给你们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 战场之中, 只允许留下49位。 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战, 也可以斩杀别人, 现在想要退出的, 还来得及。 想要得到大帝传承,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现在战场之中, 还有数百位舞者, 若是只要49位, 那么在场的肯定要死不少人。 如果实力不济, 还是早早退出为妙, 镇台, 开, 紫袍少年挥动双手, 生生地开辟出了一座镇台。 一些灵觉敏锐的舞者, 感受到了空间波动, 紫袍少年开辟出的镇台, 绝对和空间有关, 可惜他们看不懂而已。 如果你们想出去, 只要站在镇台上便可。 这座镇台的作用, 便是将站在镇台上的舞者传送出去, 倒是和传送们有些相似。 紫袍少年挥手间便是可以开辟出这样的镇台, 可见他的实力之强, 起码在场的乾坤竟舞者没人能够做到。 当下,便是有人走到了镇台之上, 仅仅是片刻间, 他们便是消失在了场中。 等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站在洞府外面。 可惜, 他们已经无法再次进入洞府,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住了。 大地传承是我的, 谁敢阻我, 我便杀谁。 师兄, 我们联手, 绝对可以胜过战场内的其他人。 这次我们来了这么多强者, 其他人拿什么和我们斗? 紫袍少年并没有说要单打独斗, 他们关系好的自然会联手。 反正一天之后只要49人,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人数, 但他们能做的, 只有淘汰其他人。 49位天资极高的舞者, 或许就有勉勉强强服和标准的了。 没有人注意到, 紫袍少年的眼中, 有着浓浓的渴望之色。 大战已经开启, 紫袍少年要做的, 仅仅只是等待结果。 他再度趴在了白云之上, 俯视着下方的争斗。 洞府之中, 无法使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想要飞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对紫袍少年来说, 欲空而行, 根本就是一件简单至极的事情。 年轻人, 赶紧滚出洞府吧, 不然你将死者我们的剑下。 没错, 我们五位联手, 你根本不是对手, 你赶紧滚吧, 让我们省点力气。 他们五位舞者来自一个势力, 为首的更是一位乾坤境王者, 剩下的则是两位准王, 两位新陈境巅峰舞者。 那两位新陈境巅峰舞者之所以没有离开, 只是因为有宗门长辈在此而已。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位身被青铜常见的年轻男子。 听到他们的话, 年轻男子才是转过身, 看到他的样貌时, 那五位舞者便是脸色大变, 没想到竟然会遇到这个煞星。 得罪我, 你们连滚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话音刚刚落下, 身被青铜常见的年轻男子便是出手了。 古仆的剑光, 在战场中肆虐, 他手持青铜常见, 杀到五位舞者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即便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争气, 他的剑法也是可怕无比。 即便有一位乾坤境王者, 都是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五位联手, 竟然全部死在了那位年轻男子的剑下。 青铜常见的剑肩上, 有着一滴滴鲜红的血液落下。 好可怕的年轻剑客, 有人目睹了这一幕, 却是转身就走, 生怕身被青铜常见的年轻人对付他们。 如此轻松就斩杀一位乾坤境王者和两位准王 以及两位星辰境巅峰舞者, 他的实力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的。 竟然还有瞎子进来了, 太可笑了吧, 李葛瞎子难道还想得到大地传承? 就算给你传承, 你看得见吗? 如果领道在这里的话, 就会认出, 这个所谓的瞎子正是李青。 到达天剑宗之前, 领道遇到过李青一次, 后来领道则是没有见过李青。 没想到, 李青也来到了百宗战场, 而且他的实力比起当初, 更是增强了太多太多。 现如今的李青, 已经是一位准王, 他得到了上古传承, 改修了功法, 很快便是强大了起来。 当然, 即便如此, 他也不可能修炼这么快。 之所以已经成为准王, 还因为他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剑灵石乳。 使用剑灵石乳修炼, 可以极大的提升修炼速度。 为了报仇, 李青修炼起来极为疯狂, 又有剑灵石乳相助,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辈, 便是成为了准王。 就在其他人对李青动手的时候, 李青也是出手了。 现如今的李青, 即便在准王杯上, 也是排名85。 眼前这三位武者想要杀他, 自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仅仅是半炷香的时间, 李青便是将那三位武者斩杀在了剑下。 尽管他的双眼已瞎, 但他的战力却是极强。 他没有了双眼, 却练就了心眼, 比双眼看得更加透彻。 东剑玉倒是很少看到用刀的, 诸位, 我们还是先解决他吧。 刀修, 的确稀奇, 正要看一下刀修的厉害之处。 本来, 正有五位武者在混战, 满三刀刚好赶了过来, 他们则是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满三刀。 好在他们五位武者之中, 只有一位乾坤晋王者, 就算联手, 实力也并不怎么样。 就凭你们, 也想解决老子, 还是老子解决你们吧。 满三刀挥动卓墨刀, 和五位剑修大战了起来。 真正交手, 他们才感受到了满三刀的可怕。 尤其是重达万万斤的墨刀 一下砸在他们的身上, 直接让他们胸骨尽碎, 当场惨死。 如果洞府之中可以动用真气和本源力量, 满三刀根本不是乾坤晋王者的对手。 好在现如今的乾坤晋王者, 如同被拔了牙的老虎, 即便有所优势, 最终也是只能仓皇逃命, 根本不是满三刀的对手。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 小子, 你的运气未免太差了吧, 上次在失恋之地, 有人救你, 这次本王看还有谁能救你。 就算是领导, 都是根本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血永浩。 上次是奥龙打推了血永浩, 等血永浩回去寻仇的时候, 灵道和奥龙都是不再失恋之地了。 在这里遇到灵道, 血永浩自然是极为兴奋, 终于可以报仇了。 第114章神秘的年轻女子,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你, 要是在外面, 灵道对乾坤晋王者的确有些忌惮, 可是洞府之中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乾坤晋王者的优势便是削弱了不少。 而且上次在失恋之地, 灵道只是化繁镜而已, 现在已经是星辰镜中期, 早已经飞袭笔。 既然如此, 你便死吧, 还没等血永浩出手, 灵道便是抢先出剑了。 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灵道自然明白, 而且他一上来便是使用了人王剑, 确保能够斩杀血永浩。 上次的仇, 正好在这里报, 不自量力, 洞府之中只是不能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在血永浩看来, 灵道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他拥有一条飞龙之力, 论力量他肯定胜过灵道。 而且在他看来, 肉身强度和剑法, 他都远超灵道。 可惜, 当他们真正交手之后, 血永浩便是看出了灵道的可怕。 从灵道初剑开始, 便是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密密麻麻, 一刀到攻击好似雨点一般落下。 灵道占据了先机, 自然不会给血永浩任何机会。 他全力爆发, 为的就是斩杀血永浩, 不给血永浩逃命机会。 如果血永浩上来就开始奔逃, 真有可能走上紫袍少年开辟的阵台, 从而传送出去。 身为血剑宗的乾坤晋王者, 难道还能不如你? 被灵道压着打, 让血永浩恨得牙痒痒。 血永浩怒吼一声, 却是猛地反击了起来。 要是一直被动防守, 那他迟早要被灵道斩杀。 身为乾坤晋王者, 他好歹也是身经百战, 自然不能这么窝囊地死在灵道剑下。 无双剑室,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 不代表无法使用剑招, 无双剑室, 招招夺命, 此时用来对付血永浩在好不过。 每一招每一事, 都是攻向了血永浩的致命部位, 使得血永浩不得不防守。 就算血永浩想要以伤换伤, 用最凶狠的方法和灵道大战都不行。 只要血永浩没有挡住灵道的人王剑, 那就不是受伤的问题, 而是直接被灵道斩杀。 却永浩也是施展出了血剑宗的剑法, 他手中的剑气, 好似化为了一条条血色河流。 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可惜论战斗经验, 他比灵道差远了。 他自以为的优势, 其实只是他的劣势而已。 杀, 灵道的一双眸子, 陡然爆发出了一阵璀璨的亮光, 随后他手中的人王剑, 便是钻了空子, 刺进了血永浩的左肩。 他并没有拔出人王剑, 而是拼尽全力, 斜着向下方划去。 啊, 这永浩发出了一声惨叫, 人王剑从他的左肩, 向着右边的腹部生生地滑了过去。 他想要后退, 无奈灵道一直跟了过去, 最终他的上半身, 被灵道劈成了两半。 哪怕乾坤敬王者恢复力惊人, 这种情况也是必死无疑。 乾坤敬王者的肉身, 依然挡不住人王剑的锋利。 志永浩还想斩杀灵道, 一雪前耻, 没想到竟然被灵道斩杀, 横死当场。 这一幕太凶残, 使得远处赶来的数位舞者, 都是赶紧退走了。 连乾坤敬王者都被灵道生生斩杀, 他们还是不要去招惹灵道的好。 就算灵道额头上有新陈血纹, 他们也是没有丝毫想法, 毕竟先前灵道和血永浩是单打独斗, 他们自然不会去怀疑灵道的实力。 古老战场之中的混战, 越来越惨烈, 为了争夺大地传承, 有的人惨死在别人肩下, 有的人逃到了镇台上船送了出去。 大地传承只有一个, 他们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再说了, 本来很多舞者之间就有仇, 现在刚好解决恩怨。 古老的战场虽然占地面积极广, 但是比起整个百宗战场, 还是小了很多。 这样一来, 平时很难遇到的仇人, 现在就比较容易碰面了。 你们要杀我, 一位年轻女子站在两位乾坤敬王者面前, 笑盈盈地问道。 她只是准亡而已, 面对两位乾坤敬王者, 却没有半点紧张之色。 而且, 她看向两位乾坤敬王者的眼神之中, 竟然还带着信乐。 做本王婢女, 饶你一命, 要是你伺候好我们, 我们绝对给你大好处。 不得不说, 这两位乾坤敬王者眼光不错。 她们眼前这位年轻女子, 比她们以前看过的女子, 都要漂亮,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她们才动了色心。 三千青丝使用发带竖起, 金色的发簪, 更是闪烁着好看的光泽。 她保湿粉带, 使得原本就极为精致的五官, 更加动人。 一双明亮的眸子, 水汪汪的, 好似会说话一般。 粉红色的华衣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身体, 前凸后翘的身材展露无遗。 粉色的景象, 线条优美, 清晰可见的锁骨, 更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抚摸一番。 雪白的高耸, 更是裸露了小半, 让人恨不得近距离观赏一番。 两位, 不知道你们可听说过一句话。 两位乾坤敬王者的冒犯, 年轻女子好似并不在意。 或者可以说, 她并没有将两位乾坤敬王者放在眼里。 就算在外面, 她都不怕这两位乾坤敬王者。 如果这两位乾坤敬王者知道她是谁, 恐怕也不敢如此大胆。 什么话, 你是有所决定了吗? 她们不停地打量着年轻女子的身体, 越看越是喜欢。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古老的战场, 恐怕她们已经恨不得用墙, 仙战有这位年轻女子在说。 世间人命操我手, 花开花落夺命楼。 她的话音落下之后, 两位乾坤敬王者便是奇奇色变。 这句话她们自然听说过, 指的是夺命楼, 东建狱的夺命楼分布, 是六品势力。 夺命楼连六品势力的宗主都敢杀, 谁敢小区夺命楼? 当杀手有什么好的, 不如跟着我们吧。 小娘子, 落到我们手里, 你以为你还能走得掉。 好在这两位乾坤敬王者很快便是镇定了下来, 洞府之中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那么夺命楼杀手的刺杀之术, 肯定是大打折扣。 更何况, 这位女子看起来那么年轻, 想来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 跟着你们, 呵呵, 那得看我的剑打不答应, 年轻女子取出了自己的配剑, 只不过她并没有拔出长剑。 以她的实力, 对付这两位乾坤敬王者, 根本不需要使用刺杀之术, 甚至都不需要拔剑。 她有这样的实力, 并非是自大, 就在两位乾坤敬王者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年轻女子动了。 她的身体仿佛流光一般,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她手中支剑, 则是划过了一道弧形的轨迹。 你, 我, 两位乾坤敬王者还想要说什么, 可惜根本说不出来了。 她们的脖子上, 都是有着一道淡淡的血痕, 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 她们便是全部生死了。 年轻女子只出了一剑, 而且长剑没有出鞘, 就斩杀了两位乾坤敬王者。 如此实力, 简直可怕, 不管是李青还是蛮三刀, 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她的剑, 就是杀人的剑, 一剑挥出, 便让两位乾坤敬王者允命。 洞府之中这么多舞者,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绝对不超过十个人。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连我们大姐都敢调戏,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两位黑衣女子从远处走了过来, 先前的大战, 她们自然看到了。 只是她们并没有出手帮忙, 因为她们都知道, 死的知会是那两位乾坤敬王者, 而不可能是她们的大姐。 就算是个大势力的宗主, 知晓年轻女子的身份, 都会极为忌惮。 先前那两位乾坤敬王者或许实力还可以, 可是和个大势力的宗主相比, 却是差了不少。 行了,别平嘴了, 我们接到的订单很多, 现在大家都动用不了本源力量和珍惜, 倒是你们立功的机会。 要是在平时, 眼前这两位黑衣女子想要斩杀别的乾坤敬王者,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可是如今那些乾坤敬王者根本动用不了本源力量, 她们也是拥有抗衡那些乾坤敬王者的资本了。 我送给你们的, 都是极品剑器, 寻常的上品剑器, 根本挡不住你们的功法。 话说到这里, 年轻女子却是陡然停了下来, 她的双眼则是看向了远处。 那两位黑衣女子也是顺着她的眼神, 看向了同一个地方。 想来应该是有什么人藏在那里, 可惜以两位黑衣女子的实力, 根本看不出什么。 出来吧, 别逼我动手, 远处, 傲龙兴兴地走了出来, 没想到藏得那么好, 还被那位年轻女子发现了。 好不容易看到如此美女, 没想到实力竟然这么强横, 一见斩杀两位乾坤敬王者, 可是着实将她吓了一跳, 那个, 我只是路过, 什么都没有看到, 傲龙很自然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以往她偷窥别人洗澡, 都是这么说的。 可惜年轻女子眼神犀利, 仿佛要洞穿她的心灵, 看透她的一切。 就算在奥剑宗之中, 傲龙都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人物。 大姐, 要不要做了她, 这小子贼眉鼠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傲龙翻了翻白眼, 没想到两位黑衣女子竟然这么形容她,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那位年轻女子竟然点了点头, 同意两位黑衣女子出手, 难道真要杀她不成? 第115章杀手之王, 毕月。 那啥,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如果是对付那两位黑衣女子, 傲龙自然有着充足的信心, 可是那位年轻女子太过强横, 傲龙自存不是她的对手, 若是留下来大战, 真的有可能死在这里, 想走, 晚了, 要是在大姐面前让你逃了, 我们颜面何存? 两位黑衣女子都是化作一阵狂风, 向着傲龙追了过来, 这可是在她们大姐面前表现的好机会, 她们自然不可能放过傲龙, 看傲龙的模样, 岁数不大, 想来实力不怎么样, 两柄漆黑的长剑, 从不同的方向, 攻向了傲龙, 不得不说, 这两位黑衣女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而且出手都是杀招, 她们是夺命楼的杀手, 这样出手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可以说, 她们学的本来就是杀人的剑法, 根本没有想着拿下傲龙, 只是要想傲龙斩杀而已, 让傲龙头皮发麻的是, 那位年轻女子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不得已之下, 傲龙只能挥剑抵挡, 同时对战两位黑衣女子, 还要提防那位年轻女子, 自然让傲龙压力极大, 好在傲龙这段时间进步其快, 否则的话恐怕已经被斩杀了, 赤傲龙, 远远地, 林道便是看到了前方的大战, 两位黑衣女子追杀一位年轻男子, 还有另外一位年轻女子跟随着, 看清楚傲龙的样貌之后, 林道便是迅速赶了过去, 你不要过来, 快走, 那个年轻女子太可怕了, 你不是他对手, 看到林道赶了过来, 傲龙却是赶紧提醒道, 现在他正在和两位黑衣女子交手, 要是林道和那位年轻女子动手的话,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那位年轻女子可是随手一剑, 就斩杀了两位乾坤进王者, 不要走了, 我记得这小子, 叫林道对吧? 不管是傲龙还是林道, 都是惊讶地看了年轻女子一眼,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叫出林道的名字, 东建狱极为广袤, 林道一个新陈进武者, 自然没有多大名气, 年轻女子认识林道, 的确奇怪, 胆大包天的小子, 灭我夺命楼一处分布, 不要命了吗? 大罗王朝内的夺命楼分布, 就是被林道灭掉的, 身为东建狱的夺命楼楼主, 他自然关注过林道, 敢灭夺命楼分布的人可是极少的, 在他看来, 林道纯粹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以示杀手之王碧月, 正在和两位黑衣女子交战的奥龙, 却是惊呼道, 杀手之王碧月, 是整个东建狱最可怕的杀手, 哪怕是六品势力的宗主, 碧月都敢刺杀, 而且他还没有过失败的经历, 只不过刺杀六品势力宗主的价钱高得吓人, 能够出得起那个价钱的, 寥寥无几, 之所以将价钱定那么高, 也是因为碧月不想和整的东建狱为敌, 要是得罪所有东建狱的势力, 恐怕夺命楼分布在东建狱就开不下去了, 你很有想法, 不如跟我学杀人吧, 碧月笑盈盈地说道, 一般的杀手, 给人都是冷冰冰的感觉, 可是碧月的脸上, 一直挂着笑容, 这正是他可怕的地方, 碧月可是亲眼看到, 碧月随手一剑斩杀两位乾坤进王者, 而且在杀人的时候, 碧月都在笑, 真倒霉, 碧月头皮发炸, 见识到了碧月的真面目, 恐怕他和领导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碧月虽然没有点头承认, 但碧月知道他猜对了, 东建狱的杀手之王, 实力自然强得可怕, 夺命楼杀我王府下人, 又多次追杀我, 我就是灭了你夺命楼又如何, 东建狱的夺命楼楼主, 实力无庸置疑, 好在这里是紫薇洞府,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珍惜, 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领导肯定压根不是碧月的对手, 现在则是要好得多,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就在碧月说完之后, 领导便是将身体横移了三尺距离, 领导原来所在的地方, 有着一道剑光滑过, 哪怕是领导, 额头上都是冷汗直冒, 只差一点点, 他便是被碧月一剑斩成两半, 以碧月的实力, 即便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珍惜, 使用残月剑, 也是能够直接将领导斩杀, 残月剑是极品剑系, 本身就是锋利无比, 再加上碧月那可怕的力量, 就算是乾坤境巅峰王者的肉身都挡不住他全力一剑, 好快的剑, 东剑狱之中, 领导建国的剑修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剑速度能够比得上碧月, 先前只要他的反应慢上一点点, 就是已经死在碧月剑下, 他并没有看到碧月出剑, 之所以能够避开, 完全是靠直觉, 好惊人的直觉, 领导惊讶于碧月的出剑之快, 碧月则是震惊于领导的直觉, 之前那两位乾坤境王者被一剑斩杀, 就是因为碧月出剑太快, 快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 可是现在, 领导竟然避开了碧月必杀的一剑, 毫发无损, 不行, 我的赶紧解决这两位黑衣女子, 否则领导完了, 要是因为我, 领导死了, 那我这辈子就愧就死了, 先前, 领导看到他有危险, 便是义无反顾地赶了过来, 自然让奥龙有些感动, 上次他救领导, 有着绝对的把握击败对手, 可是现在领导救他, 完全没有把握, 等于再送死, 如果领导不是将他当成兄弟, 绝对不会这样, 明土奥事件, 即便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奥龙的周身, 都是出现了重重幻影, 在他的脚下, 大地都仿佛变成了冥界的土地, 他则像是一位从地狱之中杀出来的修罗, 此时的奥龙比两位黑衣女子 更像杀手, 他身上的杀气之重, 就连碧月都为之侧目, 这种杀气, 并非是因为奥龙杀人太多, 比杀人数量, 奥龙不可能比得上碧月, 甚至连那两位黑衣女子都比不上, 这种杀气, 更像是属于修罗的杀气, 不是靠双手燃满鲜血换来的杀气, 而是与生俱来的杀气, 两位黑衣女子的战力, 都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说奥龙从小就是在剑神大世界长大的,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奥家的剑法, 名普奥事剑, 就是奥剑的剑法, 奥剑宗可没有如此强横的剑法, 在紫威洞府内, 名普奥事剑都如此伶俐, 要是在外面那还得了, 认真起来的奥龙, 让两位黑衣女子头疼了起来, 现在的奥龙已经大战上风, 压着两位黑衣女子打, 哪怕他们两人联手, 都挡不住奥龙的攻势, 奥龙想要解救领导, 自然要尽快解决这两位黑衣女子, 不知道你还能躲过多少剑, 闭月缓缓地向着领导走了过来, 他自认实力完全凌驾于领导之上, 他想要杀领导, 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领导能够凭借直觉躲过他一剑, 可他并不认为, 领导能够凭借直觉躲过他所有的攻击, 危险, 领导猛逼腾空越起, 在洞斧之中,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想要欲空而行可步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 碧月那一剑太过可怕, 从四面八方攻击领导, 想要逼开碧月的杀招, 要么钻入地底, 要么腾空而起, 你很有想法, 可惜你上当了, 就算是碧月在洞斧之中, 都无法长时间腾空, 他相信领导很快就会掉落下来, 而且领导一旦腾空, 浑身上下破绽就太多了, 现在他想要斩杀领导, 可以说领导必无可避, 残月剑猛逼刺出, 使得领导浑身汗毛倒数, 碧月先将领导逼入高空, 再以绝对的实力斩杀领导, 他能够成为东剑狱的杀手之王, 自然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看起来, 他极为年轻, 只有二十岁左右, 可他的真实岁数并非如此, 只不过乾坤晋王者寿命悠久, 两三百岁都可以算是年轻的, 更不要说毕业其实只有三十多岁而已, 追星巴布, 就算没有本源力量和真气, 领导也是生生地施展出了追星巴布, 他靠的并非真气, 而是以纯粹的肉身力量欲空而行, 这样做, 对肉身的负荷极大, 好在他肉身强横, 短时间内没有问题, 如此灵活, 碧月挑了挑眉, 却是没有想到, 灵道竟然这么难缠, 看到灵道中继, 他以为灵道必死无疑, 没想到灵道竟然施展出了一种诡异的步伐, 躲过了他的一件又一件, 直觉不可能这么强大, 难道他能够看出我的初见诡迹? 直到此时此刻, 碧月才注意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灵道的一双眸子发生了变化, 原本黑色的眸子, 竟然变成了金色, 活了这么多年, 碧月还是第一次看到金色的眸子, 就连灵道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变化, 碧月自然更加疑惑, 起初, 灵道是靠着直觉躲避碧月的攻击, 现在, 他则是能够看清楚碧月的初见轨迹, 连乾坤进王者都做不到的事情, 灵道做到了, 而且, 灵道觉得碧月的初见速度还不如自己, 并非碧月初见速度变慢了, 而是他的眸子发生了变化, 金色的眸子所看到的一切, 和原来并不一样, 就连天地间的本源力量, 在他眼中都是清晰可见, 有着自己的脉络, 看来不拿出点真本事, 今天都下不了台了, 第116章你很有想法, 碧月好歹是东建玉夺命楼的楼主, 比灵道境界高出太多, 他的目的是斩杀灵道, 可是这么长时间, 连灵道一根汗毛都没伤到, 自然让他觉得没面子, 他是什么身份, 新手对付灵道, 竟然还拿不下灵道吗? 先前碧月斩杀两位乾坤进王者,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是现在对付一个小辈, 竟然没有任何成果, 从出手到现在, 他起码出了18剑, 可是连灵道的衣服都没有碰到, 残月剑法, 灵道以前就见识过残月剑法, 是夺命楼其他杀手施展出来的, 残月剑法本来就是碧月开创的, 在他手里, 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更何况, 他是乾坤进王者, 比灵道以前遇到的杀手厉害得多, 没有使用剑法, 碧月就极为可怕, 也就是灵道能够躲避他的攻击, 换成其他人, 哪怕是乾坤进王者, 都有可能已经死在他的剑下, 东剑狱的杀手之王, 自然不会是浪的虚名, 残月剑依旧没有出鞘, 不过弧形的剑光, 却是向着灵道杀了过来, 如果说先前碧月的剑招是直来直去, 那么现在的剑招便是灵活多变, 之前他的剑只是快而已, 只要躲过去, 就没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不同, 就算灵道移动了一下方位, 残月剑也是能以弧形轨迹跟过去, 残月剑就仿佛长了眼睛似的, 盯住了灵道, 而且残月剑攻击角度刁钻, 防不胜防, 该我出手了, 到现在为止, 都是碧月在攻击, 灵道只是躲避而已, 现在不好躲避, 灵道自然只能反击, 哪怕使用人王剑, 他都没有任何把握, 因为碧月太过强大, 故此, 他偷天换日, 将人王剑换成了逍遥剑, 如果是正常情况, 他不可能挡住残月剑, 好在如今他的眸子发生了异变, 碧月挤他的压力, 终于让他的眸子产生了最终的变化, 上古之时, 有绝世剑修宁练出剑道真眼, 可是和灵道的双眸都无法相提并论, 上次大山看出了灵道双眸的异常, 甚至有所猜测, 只是还不确定而已, 直到现在, 灵道的双眸才彻底开发出来, 如果大山见到如今灵道双眸的样子, 恐怕就能够肯定了, 残月剑的移动速度, 在灵道看来, 起码慢了十倍以上, 正因为如此, 逍遥剑才能够迎上残月剑, 在洞府之中,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靠的便是肉身力量以及剑气本身的强弱, 逍遥剑, 是灵道剑锅最锋利的剑, 哪怕是极品剑气都比不上, 这样的碰撞, 顿时火星四剑, 逍遥剑更是窃进了残月剑的剑桥之中, 可惜, 还没有更进一步, 灵道便是被震得到飞了出去, 灵道只有9999条右龙之力而已, 碧月却拥有8条飞龙之力, 就算18个灵道加起来, 力量方面都是不如碧月, 正因为如此, 灵道才挡不住碧月的攻势, 虎口阵列, 手臂发麻, 剑鞘断了, 碧月但眉为促, 明显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不仅没有斩杀灵道, 反而毁了自己的剑鞘, 被他拿在手中的残月剑, 已经被迫出鞘, 因为剑鞘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好锋利的剑, 竟然连我的剑鞘都能斩断, 这就是你的本钱, 没有了剑鞘, 残月剑散发出的锋芒, 便是没有了掩饰, 就像是一条灵蛇, 吞吐着蛇性, 准备随时出击, 很明显, 面对没有剑鞘的残月剑, 灵道的压力更大了, 反正你杀不了我, 如果是在外面, 灵道的确不是碧月的对手, 可是现在他却有着绝对的自信, 碧月是强, 可是在不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的情况下, 想要杀他绝对难如登天, 肉身力量, 碧月是远超灵道, 可惜他的每一剑, 灵道都能够挡下, 逍遥剑比残月剑更加锋利, 要是硬碰硬, 恐怕残月剑肯定会有所损伤, 逍遥剑厉害是一方面, 灵道能够挡住碧月的攻击才是最关键的, 你很有想法, 不如跟我学杀人吧, 以前的事情, 我不仅既往不救, 反而还着重培养你, 让灵道没有想到的是, 碧月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笑了起来, 碧月不得不承认, 以前见过的天才, 都不如灵道, 不仅天赋上不如, 就连心性和胆士上同样不如, 当然, 东剑狱的天才何其多, 就算是碧月见过的天才,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起码碧月知道, 这次进入洞府的天才之中, 就有不逊色于灵道的, 有的剑修从出生那天起, 便注定不凡, 因为他们有着得天独后的体质, 而且, 东剑狱还有人手握血剑而生, 甚至, 据说还有天神下凡, 出生之时便是天将祥瑞, 普天同庆, 灵道有前世记忆和蛮荒诸仙境, 但其他人的优势也是极为明显, 蛮荒诸仙境的确是太古时期最为顶尖的功法之一, 可是蛮荒诸仙境博大精深, 想要完全掌握太难了, 你也很有想法, 可惜你没有那样的本事, 这一次, 没等碧月出手, 灵道便是抢先施展出了无双剑式, 只可惜, 他的攻势, 在碧月看来, 犹如毛毛雨, 根本造不成多大威胁, 唯一让碧月在乎的, 是灵道手中的逍遥剑, 就算是残月剑都无法斩断剑翘, 可是逍遥剑轻易地斩断了剑翘, 真正让碧月郁闷的是, 明明灵道的攻势不怎么样, 偏偏每次都能挡住他的攻击, 而且还能击中他最薄弱的地方, 正所谓四两拨千斤, 论力量, 灵道的确不如碧月, 可是他偏偏能够使用自己的力量抗衡比自己强八倍多的碧月, 虽然说灵道无法胜过碧月, 但他有信心保住自己, 我来祝你, 灵道和碧月大战了这么久, 暴龙终于是击败了那两位黑衣女子, 他们两人的身上, 都有着猙獰的剑伤, 根本没有继续阻挡奥龙的战力了, 奥龙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以最快速度, 向着灵道这边赶了过来, 铜树, 冥界之伤, 本源力量和真气无法动用, 可是并不代表铜树无法动用, 奥龙的每个瞳孔, 都是一分为三, 然后便是疯狂地旋转了起来, 他隐忍到现在, 就是为了给碧月致命一级, 不管是灵道还是碧月, 都是笼罩在了冥界之中, 他们的周围, 到处都是鬼影, 鬼哭狼嚎的声音, 更是连绵不绝, 在奥龙的身后, 则是出现了一道无比伟岸的身影, 仿佛是冥界的主宰一般, 嗯, 本来碧月是不在乎奥龙的, 就算奥龙和灵道联手, 也不可能杀得了他, 别看灵道和他大战到现在, 他都无法奈何灵道, 这并不是书灵道能够和他斗隔旗鼓相当, 只是他杀不了灵道而已, 要是灵道和奥龙联手, 碧月根本不怕, 甚至他可以很轻松地解决奥龙, 灵道能够躲开他的攻击, 甚至能够看清他的攻击, 不代表奥龙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人人都能如此, 那他还能当杀手之王吗? 可是现在, 碧月确实连连倒退, 因为他感受到了危险, 就在他退后的同时, 一只黑色的大手, 从奥龙身后抓了过去, 就像是一方天穷, 盖压了下去, 笼罩四野, 打怕碧月退得再快, 都是没有任何作用, 不得已之下, 碧月只好挥动残月剑, 连连出手, 残月剑和黑色大手的碰撞, 更是发出了一道道穿金烈石的声音, 好机会, 领导双眼一亮, 却是手持逍遥剑, 向着碧月杀了过去, 现在碧月全力对抗黑色大手, 自然没有时间管他, 虽然说他的实力在碧月面前不够看, 但以逍遥剑的锋力, 绝对能够伤到碧月, 臭小子, 你敢, 不得不说, 领导的眼力很毒, 他可以看出碧月的处境极为艰难, 哪怕碧月看到领导赶了过来,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能全力抵挡黑色大手, 要不然有可能被这只大手生生的碾死, 很明显, 暴龙的铜树比以前更为厉害了, 尤其是在洞府之中, 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他的铜树简直就是最强的杀手锏, 就算是碧月, 都是中招了, 只能想办法躲避领导的攻击, 你敢杀我, 我为什么不敢对你动手, 就算没有本源力量和真气的催动, 领导施展奔雷无影剑的速度, 也是快的吓人, 最开始的时候, 是碧月攻击, 领导躲避, 现在则是反了过来, 领导攻击, 碧月全力躲避, 好在碧月的速度, 在金色毛子之下, 变慢了许多, 如此狂猛的攻势, 碧月终究没有完全躲避, 被领导一剑划伤, 如果仅仅只是寻常的受伤, 碧月并不在意, 可是领导这一剑的位置, 让碧月双目喷火, 我要杀了你, 碧月娇声喝道, 明显动了真怒, 雪白的景象下方, 有着一道深红色的剑伤, 让碧月气愤的是, 领导那一剑从她的胸前划过, 划破了她的滑衣, 露出了粉色的胸衣, 要是再进一步, 恐怕她要春光乍蟹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种生死关头, 你竟然还能有如此想法, 就连奥龙都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大笑了起来, 恨不得大夸领导一番, 第117章天生剑体, 快走, 领导给奥龙使了一个眼色, 随后便是和奥龙一起逃命了, 就算碧月被黑色大手缠住, 领导都杀不了她, 想来就算他们联手, 也肯定不是碧月的对手, 动辅之中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只是缩小境界差距而已, 并不代表差距消失, 除非将碧月压制到和领导一样的境界, 领导绝对有信心斩杀碧月, 可惜, 根本没有这样的好事, 领导只是星辰静中期, 碧月有可能已经是乾坤境巅峰, 两人之间相差了一个大境界还不止, 领导自然没有杀不了碧月, 怎么就走了, 我还准备补上一件的, 奥隆恋恋不舍地看着碧月, 准确地说是看着碧月的胸衣, 这一幕, 更是让碧月双目喷火, 恨不得将奥隆碎尸万段, 不过他更痛恨领导, 毕竟这一切都怪领导, 他才是始作俑者, 我们两个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留在这里作死吗? 此时的领导, 感觉到了双目酸痛, 金色的毛子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毛子变成了金色, 但他已经没有先前那种感觉, 他的双眼已经无法捕捉残月剑的轨迹, 足以说明他没法挡住碧月的攻击了, 混账, 谁准你们走了, 碧月想要留下奥隆和领导, 可惜却根本抽不开身, 黑色大手的攻势越来越猛烈,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奥隆和领导逃离, 奥隆嘴上说不想走, 跑起来比谁都快, 他的同数, 只能支撑片刻而已, 既然拿不下碧月, 那么肯定走为上策, 大姐, 都怪我们两个实力不济, 要不是我们拖了大姐的后腿, 那两个臭小子肯定全都逃不掉, 两位黑衣女子走到碧月面前, 献一笛说道, 他们没有拦住奥隆, 才给了奥隆施展童树的机会, 否则继续打下去, 领导根本不是碧月对手, 领导的金色毛子, 也不能一直维持着, 碧月想要杀他并不难,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他们逃了, 不怪你们, 你们还是赶紧从阵台离开, 后面的争斗会越来越激烈, 你们的实力差远了, 紫袍少年说得清清楚楚, 只要四十九人, 多一个他肯定都不会要, 碧月能够感觉得到, 古老的战场在不断地缩小, 不用说肯定是紫袍少年的手段, 战场越来越小, 众人遇到的可能性便是越来越大, 争斗也就越来越激烈, 这两位黑衣女子实力还可以, 但是想要争夺前四十九, 明显不大可能, 即便所有人都不能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他们两人的战力也是不够看, 毕竟他们两人加起来都打不过奥龙, 遵命, 他们也知道碧月是为他们好, 而且碧月还是他们的楼主, 自然不能抗命, 他们倒是不为碧月担心, 不管是在外面, 还是在洞府之中, 能杀碧月的人太少太少, 大地传承, 非我莫属, 洞府之中, 谁人能与我争, 就凭你们一群酒囊犯贷, 也想杀我, 一位年轻男子赤手空拳, 行走在洞府之中, 即便被一群舞者围攻, 他也没有丝毫惧怕, 反而是以一种雄狮看兔子的眼神, 看着面前这些舞者, 要知道, 这些舞者之中, 有准亡还有乾坤晋亡者, 他们联手的话, 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是这位年轻男子却是淡然自若, 而且有绝对的信心解决他们所有人, 狂妄, 双拳难敌四手, 你一个人再强, 又有什么用, 别听他废话, 我们先解决他再说, 其实他们都明白, 眼前这个年轻男子疾难对付, 给他们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联手, 尤其是其中还有两位准亡, 先前看到过那位年轻男子出手, 实力强横的可怕, 记住我的名字, 吴剑生, 听到他自曝姓宁, 在场的不少人都是脸色违变, 姓吴, 又是赤手空拳, 很有可能就是吴剑门传人, 吴剑门, 向来不足百人, 却能够传承至今, 可见这个宗门的强大, 不足百人, 就一直是六品势力, 要是吴剑门有千人万人那还得了, 好在吴剑门享受弟子, 极为困难,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修炼吴剑门的功法的, 可是吴剑生不一样, 他本来就是吴剑门门主一末的子弟, 而且天生适合修炼吴剑门的绝学, 吴剑生, 是天生剑体, 这种特殊体质不是最适合练剑的, 却是最契合剑法的, 因为天生剑体本身就是剑, 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剑系, 因为他自己就是剑, 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让吴剑门的长辈们失望过, 以不到二十余岁的年龄, 成为乾坤境王者, 同境界之中, 他号称无敌手, 尽管有些夸张, 但同境界之中能够胜过他的人, 的确少之又少, 现在这么多舞者同时对他出手, 他自然也是毫不留情, 他的双手, 就是最锋利的长剑, 天生剑体的厉害之处, 此时也是展现了出来, 他整个人都可以横空披杀出去, 就像是一柄爵士神剑, 仅仅是片刻间, 便是有三位准王和一位乾坤境王者死在了吴剑生的手上, 洞府之中, 无法使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使得吴剑生的优势得以最大化, 而且他本身就是乾坤境王者, 凝炼了意志, 掌握了剑意, 横冲直撞, 就可以斩杀其他人, 赶紧逃吧,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没错, 再打下去, 我们恐怕要全部交代在这里, 他可是吴剑生, 实力比我们强出太多了, 当下, 便是有武者逃命, 吴剑生也并没有追赶, 在他看来, 这些人根本没有和他争夺的资格, 自然没有追杀他们的必要, 不过对于没有逃走的, 他也是没有手下留情, 该杀的他一个都没有放过, 以前, 有人将领导当成了吴剑门传人, 现在真正的吴剑门传人出现了, 而且还是一位乾坤境王者, 动辅之中, 吴剑生绝对是一位强横的存在, 天生见体的优势太大, 不知道这一次, 到底来了多少老家伙, 好在大地传承出现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 想来当时赶来的老家伙并不多, 以我的实力, 在动辅之中, 单打独斗, 应该不惧他们吧, 吴剑生所说的老家伙, 自然指的是个大宗门内潜藏的老被强者, 他们当中有的人, 已经销声一击数百年, 但并不代表他们已经死了, 只是没有明面上出现过而已, 这些强者没有什么突破希望, 现在得到太古传承的消息, 要是离得近, 肯定会以最快速度赶过来, 吴剑生真正忌惮的便是这些人, 好在吴剑门也有这样的老家伙来了, 到时候肯定会助他一臂之力, 我特地从血剑宗赶到这里, 就是为了得到机缘, 看来运气不错, 竟然遇到了大地传承, 要是得到这样的传承, 以后血剑宗之中谁敢与我争, 甚至整个东剑狱, 都要匍匐在我的脚下吧, 以前, 林道就听说过四大准王的名头, 分别是天剑宗的田坤, 血剑宗的血凡臣, 林剑宗的林慧仁, 段剑门的段红, 这位血剑宗的乾坤晋王者, 就是血凡臣, 曾经血剑宗年轻一辈的准王, 只不过, 血凡臣已经成为了乾坤晋王者, 可惜根基有损, 本来, 只要他一晋升到乾坤晋, 便是乾坤晋前其王者之中的霸主, 可惜, 他的一道林身, 曾经被林道斩杀, 坏了他的根基, 他最痛恨的人便是林道, 如果让他遇到林道的话, 绝对要将林道碎尸万段, 也不知道是他运气好, 还是运气差, 竟然在洞府之中真的看到了林道, 此时林道和奥龙正在聊天, 根本没有注意到远处的血凡臣, 李是怎么惹到碧月的, 难道是偷看他洗澡了, 杀手之王碧月, 绝对是东剑狱最可怕的人之一, 先前他没有杀死林道和奥龙, 只是因为被洞府限制了而已, 要是在外面, 就算林道的金色毛子再厉害, 也挡不住碧月的功法, 没有, 你胡说什么, 奥龙一本正经地否定道, 他倒是想看碧月洗澡, 可惜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当然, 如果他真的偷看碧月洗澡, 恐怕先前碧月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将他斩杀当场, 哪怕是拼着受伤, 碧月肯定都不会放过他, 该死的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却凡尘看着远处的林道, 却是差点忍不住怒吼出声, 他并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联系起了其他人, 仅仅是一个林道, 他自然没有放在眼里, 可是林道旁边的奥龙, 恐怕不比他逊色, 幸亏我在百宗战场结识了两位朋友, 让他们和我一同出手, 自然是万无一失, 很快, 那两位乾坤敬王者便是赶了过来, 他们两人就在附近修炼, 来得自然很快, 如今争斗越来越激烈, 他们自然要时刻在一起, 这样才能确保不被淘汰, 该死的东西,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我吧? 两位乾坤敬王者已经到场, 却凡尘自然不用继续掩饰, 直接大摇大摆地走向了林道, 上次只是一道林声而已, 被林道斩杀并没有什么, 现在他亲自出手, 林道怎么可能不死在他的剑下? 第118章斩杀却凡尘, 你是谁? 林道眉头一挑, 却是有些疑惑地看向了眼前的年轻人, 这样的表现, 却是让薛凡尘气愤不已, 薛凡尘极为痛恨林道, 恨不得将林道千刀万剐, 可是林道竟然认不出他, 他恨林道恨得要死, 林道竟然压根没将他放在心上, 比找死, 记住, 杀你的人, 叫血凡尘, 却凡尘已经是怒火攻心, 根本懒得和林道废话, 直接挥动血剑, 向着林道杀了过来, 尽管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但乾坤境王者毕竟是乾坤境王者, 根本就不是星辰境武者能够比拟的, 当初大名鼎鼎的四大准王, 没想到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 还没有到天剑宗, 林道便是听过四大准王的名头, 那时候, 林道境界低, 远远不是准王的对手, 可是现在, 即便薛凡尘突破到了乾坤境, 林道都有把握击败他, 当然, 这也是因为在紫薇洞府之中, 如果在外面, 林道是不是薛凡尘对手就不知道了, 人王剑猛第此出, 后发先至, 直奔薛凡尘的胸口而去, 与此同时, 林道的身体更是横飞了起来, 避开了薛凡尘的攻击, 这些动作全都是一气呵成, 快地超乎了薛凡尘的想象, 糟糕, 起初, 薛凡尘压根没有将林道放在眼里, 认为随手一剑, 便可斩杀林道, 谁曾想到, 交手之下, 他才发现林道的实力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弱小, 反而强横得有些可怕, 薛凡尘连连后退, 手中的血剑更是不断地抵挡着人王剑, 每一次交手, 他都是能够感觉到, 自己又必发麻, 论力量, 其实薛凡尘是要超过林道的, 可惜林道掌握着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如果两者力量相差太大, 林道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力破实惠, 并非说书而已, 好在薛凡尘仅仅掌握一条飞龙之力, 比林道只是强出了一点而已, 两位, 你们还不帮忙, 要是再不求救, 薛凡尘真怀疑他会死在林道剑下, 薛凡尘实在想不通, 上次林道斩杀他林身的时候, 明明实力那么弱, 境界那么低, 怎么现在会强成这个样子, 七杀剑, 其中一位乾坤敬王者沉吟了一下, 随后便是出手帮助薛凡尘了, 然而, 另外一位乾坤敬王者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依旧是冷眼旁观, 好在他没有出手, 奥龙也没有出手, 也算是牵制了奥龙, 连续七道杀招, 同时攻向了林道, 这位乾坤敬王者仿佛在瞬息间一化为七, 这样的剑法, 在不使用本源力量和真气的情况下都这么强横, 想来起码是一门上品剑法, 好在林道的出剑速度奇快无比, 就算这位乾坤敬王者同时施展出七道杀招, 他也是将之一一破去, 不管是血凡尘, 还是这位乾坤敬王者都明白, 他们低估了林道, 他是谁, 如此年轻就这么厉害, 不应该是无名之辈吧? 出手的乾坤敬王者看向了血凡尘, 低声问道, 可惜, 血凡尘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难道让血凡尘说, 几个月前, 林道只是葛化凡尘后期舞者, 大敌当前, 我们还是先杀了他再说, 血凡尘怒吼一声, 却是施展出了血剑宗的上品剑法, 他天赋极高, 四大准王之中, 他是第一个踏入乾坤敬的, 要不是被林道斩了铃身, 他肯定比现在还要强大, 既然知道林道境界比不上他, 那么他自然运用了剑翼, 以境界压制林道, 自然少不了抑制攻击, 却凡尘使用自己的抑制力量, 化为一柄血剑, 攻入了林道的眉心之中, 不自量力, 林道冷笑一声, 随后抑制化为的血剑便是轰然暴碎, 却凡尘更是大口咳血, 受到了极大的反噬, 被林道破掉抑制攻击, 他的脸色都是变得一片惨白, 就算薛凡尘还在施展上品剑法, 威能上也是弱了不少, 这么好的机会, 林道自然不会放过, 直接进身施展无双剑士, 仅仅是对付薛凡尘, 他用的只是人王剑而已, 要是使用逍遥剑, 恐怕早就将薛凡尘斩于剑下了, 扑猝不及防之下, 薛凡尘被人王剑刺中了腰部, 林道抽出人王剑的时候, 更是带出了大片的血语, 好在这时候那位乾坤敬王者杀了过来, 要不然薛凡尘根本挡不住林道了, 皇天无极, 没有本源力量, 林道依旧施展出了天剑三世的第二世, 强横的力量, 猛然爆发, 人王剑横冲直撞, 破开了这位乾坤敬王者的攻势, 并且洞穿了他的头颅, 就算到死, 这位乾坤敬王者都不幸林道能够一剑将他斩杀, 如此惊艳的一剑, 不要说薛凡尘, 就算是奥隆和另外一位没有出手的乾坤敬王者, 都是震撼莫名, 林道还不是乾坤敬王者, 竟然就已经强大成这个样子, 简直无法想象, 薛凡尘看向林道的眼神之中, 已经蕴含了浓浓的恐惧之色, 论战力, 那位乾坤敬王者比薛凡尘还要强横, 连他都要被林道一剑斩杀, 薛凡尘自然明白他不是林道的对手, 李明明不是王者, 为何这么强, 就连薛凡尘自己都是没有注意到, 他的声音已经在战斗, 林道的强势手段, 已经让他生了胆怯之心, 就算他今天活着离开, 以后林道也成了他的心魔, 以前,薛凡尘只是痛恨林道而已, 现在则是惧怕林道, 一旦心里有了这样的阴影, 那么想要成为爵士强者就是困难无比, 除非他能够斩杀林道, 破除心魔, 你不用知道, 因为你很快就是个死人, 林道手持人王剑, 一步一步向着薛凡尘走去, 薛凡尘则是不断地后退, 要是林道继续施展先前那一剑, 那么他很有可能被林道一剑洞穿身体, 惨死当场, 他对我还有用, 你们现在退去,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直没有出手的乾坤净王者, 此时缓缓地开口了, 直到这个时候, 林道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乾坤净王者, 以林道的眼力,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不凡, 甘兄, 就我, 被薛凡尘称为甘兄的, 便是一直没有出手的乾坤净王者, 他名为乾隆, 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 身上的气息却是极为凝练, 没有一丝外泻, 最重要的是,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 没有任何变化, 驾眼, 乾隆的双眼是画出来的, 并不是真正的眼睛, 其实, 乾隆是闭着眼睛的, 只不过在他的眼皮上, 画上了一双眼睛, 如果不仔细看, 还以为他是睁着眼睛的, 这样的怪人, 林道道是第一次遇到, 你放心, 有我在, 谁都杀不了你, 一直以来, 血凡尘都看不透乾隆, 他只知道乾隆无比神秘, 而且战力极强, 血凡尘见过乾隆出手, 每次都是轻描淡写, 就算对手是乾坤净王者, 也丝毫奈何不得乾隆, 好大的口气, 今日我们要杀他, 你能挡得住吗? 暴龙明显也是感觉到了乾隆的不凡, 因此站到了乾隆的对面, 林道想要杀血凡尘, 那么他就会为林道挡住乾隆, 现在的他已经是乾坤净王者, 在洞府之中, 寻常乾坤净王者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如此, 你们便出手吧, 乾隆挡在了血凡尘的面前, 摆明了要保住血凡尘, 不管是林道还是奥龙, 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睁开双眼, 可见是何等的蔑视林道和奥龙, 穷与奥剑爵, 正文剑法, 是奥剑宗的正宗绝学, 奥龙自然学过, 现在施展出正文剑法, 为的就是挡住乾隆, 可见奥龙对乾隆的重视, 就算没有本源力量做后盾, 穷与奥剑爵也是一门顶尖的上品剑法, 甚至有传说, 穷与奥剑爵练到极致, 可以拥有极品剑法的威能, 弱, 太弱了, 乾隆的评价, 却是让奥龙撇了撇嘴, 可是当乾隆出手之后, 奥龙便是瞪大了双眼, 只见乾隆伸出一根手指, 向着虚空一按, 随后便是有着一股伟力, 从上而下轰击着奥龙, 碰奥龙脚下的大地炸开, 他的小腿全都是陷入了泥土之中, 本来他是向着乾隆攻击的, 可是现在竟然无法前进, 那股伟力死死地镇压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一直背着一座小世界一般, 真正交手, 奥龙才是见识到了乾隆的可怕, 要知道, 洞府之中无法动用本源力量和真气, 乾隆依旧有这样的本事, 要是在外面的话, 那还得了, 追星八部, 奥龙已经和乾隆交手, 领导自然是施展出追星八部, 绕过了乾隆, 仁王剑猛地此出, 哪怕血凡尘全力抵挡, 都是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领导的步伐太过诡异, 先前还在血凡尘前方, 转眼间便是出现在了血凡尘后方, 仅仅只是一剑而已, 便是洞穿了血凡尘的身体, 剑柄在血凡尘的身后, 剑尖则是在血凡尘的胸前, 血凡尘想要转过头再看领导一眼, 领导的右手则是一阵, 震碎了血凡尘的五脏六腑, 领导找死, 这一幕, 确实激怒了乾隆, 他明明说过领导和傲龙不能杀血凡尘, 可是领导偏偏偏当着他的面斩杀了血凡尘, 简直就是将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第119章天神下凡, 乾隆发怒, 风云色变, 连虚空都好似在站立, 以他的实力, 本来根本没有必要和血凡尘走在一起, 只不过对他而言, 血凡尘还有点用, 现在血凡尘被领导斩杀, 他自然不能不管, 一只大手猛地压下, 领导顿时感觉身子一沉, 傲龙感受到的压力, 领导现在也是感受到了, 乾隆的右手, 明明距离领导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可是领导感受到的压力不可能有假, 其他的乾坤晋王者, 和乾隆简直没法比, 就算是奥隆, 也是极为震惊, 他不仅仅是奥剑宗弟子, 还是奥家子弟, 随着他血脉的激发, 他的潜力也是越来越大, 可是乾隆的强大,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给我破, 顶着巨大的压力, 领导依旧是挥出了一箭, 就像是不薄破碎的声音, 连连响起, 人王剑慢慢地撕开了乾隆的事, 先前的压力一扫而空, 倒是让领导轻松了不少, 奥隆也是有样学样, 挥动手中的奥隆剑, 破开了乾隆的事, 这种事, 并非是剑式, 而是乾隆本身的威势, 能够将自己的威势凝炼到这种程度, 乾隆绝对不是一般人, 就好比久居高位的人, 身上有会形成一种气势, 对一般人就会造成一种压迫, 有点本事, 可惜忤逆我的意志, 唯有死, 乾隆, 是天神夏凡, 自然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 即便领导拥有前世记忆, 和天神夏凡的乾隆相比, 也是没有任何优势, 所谓的天神夏凡, 是指天界大人物留在下界的子嗣, 他的母亲是剑神大世界的普通舞者, 可他的父亲是天界的大人物,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便拥有五道强者一生的感悟, 前世的领导, 比起乾隆的父亲, 自然远远不如, 那么乾隆得到的感悟, 自然比临到前世的感悟还要高深, 而且, 他的父亲留给他的功法, 比起东剑狱那些宗门的功法, 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正因为如此, 他才一路顺风顺水, 跨境界战斗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天界的大人物, 不可能一直留在剑神大世界, 不过乾隆的父亲临走之前, 也是给乾隆找了两位强大的护道者, 就算乾隆不败入任何宗门, 也不用惧怕其他宗门弟子, 而且有两位强大的护道者指点, 乾隆的静静也是极快, 同龄人之中, 很少有能够和乾隆交战的对手, 乾隆自负, 可以说他有自负的本钱, 天神下凡本身就是强大传承与极高天赋的代名词, 暴龙跟乾隆差不多岁数, 灵道比乾隆还要小, 这样的对手, 乾隆自然不用放在眼里, 他可是天神下凡, 试问灵道和奥龙拿什么和他争, 更何况, 灵道连王者都不是, 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通乾隆右手握拳, 猛地向着灵道挥出了一拳, 整片虚空都好似在战斗, 剧烈的轰鸣声, 宛若大河奔腾, 拳迎锁过之处, 地面断裂, 一条无比宽大的裂缝, 从他的脚下, 一直蔓延到灵道的脚下, 好强的力量, 起码两条飞龙之力, 灵道脸色一沉, 随后同样是右手握拳, 向着巨大的拳引击了上去, 就算是他, 也不得不承认乾隆的强横, 乾隆应该只有乾坤进乾旗, 可他的战力绝对远远不止乾旗王者, 天神下凡的乾隆是没有前世记忆, 但他父亲将自己的修炼经验全部灌输到了他的脑海之中, 可以说, 他就等于天界大人物的另类转世, 自然不可小觑, 就算奥龙是奥家子弊, 也没有乾隆这样的待遇, 奥龙的记忆之中, 只有奥家的部分剑法和功法, 并没有别人的修炼经验和感悟, 要不然, 现在奥龙绝对要厉害得多, 远远不止现在这个样子, 和乾隆不同, 灵道的拳引在半空之中, 陡然化为一柄巨剑, 向着乾隆的拳引斩了过去, 明知道乾隆无比强大, 灵道也是没有半分退缩, 碧月恐怕是乾坤境巅峰, 他不是碧月的对手情有可原, 可是, 乾隆比他大不了几岁, 若是不战而退, 就等于在心理上怯弱, 倘若灵道今天真逃了, 那么乾隆以后就是他的阴影, 他的心魔, 他肯定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巨剑展在全影之上, 仅仅是雨波, 便是让这片空间化为真空, 地带, 巨剑, 蕴含了灵道的剑势, 已施压人, 尽管力量上灵道不如乾隆, 但这一剑终究是破掉了乾隆的攻势, 我倒是小屈你了, 不过, 你在我眼里, 只是强壮点的蝼蚁罢了, 这一次, 乾隆直接取出了自己的配剑, 向着灵道斩了过来, 凶猛的剑光, 像是恶极了的荒兽, 向着灵道扑杀了过来, 这还是没有拔掉剑鞘的结果, 要是拔出长剑, 那么这一剑的威能肯定会暴涨促背不止, 我知道了, 他是乾隆, 暴龙惊呼道, 终于是认出了乾隆的身份, 乾隆的特征太过明显, 常年身穿一席真龙黄袍, 手持上方宝剑, 乾隆一直以天子自诩, 高傲自大, 却是极为罕见的剑道天才, 就算是傲剑宗那些老辈强者, 对乾隆的评价都是极高, 曾经有一位乾坤镜后期舞者想要收乾隆, 为徒, 结果却是被乾隆狠狠击败, 从这一点便是可以看出乾隆的强大, 仅仅是乾坤镜前夕而已, 就可以击败乾坤镜后期王者, 灵道, 小心他的剑, 据说, 上方宝剑凌驾于极品剑气之上, 乾隆本身天资就高, 又是拥有所向披靡的剑气, 同龄人之中能够与他争锋的的确少之又少, 曾经, 有人拿乾隆和中央主将域的大魔神笔尖, 可见他们对乾隆的评价之高, 极品剑气之上, 本来准备使用仁王剑的灵道, 却是直接换成了逍遥剑, 仁王剑连极品剑气都算不上, 自然敌不过乾隆的上方宝剑, 要是使用仁王剑, 真的有可能废掉这柄剑, 好歹仁王剑也算是灵道炼制的第一柄剑气, 要是碎了就太可惜了, 要是使用逍遥剑, 灵道就不担心了, 灵道拥有极品剑气流风剑, 可是流风剑根本不如逍遥剑, 既然上方宝剑是凌驾于极品剑气之上的, 那么只能靠逍遥剑了, 就算是六品势力, 大多都没有极品剑气之上的兵刃, 乾隆的来历绝对不会小, 不过这些事情不是灵道要考虑, 灵道要做的是击败乾隆, 尽管难如登天, 但他不会放弃, 流风十三世, 没有本源力量, 灵道依旧可以使用剑法, 只是弱上不少而已, 面对乾隆的功法, 灵道自然不敢大意, 连续十三剑杀出, 就算是乾隆也是脸色为变, 流风十三世, 一气呵成, 就算是灵道, 也是大口喘气, 换成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施展出这样的剑法, 就算没有本源力量, 此时灵道和乾隆的周身, 也是出现了肆虐的狂风, 可惜, 流风十三世根本杀不了乾隆, 甚至乾隆压根没有受伤, 乾隆只是很随意地挥出一剑又一剑, 便是破掉了流风十三世, 而且还杀到了灵道的跟前, 我的剑鞘, 让乾隆皱眉的是, 上方宝剑的剑鞘, 出现了一个个祸口, 这就是和逍遥剑交锋的结果, 上方宝剑是他父亲送给他的, 从来没有过损伤, 现在剑鞘却让灵道伤成了这个样子, 以这世自寻死路, 乾隆猛地拔出了上方宝剑, 耀眼的金光, 淹没了这片天空, 一股股王道威压, 向着灵道压了过来, 就算是远处的奥龙, 都是能够感受到上方宝剑的可怕, 可以说, 乾隆使用上方宝剑, 就能减弱对手的战力, 这种王道威压, 可不是乾坤境王者的威压, 而是圣王之威, 好在已经削弱了许多倍, 否则仅仅是王道威压, 就能生生压死灵道和傲龙, 能够炼制出这柄剑的存在, 境界绝对在天尊之上, 即便是前世的我, 都不是他的一剑之敌, 圣王威压, 足以镇死天尊, 灵道的想法自然没错, 尽亏现在的乾隆海若, 无法激发出真正的王道威压, 在天界能称王者, 可不同于剑神大世界的乾坤境王者, 那是圣王, 足以毁天灭地的存在, 杀, 不能让乾隆继续叙事, 否则的话, 灵道根本接不下乾隆的一剑, 灵道直接施展奔雷武引剑, 向着乾隆杀了过去, 就算没有雷之本源, 此时也是想起了阵阵雷鸣, 灵道对于剑法的掌控, 就算是乾隆也无法比拟, 乾隆身体横移, 躲过了逍遥剑的批杀, 然而, 逍遥剑也是跟着转向, 一剑刃扫向了乾隆的腰部, 要是这一剑真的斩到乾隆的身体, 那么乾隆有可能被一剑斩成两半, 坑上方宝剑终于动了, 挡住了逍遥剑, 两条飞龙之力更是爆发了出来, 使得灵道虎口阵列, 整条右臂都在发麻, 好似完全失去了知觉, 乾隆占据优势之后, 更是不肯停留, 向着灵道杀了过来, 上方宝剑死死地抵着逍遥剑, 灵道不断递后退, 乾隆则是不断递前进, 要是灵道挡不住上方宝剑, 就有可能被上方宝剑斩成两半, 乾隆冷笑一声, 却是突然收回上方宝剑, 紧随其后便是斩出了志强的一剑, 死吧, 第120章死亡阴谋, 要是一直僵持, 乾隆或许也能斩杀灵道, 但明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现在乾隆重新出剑, 比先前更强, 这一剑更是蕴含了他的剑意, 所向披靡, 就算灵道使用逍遥剑抵挡, 也是感受到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 两条飞龙之力顺着逍遥剑, 传递到了灵道的身上, 使得灵道身体矩阵, 五脏六腑都仿佛一味了, 竟然还没死, 天子剑, 寻常攻击杀不了灵道, 乾隆自然只好施展剑法了, 天子剑, 只有一招, 却拥有千般变化, 这样的剑法, 已经超出了上品的层次, 最起码都是半极品剑法, 而且施展天子剑的时候, 会引动冥冥之中的王道威压, 即便只是一丝的王道威压, 也足以让乾隆的战力拔高一个层次, 施展天子剑用来斩杀灵道, 乾隆觉得适用牛刀杀鸡, 面对这一剑, 灵道的脸色无比的凝重, 天子剑变化莫测, 而且已是锁定灵道, 更是加持剑翼, 锋芒无体, 灵道想要躲避, 明显不可能, 只能想办法抵挡, 可是如此凌厉的一剑, 又该怎么抵挡, 苍天无量, 黄天无极, 灵道左手使用逍遥剑, 施展天剑三世的第一是苍天无量, 他的右手则是使用断裂的人黄剑, 施展天剑三世的第二是黄天无极, 这两式剑法是他这辈子开创的, 在他手中自然拥有最强威能,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灵道都没有使用过断裂的人黄剑, 一来, 他所遇到的敌人, 根本不足以让他使用人黄剑, 二来, 人黄剑品级太高, 他根本无法使用, 就算现在的灵道已经是新陈境中期, 也是没有能力催动人黄剑, 更不要说以前的他了, 这次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 他同样不会动用人黄剑, 在他的乾坤界之中, 最强的梁炳剑, 便是逍遥剑和断裂的人黄剑, 同时使用梁炳剑, 对灵道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度, 逍遥剑代表的是风阵本源, 以绝世锋芒, 镇压一切对手, 人黄剑代表的是力量本源, 以无穷伟力, 横扫六合八荒, 本来, 天子剑变幻莫测, 无影无形, 可以轻易斩杀灵道, 好在关键时刻, 灵道的双眸变成了金色, 竟然让他捕捉到了上方宝剑的移动诡异, 灵道的反应何等之快, 刹那间, 逍遥剑和断裂的人黄剑便是同时锁定了上方宝剑, 璀璨的光芒爆发, 即便是远处的奥龙, 都是已经完全看不清内部的变化, 剧烈的碰撞, 强烈的进风, 吹得奥龙连连后退, 要知道, 这是在紫微洞府之中, 所有人都没法动用本源力量和争气, 仅仅是战斗雨波, 竟然都强成这个样子, 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就算是灵道自己都是没有想到, 断裂的人黄剑竟然自行复苏了, 一丝无上的黄道威压, 镇压巴荒, 人黄剑更像是要撕裂苍穹一般, 恐怖的可怕, 人黄剑之所以自行复苏, 就是因为受到了上方宝剑的刺激, 那一丝黄道威压, 简直就是对人黄剑的挑衅, 即便这柄人黄剑是后来仿制的, 而且还是断裂的, 但终究有着真正人黄剑的一部分, 因此爆发出了黄道威压, 阵王威压就算再强, 在人黄威压面前, 也是算不得神吗? 人黄, 那是三黄之一, 三黄历太古, 他们的实力, 自然不是圣王可以比拟的, 人黄一声道喝, 便可以活生生地震死圣王, 上方宝剑挑衅人黄剑, 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本来就算灵道同时使用两柄剑, 分别施展苍天无量和黄天无极, 都只能勉强抗衡乾隆而已, 现在倒好, 一丝黄道威压爆发, 粉碎了王道威压, 更是镇伤了乾隆, 这一丝黄道威压, 远远不足真正黄道威压的千万分之一, 真是无法想象, 要是真正的人黄现世, 那该拥有怎样的气势, 哪怕是乾隆父亲那样的大人物, 在人黄面前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 扑乾隆不断地后退, 地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地脚印, 握着上方宝剑的右手, 更是在躺屑, 这一次交锋他不仅完败, 而且还受了不轻的创伤, 他体内的情况有些糟糕, 不适合继续大战了, 可是, 同龄人之战, 他从来没有吃过亏, 更何况, 领道岁数比他小, 境界比他低, 他口口声声要斩杀领道, 现在被领道打伤, 要是在逃命的话, 恐怕他自己都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吧, 和乾隆的狼狈相比, 领道的情况则是要好得多, 他仅仅是双臂发麻而已,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关键时刻, 人黄剑的爆发, 倒是帮了他的大忙, 要不然现在受创的有可能就是他了, 你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就这么点本事, 乾隆极为好面子, 现在被领道这样反问, 却是让他差点气炸了肺, 好在乾隆并没有失去冷静, 他是天神下凡, 起点就比别人高, 怎么能不如一个比他还要小的舞者, 既然你找死, 那便怪不得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 领道忽然有了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乾隆这么冷静, 反而让领道有些不安, 而且就算受伤, 乾隆依旧是将领道当成带宰的羔羊, 随时可以收割领道的性命, 哦, 你还有什么手段, 在询问乾隆的同时, 领道更是已经在暗暗准备, 乾隆想要杀领道, 领道自然也想要斩杀乾隆, 这是你逼我的, 让领道和奥龙愕然的事, 乾隆竟然缓缓地收起了上方宝剑, 斥出反常必有妖, 手持上方宝剑那样的剑气, 对剑修来说, 绝对可以增强战力, 现在乾隆不用上方宝剑, 肯定是有更强的手段, 自我成为乾坤境王者之后, 你是第三个让我睁开双眼之人, 前两个, 一个是乾坤境后期舞者, 一个是乾坤境巅峰舞者, 可惜都死在了我的手中, 没想到, 乾隆才乾坤境前期而已, 竟然斩杀过乾坤境巅峰王者, 简直不可思议, 暴龙只听说过乾隆击败乾坤境后期王者的事情, 没想到乾隆还杀过乾坤境后期王者, 甚至连巅峰王者都不是乾隆对手, 从大战到现在为止, 乾隆都是没有睁开双眼, 直到现在, 他才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原本暗淡的天地, 此时却是被照亮了起来, 银色的光芒, 极为耀眼, 没想到他的双眸竟然是银色的, 完了完了, 是死亡阴谋, 暴龙毕竟是出自奥家, 就算从小在剑神大世界长大, 他的剑势也是不低, 死亡阴谋, 如此可怕的东西, 他自然听说过, 先前, 就算乾隆表现出那么强横的战力, 他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就算不敌乾隆, 他也不会怕了, 可是看到死亡阴谋, 暴龙确实没有了战意, 关于死亡阴谋的传说有很多, 每一种都足以证明死亡阴谋的强大, 而且强大的可怕, 开创大清圣庭的清皇, 便是拥有死亡阴谋, 传说, 清皇开眼, 荧光耀天地, 可以轻松破灭一方大世界, 就算是和清皇同境界的强者, 也是挡不住死亡阴谋, 暴龙低声难难道, 死亡阴谋的出现, 着实给了他太大的震撼, 清皇, 那可是大帝级的存在, 只不过他效仿三皇, 并没有以大帝自居, 而是以皇者自居, 据传, 大清圣庭之中, 猝万年才有可能出现一位 拥有死亡阴谋的皇室子弟, 尽管那些人都没有正地, 但他们每一位都是极为强横的存在, 仅仅凭借死亡阴谋, 他们便是可以傲视同代人, 乾隆的父亲, 之所以全力培养乾隆, 不惜将自己的修炼经验和感悟, 都传给乾隆, 就是因为乾隆的死亡阴谋, 如果乾隆资质平平, 他的父亲肯定不会要这个儿子, 可惜, 也正因为这个儿子太过优秀, 他才不敢将这个儿子带上天界, 皇室争斗最为残酷, 即便是乾隆的父亲, 也没有绝对把握保住这么个 拥有死亡阴谋的儿子, 助惹真龙神皇, 不惹死亡阴谋, 灵道低声说道, 却是想起了前世的一句话, 真龙, 神皇都是极为强大的种族, 可是这句话明显是说真龙神皇不如死亡阴谋, 大清圣庭促万年才有可能出现一位拥有死亡阴谋的皇室子弟, 自然无比强横, 有点见识, 没想到你们竟然知道死亡阴谋, 能够死在死亡阴谋之下, 也是你们的荣幸, 乾隆的异地说道, 死亡阴谋是他的底牌, 只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竟然要使用死亡阴谋要对付一个境界比他低, 岁数比他小的武者, 好在, 很快灵道就是一个死人, 将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之中, 银色的光芒, 化为成千上万柄刀剑, 同时向着灵道击射而来, 哪怕灵道的速度再快, 也是不可能快过光速, 仅仅是瞬息时间, 灵道便是被银色光芒彻底给淹没了, 哈哈哈哈, 跟我斗, 你们唯有死, 乾隆放声大笑, 死亡阴谋的可怕之处, 也是展现了出来, 荧光所过之处, 就算是虚空, 都是塌陷了, 试问在这样的破坏力之下, 灵道怎么可能挡得住, 就算是乾坤镜后期王者, 都要死在死亡阴谋之下, 灵道和乾坤镜后期王者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